欢迎小说句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一集 龙山历9616年 冬 安阳行省清河郡 以水现成境内 一名纯红齿白 约莫八九岁的男儿 穿着裁剪精致的白色毛皮衣 背着一个毛囊 正灵活地飞窜在山林间 右手也持着一根黑色木饼短毛 追逐着前方的一头仓皇逃窜野 周围的树叶震动 积雪速速而落 那飞钻中的男孩猛然高举短毛 身体微微往后仰 腰腹力量传递到右臂 猛然这么一甩 只剩手中短毛破空飞出 擦着一些树叶 穿过三十余米距离 从野路背部边缘一擦而过 而后扎入雪地深处 仅仅在野路背部留下一道血痕 野路顿时更加拼命地跑 朝山林深处钻去 眼看着就要跑丢了 忽然 嗖的一声 一颗石头飞出 石头化作流光穿行在山林间 飞过上百米的距离 砰的一声 贯穿了一柱大树的树杆 精准地射入了那头野路的头颅之内 那野路坚硬的头骨也抵挡不住 亮起来 靠着惯性飞奔出了十余米 便轰然倒立 镇的周围的无数积雪 是速速而落 父亲 男孩转头看向远处 有些无奈 你别出手啊 我差点就能射中他了 我不出手 那野路就跑没了 高速飞奔中你的短毛准头还差些 今天傍晚回去加练五百次短毛 这股声音雄魂 远远传了过来 远处两道身影正并肩走来 一名是颇为壮硕的黑发黑眼中年男子 身后背负着一个兵器箱 另外一道身影却是更加魁梧壮硕 高过两米 手臂比长人大腿还粗 可他却有着狮子般的脑袋 正是狮守人居 凌乱的黄色头发披散着 这赫然便是颇为少见的瘦人中的狮人 他同样背着一个兵器箱 童三老弟 你看我儿子厉害吧 今年才八岁 已经有寻常成年男子的力气了 雪英是不错 将来比你强是没问题的 当然比我厉害啊 我八岁的时候还穷哈哈地和村里小孩玩闹 啥都不懂呢 还是后来进入军队才有机会修炼斗气 我这个当父亲的给不了儿子太过好的条件 不过能给的我都会轻力去给他 好好栽培他 哈哈 东伯 你能从一个平民成为一名天阶骑士 更能买下领地成为一名贵族 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中年男子正是周围过百里领地的领主 男爵 东伯烈 男爵是下族帝国龙山帝国最低的一个贵族爵位 在帝国建国时 贵族爵位授予还很严格 如今帝国建立至今已经有九千多年了 这个庞然大物开始腐朽 一些低爵位买卖 甚至都是官方允许的 当初东伯烈和妻子因为有了孩子 才决定买下贵族爵位 买下一块领地 那这块领地呢 更是起名为雪英岭 和他们的儿子同名 可见对这儿子的疼爱 当然这仅仅只是以水线境内的一块小领地 东伯烈看着那个男孩 眼中满是父亲对儿子的宠溺和期待 我二十岁才修炼出斗气 可我的儿子不同啊 他今年才八岁 我估摸着十岁左右就能修炼出斗气了 肯定是比我强多了 看他的力气 十岁左右是差不多了 要说他们经历的太多太多了 眼光自然很准 父亲 你在那么远 扔的石头都能贯穿这么粗的大树啊 那名男孩正站在那一株大树旁 双手去抱 竟然都无法完全抱住 这大树的树干上 却被贯穿出了一个大枯路 这么粗的大树啊 让我慢慢砍 都要砍上好久好久 知道天洁骑士的厉害了吗 旁边那名诗人壮汉说的 而在另外一旁的东伯烈 也得意的一笑 在儿子面前当父亲的 还是喜欢显摆显摆的 有神厉害吗 神 此时东伯烈和诗人同三 顿时无语了 龙山帝国的开创者龙山大帝 就是一位强大的神灵 这是这个世界几乎所有子民都知道的 东伯烈在军队当中也算是一员猛将 可是和神灵相比 他根本就没法比啊 看来今天傍晚加练五百次短矛 还是少 那就加练一千次吧 啊 父亲 你 你 看你还敢跟我伴嘴 要记住 和你父亲伴嘴 你只会吃亏 好了 回了回了 那诗人壮汉童三 从脖子中取出了一个污笛 放在嘴边 吹出了低沉的声音 声音在山林中传播 很难 远处有二十名穿着甲凯的士兵 迅速赶来 你们把猎物带回去 是 领主大人 就这样 东伯烈 诗人壮汉 带着男孩雪鹰 走到了这座山的最高处 这里正有着大量的马匹 以及近百名士兵 一片空旷的雪地上 正铺着巨大的白色毛毯 毛毯上 正有坐着一名气息神秘 超然的紫豪女子 那紫豪女子的身边 是一名可爱的 奔跑还亮亮呛呛的两三岁男孩 那些士兵们 看向紫豪女子的目光中 都有着敬畏 因为这紫豪女子 是一名强大的法师 石头 快看 谁来了 那两三岁孩童 立即转头看去 一看 眼睛就亮了 我不怕 我不怕 那孩童扭着屁股飞奔过去 紫豪女子也微笑着 看着这一幕 石头 哥哥爸 男孩雪英立即走到最前面 蹲下 弟弟青石飞扑到他的怀里 雪英抱起了弟弟 亲了一下弟弟 雪英指着后面士兵 抬着的野鹿 石头 今天列到一头野鹿 你看 野鹿 叶鹿 弟弟青石瞪大着 乌溜溜的眼睛 嘴里发出 不清不楚的声音 弟弟东伯青石 才两岁 虽然努力说话 可是说话 还不够清晰 也不太懂意思 是野鹿 我们家后山中的 一种野兽 雪英 此时 紫豪女子 也齐身走来 雪英将弟弟 递了过去 把弟弟给我吧 是 母亲 我带了些桂花糕点 还热着 就在篮子里 赶紧去吃吧 糕点 雪英的眼睛一亮 一时间口水分泌 感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立即飞奔着过去 弟弟青石 立即在母亲怀里挣扎了 提到吃糕点 她是最积极的 平常吃饭 反而很不听话 我也要吃 当然有你的 你这个小馋嘴 紫豪女子看了外面 也走进来的 东伯烈和诗人童三 你们俩俩快点 也给你准备了些吃的 主人不但法术厉害 这厨艺也好啊 说话的 正是诗人童三 这名诗人童三 在年少的时候 曾经是奴隶 成为了紫豹女子的 仆从追随 虽然多年过去 彼此感情也仿佛亲人 可是诗人壮汉 依旧坚持喊主人 雪鹰吃饱喝足之后 朝远处看去 因为他们露营的地方 就是在山顶 一眼看去 远处也有一些山 也有许多农地 目光所致 都是自家的领地 父亲和母亲当年 就是因为自己的出生 才停止了冒险的日子 买下了贵族爵位 买下了一大片领地 这片领地 都被启名为雪鹰领 东伯雪鹰伸了个懒腰 满脸的开心 有疼爱自己的父亲母亲 有可爱的弟弟 有许多善意的领地子民 对这样的日子 东伯雪鹰真的太满意了 唯一让他有些头疼的就是 父亲的训练有些太苦了 东伯雪鹰的小脸 都成苦瓜脸了 要加练一千次短矛 加上原有的一千次 还有更主要的枪法 还有 夜幕降临了 残月悬空 风在呼啸 在距离地面数千米的高空中 仿佛一片乌云的巨大的鸟 在高速飞行着 这一头巨大的鸟 一展过二十米 有着足足四个翅膀 它飞行的速度 达到了近阴速的地位 正是一头极为凶利的可怕魔兽 四翼突鹊 在这头四翼突鹊背上 正盘膝坐着两道身影 一名银甲男子 以及一名 持着暗紫色木杖的灰袍人 到哪儿了 丙主人 已经进入以水县境内 估计还有半个时辰 就能抵达雪莺里 那灰袍人的声音很复杂 银甲男子俯看下方 目光冰冷 仔细辨别下方的位置 还有半个时辰 我就能看到我那位妹妹了 真的很能躲呀 在我们家族的追查之下 躲了足足十五年 说话这人 正是莫阳玉的哥哥 莫阳琛 此时 四翼突鹊在黑夜之中 直奔雪莺里 而在那暖和的床上 东坡雪莺正依靠在床上看着书 旁边的火晶灯 发出的光芒照耀整个屋子 这书的名字叫 十大超凡骑士 这是传记小说类故事 东坡雪莺最喜欢看故事了 特别是一些传说中超凡的故事 作为一名贵族 母亲又是法师 有着大量的藏书 东坡雪莺早就知道了许多的常识 像骑士可以分为 人阶 地阶 天阶 流星 银月 称号 以及超凡这七个级别 其中人阶 地阶 天阶 都算是普通骑士 流星 银月 称号 则算是星辰骑士了 星辰骑士之上便是超凡 三个大级别很难逾越 像自己的父亲还有童书 都是天阶骑士而已 至于星辰骑士嘛 什么叫星辰骑士呢 就是说在战场上 他们如同星辰一样耀眼多目 无数剑尸围攻都伤不了他们 他们能够三军夺帅 能够纵横无敌 不过这些都是属于凡人的力量 即便是一个人能毁掉 十万大军的称号骑士 虽然有一人之军团 凡人的极限 近乎神灵的力量等等各种称呼 可是他们终究是凡人的力量 凭借着数量还是能够耗死掉 可是一旦跨入超凡 那可就是质的差别了 那是整个生命层次的跃迁 已经不再是凡人 而是超凡生命了 单纯的凡人数量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正常情况之下 就是再多的凡人都耗不死他们 甚至都伤不了他们 他们拥有着不可思议超越物质的力量 神灵都很记得他们 像传说中高千米的熔岩巨人 像深渊中的炼狱大恶魔等等 这些也都是超凡生命 而人类同样能够靠修炼成为超凡 人类的超凡强者们 击退入侵的恶魔 灭杀一切胆敢反抗者 他们是人类的震足力量 震慑一切一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音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音灵主 第二集 如果我能成为超凡骑士就好了 抓紧恶魔娃娃 弄一头巨龙当作旗 和赵神灵喝喝酒 东魔雪音看着这传记故事开始傻笑 仿佛自己化身了其中的超凡骑士 忽然 旁边的火晶灯自动熄灭 看书看得兴奋的东魔雪音顿时 苦着脸很无奈 哇 怎么火晶灯熄灭了 这么快 有个当法师的母亲真的很可怜啊 连火晶灯到时间都自动熄灯 嗯 睡觉 没有灯光 只能睡觉了 东魔雪音开始熟睡 在睡梦中 自己化身为超凡骑士 无所不能 熟睡的东魔雪音情不自禁 咧着嘴笑着 显然 梦得很甜 东伯烈夫妇此刻 也都在床上准备歇息了 妻子躺在丈夫怀里 龙伯 我最近总感觉心神不宁 阿玉 别担心了 我们在以水城已经过了八年了 一直风平浪静的 你的家族一直没有找过来 你放心吧 我会有事的 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平静下去 十年 二十年 白头到老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 永远找不到 东伯烈轻轻拥着妻子 妻子投靠着丈夫胸膛 他没有多说什么 他很清楚自己的家族 是多么的强大 恐怕终有一天 会被抓到的 他的嘴角有着一丝微笑 他丝毫不后悔当年的选择 如果当年顺从家族 对他而言 那才是大灾难 他逃出家族各地冒险 又和相爱的人最终在一起 甚至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子 他已经很满足了 东伯 你会后悔吗 一旦被抓住 他们 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我一同生死过多少次了 你还问这个 嗯 夜已深了 城堡也很宁静 除了还在职守的士兵之外 几乎都在吹吹中 只见那乌云般的一头大鸟 告诉我 那轰隆隆的破空声音 让城堡的一些玻璃窗户都震动了 大鸟停在高空 灰袍人和银甲男子俯瞰下方 到了 那灰袍人的目光复杂 真不想抓你走 几杯 此时一道雄浑的吼声 响彻了整个城堡 诗人同三发出了咆哮吼声 银甲男子俯瞰下方 炮起地问他 是兽人族的诗人 是当年家族 分了给妹妹的一个诗人奴隶 没想到这 也不知 这个诗人还跟随着我 还挺不住心的 灰袍人看着那诗人壮汉 想起了当年 那个被关在牢笼内的诗人奴隶少年 那个诗人奴隶少年 一直沉默地跟随着妹妹 如今也已经如此之雄壮了 下方的城堡战地有两里地 分为外城堡和内城堡 外城堡居住着四个营的士兵 以及仆人 骑士可以携带家眷 居住在外城堡 外城堡的城墙上 夜里都会有一营士兵 在巡夜探守 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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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上的三百名士兵 各个拿起了身旁的巨大的 暗红色大弩 大弩上的粗大弩箭 早就放好 遥遥对准了高空 那肆意突旧 你知 是 那银甲男子从高空一跃而下 近五十六米的高度 他没有任何缓冲 双脚轰然落在了城堡的石板地面 地面震动 脚下石板都朝四周军裂开来 银甲男子看着前方 此刻东伯利夫妇二人都已经出来了 连东伯雪英和弟弟青石都起来了 外面又是吼声又是轰隆声 这哪能睡得着啊 东伯雪英抱着弟弟 站在父母的身后看着 怎么回事 抹羊玉 银甲男子站在城堡的空地上 任由远处高处城墙上大量的士兵 举着大弩对着他 到了这份上你还要闻抗 还是乖乖和我们走 看看你周围 此时东伯烈喝了一声 那银甲男子目光一扫周围 远处城堡的高墙之上 还有一些地面上一些围着的士兵 一个个举着暗红色大弩 银甲男子红红微微一缩 破心弩 了不起 一座县城境内的婆婆通通的小领 竟然能够装备这么多的破心弩 如此多破心弩围攻我一个 的确有希望杀死 你贵为流星骑士 如果一对一 我们城堡内谁都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有五百破心弩 每一个都能伤你 一起围攻你再加上我们几个出手 围杀你还是有把握的 这里是东伯家族的领地 你侵入一个贵族的领地 是对我们家族的挑衅 我们完全可以将你击杀 你死也是白死 帝国法律贵族是拥有特权的 贵族的领地更是不可侵犯 听到这话 银甲男子皱着眉头 你们夫妻二人还是跟我走吧 别往抗 贵族说帝国法律庇护 难道你要违背帝国法律 强行罗走两名贵族 小鱼 此时有一道沙哑的声音传来 所有人都抬头看去 看着高空中那大鸟背上的灰袍人 手持着法杖 忽然一股可怕汹涌的威能汇聚 高空中凭空出现了厚厚的云层 云层中有无数的雷电 在游走闪烁 在下方的城堡的许多地方 都凭空出现了一丝丝电光 黑夜中无数的电光美轮美奂 这些电光落在那些士兵身上 士兵们个个 立刻惨叫抽搐跌倒在地 破星弩也跌落在一旁 举手投足之间 数百名士兵便毫无反抗之力 要说他已经手下留情了 否则所有士兵都将成为交谈 而那高空的肆意突就此时也降落了下来 灰袍人走了下来 他将罩帽掀开 露出了一张略显苍白 但依旧俊美的面孔 这灰袍青年的面容和墨洋玉 有着七八成的相似 小语 还要再 哥哥 紫袍女子墨洋玉瞪大了眼睛 身体都微微发颤了 东伯雪英抱着弟弟在一旁 是又紧张又吃惊 这个灰袍青年是母亲的哥哥吗 哥哥 这么多年了 能够再看到你 真的很开心 你已经跨入星辰境界了 是银月法师了 这法师的星辰境界 同样是流星 银月 称号 三个大级别 这位灰袍青年 赫然便是银月法师 即便是在家族之内 他的地位也是颇高的 凭一己之力 成为银月法师 在家族年轻一代 也排在前三了吧 等哥哥你成为称号大法师 那就了不起了 家族中至今都没有称号大法师 想要跨入称号级 何起呢 称号级 意味着在整个龙山帝国都拥有着一个特有的称号 这是绝对值得尊敬的可怕存在 达到了凡人的极致 再进一步 便是超凡生命了 这银月法师看似厉害 能够轻易毁掉一支军队 可是在称号存在面前 恐怕连法术都施展不出来啊 此时沐阳琛说道 违背了家族法规 你要知道 我们家族传承一千余年 靠的就是家族法规 没有规矩 再兴盛的家族也最终会败了 我们家族有落魄时 可如今再度兴盛 就是靠的族规 而违背族规 就必须得接受惩罚 告诉你的选择吧 听他说完 顿时 周围的气氛凝固了 旁边的东伯烈 诗人壮汉 抱着弟弟的血鹰 个个都紧张无比 墨阳玉盯着自己的哥哥 我是贵族 我收帝国法律庇护 你不能违背帝国法律 抓我们走 你虽然强大 可违背了帝国法律 你也只有死 贵族 到最后一刻 你真的不死心 别看了 你这次来 你必须带了御令国 这下 墨阳玉东伯烈诗人壮汉 脸色都是大变 只见那灰袍青年伸出右手 右手凭空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卷轴 他展开卷轴 一股神秘的力量弥漫开来 抱着弟弟的血鹰 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只感觉超然神秘 情不自禁 心生敬畏 帝国法令 墨阳族御令 家族子弟墨阳鱼 判罚禁帝百年 南爵东伯烈 判罚苦艺百年 执行人 墨阳鱼 灰袍青年的声音响彻城堡 东伯烈墨阳玉夫妇二人相视一眼 有着一丝解脱 金币百年 苦一百年 太久了 这太久了 一旁的诗人壮汉极了 这正常人寿命也就百年左右 又算跨入星辰级 寿命也就一百多岁 他们已经这么大了 再禁弼百年 苦一百年 不是一直禁弼到死 苦一到死吗 不 舅舅 你是知情人 陪你救救我父母 救救他们 抱着弟弟的血鹰连忙喊道 一声舅舅 让灰袍青年身体一震 救不了他们 谁都救不了他们 我沐阳家族族归森严 谁来说情都没有 怀里的弟弟青石此时在哭泣 青石才两岁 还不太懂 可是他能够感觉得到周围的气氛 雪鹰也想哭 可他更焦急 他已经八岁了 很懂事了 父亲母亲要禁弼百年 苦一百年 那真的是一直惩罚到死那一天 自己的父亲母亲 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亲人 救救我父母 救救我父母 舅舅 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一定有办法的 雪鹰 别哭 石头 你也别哭 此时沐阳玉走下来 蹲了下来 抱住了两个儿子 他转头 看向了灰炮人 给我和东伯 一点时间 好吧 好 雪鹰岭的一座无名高山上 有着一座木屋 山路震动 诗人男子童三 正焦急骑着一匹 飞双魔兽马鞠 飞双马鞠的速度极快 这次出来 更没披甲 从雪石城堡 赶到这座山头 仅仅斩茶的时间 诗人的大嗓门 老远就急起喊了 中灵 中灵 木屋门开了 银色长发男子 一袭黑袍 黑袍裹着身躯 不过 他却露出了一条 常人大腿粗 约莫近两米长的 青色蛇尾 那无法隐藏的蛇尾 说明了他的身份 正是兽人族的蛇人 而且面孔和人类一样 显然 只有蛇人中 血脉最珍贵的王族 六臂蛇魔 因为有六条手臂 所以 平常他都是裹着黑袍 不想让人总是盯着 他的六条胳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 飞剑 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才会让沐阳家族 放出东坡 那 那 那真的没办法了 童三他忘不了 他忘不了 在他最黑暗 最痛苦的日子 那个少女 带他一次次玩耍 一年年 甚至最终逃离 沐阳家族 他都毫不犹豫地 忠诚追随 一次次冒险 无数的生死 在他心中 他的主人 甚至比他的命 还要重要 没办法 是阿瑜 让你过来的吗 是宗人 让我抓你过去 走吧 总要再见 他们一面 宗灵在黑袍下的拳头 握得很紧 锋利的指甲 都刺入掌心 不管是东坡 还是阿瑜 都是和他经历了一次次生死的同伴 他此刻怎能不急不悲愤 可是他没有办法 加上本性 不惜将情绪表露在外 他几乎永远都那么冷静 走 沐阳也有一匹飞双魔兽马鞠 宗灵和铜三 立即都骑马 迅速赶往城堡 雪石城堡内 东伯烈夫妇二人 正在和儿子雪英 交代嘱托 沐阳玉将自己脖子里的吊坠 取了出来 雪英 这个吊坠 是一件储物法宝 没有储物空间 极为珍贵难得 它的价值 就抵得上整个雪英灵 从今天起 它就是你的了 你千万保密 除了你铜三叔叔 宗书外 别告诉第三个人 就连你弟弟都别说 你弟弟 毕竟还是个孩子 口无遮拦 说不定 就会暴露出去了 这领地在那儿 是没办法夺的 可是一件储物法宝 一旦暴露了 是很容易遭到抢夺的 母亲你带着 我和你父亲被带走 身上的宝物 也会被搜走的 说着 墨阳玉的手指 轻轻在雪英的手指上一点 一滴鲜血被取出 墨阳玉默默念动着咒语 很快 一滴鲜血 形成了一个法术图形 烙印在吊坠上 雪英立即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 能够联系到吊坠内部 吊坠内部 正有着一些材料 以及金币 还有着卷轴 墨阳玉看向一旁的丈夫 东伯烈 此时从怀中取出了一本金色书籍 整个书籍完全是由金箔构成 金子能够保存漫长岁月而不损 只有极为珍贵的书籍 才会用金子来做 这是一本超凡生命留下的枪法 我之前教你的基础 也是这本枪法的基础 那些古老的大贵族 都有三四本超凡生命留下的秘籍 我们家不多 就这一本 还只是枪法的 所以我从小教导你枪法 你好好学习 切记 我可泄露 除了你宗叔 童三叔叔 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这本秘籍当初获取的时候 他们也在现场 东伯雪英接过了这本金色书籍 立即感觉一股奇异的波动 弥漫在书籍上 随即心念一动 就收入了储物吊坠中 走吧 出去 等你宗叔和童三叔叔来 随即 东伯烈莫阳玉夫妇二人 带着雪英轻食两个孩子 在厅内等着 很快 两道身影冲了进来 正是 童三和宗灵 宗灵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口 东伯 阿语 在走之前 得麻烦你们俩了 童三性子粗 整个领地 他管理不好 所以领地 就要靠宗灵你了 叫到雪英他们两个孩子 也要靠你了 放心吧 笑给我 雪英 记住 整个领地的事情 都交给你宗叔 待得你十八岁 才能正式接管 嗯 莫阳玉看着自己的儿子 他担心没人辅助 两个孩子 恐怕很快 就会被一些外人吞吃干净 此时雪英抱着弟弟 而弟弟轻食 缩在哥哥怀里 他已经不伤心了 可却有些畏惧 他畏惧 宗灵和童三 毕竟才是两岁的孩子 对于长着狮子脑袋的童三 以及有着蛇尾的宗灵 还是有些害怕的 母亲 你告诉我 莫阳家族到底是哪里的 我到底怎么才能救你们 救 莫阳玉和东伯烈相识一言 别想这些了 好好过日子 知道吗 只要你们兄弟俩过得好 会和你父亲 就很开心了 救他们 莫阳家族的法规 何等的尊严呢 要让莫阳家族 违背法规 放他们 恐怕得是超凡生命了 自己的儿子 成为超凡生命吗 他们想都不敢想 告诉我 怎么才能做到 一定有办法的 等你得到龙山楼的黑铁令 我就告诉你这件事的详细经过 到时候 你自然知道该怎么救 此时莫阳玉和东伯烈一愣 看向了宗灵 还是给这孩子一点希望吧 东伯烈听了也点了点头 雪英已经八岁了 而且从小聪慧 这次的事情不可能忘掉 给他一个目标 或许更好一点 对 等你得到龙山楼的黑铁令 你宗书 会告诉你一切的 龙山楼 黑铁令 深夜 雪石城堡 吊桥放松 城堡外 银甲男子和 灰袍青年都站在那 东伯烈夫妇二人 也在和儿子们告别 雪英 带好你弟弟 知道吗 嗯 雪英点头眼睛都红了 眼泪流了下来 雪英牵着弟弟的手 可是弟弟青石 忽然哇的一下 大哭了起来 此时莫阳玉 忽然忍不住 蹲下来抱住两个儿子 亲着两个儿子 东伯烈 默默站在一旁 眼睛也湿热了 莫阳玉一咬牙 和丈夫朝远处的 灰袍青年处走去 边走 他们还忍不住回头 我们走 父亲 母亲 我东伯雪英发誓 弟弟青石哭着喊着 雪英也哭着喊着 牵着弟弟的手 东伯雪英流着泪 我一定会救你们回来 我们一家一定会团圆 一定会 我发誓 我发誓 一定会救你们 谁都阻拦不了 雪英的喊声 在寂寂的夜空回响着 莫阳玉捂着嘴 忍不住哭着 东伯烈也身体颤抖着 随即 他们俩走上了 那肆意突旧的背上 不但是他 就是东伯烈夫妇二人 都从来没想过 他们的儿子能救回他们 不是瞧不起自己的孩子 而是要救他们 怕是得超凡生命 而超凡生命 那根本就是传说呀 那肆意突旧 一阵赤 立即冲天而起 突旧背上的东伯烈 莫阳玉 都转头看着下方 那城堡门口说 那一大一小两个孩子 那么瘦弱 东伯烈夫妇的心都揪起来了 他们怎么舍得自己的孩子 好好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莫阳玉默默地念着 他今生往后 都将为自己的两个孩子祈福 希望他们平安 雪英牵着弟弟的手 抬头看着 扑就迅速朝远处飞去 在远处夜空中迅速变小 此时弟弟青石还是在哭泣 而东伯雪英 则是抱起了弟弟 石头别哭 别哭 父亲他们只是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了 哥哥和你保证 第二天上午 以水城龙山楼 这个世界的每一座城池 都有一座龙山楼 以水城内的这座龙山楼 是一座古老的五层石楼 龙山楼门口 有着强大的骑士看守 正门十米范围内 平民贵族都不敢靠近 一旦靠近便是贵族都可能被强行击杀 此时一名白袍白发老者 飞奔着跑进了龙山楼内 有土大人 门口的两名青甲骑士恭敬行礼 白发老者问了 楼主他可在 在 只不过一大早楼主的脸色就不太好看 其中一名高个儿 青甲骑士说着 而白发老者步入了龙山楼内 来到了三楼 敲门声响了 进来 白发老者推门而入 随手关上门 里面有一个光滑的暗黄色长桌 上面摆放着一叠叠的纸张书籍 在长桌后面正坐着一名黑发中年人 他正翻看着一份宗卷 此人便是以水城龙山楼楼主 司安大人 司安大人抬起了头 有土 怎么样 消息确定 昨夜 雪英灵的东坡南爵夫妇 已经被抓走 雪石城堡的护卫队曾经抵抗过 可一个呼吸时间 就在雷殿下 失去了反抗之力 沫阳家族真是霸道啊 昨天我才得到郡城那边传来的消息 夜里他们就把人抓走了 这龙山楼内部也是很森严的 帝国十九座行程 每一座行程的省城都有一座龙山楼总楼 执掌着隐秘强大的力量 省城 郡城 县级城池 三个级别层层管理 整个天下都在监察之下 谁让人家是沫阳家族呢 沫阳家族在东玉行省 是排在前十的大家族吧 东玉行省的十大家族 沫阳家族排在最后一个 而且还是靠着当初他们家老祖宗的余印 否则都入不了前十 唉 那也是稍微斩露点力量 就能碾碎我们的庞然大物了 可怜 那雪英灵只剩下两个孩子了 我查探消息听说 他们夫妇那个两岁的小儿子 一直哭闹不停 雪石城堡内许多士兵仆人 都为之伤心呢 东伯夫妇对领地子民的确很好 很受爱的 雪英灵 那一座最高的大山 雪石山之巅 雄伟的雪石城堡内 城堡内一些仆人按理悄然议论 不过因为有诗人童三 以及六臂蛇魔棕灵震慑 整个城堡一如既往地运行着 虽然已经是白天 地地青石 却情绪刚刚稳定下来 父母被强行抓走之后 弟弟就一直在哭 谁哄都没用 过去都是母亲亲自带孩子 母亲是法师 声音中就轻易 能带着一些催眠之脚 而如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集 其实 哄小孩睡觉 是非常简单的 可是现在 受到刺激的青石 却让所有人都头疼 诗人同三 蛇魔踪灵 之前青石就很怕他们俩 而那些女仆 从来没带弟弟睡过觉 所以还是得东伯雪英亲自上 虽然心情悲痛 可还是得忍着 哄弟弟 终于到白天了 弟弟也精疲力尽了 似乎也忘记了父母的事 毕竟 两岁的孩子 估计等长大 都记不起来昨夜发生的事了吧 乖 石头乖乖睡觉 我要跟哥哥睡 好 我不是在陪你睡吗 不过 我要替你唱歌 渐渐的 很疲累的弟弟 终于趴在东伯雪英的胸口上睡着了 东伯雪英也不敢动 就怕惊动弟弟 到了傍晚时分 棕灵同三来到了屋外 我看看 棕灵精精推门 透过门缝朝里边看去 只见肉肉的小青石 正张开四肢 趴在自己哥哥胸口 口水流在哥哥胸口上 而东伯雪英此刻也熟睡了 衣服有些凌乱 被子也只盖了半个身子 童三也透过门缝看着 看着这小青的脸 依偎在一起 也很心疼 石头过去都是阿鱼在带 从来没有让那些女仆带过 她看到我们俩就怕 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难道每天睡觉都要雪英红 总书 童书 你多睡会儿吧 多睡会儿 这个时候雪英已经悄悄 搬开了弟弟起床了 棕灵知道雪英肯定没睡多久 事实上雪英的确没怎么睡 她心情震荡 又一直哄着弟弟 实在太困 才开始打着瞌睡 睡得很浅 棕灵他们一来 就让她醒了 幸好她的体质非同一般 能扛得住 没事 总书 童书 石头她过去 都是母亲红的 从来没别人带过 现在 我父母都被强行抓走 消息是瞒不住的 现在 我更不可能让那些仆人带弟弟 弟弟他们 又怕你们俩 所以 只有我带 反正 只是带她睡觉而已 白天时 只要安排人稍微看着即可 白天就在城堡内 很多人都可以看着 没事 那就靠你了 等你弟弟再大点 估计就好了 嗯 东伯雪英没有说太多 这终究是自己的弟弟 父母被抓走 自己就这么一个弟弟了 当然得照顾好了呀 对了 宗书同书 之前说 我得到龙山楼黑铁令 就能知道一切 这龙山楼黑铁令 到底该怎么得到 呃 这 旁边的宗灵和童三 暗暗无奈 唉 这个孩子 看来一直记着 要救自己的父母呢 只要你的实力够强 龙山楼 自然会送来黑铁令的 实力够强 多强 我和你父亲 还有童书 都没有黑铁令 等到你足够强大那一天 这龙山楼认同了 肯定会送来黑铁令 东伯雪英顿时明白 想要得到所谓的黑铁令 首先得比宗书他们强啊 我知道了 石头 睡了多久啊 呃 快三个时辰吧 那就起来吧 现在已经半晚了 石头折腾那么久 也没有吃什么 快让他起来吃晚饭 再让那些女仆 陪他玩一玩 这样 他夜里才能睡得着 否则现在让他睡了 大半夜他就闹腾了 天已黑 餐厅之内 方形餐桌上 东伯雪英坐在主位 而弟弟青石 则是坐在了旁边 旁边有仆人 端着食物送上 东伯雪英的食物 是一些果汁 和调制精美的魔兽肉 弟弟则是一些 瘦奶和骨 弟弟吃得开心得很 东伯雪英 微笑着看着弟弟 不过她的心中 却很难受 过去这餐桌旁 还有父亲和母亲 现在 只剩下了自己 和弟弟了 吃饱了吗 嗯 吃饱呀 爸爸的 青石摸着 自己的小肚子 不过嘴里边 还是在不清不楚地 念叨着 爸爸和妈妈 母亲也 母亲也 怎么都不在 他们还在睡觉吗 他们出去了 石头 去后花园玩好不好 后花园 去后花园 一听到后花园 青石立即被转移了注意力 后花园内 有许多玩闹的地方 是母亲专门为兄弟俩建造的 在自己小时候 也很喜欢在那玩 甚至有些魔法器物 东伯雪英 看向旁边站着的三个女仆 带青石摸也去后花园 看好了 是 那三名女仆 恭敬一场 他们都知道 从今天开始 这个少年 就是整个雪英岭的主人了 目送着女仆 带着弟弟下楼 东伯雪英 扶着栏杆 看着后花园 后花园中 超过二十盏火金灯 照亮后花园每一处 在后花园内 更有着十余个仆人 都在陪着弟弟玩 安排这么多人 也都是挑选出足够忠心的 随即 东伯雪英起身 来到自己的书房 书房很大 高有六米 长有十五米 宽也有十米 对于占地 有两米地的雪石城堡而言 这样的书房 也很普通 书房内有着一个桌子 书架上摆放着大量的书籍 很多都是传记小说故事 过去东伯雪英很喜欢看故事 母亲也弄来了很多书籍 坐在书桌前 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金箔书籍 超凡骑士的枪法秘籍 东伯雪英立即翻了开来 阅读起来 那金箔书页上还画着密密麻麻的图案 是一个小人在演练枪法 一股神秘浩荡的力量 此时让书房内的空气都在震动 东伯雪英吃了一惊 抬头看着眼前 直接翻开的金箔书籍正上方 开始有萌萌的银白光芒出现 化作了一名仿佛乞乞丐般的老者 这银色光影乞丐老者是一个微型人影 仅仅也就一本书的高度 手持一杆长枪 扑面而来的冰冷气息 让东伯雪英都情不自禁打了个寒碳 光影乞丐老者手持长枪 一招一试练习起来 长枪如龙 或是怒刺 或是抽的 或是割的 这太熟悉了 这正是东伯雪英从六岁开始 就一直在练的枪法 一套在整个龙山帝国 都非常普遍的枪法 叫心意枪法 心意枪法传遍天下 是最简单最基础 号称一切枪法的源头 他没有特别厉害的杀招 全部都是基础招式 许多枪法高手 在刚刚接触枪法的时候 都是从心意枪法开始的 我练了心意枪法也快三年了 怎么没感觉 这枪法这么厉害 东伯雪英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光影眼裂 这光影乞丐老者 简单一个刺枪 枪身犹如游蛇 是旋转自主 刺的威力 让东伯雪英都感到忍不住心计 收回时 同样 枪身反向旋转收回 从六岁开始练 如今自己八岁了 而且如今都是冬天了 的确 练枪近三年了 父亲传我的枪法很标准啊 他也是按照这套枪法 一招招教我的 可为什么我感觉 我的枪法和他的不同啊 正所谓同样基础枪法 大师演练和新手演练 它就是不一样 那有一股劲 每一枪都有一股劲 仿佛全身力道 都完美地在枪上 此时东伯雪英 因因有所判断 书籍打开着 这一套新意枪法 就在一直演练 过了半个时辰 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东伯雪英 这才翻看书籍 到了下一页 这一页上 就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了 枪法重根基 我所守第一套枪法 便是万法源头 心意枪法 当你练到真正的圆满之境时 才有望将我的枪法修炼入门 下腹有一套斗气运转法门 我的枪法 一块组成 这套斗气运转法门 能够让你出枪更快 其他密密麻麻的文字 就是斗气运转的口诀了 这位超凡骑士说得很随意 可实际上 这套法门乃是无价之宝 同样层次的两名骑士 一名才出两三招 可是对手 凭借特殊的斗气运转法门 却出了四五招 恐怕双方交手没几下 就能分出胜负了 我之枪法为玄兵枪法 分三重境界 第一重为飘雪 学会这一招便算是入门了 也算是一名枪法大师 第二重为血雨 学会这一招 陈浩吉足以纵行 有望踏入超凡 第三重为玄兵 每一位超凡都有自己的路 这一招代表我的超凡之路 所以我为玄兵骑士 我的路并不一定适合你 你若是能走到这一步 或是可以借鉴一些斗气运转技巧 东伯雪莹看得激动 不愧是超凡骑士留下的枪法呀 一直通往超凡呢 继续往后翻 后面一页是玄兵枪法 密密麻麻文字解释 还有一些特殊的斗气运转技巧 这些文字解释 足足写了二十多页 说得很直白 东伯雪莹也能明白 这位前辈到底说的是什么 可是终究枪法太低 根本没法学这套枪法 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是一些密密麻麻的图案 图案上方立即引动光芒 产生光影乞丐老者 开始演练悬兵枪法 那乞丐老者先是正常演练一遍悬兵枪法之飘雪 感觉就是快 一出手仿佛出了数百枪数千枪 好似无数雪花飘飘 至少东伯雪莹的肉眼根本就看不清 而后又慢吞吞演练 仿佛慢动作 东伯雪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接着又演练悬兵枪法之血雨 最后演练悬兵枪法之悬兵 这套枪法 就是一个字 快 追求快的极致 当然 还得从基础心意枪法练起 等着枪法 哪一天真正圆满了 那悬兵枪法最简单的飘雪 才能够学会 否则 根本学都学不会 到了晚上 东伯雪莹又得哄弟弟睡觉 要说弟弟是真的很粘人呢 在床上 闹腾了大半个时辰 才最终睡觉 第二天清晨 吃过早饭之后 练舞场 东伯雪莹扫视了一眼 过去父亲 也是天天在这里 这个练舞场 开始吧 而此时 东伯雪莹穿上了负重 开始奔跑了 奔跑范围 是沿着整个内城堡 内城堡站地也有一里 绕着一圈 也就几里地了 这也是每天训练的热身 东伯雪莹早就习惯了 奔跑完之后 回到练舞场 拖去负重 全身一身的汗 舒服得很 走到了短毛区 这里边放着大量的短毛 每一杆短毛 大概有五斤重 是专门给东伯雪莹定制的 这 拿起短毛 随手一甩 便射在了八十米外的厚厚标靶上 这块标靶上面 早就有无数伤口了 这 此时 东伯雪莹奔跑进来 同时还甩出短毛 折返跑甩射 在移动中 射中目标 给我扔 是 主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五集 在一旁听命的仆人们 拿起了一些小镖把 开始扔了起来 飞在空中 东伯雪莹 在近80米外奔跑中 甩出短毛 有时候射中 有时候差一点 显然 运动中 射移动目标 还要差一些 用父亲的话说 短毛 仅仅只是辅助 奔跑时 甩射运动目标 都能百发百中 以后每天练习200次 热热身 保持感觉即可 一千次短毛结束 东伯雪莹 感觉双臂很酸 全身大汗淋漓 要说她早就习惯了 短毛结束之后 东伯雪莹 开始了一套拳法 是锻炼身体 全身筋骨肌肉的 也是一门 中品斗气法门 叫 火焰三段法 父亲花了不少钱 才弄到这一门法门 当初父亲在军队中 学到的斗气法门 只是下品 斗气法门在身体疲累时 修炼效果最好 拳法刚柔并济 配合呼吸 练起来全身输的 隐隐有神秘力量 在钻入体内 每一处都麻麻的 体力也在迅速恢复 练了两遍 火焰三段法 双臂也恢复正常 好 开始练枪法 哼 随即东伯雪莹拿起了旁边的一杆 长枪 因为她的身高缘故 长枪也就一米八长 重约十斤 随后她开始练起来了新翼枪法 这套枪法她练了近三年了 已经很熟悉了 不过今天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对 这样发力才舒服 东伯雪莹昨天看了看超凡骑士演练枪法 自己演练时 情不自禁模仿那种感觉 顿时觉得很有收获 只见她左手须握住长枪 右手抓着枪尾 陡然发力 右腕一旋 长枪仿佛一条大蛇 自身就产生旋转的力道 陡然刺出 刺 如果是敌人 就会发现长枪明明指着自己的脸 可旋转着射过来时 枪尖却是刺入了喉咙 这一旋 一有变相迷惑敌人之效 二呢 也有增加旋转穿透力之效 乃是这一招是其中一个关键处 扑的一声 枪尖刺在了前方固定在地面的一个炼金甲人身上 这甲人内部乃是金属柱球 表面有一层炼金材料 非常坚韧 而且具有自动恢复性 至少星辰级以下 根本伤不了 整个练武场也就放置了五具甲人 因为每一具都价值五百金币 在母亲的法术实验室 还有一具更为珍贵的炼金甲人 都是母亲实验用的 中平刺 低刺 高刺 刺左边 刺右边 一个简单的刺 却是枪法最主要的招数 每一次刺 东伯雪英都回忆超凡骑士演练枪法的感觉 当全力刺了一千次之后 东伯雪英的右手已经非常酸痛了 全身都是汗水 过去训练一般只是五百次 可是现在他在压榨自己 再一次全力刺向炼金甲人时 反正力道让自己的手臂一麻 咣当一声 长枪跌落在地 东伯雪英跪坐在地上 喘息着 全身都是汗 看着地面上那一杆长枪 虽然很有决心 可是当身体无比疲惫的时候 还是想要放弃 东伯雪英抬起头看向旁边 在过去 父亲都会站在旁边 怒斥自己 哼 闹住 这就累了 这才刺了三百次 你你的身体 刺五百次才算正常 刺一千次才会觉得疲倦 一千五百次 怕才算到极限 就算是到了极限 就算是伤了身体 你晚上也有药玉 这药玉就算你身体被划出个伤口 就算你骨断筋蛇 泡了药玉 第二天都能生龙活虎 你的条件多好啊 比我当初好多少啊 五百次都做不到 你给我起来 给我起来 不起来就是闹钟 才五百次 你这个贵族少爷都做不到 给我起来 我东伯烈的儿子 不能是闹钟 起来 父亲的吼声 依稀在耳边响起 东伯雪英 抓住了长江 此时 又站了起来 起来 给我起来 东伯雪英再次全力辞出 父亲啊 真的很想再听听你来骂我 骂我 闹钟我都开心 东伯雪英红着眼 疯狂地一次次刺着 只有失去时 才会意识到 那一切 是多么的珍贵 就这样 终于刺了一千五百次 全身满是汗水 右臂都快不是自己的了 右手五指 都完全麻木 失去知觉了 最后 完全靠意志 撑到了一千五百次 水 主人 水 旁边的仆人 早就看呆了 连忙送上水 东伯雪英伸出左手 拿出了大水杯 一口气 全部都喝干净 随即 又开始练习 火焰三段法 斗气法门 在修炼的时候 全身筋骨发扬 这一次最明显的 就是自己的右臂右手 显然那天地间神秘的力量 不断地钻进右臂右手 越疲累 修炼斗气的效果就越好 当然了 身体不能练崩溃掉 像东伯雪英这么拼命 一般人恐怕十天时间 这手就废掉了 可他每天都有昂贵的药育 这药物一年下来 一般普通贵族就得破产 练习了足足三遍 对天地间的力量吸收 已经很微弱 便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 左手左臂 已经一点都不累了 反而右手还有些酸 开始左手持枪 来 东伯雪英的眼睛很亮 盯着前方的炼金甲人 右手虚握枪杆 左手抓枪尾 猛然刺出 在另外一边 宗灵对童三说的 童三 你看到雪英了吗 没看到 宗灵和童三 有些惊讶疑惑 这都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怎么还没看到雪英呢 而东伯烈夫妇刚被抓走 他们也很不放心雪英 宗灵通三 询问一名女仆 灵主呢 是 主人她从早晨到现在 一直都在练武场 还在练武场 这都快中午了 平常雪英早上 最多也就练上一两个时辰 从早晨到现在 快三个时辰了吗 宗灵确实没说话 迅速朝练武场赶去 随着靠近练武场 就能听到里边传来的 砰砰砰 连续的声音 声音低沉有力 宗灵和童三相视一眼 便推开练武场的院门 这一看 宗灵和童三他们俩 都有些被震住了 这 只见到 之前全身皮肤都泛红的少年 正双手持着一杆长枪 不断的发力 抽打在炼金甲人上 腰部发力 长枪怒抽 一次 两次 三次 连续不断的同样的招式 长枪划过长空蓄力 在抽打在炼金甲人的刹那 速度达到最大威力 也最猛 少年全身皮肤泛红 身体表面都在冒烟 那是体表热气 蒸腾的缘故 全身气血 涌动到这等程度 这 雪莹 你快休息 快休息我 你疯了 旁边的童三却焦急起来 过去 哪里看过东伯雪莹如此勤奋 而且练枪到这种程度 几乎近乎身体极限了 还有一会儿 还没结束 别急 雪莹每天都会抛药玉 身体垮掉的 就让她发泄发泄吧 宗灵的心里则是很担心 她倒是不怕训练 弄伤身体 毕竟每天的药玉都能够轻易滋润 修复身体 她怕的是雪莹从此心境大变 她是看着雪莹长大的 不希望雪莹的性格变得古怪 此时东伯雪莹转头 朝自己的两位叔叔看了一眼 宗叔 童叔 放心 我没事的 她并不是发泄 而是观看了超凡骑士的枪法秘籍之后 给自己制定的计划 没有足够的勤奋 仅仅凭借着一本秘籍 又如何能够成为强者呢 又过了展察时间 东伯雪莹又练习了两遍火焰三段法 上午的修炼 这才算真正结束了 而在午饭过后 赔了一会儿弟弟之后 就又开始拿起长枪练了起来 哼 双手同时发力 长枪刺出 全身力气透过双臂 完全灌输在一杆长枪上 威能明显要猛烈得多 这长枪一次次刺在炼金甲刃上 非常精准地连续刺在脸部 喉咙 胸口等飙红点的位置 正是东伯雪莹训练枪法训练计划的第四环 双手刺 双手刺枪两千次 练斗气法门 射箭 是 主人 远处十米外站着十名仆从 个个拿着弓箭 箭尸则都拔掉了箭头 只剩下箭杆了 他们一个个彼此相识有些犹豫 过去东伯雪莹练习格挡 都是父亲配练 可是现在直接用箭尸来射 如果挡不住射在身上 虽然没有箭头 可是依旧会非常疼痛 甚至皮肤破裂出血 这都很正常 这些仆人们也有些担心 哗 按照我之前的命令了 是 东伯雪莹鹤鹿 谱从只能乖乖听令 先是一根箭尸射来 东伯雪莹手持长枪 立即割打 往前一伸 拦截崩飞了这一根箭尸 一次一根 虽然距离仅仅十米 可是这些仆从也没练出斗技 箭尸速度虽然快 可是东伯雪莹 还是来得及拦截的 将枪法招处中的 拦拿崩等招式 使用的极为垂直 而后两根同时射过来 东伯雪莹明显就很吃力 十次都有三四次中招 东伯雪莹的皮肤 开始红一块紫一块 偶尔有些地方 还会皮肤破损 可是这点小损伤 东伯雪莹根本就不在意 心意枪法是万法之源 是整个下族中 堪称最基础的枪法 如果一遍遍练套路 这只会是花架子 必须将枪法的招数分解下来 一次次不断地练 才能让平反的招数 达到惊人的威力 枪法训练一共有六环 分别是左手刺枪 右手刺枪 扫抽劈 双手刺枪 格打 自由攻击 中间配合斗技法门 来缓解身体疲劳 否则高强度的训练 是无法持续的 这一天修炼足足有六个时辰 锻炼完之后就去泡药玉 药玉才能让她的身体不但不崩溃 还会在锻炼之下不断恢复变得强大 她的身体特别是她的手臂和手掌的筋骨肌肉力量 都在不断地蜕变 而到了晚上呢 则是休息的时候 和弟弟一起吃晚饭 陪弟弟玩耍 再看看一些书籍 而后睡觉 看似是挺累的 可是实际上 就像一些平民工作劳累一天 是一样的 习惯了之后 也就觉得正常了 东伯雪莹还能感觉到 自己的枪法一直在进步 身体在不断变得很强大 不断不疲累 甚至越来越享受 甚至练枪法时还带着微笑 偶尔还会停下来 皱眉苦思 显然是真的沉浸在枪法奥妙中了 这让东伯雪莹的枪法 以惊人的速度在提升着 两年后的冬天 大雪纷飞 一名鹦鹉少年 正持着一杆黑色长江 在练刺枪 此刻 一名仆人手持着盾牌 盾牌上还包着厚厚的瘦皮棉布等物 虽然显得很臃肿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瘦皮棉布包住泄力 这些仆人们根本就没法扛得住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句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六集 这仆人一直左右闪躲 东伯雪英却陡然出枪 长枪如游龙 旋转刺出 带着一丝锐笑声 瞬间就已经刺在了盾牌之上 仆人感觉盾牌传递过来的力道 全身都是一阵 这刺枪还好 一般抽批的时候 威力还要更 这壮士的男仆 苦着脸说 主人 怎么都不躲开啊 只要躲开一次 就有一枚银币 你们都好好练吧 旁边其他的仆人们 个个都很眼馋 一个银币 都抵得上一个月的收入了 在早前时候 偶尔还有仆人能够成功避让 前前后后 东伯雪英 也发放了数百银币 可是后来啊 想要得到一枚银币 可就太难了 我的枪法 已经有些天没进步了 这刚猛发力 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按照玄冰骑士前辈密集中记载 我是不是应该 开始练收了 要说这尽力啊 要能放 能收 这才行 主人 主人 不好了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此时在练武场外 冲进了一个女仆 她慌慌张张的 东伯雪英被喊得 不由得心中一颤 是宗灵大人 宗灵大人受了重伤 都是血 宗叔 东伯雪英大惊 这两年领地内的大大小小琐事 都是宗叔在操劳 他才能不受干扰地 完全沉浸在枪法之中 宗叔他现在在哪里 在宗灵大人自己的住处 通通灵也在那 东伯雪英 立刻放下长枪 朝宗叔的住处 飞奔了过去 此时在屋内 床上 宗灵正半躺在床上依靠着 童三坐在旁边的凳子上 两人看向 屋外跑进来的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仔细地看着 宗叔已经换了一身 白净的衣袍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伤势 只是脸色苍白 宗叔 你没事吧 弯刀蒙首领果真厉害 这次 如果不是有炼金内甲护身 恐怕就真的丢掉小 说着 他便咳嗽了起来 连忙拿着旁边其中一个手帕捂住了嘴 而那白色的手帕迅速变得红了起来 血液在手帕上蔓延开来 东伯雪英看得是心中一颤 吐血 是内伤 东伯雪英连忙坐到了床边 宗叔 没事 这儿死不了 宗灵放下手帕扔到一边的盆内 这点伤算什么呀 当年我和你父母还有童叔在外冒险的时候 比这严重的多的都有好多次的 吓血腰 你就放心吧 这种程度的伤势 以六臂蛇膜的体质 一两个月就恢复了 旁边的童三却是非常淡定 他们当年走在生死边缘 早就已经习惯了 对了 宗灵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 你可是足足带着一营士兵出去的 难道 弯岛盟首领就这么厉害 是很厉害 比我预料的还厉害 不愧是以水境内最强的盗匪 弯岳盟首领是谁 什么来历 也该和你说说这件事了 以后雪英领的事情毕竟还是要交给你的 雪英做一名领主 拥有对领地的掌控权 可也同样要保护自己的领地 保护领地内的所有子民 一些盗匪侵入你的领地 杀戮掠夺 就必须要杀死他们 你父母在的时候 你母亲呢 是天洁法师 有一名强大的法师配合 军队就能发挥更强的实力 而且我们雪英领 还配备了大量的破星奴 整个以水陷境内 没有盗匪胆敢冒犯的 而你父母被抓之后 那些盗匪们 恐怕一直在观望 他们也很忌惮这破星奴的 其实东伯雪英也很清楚 自家的破星奴的厉害 父亲他们当初配备了 五百把破星奴 单单这些破星奴 就需要五万金币 这都足以购买下 整个雪英领的了 所以在整个以水县城 雪英领东伯家族 还是很有名气的 雪英领的赋税低 子民很是爱戴领主 这些年来 领地的子民的日子不错 惹得不少的盗匪眼馋 你父母被抓走了 他们蠢蠢欲动 终于 整个以水陷境内 最大的一只盗匪 弯刀蒙 进入了我们的领地内 掠夺起来 我得到消息 带领一营三百名的士兵 个个骑马 带着破星奴就赶了过去 雪英已经 有超过五百名的平民 被杀死掠夺一空了 死了超过五百人 这些盖死的盗匪 那些平民 哪里照顾他们了 东伯雪英听得 眼睛都红了 我当时赶过去的时候 追查盗匪的踪迹 谁想 这弯刀蒙的盟主 也就是那个 邪恶的弯刀蒙首领 盖斌 竟然独自一个人 隐藏在 被屠戮的村子里面 突然就向我 发动了偷袭 当时我们措手不及 三百名的士兵 也都有些混乱了 我只能事先抵挡他 弯刀蒙首领盖兵 是一名流星级的骑士 我过去呢 也和流星级骑士交过手 一般都能抵挡片刻 可是 这个盖兵的刀法 太快太快了 比正常的流星级骑士 都快得多 我猜 应该是有一些 特殊的斗袭法门 这一点 东伯雪莹也知道 论实力 父亲 同书 宗书三人中 宗书是最强的 他虽然 也只是天阶骑士 可却是蛇人族的王族 作为六臂蛇魔 力量很强 而战斗的时候 他又可以六条手臂 同时攻击 并且蛇尾的存在 让他身法更加灵活 更为皎洁 所以 即便是越阶 和流星骑士厮杀 也能够支撑 些许时间的 我的刀法快 他更快 没能挡住他 被他先后劈了三刀 幸亏有炼金内甲护身 受了些内伤 而那三百名的士兵们 也是个个 用破星弩开始攻击 逼得这个弯刀萌的首领 只能逃掉了 他还因此受了一些轻伤呢 唉 他刀法快 身法也快 难怪有那般的凶名 东伯雪莹 听完之后是一阵后怕 宗书被劈了三刀 若是运气差一点 或者战斗时间再长一点 恐怕就丢掉小命了 雪莹 你尽管放心吧 这整个遗水县 一共也就四名流星骑士和一名流星骑的大法师 盗匪中更是仅有着弯刀萌首领一个 这次弯刀萌首领受了伤 建设了破星弩的伤害 估计不会再来冒险了 因为下一次我们准备会更充分 这弯刀萌不敢来袭 其他的盗匪更加不敢来 这葛滨身为流星骑士 干什么不好 去当盗匪 雪莹 这世间就算一些厉害高手 也喜欢不劳而获 喜欢抢夺 这盖滨 据说就是因为贪婪 杀死一名贵族夺宝 最后暴露被通缉了 这才干脆成为了盗匪 过去他名称就不好 只是一直没有人抓到他的把柄 做的恶事多了 总有暴露的一天 他最终暴露被通缉 可是他实力强啊 又躲在毁灭山脉里边 还带领了一大群的亡命之徒 才能嚣张至今 算了 这不是我们要烦的事情 我们想管也管不了 哎呀 是管不了 躲在毁灭山脉 帝国城池的一些成为 卫军也不愿意去攻打 须知 毁灭山脉连绵过十万里 连接了四座行城 是整个帝国的第一大山脉 里边生活了无数可怕的魔术 许多亡命徒就躲在毁灭山脉 当然了 是整个毁灭山脉的最外围区域 毁灭山脉的深处 太危险了 现在不管他们 等我实力足够了 定要除掉这毒瘤 对了 雪莹 长丰学院的事情 你想好了吗 雪莹 这长丰学院 可是整个安阳行省第一大学院 也是最强大的实力 比你母亲的墨阳家族强多了 这长丰学院的院长 长丰骑士 赤秋白 更是整个行省最强者 你的实力条件 完全有把握进入这家学院 现在已经冬天了 你再不报名 可就晚了 十岁 是最后的界限了 这超过十岁 长丰学院就不收了 嗯 宗灵也看着东伯雪莹 东伯雪莹沉默了 她也思索过很久 长丰学院 对外招收不超过十岁的少年 因为这个年龄 充满可培养性 特别是在身体发育期 是骑士修行的最关键时刻 有些发育早的 十岁就开始发育 猛长高了 所以学院定十岁这个年龄界限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长丰学院是安阳行省最强的势力 院长是一座行省最强大的存在 培养的学院弟子 进去的是普通少年 毕业出来的最低 也是天阶骑士 有不少的都能够跨入流星级 可同样 入院的考核很是严格 当然了 以东伯雪莹的身体条件和枪法 那是非常轻松的 此时只听到东伯雪莹说的 我想了很久 已经有了决定 宗灵和童三都看着东伯雪莹 等待着她的决定 从情感角度而言 他们其实是不想和雪莹分开的 毕竟长丰学院距离雪莹岭 有三万多里 一旦进入学院 那就得一直住在学院内了 在学院内 一般都得超过六年的时间 有些甚至在学院内啊 十几年才准许毕业 这么长时间的分开 他们哪里舍得呀 要说这两个老男人呢 都没孩子 而且他们和东伯雪夫妇的感情都很深 在童三的心中 墨阳玉是他最重要的主人 宗灵 其实一直对墨阳玉也有着一丝情愫 只是显然一个六臂蛇魔 墨阳玉是接受不了的 当初的冒险团 墨阳玉最终和东伯烈在了一起 后来墨阳玉怀孕 哈 这两个老男人也开心得很呢 就跟着一起过来了 雪莹出生 他们看着雪莹长大 其实在心底里啊 他们就是将雪莹当做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真要长时间分开 他们还真不舍得 可是长风学院是安阳行省最好的地方了 对东伯雪莹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我决定不去 为什么呀 这 为什么不去 你要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 长风学院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想却去不了呢 等过年后你十一岁了 就再也没法进去了 弱者是没有前途的 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 豪门贵族都是有着强大武力的 你舍不得石头 我的确舍不得石头 他今年才四岁 和你们又不亲 他最黏的就是我了 甚至到现在 每天都是和我睡的 石头现在对父亲母亲没什么印象了 他只要我这个哥哥 我不想他的童年没了父母 连哥哥都没有 听到这话 宗灵和童三沉默了 他们的确感受得到 雪莹对弟弟的爱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莹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莹灵主 第七集 我至少八岁前 还有父亲母亲 弟弟四岁 没有父母 没有哥哥 我不能这么做 而且 我想要救父母 去长风学院就有用吗 我看不一定 长风学院的培养的确不错 能培养出大批大批的天阶骑士 甚至有些成为流星骑士 可是 就算成了流星骑士 就能救我父母了 哼 我舅舅他可是银月级大法师 对于墨阳家族族归 他都没有任何办法 要救父母 我恐怕得比舅舅更强 成为称号级骑士 甚至 要成为超凡生命 听到这话 宗灵同三相视一眼 有些吃惊 他们没有详细说过墨阳家族的虚实 可是东伯雪英却推断出 至少得是称号骑士 甚至超凡生命 才有把握 这孩子的确聪明 因为这个推断 是正确的 称号骑士 数量极稀少 超凡骑士更是传说 我搜集了很多 关于超凡骑士的传记故事 有些故事情节是夸张虚构 可他们的成长轨迹却是真实的 我整理过这些超凡强者的成长轨迹 历史上 一百二十五名超凡强者 自己摸索修行 经历诸多生死磨练成为超凡的 有一百零九位 至于学院派的 仅仅只有十六位 东伯雪英 又看向了宗灵和同三 这说明什么 要想成为超凡生命 学院派反而是弱势的 这下宗灵和同三都震惊了 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他们只知道 超凡强者开创的学院 那绝对是圣地啊 这多好啊 大批大批的天街骑士 甚至星辰级骑士 可从远古流传下来 甚至被记载下来传颂的 一位位超凡强者 竟然绝大多数都没有进入过学院 都是一个人在摸索修行的 怎么会这样 书就在我书房 我还刻意命人去以水城 搜集过记载超凡生命的书籍 事实就是这样 虽然天资好的 很多加入学院 可终究难成超凡 我也仔细研究过 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父亲留给我的那本 超凡骑士的枪法书籍 我有了一个推断 成为超凡 是需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的 而那些学院派的骑士 在老师的引导下 他们在早期修行得更加容易 不断地突破提升 可当需要走出一条 自己的路的时候 突然没有了老师的引导 他们就成了瞎子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前进 反而非学院派的 没有系统的指引 他们需要一个人摸索 遇到每一个难关 需要自己琢磨功课 每一步很艰难 可在这条路上 他们有了自己的领悟 这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悟出来的 甚至他们同样会摸索着 踏入超凡 非常详细且系统的指引 对于大批量培养 其实是有好处的 可是要培养一名 真正的超凡强者 那些详细的指导 反而会成为桎梏 想要突破这桎梏 都很难 东伯雪莹越说眼睛越亮 旁边的童三 愣愣地看着东伯雪莹 不会是主人的儿子 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没想到那些传记故事 还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啊 我至少觉得 你的推断很有道理 我的推断或许是错的 可数据不会错 一百二十五名 能在历史上留名的超凡骑士 有一百零九名 没有加入过学院 所以我也不会加入学院 那是因为你追求高 对许多孩子而言 能成为天阶骑士就不错了 成为星辰级骑士就了不得了 有几个敢将目标定成超凡生命那么高啊 从培养超凡以下的骑士来看 学院派还是有很明显的帮助的 至少这大批大批骑士那都是学院派的呀 东伯雪莹点了点头 他赞同这一点 可是他的目标更远 你看那些传记故事都会总结数据啊 不愧是阿鱼的儿子 如果你去当法师的话 恐怕也很有前途的 可惜我的精神力不够 不是当法师的料 要说法师呢 就是需要剖析研究天地奥秘 这思维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真正强大的法师 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和骑士不同 骑士呢 只要是苦练 有决心 每个人不分男女 都能去搏上一把 不过法师 对天字要求就太高了 首先 他的精神力要求就很高 精神力不够 根本连尝试的资格都没有 石头他过完年就五岁了 现在也可以测一下了 看精神力怎么样 说不定 现在就能达到门槛了 这精神力越早达到门槛 说明天赋越高 一般十岁前都达不到门槛 那就没希望了 母亲是六岁那年达到门槛的 晚饭之后 东伯雪英和弟弟青石 还有宗灵他们俩正聚在一起 东伯雪英从一旁的包裹中 取出了一个西瓜大的金球 这也是母亲留下的 弟弟青石长得漂亮可爱 如果说东伯雪英的相貌 更偏向于父亲 那么弟弟的样貌呢 则更偏向于母亲 一看就知道 未来会是一个帅小伙 而东伯雪英 则是赶不上弟弟帅气的 不过这什么 好漂亮啊 来石头 把手放在上面 啊 青石乖乖地将小手放在上面 手掌和金球碰触 人体内蕴含的精神波动 自然引起了金球内的反应 只见 金球立即发出了 萌萌的赤红色光芒 光芒弥漫在整个屋子之内 这下东伯雪英 他们个个露出了喜色 啊 不过怎么会有光 大法师 来 去一下 东伯雪英抱着弟弟 开心地亲了一口 法师和骑士可不一样 骑士需要从小就开始修炼 像长风学院定的入院门槛 最大只能十岁 而法师呢 则相反 在小时候是不能修炼的 家族条件好的 一般是十岁开始修炼 有些甚至十六七岁 乃至超过二十岁 才开始修炼 长风学院招收法师的门槛 是足足三十岁 三十岁前都能进学院 因为法师呢 对思维的要求很高 特别是修行时牵扯到灵魂 如果年龄太小乱来的话 甚至可能伤了灵魂变成白痴 而年龄大 经历的也多 有着岁月的沉淀 四五十岁开始修行 最终有大成就 乃至踏入超凡 那都是有的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 转眼 已是五年之后了 额毛般的大雪在飘着 一名穿着黑色单衣的少年 正站在栏杆前 看着满天的雪花 他面容线条犹如刀客 常年的修炼 让他带着一股让人心悸的气势 这是一名枪法高手拥有的气势 一名穿得厚厚的男孩 还在远处高声喊着 哥哥 哎 青石 东伯雪莺一笑 一跃而下 从六米多的高处 落到了下方厚厚的积雪空地上 如今弟弟也大了 东伯雪莺对弟弟也改了称呼 直接喊弟弟的名字青石 而不是小时候的倪称石头 哥哥 我们去以水城玩玩吧 以水城好玩的地方多着呢 在家闷的活 多无聊啊 让宗叔陪你去吧 总是待在雪莺岭 一年都难得去一趟城内 无闷吗 啊 东伯雪莺笑了笑 没说什么 弟弟已经对父母没什么印象了 更不记得那一夜父母被抓走的事 过得是无忧无虑 我在练会拳法 说着东伯雪莺脱掉了上衣 裸露出上半身 这穿着衣服还看不出来 一脱下来顿时感觉到那强壮的身体 显然多年的苦修 让她的身体强壮的惊人 说着 东伯雪莺就踏着积雪 开始练起了火焰三段法 这是斗气法门 同样是一套拳法 雪花落在东伯雪莺身体皮肤之上 一朝一世 对周围天地感应更加清洁了 那你慢慢练吧 我玩去了 东伯雪莺则是在漫天大雪中不断练着拳法 一朝一世 看似缓慢 身体力量仿佛流水一样流动传递 在13岁那年 枪法技巧就已经达到了人枪合一的地步 可是这还不够 还需要全身力量圆满如衣 每一丝力量都能控制得非常精准精细 才有资格称得上是枪法大师 才能将悬兵枪法第一重飘雪 练成 他这两年经常练拳 感悟自身 在宁静中寻找那一点灵光 欲要身体力量圆满如衣 快了 东伯雪莺都已经隐隐触碰到 全身力量圆满如衣的门槛了 从六岁那年起 到现在15岁的冬天 练枪近十年 他的刻苦程度 恐怕比常人修炼20年30年 还要了得 枪法上无需担心 可我为什么到如今都没产生斗气啊 东伯雪莺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杆长枪 开始随意施展起了枪法 只见 一杆长枪和东伯雪莺几乎化为一体 长枪如龙奔腾浩大 长枪刺出无数枪影笼罩 长枪横扫更是势不可打 按照当初预估 十岁就应该产生斗气 十五岁应该早就跨入地阶骑士 可是事实呢 却一直没能产生斗气成为骑士 东伯雪莺 宗灵 同三他们都没有失望 反而觉得很诡异 因为斗气法门的原理就是吸收天地间的力量滋润身体 让身体达到一个极限之后 身体无法再吸收了 那么这些力量呢 就会在体内形成斗气了 东伯雪莺在十岁那年 她的身体力量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极限 随后的五年时间里 她的身体一直在不断地增强 一直在吸收天地间的力量 所以导致一直产生不了斗气 到底什么原因 我如今的身体比正常人强大超过十倍 竟然还在吸收天地间力量 东伯雪莺纳闷啊 这种情况 按说宗灵他们见多识广 也根本不明白原因 此时砰的一声 长枪陡然劈打在地面 砸在积雪下方的石板之上 顺势反弹 陡然往前这么一次 带着恐怖的锐笑声 正施展枪法的东伯雪莺 忽然感觉到身体最深处 最细微处 隐隐开始发痒 东伯雪莺连忙收起长枪 身体的每一块骨头 最里边都在痒 每一块肌肉都在发痒 这种痒 以她的忍耐力都觉得异常的难受 再接着 身体的每一处都开始一片赤热 似乎在被灼烧 这骨头都被焚化了 她的皮肤开始变得通红 皮肤开始变得坚韧 在皮肤下方开始生出了一层筋膜 在东伯雪莺赤裸的上半身 更是隐约有血红色气流生腾 模模糊糊的 似乎形成了一头 巍峨巨人的模样 欢迎收听 雪莺灵主 第八集 东伯雪莺 东伯雪莺恍惚之间 看到了一名穿着瘦皮裙赤脚的 巍峨巨人 正在荒凉的大地上仰头咆哮 跟着 血红色气流消散 可是 东伯雪莺身体内部的变化 更加剧烈 东伯雪莺再也压抑不住痛苦 跪在了地上 双手扶着地面 体表炽热的气息 让周围的积雪都开始融化了 此时 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仆 正捧着一个大木盆的衣服 快步行走在大雪中 忽然 她有些疑惑地看向了远处 只见远处隐约跪趴着一个人 而且周围似乎都没有积雪 小女仆 疑惑地朝那儿走了过去 怎么回事啊 是主人 随着靠近 她一认就认出来了 跪趴在那儿的 正是整个雪莺领的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赤裸的背部 也引泛红 散发着炽热的气息 周围 还有着雾气在生腾 周围十米范围内 没有丝毫积雪 进阶都被融化殆尽了 这一幕如果让一些强大的骑士法师看到 都会震撼的 可这个小女仆 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哪里明白 仅仅身体散发的热气 就融化周围十米鸡血 这意味着什么呢 周围的鸡血怎么都融化了 难道这就是陡气吗 小女仆暗暗想呢 同时她忍不住开口了 主人 主人你没事吧 她有些胆怯 因为东伯雪英过去练枪法 也是练得全身大汗淋漓 热气正腾 甚至跌坐在地上 筋疲力尽 所以小女仆以为 自家主人这一次 又是练枪法 练走火入魔了 东伯雪英此时发出了 沙哑的声音 缓缓站了起来 没事 我很好 东伯雪英转头 看了小女仆一眼 非常好 小女仆 嫩嫩的不敢吭声 朝我命令 去处罚安排下 我要弄一整只魔术考树 送到我这来 一整只 要知道 一般的马匹之类的 都有七八百斤 上千斤重 像飞双魔兽马居 更是有两千斤重 至于一些魔兽更为粗壮 一般都有数千斤 甚至是上万斤重 城堡之内 像东伯雪英每天的主食 就是魔兽肉 魔兽肉蕴含的能量更多 像城堡内的骑士们 也吃的是魔兽肉 所以城堡厨房的冷藏库内 会放着一两头魔兽 可能是供应整个城堡的 一般都要供应好些个日子的 对 一整只 我记得上次去看的时候 有一头三戒魔兽 和一头二戒魔兽 将三戒魔兽 考熟了送来 哦 是 东伯雪英看着这个小女仆 抱着大木盆 迅速飞奔离去 笑了笑 便走到一旁 拿起了衣服穿在身上 她依旧是那个 看似鹦鹉的少年 可是 除了她自己 谁都不知道 此刻她这个少年躯体 已经变得何等之可怕 看能跳多高 东伯雪英看着眼前 自己居住的城堡主楼 城堡很雄伟 二楼栏杆离地面 就有七八米高 自己过去一跃而上 只能勉强抓住 二楼的栏杆 再翻过去 此时 双脚一用力 搜的 犹如幻影 猛然一飞冲天 直接冲到了最高处 都过了整个城堡的高度 这才落下 吓得东伯雪英 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此刻 因为大雪纷飞 谁都没有注意到 这短暂的一幕 哇 竟然能跳这么高 城堡主楼的高度 过二十米 我记得 以水城城墙 虽然很高大 可也就十八米高吧 我现在 轻轻松松一跃 能过以水城城墙 东伯雪英 有些震撼 从自己一跃的高度 东伯雪英 已经开始知晓 自身的实力层次了 随后 东伯雪英 从屋顶上迅速下来 来到了餐厅 等着 等着吃烤肉 因为 她真的是 很饿很饿 从小到大 她都从来没这么饿过 东伯雪英 虽然对自身实力的提升 很兴奋 可她还是第一时间 下令弄烤肉 就是因为 那种饥饿感 让她有些抓住 此时 东伯雪英 拿起了餐厅桌上 摆放的果盘内的 一些糕点等物 两三下 就吞入腹中 如今 已经发生进化的腹部 瞬间就将其消化吸收了 可是这点能量 实在是少得可怜的 主人 主人 此时 一名大胡子男仆 飞奔过来 来到了餐厅内 声音粗犷 主人 想要一整只魔术烤肉 还要那头三节的 是 东伯雪英 看了她一眼 以最快的速度 弄熟了 就赶紧弄来 明白 明白 这大胡子男仆 吓了一大跳 别忙赶紧去做 平常领主 如果派遣 谁下达一个命令 他一个大厨子 是不敢 多嘴问上一句的 可是 这次的命令 有些匪夷所思 这 一整头三节魔兽 那 那可是足足 一万两千斤的魔兽肉 价值不菲 而且 来传令的 又不是领主大人的贴身仆从 而是一名洗衣服的小女仆 所以 这大厨子 才来多嘴 询问了一下 否则的话 如果是女仆撒谎 女仆固然倒霉 可是一头三节魔兽的价值 这大厨子 恐怕也会被重罚的呀 领主大人要考一枕头魔兽 这也太浪费了吧 大胡子厨子还暗暗地想着 却是不敢多问 领主大人的命令 哪里是他所能质疑的呀 他所需要做的就是 遵从命令 东伯雪英等着 强忍着 那让全身都在站立着饥饿感 还在等着 终于他闻到了烤肉香味 嗖的一下 东伯雪英瞬间就窜出了餐厅 站在栏杆前 看着下方 只见下方一辆马车 正在缓缓前行 一群男仆 正在旁边跟随 马车车厢内 便是那已经完全烤熟 并且分成两截的魔兽 一万两千斤的魔兽肉 这是掏出了肺脏 弄掉血水之后的纯重 这些普通仆仲们可能无动 这次 为了烤肉 一群仆仲们都耗费了大力气 运送过来都很是麻烦 等会儿要送到主人的餐厅 大家都得花点力气了 齐心合力 一起弄上去 这些男仆们还在商量 这将过万斤的食物送到二楼 这可不容易 可是 砰的一声 忽然地面一震 只见一名黑衣少年 正站在车厢前 这些个壮硕男仆们先是一愣 而后 个个恭敬地喊道 主人 好了 这魔兽肉交给我 你们去忙吧 说着 东伯雪英去捧起了车厢内的巨大餐盘 餐盘上便是烤熟的 分成两截的魔兽肉 捧着比自己身体还大得多的盘子 东伯雪英迅速就往餐厅走 这下旁边一大群男仆们个个都呆滞 我 我的老天爷呀 这 爆 就这么爆走了吗 那可是一万两千斤的魔兽肉啊 就算烤的时候 一些肉油烤掉了一些 那 那也肯定是过万斤的呀 他们这一大群壮硕男仆 齐心合力 也得拖拉着勉强上二楼 可是主人就这么爆走了 这 这得多强的力气啊 东伯雪英瞥了下面一眼 最后 他嘱托了一句 别在外面嚼舌干 是 男仆们个个英明 可是东伯雪英自己也明白 自己一次性弄一整只魔兽肉 恐怕还是会传出去的 不过传出去嘛 也没什么 毕竟 一些豪门贵族们 做一些很奢侈的事 是非常正常的 越是铺张 奢侈 一些贵族才会觉得 越加显得自己家族的实力强大 没有那等底气 谁奢侈得起来呢 至于抱起了过万斤的魔兽肉 嗨 这也没什么 自己的实力 终究是要展现的吧 哦 主人竟然抱得动 过万斤的魔兽肉 应该是天界骑士了吧 可能吧 十五岁的天界骑士 过完年才十六岁 真是了不得呀 哼 你们只看到主人现在这么厉害 却不知道 主人每天都疯狂地修炼 听练武场的夫人们说 他们看的都觉得可怕呢 这些男仆们彼此敌鬼 而在另外一边 光灯一声 巨大的餐盘被放到了餐桌上 餐桌都震了一下 哼 东伯雪莹立即关上了餐厅的厅门 仆从们都以为自家主人只是奢侈 只是铺仓浪费 可实际上 东伯雪莹是真的想吃 来吧 随后 东伯雪莹拿起了旁边的餐刀 刷刷刷 就切开了一块过十斤的骨头肉 是大口大口吃的去 咔嚓咔嚓 很快 就连骨头都完全嚼碎吞入了腹部 身体在欢呼疯狂地消化吸收 刚进入腹部 就已经完全消耗干净了 无比饥饿欠缺能量的身体 在不断地消化吸收 汲取能量 东伯雪莹吃得飞快 肉眼可见的速度 整个犯着金黄油光的烤熟的魔兽上面的肉 在不断地变上 小骨头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些很粗大的骨头 雪莹 雪莹 你怎么这么奢侈浪费了 此时 诗人童三那雄浑的声音传了过来 带着一丝怒气 整个城堡也就童三和宗灵 胆敢说东伯雪莹几句 此时 诗人童三有些恼怒地 推开了厅门 可是跟着他就不等口喊 那巨大的摊盘 只剩下巨大的魔兽骨架 一些小的骨头都没了 只剩下最基本的大骨架 魔兽肉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 东伯雪莹早就擦干墨镜 坐在一旁微笑着看着童叔 童叔 我可没浪费 你 你 诗人童三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剩下的魔兽大骨头架子 雪莹 你是不是把魔兽肉都切掉藏起来了 藏到哪里去了 说着 诗人童三开始朝餐厅各处看去 甚至还跪在地上 看餐桌下面 柜子下面等地方 诗人童叔 我真的吃掉了 你吃掉了 过万斤的肉 你都这么一点大的人 你吃掉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 别说是你 就是称号骑士 一对也吃不掉上万斤肉吧 嗯 其实东伯雪莹也很无奈 这也是第一次生命层次的跃迁 每一个细胞都是无比的饥饿 它才需要吃这么多 以后再让自己吃啊 自己也是吃不下的 随后东伯雪莹拿起了旁边一个银盘 双手猛然一压 银盘迅速被压的缩下了 光小音力合了两下 一个银质的金属球 就出现在了掌心当中 诶 童叔 你看 这 东伯雪莹右手抓着金属球 再一用力 只见银金属从手指缝隙缓缓流了出来 跟着 东伯雪莹双手合拢 搓弄了几下 又变成了一根银色金属棍 你怎么做到的 童三和宗灵都做不到 让他用力 他是能够一巴掌捏碎银盘 也能够将金属球捏得变形 可是像东伯雪莹这样 把金属球捏得从指缝流出来 甚至双手搓一搓 就搓成了一根金属棍 这就 太变态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莹领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莹领主 第九集 我说了 那头魔兽肉的确被我吃掉了 这下同叔 你相信了吧 相信 相信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信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强 这根本 我想不通啊 这实力提升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 从人街骑士到地街骑士 从地街骑士到天街 从天街到流星街 你 你连斗技都没练出 连人街骑士都不是 怎么就 现在已经是了 童叔 你再等我一会儿 说着 东伯雪莹就在宽敞的餐厅之内 练起了拳法 一朝一水 如行云流水 力量在全身骨的 天地间的力量 也不断涌入体内 身体的一处处肌肉当中 开始滋生出一股神奇的力量来 这便是 肚气 其实之前吃掉所有魔兽肉之后 身体之内开始滋生出一些痘气来了 而随着东伯雪莹练着火焰三段法 身体内的痘气是越来越多 肌肉筋骨当中都开始出现了痘气 皮膜筋膜中都有痘气 天地间的神秘力量不断灌入 不但被转化为痘气 身体就像是无底洞 天地间的力量进阶都被吸纳 一遍又一遍的痘气法门 童三刚开始还感到懵懂震惊不安疑惑 可是过了一个时辰之后 他也渐渐冷静了下来 可是过了两个时辰之后 他都开始有些无奈了 怎么还在练 这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 童三纳闷不解地看着东伯雪莹 要知道 痘气法门不是练得越多越好 在成骑士之前 一般一次性练习两三遍 那也就足够了 身体无法再吸收了 而成为骑士之后 痘气的成长也是很慢的 每天的吸收都是有极限的 所以练习次数也很有限 像东伯雪莹一练就超过了两个时辰 这很不正常 轰隆隆的响声响起来 此时东伯雪莹感觉到 全身每一处痘气都在涌动 终于 天地间的力量再也无法吸收了 没想到 我不突破则已 一突破就是地界骑士了 当然 我的痘气是地界骑士 我的实力 却远远超越了地界骑士的范畴 其实按照正常轨迹 身体内滋生出第一缕痘气 便算是人界骑士 随着痘气滋养 肌肉筋骨 让这些被滋养的地方 也逐渐产生痘气 产生痘气的地方越来越多 当遍布全身筋骨肌肉的时候 就是地界骑士 全身布满痘气 痘气凝聚 最终在腹部开辟出 痘气源泉 丹田气海 这就是天阶骑士 当丹田气海内的痘气 凝聚成液态之后 便是流星级骑士了 液态后的痘气 将发生质变 不再像过去那般刚猛 而是可刚可柔 刚柔并济的痘气 甚至能够在体表 形成一层坚韧的 痘气保护层 这也是流星级骑士们 可以无视无数见尸的缘故 这痘气保护层防御性 还是极高的 同时液态的痘气 可以更深层次滋润身体 强化身体 在液态痘气再凝聚 形成虚单状时 痘气更为神奇 也更为强大 甚至它因为极柔 都能够渗透进入 柔嫩的脏腑器官 对身体进行 更深层次的改变 这也是银月级骑士了 而天阶骑士 则必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到时候 借助天地的力量 才能跨入称号级 称号级 是完全凌驾在银月级之上 差距极为惊人 一招就能灭杀银月级 代表凡人极限的称号级 一些极为变态的 甚至可以和超凡生命交手 而保住性命 他们离超凡 就差最后一步而已 我的身体肌肉筋骨 都很完美 所以 无需慢慢滋润 可以立即提升到地界骑士 下一步 就是开辟斗气圆圈了 这需要慢慢积累 积累足够多的斗气 此时 看到东伯雪莹停下 童三连忙开口了 主要 主要 童叔 跟我来 东伯雪莹开心的笑道 说着 他就出了餐厅 直接跃下了主楼 童三 也连忙跟着一跃而出 很快的 两个人来到了练武场 练武场内 此刻没有任何仆人 主要 来练武场干嘛 别急啊 童叔 东伯雪莹说着 走到了一旁 拿起了一杆 自己平常常用的长枪 枪重足足 五十斤 算是整个雪石城堡 最好的一杆长枪 东伯雪莹手持长枪 盯着眼前的炼金甲人 一旁的童三 也是摒弃看 他明白 自己这个侄儿 是想要展露实力 他也想要看看 雪莹如今的实力 施展枪法 能够达到何等程度 长枪动了 化作了幻影 枪影落在炼金甲人上 炼金甲人发出了 接连的扑扑扑的声音 短短一刹那 东伯雪莹便受枪了 好快 军英 你的枪法快得 我都没法打 童三为东伯雪莹 枪法的速度而震撼 随即 他看向那炼金甲人 更是瞪大眼睛 炼金甲人身上 此时出现了密密麻麻 一个个窟窿 大量的窟窿 更是组成了三个字 厉害吧 你能在他身上 自出窟窿 那 再给你看看 更厉害的 要说这炼金甲人呢 星辰级以下 根本无法伤其四毫 东伯雪莹 忽然爆发了 体内潜藏的力量 他的身体周围 甚至都隐隐 有红色气流出紧 一股狂猛的气息 冲天而起 让童三都感觉到 很是精具 只见到 东伯雪莹挥动了 手中长枪 手中长枪 抽打在炼金甲人身 长枪杆都弯曲 很夸张的糊涂 砰的第一声巨响 炼金甲人震颤着 出现了裂痕 随着第二声巨响 炼金甲人的身体 直接破散 四处飞崩 到了远处 只有固定在地面的下半身 还在那 而随着第三声巨响响起 长枪抽在炼金甲人的根基上 啪的一下 长枪整个断裂了 炼金甲人下半身也支离破碎 东伯雪莹看着手中 那已经断裂 只剩下半截的长枪 愣了愣 这一杆长枪 他已经用了好久了 没想到 竟然承受不住力道 给断掉了 哥哥 此时 弟弟青石 青翠的声音老眼就传来了 东伯雪莹抬头看了看天 这天也暗了 我回来了 童叔 青石和宗叔也回来了 先去吃晚饭吧 吃完晚饭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和宗叔 要说如果是别人 遇到这种事儿 恐怕还一头雾水呢 幸好自己看的书够多 刚好啊 其中一本书 有过非常简略的记载 好吧 十人同三只能忍住好奇心 反正吃完晚饭就知道了 这点耐心 他还是有的 哥哥 我回来了 只见到青石和宗林 骑着一匹飞双马驱 带着一群骑兵们 耀武扬威地回来了 遗水城毕竟是整个帝国最低规格的县级城 在整个遗水城境内 雪英领东博家族都是排在前十的家族 所以青石每次去遗水城玩 还是大张旗鼓颇为霸气的 弟弟每一天都能过得很开心 也是东博雪英乐意见到的 吃完晚饭 玩了一天的青石 也累得很快就去睡觉了 东博雪英 宗林 童三 却都来到了书房之内 来雪英的书房做什么呀 童三 你这怎么 一副激动难耐的表情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东博雪英则是笑咪咪 已经到了书架旁 开始寻找自己当初看过的那本书籍了 我来跟你说啊 雪英 她今天将那一头过万斤的三斤魔术肉烤熟了 然后那一个人将它全部吃光了 宗林瞪着眼睛 一个人吃过万斤的肉 这是人类吗 这是巨龙吗 她现在的势力 恐怕一招就能击败你我了 熬练无常的炼金假人 等会儿你可以去看看 被雪英的长枪三下砸下去 就支离破碎了 就连雪英那一杆长枪都承受不住力气 崩断了 什么 雪英那一杆长枪重五十斤 也是炼金大师所炼之 虽然是不入阶的兵器 可是让一名天机骑士用 那也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长枪的枪杆本身就擅长蓄力 要让长枪崩断 这得多的力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想知道啊 不过雪英说了 要一起告诉你我两个人 童三看向了雪英 宗灵也看了过去 东伯雪英翻看着书架上的书籍 很快就找到了 迅速地翻开一页一页 找出了当初看过那一页 用手指在其中 一段话上画出了痕迹 笑着将这本书籍递给了宗灵 那宗书童说 就这一本专辑故事 你们将这段话仔细看看 估计就明白了 啊 宗灵好奇结果 童三也伸头看着 宗灵先看了下书籍的封面 这是这本书的名字 砍柴骑士 石头 砍柴骑士 宗灵和童三也是微微一愣 他们俩虽然不怎么看书 可是在冒险的时候 也听说过不少传说 其中啊 这砍柴骑士的故事 传的是非常广的 要说这位砍柴骑士呢 就是五千多年前的一位骑士 之所以名气大 是因为他的实力非常的强 曾经就是一个山村的侨夫 后来踏上骑士之路 在称号集时 就一斧头 弹死过超凡生命 在超凡生命的时候呢 在超凡当中更是无敌手 他的称号就是砍柴 当然了 这是他自己选的 他被尊称为那个时代 最强超凡 他的强呢 是在于任何一个超凡生命 都抵挡不住他的脊斧头 哎 就是这么可怕 那 你们先看那一段话 要说在童年时期 东伯雪莹也曾经崇拜过这位砍柴骑士很久 因为实在是太霸气了 他一生喜欢砍柴 把敌人也当木柴看 什么巨龙恶魔都是一样的看 宗灵回头再看那一段话 童三也盯着看 嗯 对 砍柴骑士就是在这一刻 觉醒了身体内潜藏着的 传说中的巨浮血脉 所有的人类 包括你我 在身体内 其实都潜藏着无数的血脉 整个帝国的未面世界 在诞生时期 整个未面是没有任何生命的 那时候未面世界环境极为恶劣 渐渐的 未面世界经过漫长岁月的孕育 终于诞生出了一群强大的生命 他们就是太古时代最早期的生命 他们每一个都拥有着 移山填海的可怕实力 扛着一座大山四处奔跑 厮杀一条巨龙 喝血吃肉 巨龙在他们面前都很弱小 连未面之外的神灵们 也不敢降临 这些强大生命们 不断繁衍 繁衍出了人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类体内 都有着这些太古时代生命的血脉 并且在往后的漫长岁月中 神灵也降临过 在人类中留下后裔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音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音灵主 第十集 人类不断繁衍 恐怕随便一个人类 往上追溯万年 在血脉上 都能追溯到同一脉 每一个人类 都有这些太古生命 以及神灵的血脉 当然都是极为极为 细胞的一丝丝 直系后 以血脉更为强大 像我们龙山帝国的 开国大帝 龙山大帝 在成为神灵后 所有的一个儿子 也就是传说中的 十二皇子 生来就是超凡生命 就是因为他父亲 是一个极为强大的神灵 他体内的血脉 让他生来就是超凡生命 太古时代 远古时代 上古时代 到如今 我们都只是凡人而已 那些强大生命的血脉 太稀薄 太稀薄 不过偶尔 还是有觉醒 太古血脉的 有的是巨腹 血脉 有的是神剑手 血脉 有的是擅长 奔跑的血脉 有的能够顺移 有的能够操纵 闪电 有的据说 能够千变万化 有的 近乎不死之神 不过根据 笔者统计 觉醒太古血脉者 初始 一名惊人 可之后却 泯然重任 几乎都难以跨入超凡 我为何推崇砍柴其事 就是因为他平静 看待自身血脉 最终成为了 那一时代的最强仇犯 在砍柴其事 觉醒了太古血脉 巨腹血脉后 他接下来 便遇到了 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详细如何 且听笔者 细细说来 整本厚厚的传记故事 关于太古血脉 仅仅就这么一段 接下来 就是砍柴其事的川级人生了 而此时 宗灵和童三 都看向了东伯血鹰 太古血脉 我应该就是觉醒了太古血脉 这什么血脉啊 哎 会不会顺移 操作个闪电 来个火焰瞧瞧啊 不会 要说太古血脉 分为很多种种类 毕竟 未面世界最早期孕育的太古生命 有一群的 而自己觉醒的这个 则是相对比较普通一点的 这书中说 太古血脉 都有一些擅长的 其实特殊手段施展起来 都是很苛刻的 我的特殊手段 就是一个 力量爆发翻倍 翻倍 宗灵和童三都心动火热 他们也享有啊 哪一个骑士不想力量翻倍呢 虽然没有顺移 千变万化之类的特殊 可是力量翻倍 还是很实用 不过 一旦引动爆发力量 我的体力也会加速消耗 平时我熬战一个时辰都不累 可一旦拼命 趴时一会儿就累得筋疲力尽了 所以我搏命的时间很有限 那现在实力怎样了 嗯 正常战斗时 估摸着流星骑士实力 那力量翻倍 不就是银乐骑士了吗 只是力量变大 在速度方面 就比银乐骑士差一筹了 而且持续时间又短 就算是这样 你也是整个移水城 如今实力最强的了 我就说嘛 雪莹你这么勤奋 修炼枪打到如今近十年了 都没有产生斗气 这明显很不正常 果真是不爆发则矣 一爆发则惊人呢 其实要说这次觉醒 东伯雪莹也有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人类都潜藏着太古血脉 一代代繁衍了 不知道多久之后 大家都很稀薄 为何有些人却能够觉醒呢 东伯雪莹没有太多例子可以参照 但是从砍柴其事 可以看出一点 这是一个很喜欢砍柴的家伙 一直喜欢砍柴 最后觉醒的巨腐血脉 而自己修炼枪法 对手臂手指力量的压榨 每天都到了极限 必须泡药欲才能够恢复 每天这么拼命 或许也是觉醒了 这力量血脉的诱因吧 东伯雪莹不知道自己觉醒的时候 隐约看到的威鹅咆哮巨人 到底是谁 所以就将自己的太古血脉 简单称之为力量血脉 现在只是开始 就像一个普通人的身体 在斗气滋养下不断成长 我能感觉到 我的身体在斗气滋养下 也在不断强大 要说他们今天太开心了 原本他们都认为 当初那个年幼的孩童 喊出的誓言 只是一个孩子的渴望罢了 当时在场的其他人 都没相信过 东伯雪莹真的能够救她的父母 因为那太难了 可是今天 他们俩都看到了希望 哦 对了 从今天开始 我也不需要泡药玉了 我的身体虽然称不上不死之身 可恢复力却比药玉要强得多 说着 东伯雪莹拿起书桌上的一把克纸刀 在掌心上滑了一刀 滑出了一道伤口 如果是药玉的话 第二天就能够完全恢复 可是此刻 掌心的伤口却迅速愈合 仅仅一个呼吸的功夫 伤口完全消失 其实越强大的身体 恢复力就会越惊人 像银月骑士的脏腹器官 都会在斗气滋润之下蜕变 身体恢复力就很惊人 称号级骑士的身体 可以得到天地力量的冲刷 更是近乎不死之躯了 比东伯雪莹的还要夸张 虽然都说称号骑士 可以用凡人来耗死掉 可那也仅仅是理论上可以罢了 毕竟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真的派出大军 称号骑士早就溜掉了 根本不给包围的机会 杀称号骑士 一般都是同样的称号级战力 或者是超凡出手 哦 还有一件重要事 过两天我准备去一趟移水城 去移水城 宗灵同三还处于机洞当中 听到东伯雪莹这话不由得一愣 因为过去东伯雪莹的修行都很刻苦 一年都难得去一次移水城 雪莹 你准备去买兵器 宗叔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我的确是该买一柄长枪了 我这次打算去移水城 是因为快过年了 过完年 秦时就十岁了 他也不能总这么玩下去 我也早就和他承诺过 在他十岁时 要给他找一个好的法师老师 让他正式开始学习 嗯 一位法师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宗灵和同三都很严肃 法师是博学的 是智慧的 而没有一个好的老师教导 纯粹靠自己去悟 很难成为一个博学的智慧的法师 更何况 法师的进阶修行都牵扯到灵魂 自己一个人乱修行伤了灵魂 那可后悔都完了 整个移水城的星辰级法师 仅仅只有一位 白元之 白元之大法师正居住在城内 我准备去拜访他 希望他能收我弟弟为亲传弟子 亲传弟子 这恐怕是比较难的 要说法师的教导 是知识思维等全方面的教导 法师和亲传弟子关系之近 堪比父母和子女 所以越是厉害的法师 宁愿收一些记名弟子 随便讲讲 你有多少成就 那全看你自己 至于亲传弟子 这种细心教导的 一名厉害的法师 终生也不会收几个的 因为法师们 也需要耗费时间去修行 亲传弟子收多了 会单个修行的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就这样 两天之后 毕竟是一名近乎 枪法大师境界的高手 虽然力量暴涨 可是适应两天之后 东伯雪英已经完全熟悉了 随后 他便带着弟弟 宗灵 以及一支百人骑兵队伍随土 出发前往仪水城 好久没和哥哥一起进城了 东伯雪英骑着飞双马鞠 轻蚀就坐在东伯雪英怀里 兴奋无比 作为一匹二阶魔兽级 飞双马鞠飞奔起来 是极为的平稳 而且现在的速度 仅仅算是飞双散步的速度 毕竟要让后面的骑兵队伍跟上 如果让飞双马鞠撒开蹄子 疯狂跑起来 恐怕眨眼就会跑没影了 仅仅小半个时辰 一座巍峨的城池就出现在眼前了 城堡离仪水城 仅仅过百里 当初父母选择领地的时候 就是选择了一块离城近的领地 雪英领领地的边缘都到了城下 是雪英领地骑兵 此时 仪水城懒散的守城士兵们 看到远处的一只轰隆隆飞奔过来的骑兵队伍 也是立即屏息 从骑兵队伍身上贾凯的标示 一头斩翅的雪英 他们就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而且每一个骑兵都背着一把大破心弩 这也是雪英领特有的 最前面的是雪英领的少年领主 他怀里的是他的弟弟青石少爷 没想到这位少年领主竟然进城了 他可难得来啊 他弟弟是经常来 最近一个月我都看到过青石少爷好几次呢 要说这些城卫士兵们 彼此聊着 站在两旁 任由骑兵队伍进入城内 帝国建国至今九千多年 像这种最低级别的城卫军早就腐烂了 也就恐吓恐吓一些小点的盗匪 像大贵族 一些极为厉害的盗匪 他们是不敢去主动招惹的 是雪英领的少年领主 让开点 让开点 城内的人们都好奇的看着 个个老远就让开了 以水城排名前十的大家族 而且是当代领主亲自出行 这算是大场面了 此时 一家占地极大的店面 非常醒目 续名杂货破 又这样 东博雪英乐马停下 当即下令 都在外面等我 是 是 领主大人 士兵们恭敬英明 宗叔 我们进去 嗯 东博雪英将马匹交给了一名手下 便牵着弟弟的手 和宗灵一同进入了这家 续名杂货铺 说是杂货铺 可是店铺铺面 就有近百米 里面店员 也有数十名 客人颇多 这是整个以水城 最大最好的 卖兵器的地方 以水城 终究只是个县级城 太好的炼金兵器 根本就没有几个买得起的 一件二阶的炼金兵器 都要好几万金币 都抵得上整个雪英零零地的价格了 以水城内的贵族有多少买得起的呀 就算是要买 恐怕也是要去郡城的 甚至要专门去省城买了 所以呢 这里大多都是哺乳阶的 这一阶的炼金兵器啊 一般就算是最顶尖的了 或许有二阶的炼金兵器 当镇剑之宝啊 嗯 东伯雪英 微微点了点头 之前自己用坏掉的长枪 就是不入阶的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 雪英岭的东伯雪英吧 早就听说过老弟你的大名 却是第一次见哪 此时一位紫袍中年人笑着走了出来 雪英 这位就是店铺的主人 玄旭明伯爵 啊 见过玄伯爵 以水城厉害的人物是屈指可数 不过这玄旭明就是其中之一 此人曾经是一个大商人 在外边的生意做得很大 后来不愿意再奔波了 便回到家乡买了块领地 在城内开了一家杂货铺 日子过得倒也很是书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流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十一集 我就拖大 喊你一声雪英老弟了 老弟来我这儿 不知道要买什么呀 一杆长枪 宣宝爵 把你们店最好的长枪拿出来 对 最好的 最好的都拿出来 好气魄 不过 我这店终究只是小店 长枪算得上好的 也就只有三感 紫袍中年人听了之后 心中微微一动 一般实力弱些的 是没必要使用 入阶的链接兵器的 看来 这个少年领主 颇有实力 或许已经跨入天街骑士了 随即 大船头吩咐了 去 将三件最好的长枪 拿出来 给雪英老弟挑选下 雪英老弟啊 我们先到里面坐 坐下来慢慢谈 而这个时候 这个铺面上 已经有不少客人 注意到东伯雪英这边了 都在悄然议论呢 毕竟 东伯雪英虽然很少进城 可是她的名字 早就被以水城的人 议论过很多遍 八岁 就能够成为一座领地的领主 据说每天都在练枪法 都入魔了 父母据说被抓走了 也有说早就被杀了 种种传言 还有的一些传言呢 都很假 此时在雅间内 奉上茶水糕点 简单闲聊两句 六名侍女 两个抬着一个兵器盒 足足三个古朴的兵器盒 被抬了进来 都打开 让雪英老弟瞧瞧 砰砰砰 三个兵器盒都被打开 东伯雪英 立即眼睛一亮 仔细地 看了过去 紫袍中年人 见到东伯雪英的表情 是暗暗点头 以水城的人们呢 甚至给东伯雪英 起了一个外号 叫 枪魔 这意思呢 就是他 练枪 都练入魔了 这其实呀 也算不上太过恶意 却也算不上什么好话 可是紫袍中年人 经历极多 却是明白 外面广阔的世界 真正的主宰 是那些强者们 那些强大的匪夷所思的 称号级存在 乃至超凡生命们 而只有这些 真正修行很刻苦的 才有望 成为那等存在 所以 他对这些极为勤奋的人 都是不愿意得罪的 啊 好强 东伯雪英目光一扫 单单从这些 长枪散发的 淡淡气息 他就能够感觉到 这些长枪的灵性 这是和长枪 朝夕相处之后 自然拥有的 一种共鸣感 三杆长枪 个个都分成两截 毕竟长枪太长了 分成两截 可以放在兵器箱内 背着鞋带 如果一整条长枪 最短 也有两米多 这太累赘 雪英老弟啊 我给你介绍下 这三杆长枪 都是我亲自去收购的 麻烦全伯爵了 对于人情事故 东伯雪英 一般懒得理会 她的心思 更多是在修行上 当然呢 她也不会太过失礼 这一柄黑色长枪 名叫黑云 枪长三米二 算是外界销量 极好的一款长枪了 许多贵族们愿意购买 它的好处 雪英老弟 你自己试试看 就知道了 哦 东伯雪英眉头微微一皱 这一杆长枪太长了 她就有点不喜 当即上前 双手拿起了长枪的两截 迅速旋转 卡死在了一起 那么单手一甩 一个甩刺 足足上百斤重的长枪 被东伯雪英单手 持着甩的笔直 枪尖直刺 前方远处 那刺破空气的撕裂感 让旁边两名侍女 都吓得脸色发白 紫袍中年人为之暗惊 哇 好大的力气 好厉害的枪法 软 太软 这个黑云枪 枪太长 枪颈细 导致一枪刺过去 枪头舞动 可实际上 真正的高手 虽然也希望枪头舞动 可枪头的舞动 是要完全在控制内的 而不是因为枪软 导致它舞动 嗯 当然 对于一些枪法不惊的人而言 拿着三米多的长枪 猛然刺出枪头舞动 一般人眼睛都花了 看不清了 一下子就被刺出了个窟窿 对那些不花心思练枪的贵族而言 倒也算一件好兵器 十三岁就人枪合一 如今更是触摸到枪法 大师境界的东伯雪鹰 随手试了一下就知道兵器的优缺点 这柄黑云枪 对枪法弱的是好兵器 反而能让实力大涨 可是对枪法高的而言 那就看不上了 哎呀 厉害 厉害呀 哈哈哈哈 我遇到过好一些 在外闯荡的真正的高手 他们也瞧不上这等 被顽固贵族喜欢的黑云枪啊 随后 紫袍中年人指向旁边的 另外一个暗紫色长枪 来来来来来 这一杆长枪叫紫穴枪 就是真正的高手用的了 枪长两米五 枪杆粗续一手能握 枪间极为的锋利 专为杀戮所用的枪 都说他枪杆的暗紫色 是被鲜血沉淀的颜色呀 吹得挺玄乎的 东伯雪莹笑着拿起了 这一杆紫血枪 一拿 东伯雪莹心头微微一息 而后随意挥动长枪 呼的一下 长枪抽打扫出 整个宽阔的雅尖内 陡然生出一阵呼啸的狂风 跟着长枪一转 竟然瞬间化为怒刺 东伯雪莹举手投足那种随意 绝非一般枪法高手所能拥有的 这让紫袍中年人 对东伯雪莹的评价 也是越来越高 力道转化很轻松 枪杆上没什么缺点 枪头在炼金阵法辅助下 的确够锋利 这是一杆好枪 适合自己用 我来介绍 这最后一杆枪 紫袍中年人指向了 最后一杆长枪 东伯雪莹也看了过去 这是她目测之下 最喜欢的一杆 整个枪杆都是银灰色 枪杆上还有着 无数雪花般的点点 让东伯雪莹 能够隐隐感知她的锋芒 其他两杆长枪都是一杰炼金兵器 而这一剑是我意外得到的 根据鉴定乃是二杰炼金兵器 二杰 这在伊水城也看到了二杰炼金兵器吗 她通体冰凉 她的炼制者称呼她叫飞雪枪 她最好的地方就是施展枪法时 长枪周围会出现无数的雪花飘荡的场景 迷惑敌人 我试试 东伯雪莹拿起了这两杰长枪 先符合起来 开始试了起来 紫袍中年人则是有些紧张 炼金兵器一般都有些自己的优点 比如速度会更快 比如更没锋利 比如带着火焰等等等等 而这一杆飞雪枪 仅仅是产生一些雪花迷惑敌人 可是对真正的高手而言 那些雪花是迷惑不了他们的 他们会轻易地辨别出枪间 所以这一杆二杰炼金兵器才会放在这 至于这兵器的来历 也是全伯爵在外经商时遇到的一个老乞丐 他觉得这老乞丐颇为不凡 吃喝都供着的 过了三年 老乞丐走之前 开炉炼制兵器 炼制了一杆长枪 这是飞雪枪 足够偿还你这些酒水了 说完便走人了 他当时以为这飞雪枪是多么了不起的神兵力气 而后测试之后 的确算是二杰炼冰冰器 可却没有任何增幅效果 当然了 也远超他的酒水食物价了 此时 东伯雪英手持着银灰色长枪 连续试了十几招才停下 表情平静 心中却是激动了起来 好枪 这才是真正的好枪 也是人枪合一的高手 恐怕都难以体会这一杆长枪真正的珍贵之处 而东伯雪英这几年一直练拳 欲要力量圆满如衣 如今已经触摸到了这一层境界 所以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之处 可是东伯雪英不能说 因为她得还价 她还真没钱去买一柄二阶炼金兵器 枪不错 无愧是二阶炼金兵器 东伯雪英看向了紫袍中年人 可是我感觉她除了雪花迷幻之效 就没有其他特殊效果了 炼金兵器一般都有些特殊效果 一些法术力量加持 或者更锋利等等 这柄长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至于迷惑敌人 难道真正的高手连雪花和枪尖都分不出吗 她之所以被认定为二阶炼金兵器 估计足够承受称号级战斗吧 对我们这些实力弱的而言 她还不如一阶炼金兵器 一阶炼金兵器 称号级以下战斗没事 可是称号级厮杀威能惊天动地 一般的一阶炼金兵器就很可能断掉毁掉 东伯雪英现在力量爆发之后 都能瞬间达到银月骑士级 将来要不了太久就会达到称号级威能 如果一阶的长枪恐怕也用不了太久 这也是她希望拿到这一杆飞雪枪的原因 当然了更主要的是这杆飞雪枪内内涵的奥妙 可她终究是二阶炼金兵器啊 而且我能看出你很喜欢 给个价吧 三万金币 东伯雪英笑了 其实啊 她的内心更为无奈 因为整个东伯家族到如今 所拥有的金币已经只剩下一万五千多了 而且这其中还是宗书贴补的情况之下 其实早在两年前 东伯家族账上已经没钱了 就是因为东伯雪英从六岁开始 近十年的天天泡药玉 把这金币都给泡掉了 药玉一年下来要五千金币 足足近十年 那就是五万金币呀 当初东伯列夫妇也以为 自己儿子也就十岁左右能成骑士了 成了骑士就无需泡药玉了 斗气就能滋养身体恢复身体了 可是谁承想 东伯雪英一直到了快十六岁才突破 东伯雪英立即转头 看向了紫血枪 那紫血枪多少 那只需要五千金币 这他比不了飞雪枪 飞雪枪是二阶炼金兵器 虽然他没有辅助之效 可好歹是二阶的呀 战斗看的是实际作用 我最高给一万金币 双方在不断地扯皮 一万八千金币 低了不能卖呀 紫袍中年人无奈地说道 之所以卖这么低的价 一是这杆长枪的确平庸无极 二呢 也是老乞丐直接送的 他付出的仅仅是一些酒水食物罢了 三呢 也是看过这杆长枪的枪法高手 也有好几十位了 没人愿意太高价格购买 曾经有人出一万八千金币 他没卖 现在回到衣水城 想卖到一万八千金币 那可就难了 可以 东伯雪英不愿意再扯皮了 因为他明白 这杆长枪的真正珍贵之处 不过我只能先预付八千金币 还有一万金币 先奢着 三个月内付 哎 实在没钱了 奢账 听完这话 紫袍中年人就是一愣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 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十二集 今天没带这么多 没想到你这还有二接连金兵器 要说如今 东伯雪英他实力非凡 赚一两万金币不是难事 特别在有了这一杆长枪之后 更是如虎添翼了 好 成交 我相信东伯家族的实力 就先写一欠条吧 要抵押吗 紫袍中年人豪气得很 他还是很愿意 交好东伯雪英 无需抵押 宗叔 这宗灵从头到尾都没说什么 一切都由东伯雪英决断 此刻 宗灵从怀中取出了一大碟金票 抽出了两张之后 递给了紫袍中年人 而后 东伯雪英又写下了一万金币的欠条 随后 飞雪神枪 到手了 你是没遇到枪法大师啊 否则 哪里能落到我的手里 东伯雪英在拿起兵器箱的时候 心都在兴奋 他却不知 整个清和郡都没有一个枪法大师 练兵器的高手虽然多 可是练枪法的就那么些 能够人枪合一的就很了不起了 成为大师 太难了 随后 东伯雪英迅速飞起了飞雪神枪兵器箱 右手按下兵器箱边上的机关按钮 背着的兵器箱顶端就冒出了两截长枪 随后呢 东伯雪英迅速的双手抓住了背后上方的两截长枪 给拔了出来 跟着往后这么一插 轻易就插入兵器箱内 咔的一声 完全锁死 青石立即双眼发亮 哇 哥哥帅 你以后当法师更帅 东伯雪英笑看着弟弟 雪英老弟啊 这兵器箱还是我另外配的 另外配的兵器箱 紫袍中年人对于压着多年的货卖出去 心情也是颇好的 边上还有好几处机关 在外闯荡冒险时 绳索等一些物品也可以放在兵器箱内 兵器箱很轻 也可存放许多物品 更可以以极快的速度 存拿一些重兵器 长兵器呀 这飞雪枪的炼制者没专门配 这不太对吧 要说一些炼金法师 炼制好一件兵器之后 也会弄好配备 包装都很精美 可是这件长枪的兵器箱 竟然是另外配的 对这枪的来历 东伯雪英很好奇 因为那位炼制者 是肯定很清楚 这一杆枪的珍贵之处的 按理说 定价 怕会是一个天价的 可是这位店铺老板 全伯爵 仅仅一万八千金笔就卖给自己 就让东伯雪英 更好奇长强的来历了 放心 既然买了 我不会后悔 雪英老弟啊 我也不瞒你 我在外经商时 曾遇到一个老乞丐 在我的地盘吃喝 还不给钱 我感觉 他不是一般人 便任气吃喝了 三年后 他就开炉 炼制了这一杆长枪 说抵了吃喝的酒水 就走人了 我当时激动啊 我真遇到厉害大人物了 赶紧送去鉴定 鉴定过数次 也就有些雪花迷惑之效 却没什么 太特殊的辅助作用了 幸好能够承受得住 足够强的力量 被定为二阶炼金兵器 买完了兵器 东伯雪英他们便去 拜访白元之大法师了 此时 宗灵指着前面一条 颇为狭窄的香道 大法师的住处 就在这条香道尽头 下马 其他人在这等着 宗叔 知道 我们进去吧 东伯雪英牵着弟弟的手 沿着这个古旧的巷子 没想到 白元之大法师 不住在一些贵族的区域 反而住在这等偏僻之地 嗯 贵族区域太过浮躁了 这里更安心钻研 他们一行人走到巷子尽头 便看到一家占地极大的府邸 大门紧闭 东伯雪英亲自上前敲门 哗的一下 门打开了 一名短发少年 疑惑地问他 你们找谁 雪英领 东伯雪英 前来拜访大法师 哦 你就是那个枪魔 短发少年惊呼 随即连忙捂住嘴巴 师弟 谁啊 府邸内 有其他的少男少女的一些声音 老师正在闭门研究 谁都不敢去打扰 东伯男爵 你恐怕得等半个时辰 等老师出来 我会立即传话 我现在也不敢放你进去 嗯 好 不急 东伯雪英很有耐心 半个时辰之后 白元之穿着匡丝诺白袍 皮肤有些褶皱 黑色大胡子 都到了肚子上 他今年啊 已经九十出头了 他看着眼前坐着的 背着兵器箱的黑衣少年 暗暗有些吃惊 他能够感觉得到 这少年身上 那股灵力的气息 那绝对不是 一般的枪爬高手啊 大法师 有何事啊 请说吧 我事情还很多 大法师很直接 我也就直言了 我弟弟过年后 便十岁了 他在法师上 天赋很高 我希望他能够败在 大法师 你的门下 收个记名弟子 不难 只需一些条件 我希望我的弟弟 能够成为大法师 你的亲传弟子 亲传 虽然我已经年过九十 可在星辰级法师中 却算不上楼 我还想在法师境界上 能够走得更远点 所以 是不会轻易浪费 太多精力的 至今 我也才收过一名 亲传弟子 你让我收你弟弟 当亲传弟子 也不是不行 我有两个要求 只要能达到一条 我就收你弟弟 为亲传弟子 大法师请说 我 急需一件 魔兽材料 银月之心 说着 白元之的双眸 都在放光 就是四街魔兽 银月狼王的心脏 必须是新鲜的 保存时间 不能超过三天 那 另外一个要求呢 这银月狼王的心脏 还要新鲜的 要求太高了 哎呀 法师 是很需要钱的 各种研究 都是要花钱 而赚钱又不容易 五万金币 我可以再收一名 亲传弟子 要说整个 以水城的贵族们 即便卖领地 筹钱 能够拿出 五万金币的 就那么几个 可是领地 是贵族根基 真拿出 五万金币的 更是少得可怜 好 我明白了 哎 他知道 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而东伯雪英 站起来继续说的 一个月内 我会带着 银月之心 获这五万金币 来找大法师你 答应了 白元之大法师 会有得兴奋不已 那就等领主 你来了 好 白元之大法师 也站起来 客气得多 他收的第一个 亲传弟子 是他好友遗留的孩子 没有足够条件 他真的懒得浪费精力 而他开的要求 如此之高 至今以水城 也没有贵族 答应过他 可是东伯雪英 却答应了 告辞 大法师 不必送 东伯雪英 起身便往外走去 白元之大法师 站在窗户处 看着下方院子内 东伯雪英 牵着弟弟的手 走出了府门 银发的六臂蛇魔踪灵 则是一直跟在一旁 白元之大法师 露出了一丝微笑 看来这个少年灵主 不一般哪 哥哥 怎么样 要等过年之后 才能有结果 放心吧 青石 大法师 大法师 应该会收你为弟子的 再等等 等到过年之后吧 东伯雪英 却在暗暗盘算 一个月时间 弄到银月之心 或者五万金币 自己订的时间 很宽松了 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 还是等完成了 再告诉弟弟 现在 可不能和弟弟吹牛 夜 雪英灵 雪石城堡内 此时在书房当中 东伯雪英 坐在自己的书桌后 而棕灵和童三 也都是随意坐下 你找我们来 今天我去找大法师 大法师答应 可以收青石为青传弟子 可提了两个要求 或者是五万金币 或者是银月狼王的心脏 满足他一个要求 青石拜师 就没问题了 五万金币 真够黑呀 我和你宗书 主人他们当年 冒了多少生死危险 也没攒到太多宝贝 还是主人怀孕后 我们有了一个 一碗的大收获 公子 你父亲他们 哪能买下贵族绝尾 买下雪英灵 哼 他一张口就五万金币 其实要说这个数额 是很夸张的 一般流星骑士 倾尽全部身家 都很难拿得出 父母他们当年在外冒险 也是极少数的好运者 并且冒险者 本来就是去一些 很危险的地方 死亡率极高 父母他们 是能够侥幸活下来的 才能买爵位 买领地 是因为 敢去做冒险者的个个 不畏惧死亡 极为凶狠 这也是以水城 那些贵族们明明知道 雪英灵很富有 却没人敢动心思的原因了 银月狼王心脏更难 如果只是一头单纯的 四街魔兽 银月狼王 以雪英如今的实力 加上我们的配合 还是有把握的 可是 银月狼王麾下 是有大批狼群的 狼群围攻之下 比一头狼王还要可怕 其实狼王本身不可怕 可怕的是狼群 所以 银月狼王明明是一头 四街魔兽 可他的尸体价值 却媲美五街魔兽 我准备 进入毁灭山脉 不可 这太冒险了 宗灵和童三 都是大惊不已 毁灭山脉 那是什么地方 是整个世界 最庞大的一座山脉 连接了四座行程 他的内部生活着 无数的魔兽 甚至有超凡生命 一代代下来 整个人类帝国 都没能完全消灭 这巨大的威胁 甚至帝国军队 最主要布防的 就是在魔兽山脉的周围 军队是经常在山脉外围 进行一些大规模灭杀 大批大批低阶的魔兽肉 才能在外边购买 所以 一阶 二阶 三阶的魔兽肉 都是比较便宜的 从四阶开始 却陡然暴增 因为四阶魔兽 就不是一般的军队 能够猎杀得逃的 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 就算是军队 也是大规模出动 扫荡的还是最外围的 三千里范围 连银月骑士 称号机骑士 也不愿意进入毁灭山脉 在外围三千里 没有太大的收获 进入更深处 随时可能遇到一些 可怕的魔兽啊 对啊 薛妖 我和主人他们当年冒险 也没想过往毁灭山脉里面钻 就像你想要猎杀一头四阶魔兽 可是不可能这么巧 就让你碰到四阶 或许你会碰到五阶 乃至六阶的 那就没命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音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 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音灵主 第十三集 宗灵和童三听完 他们都很着急 毁灭山脉 那是整个人类的大敌 魔兽的终极大巢穴 进去 那就真的是拿命在赌 你们没听我说完 我是准备进入毁灭山脉 但是我只在最外围的 三千里范围 并且猎杀魔兽 只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我打算猎杀弯刀蒙 弯刀蒙 宗灵和童三眼睛都是一亮 外围三千里 因为经常被军队扫荡 太强的魔兽 早就退出去了 一般都是一些 低阶魔兽 大规模在这 每次扫荡 其实也是军队和低阶魔兽的 大规模拼杀 低阶魔兽是源源不断的 每次扫荡一群 总有更多的低阶魔兽 继续从毁灭山脉 深处涌出来 那三千里 倒下了太多的人类士兵 可以让军队磨练出了 许多强者 弯刀蒙 这些盗匪们 隐藏在毁灭山脉 他们也不敢真的太深入 也是在最外围的三千里 而且 这弯刀蒙的首领 盖斌 就是一名流行骑士 他经常的贪婪掠夺 宝物定是不少 而且 整个盗匪老巢 宝物恐怕更多 可要攻打 也不容易啊 敌民我暗 宗叔 你觉得我的实力 和盖斌相比如何 你比他厉害得多了 我和他交手 还能支撑一会儿呢 和你交手 你真的出权力 我都撑不住 要说平常的时候 东伯雪英就达到 流行骑士巅峰状态 爆发时的力量 更是攀升到了 银乐骑士 他的枪法 近乎枪法大师 斗技运转技巧 还是悬兵骑士 古元寒所传 你唯一的弱点 就是剑血太少了 虽然我们领地当中 有一些重犯 都是你来处死 可你的生死搏杀 还是太少了 你和我们切磋 终究只是切磋而已 我明白 所以这次去毁灭山脉 在寻找弯刀蒙老巢的 过程中 肯定遇到很多魔兽 也可以多磨练磨练 找弯刀蒙的老巢 不容易找啊 这过程当中 会一次次地遇到魔兽 甚至有极小的可能 会碰到一些强大魔兽 要说虽然是外围三千里 太强的 比如说超凡层次 比如说六阶层次的 不太可能出现 可是五阶的 四阶的 偶尔还是会有的 一旦军队早当 他们也会见机不妙 早早就退走了 可是对于像东伯雪莹 这种个人去冒险 这种厉害的魔兽 就可能潜伏袭杀了 运气应该不会那么差 而且我的枪法 颇为擅长防御 还是有保命把握的 而且 不去毁灭山脉 想要赚五万金币 怎么赚呢 想要不冒风险吗 流行骑士去给大家族当客星护卫 很安全 可是一年的薪水 也就是三五千个金币 想弄到数万金币 那都是要冒大风险的 好吧 我跟你去 至少外围三千里 我也曾经去过数次 宗书 你去过 嗯 你父母买下雪莹岭之后 我独自一人修行 也去过毁灭山脉外围 磨练自己 要说这宗灵作为蛇人族王族 有着自己的骄傲 他一直想要突破天阶 踏入流星层次 对自己逼得也挺狠的 去毁灭山脉 多听听你宗书的 别大意 就这样 经过了充足的准备 五天之后的清晨 东伯雪莹和宗灵 带着一支百人士兵队伍 便出发了 城堡吊桥早就放下 青石跑到了山顶边缘 高声喊了 童三也站在他身旁 哥哥 早点回来 青石 放心吧 在家乖乖听童书的话 已经到了远处的 东伯雪莹也回应了 知道了 青石重重点了点头 心中却很是不舍 从小到大 还没有和哥哥分离太久呢 这次哥哥出去办事 据说要十天半个月之久 他却不知道 东伯雪莹这次出去 是为了给他挣学费去了 东伯雪莹他们这一支骑兵队伍 一路是青丰赶路 傍晚时分 已经来到了九百多里外的毁灭山脉边缘 骑兵队伍们开始扎营 开始搭锅煮饭 老杨 在 宗陵和东伯雪莹正在和一名满脸胡须的大汉在一起 这名大汉叫杨成 是一名地鞋骑士 效忠于东伯家族 也是这百人队伍的队长 明天一早 我和领主就要进山脉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总理大人 领主大人 尽管放心 这点小事 我一定做得妥妥贴贴 领主大人 你们可要小心啊 当年我在军队的时候 虽然也扫荡过 毁灭山脉的外围区域 可那是大军出动 从未单独出去过 并且 蒲天盖地的魔兽 汉不畏死地冲杀 和我一起参军的兄弟们 最后能安然退役的 时钟也就三四个吧 其他的 几乎都死在毁灭山脉了 嗯 领主大人 可要小心啊 毁灭山脉 这的确是禁地 赶进去外围的 都是军队 以及一些亡命盗匪们 至于更深处 赶进去的 就更少的可怜了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蒙蒙亮 背着兵器箱的东坡雪英 就和宗陵悄然徒步 进入了毁灭山脉 在毁灭山脉 可没法骑马 而且马鞠稍微闹出点大动静 或许就会引出可怕的魔兽出来 阳城队长和其他一些士兵们 都有些担心地 看着那黑衣少年 和银发蛇人男子 远远离去 直至消失在远处的 毁灭山脉内部山林中 再也看不见了 深山老林 一片寂静 太阳光都难以照射进来 一片阴暗潮湿 许多地方还有积雪 银发蛇人和黑衣少年 都持着兵器 无比小心 他有着一丝紧张 可同样有着跃跃欲试 毕竟实力大涨之后 还没有能完全发挥呢 宗叔 我们近来都快半个时辰了 一头魔兽都没碰到呢 唉 你呀 要说这个侄子呀 看似成熟 可还是有些少年新兴 我们刚进山 属于外围中的最外围 魔兽自然是很稀少的 我们越是往里走 越就容易碰到 到时候 就看你的实力了 嗯 这个时候 出现了很轻微的声音 东伯雪英的耳朵动了动 立即伸手 阻挡住了旁边的宗灵 宗灵也立即心中一紧 他虽然没有听到声音 可是东伯雪英 在觉醒太古血脉之后的 听觉世界都极为敏锐 只见 东伯雪英盯着左侧前方 在那 啊 宗灵也盯着那看着 只见 远处的荆棘丛中 渐渐传来清晰可闻的沙沙声 并且 一个个黑兽四体身影 缓缓出来了 他们个个模样 有点近似于狼 可是个子要小了一大圈 黑兽黑兽 通体有着密密麻麻的黑色鳞片 一双暗红色毛子 带着冰冷 他们只是很平静地 看着这两名人类 黑鳞柴 不好 东伯雪英和宗灵都是心中一惊 刚刚进入毁灭山脉 遇到的魔兽就很不好惹 黑鳞柴是三阶魔兽 他们非常的冷静 而且凶狠 擅长配合 而且他们的利爪 牙齿上都有着剧毒 何为三阶呢 代表着个体实力 达到天阶起始 他们都是形成一个个小族群生存 眼前 这荆棘从中走出来的一大群黑鳞柴 足足有三十五头之多 便是单独的一头四肩魔兽 都会被撕成碎片 麻烦了 雪英 要小心了 啊 宗叔 你保护好自己 他们 交给我 东伯雪英 深深吸了一口气 呼吸更是平缓有力 盯着眼前这一大群黑鳞柴 这么多黑鳞柴自然的开始分散 呈扇形围着东伯雪英 他们俩 被这么多黑鳞柴的暗红色眼睛 同时盯着 东伯雪英 也有些心里发解 她的意志 是极为了得 枪法也很高 可是这么厉害的对手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此时 只听到低沉难听的声音 从最后门的一头黑鳞柴孔中发出 缩缩缩 所有的黑鳞柴瞬间从四面八方 同时飞扑围攻过来 同时被这么多天阶骑士围攻 那流星骑士也扛不住 而东伯雪英 手中的长枪动 死 长枪如电光 快如闪电 在长枪刺出的刹那 还有无数的雪花花瓣出现 场景美丽无比 那一头遭到攻击的黑鳞柴 立即挥动力爪 抵挡这一枪 长枪枪头被挡住的刹那 整个长枪陡然旋转 一个旋转的力爪 崩开了那力爪 长枪枪间 瞬间刺入了这黑鳞柴的下颚 从它的后脑勺贯穿 这一头三阶魔兽黑鳞柴身体抽出了一下就没反应了 刺死的一刹那 东伯雪英迅速抽枪受毁 闪电般就是再刺一刺 一刷一刺 仿佛毒蛇吐信 又是一头黑鳞柴当场毕 要说这些个黑鳞柴们个个可都是厮杀的好手啊 可是东伯雪英十年风雨 风魔下磨练出的枪法实在是太厉害 而周围众多的低沉喉声 这些黑鳞柴们没有丝毫减速围攻而来 东伯雪英在极短的时间内 也仅仅杀死了三头黑鳞柴 便遭到八头黑鳞柴的同时飞捕 滚 长枪如影迅速抽刺踢打 就像过去的漫长日子 疯狂抽打炼金假刃一样 东伯雪英的一个抽打 就抽飞了旁边的四头 再一个反向横扫 又是四头黑鳞柴被扫飞的 单纯论力量 东伯雪英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不过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啊 黑鳞柴群的恐怖之处 就在于大批大批汉不畏死的围攻 而旁边一株大树高处树叉上的棕林 尾巴正缠绕着树干 它的灵活和速度 使它之前数次进入毁灭山脉 能够保命的遗掌 雪英 速度 速度 咱不住就逃啊 我知道 东伯雪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它的枪法境界势高 可在生死压力之下 还是受到影响的 而且 这些黑鳞柴的筋骨鳞片非常坚硬 刺入再拔出 是需要消耗时间 导致自己的枪法也因此减慢 我得动起来 不能任由他们围攻 东伯雪英渐渐地将平常在城堡内的切磋修行用了起来 在城堡之内 经常让一大群士兵们同时围攻 东伯雪英仗着枪法步伐 闪转腾挪搏煞 当然了 切磋的时候啊 兵刃都是去掉的 此时东伯雪英也逐渐学会了 它偶尔简单地移动 让自己面对的黑鳞柴变少了 让黑鳞柴的围攻失去了目标 让自己每次最多只需要面对三头黑鳞柴 雪花飘飘 血液飞溅 一头头黑鳞柴倒下了 这东伯雪英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长枪陡然抽打 强大的力量贯穿整个长枪 猛然抽在一头黑鳞柴上 黑鳞柴的身体被抽得诡异扭曲了起来 骨骼断成不知道多少阶段 在地上抽出吐血了 而此时 在大树高处的棕林俯瞰着下方 露出了细色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溅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句 欢迎收听雪英灵主 第十四集 适应的挺快 比我预料的都快 在这种生死搏杀之下 她的实力都能发挥出来了 再过上两三天 估计就能完全适应了 此时 短促京剧的吼声 从黑林柴群中传来 韩瑜的一些黑林柴们 立即转头分散逃窜 东伯雪英又追着 连杀了两头 便停下来 此时 东伯雪英这才松了一口气 呼吸都粗重了些许 全身血液流转 速度都快了许多 而棕灵从高处 跳落了下来 怎么样 的确不同 在三年前 我和领地囚犯 生死搏杀时 也有过这种紧张感 可那是一对一 这种围攻生死搏杀 让我对枪法的使用 又多了些想法 要说枪法境界高 只是代表 枪法的技艺 达到了一个极高境界 可是实战的时候 招数彼此如何结合呢 步伐如何配合呢 这些都是实战经验 而且 生死搏杀时 全身血液沸腾 力量涌动 对全身力量的控制 更精细 这就是死亡威胁之下 生物的本能 我的枪法 或许会更快地突破 东伯雪英的心底 深处的热血 此时都被点燃了 苦练十年 磨得惊人记忆 在这毁灭山脉 不正是最好的施展地方吗 赶紧走吧 这地方血腥味太重了 很快会引来更多的魔兽的 他们都没在乎三阶魔兽的尸体 这三阶魔兽虽然有些个小价值 可他们两个人能扛走几头呢 价值太低 反而不值得 至于储物法宝 至于储物法宝 东伯雪英的储物法宝内的空间 恐怕勉强能装一头黑灵兽而已 空间太小了 来到了毁灭山脉 东伯雪英就仿佛融入大海 她的实战经验不断地积累 枪法技艺也得到磨练 每天晚上 他们俩要立即返回 返回到外面的营地 他们一个是蛇人族的王族 一个是觉醒太古血脉 他们步行速度非常之快 在毁灭山脉中 返程窜行都能轻松维持 一个时辰两百里的速度 他们探索时慢 返回时按照原路返回都很快 过夜还是要在营地过夜的 毕竟他们也需要好好地歇息 在山脉内过夜 实在是太累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东伯雪英的进步 让踪灵则舌 她能看到东伯雪英 再变得越来越老练 每次战斗 东伯雪英都会思考汲取教训 让自己下次表现得更为完美 从小就懂得思考总结 连战斗都每次总结 难怪枪法能这么厉害 宗灵她一直觉得东伯雪英的智慧很高 要说她也是自问很聪明的 也懂得汲取过去的教训 其实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可是东伯雪英的思维更为独特 效率明显要更高 就比如在年幼的时候 一般孩子去看那些传记小说故事 都只会记得许多超凡骑士的精彩故事 可是东伯雪英却发觉出 这些超凡骑士的成长规律 比如近九成都没进入过学院 比如传记小说中 知言骗语揭示 他们很多都极重视基础 所以才导致东伯雪英 对枪法基础的修行 也达到了变态的地步 此时在毁灭山脉内的一座高山山巅 东伯雪英和宗灵都蹲坐在那 俯瞰着远处 东伯雪英开口问了 宗叔 我们进入毁灭山脉也有十二天了 也搜索了十二天 一直都没找到弯刀蒙踪迹啊 弯刀蒙每次逃算进毁灭山脉 都是在这一带 根据多年来各地搜集来的消息 我们签订的范围应该是没错的 要说这次来毁灭山脉 主要就是猎杀弯刀蒙 弯刀蒙霍乱以水境内太久了 一次次出来作恶 一次次逃窜 也经常有人们看到 所以消息归纳起来 也能够知道弯刀蒙的大概地理位置 外面驻扎的营地也是有考究的 以外面驻扎的营地为源头 深入毁灭山脉五百里的范围 这就是东伯雪莹他们签订的范围 他们认定了弯刀蒙九成九 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弯刀蒙的这些亡命之徒经常进出 自然会有一条较为安全的老路 可这里终究是毁灭山脉 随时可能有魔兽 所以他们不可能深入太多 否则每次进出都要七八个时辰 他们步行的速度可赶不上我们 他们中有许多连骑士都不是 慢慢找一定能找到的 要说五百里范围看似不大 可自己两个人慢慢找 还是很艰难的 毕竟弯刀蒙选的老巢 肯定选的藏的是非常非常隐蔽 东伯雪莹他们俩 继续小心地寻找着 虽然偶尔也碰到魔兽 可是东伯雪莹爆发下的实力 能够短暂维持银月骑士机 枪法又如此厉害 所以都能够抵挡下 毕竟在外围的范围 一般很少有超过三阶的魔兽出现 而此时在阴暗的山林内 积雪万年不化 寒气弥漫 东伯雪莹和宗灵 悄然行走四处查探 寻找弯刀蒙的踪迹 啊 忽然东伯雪莹的耳朵动了动 啊 东叔 我们去那边教教 说着 他指向了远处的一处高地 宗灵和东伯雪莹 一起悄然走了过去 东叔问他 发现什么了 看了就知道了 东伯雪莹小心翼翼爬上了高地 宗灵也爬上了高地 二人冒个头朝前方远处看去 远处是一片大的湖泊 湖泊美丽如同巨大翡翠 而在湖泊旁正有着大量的雪白狼群 密密麻麻的狼们 三三两两或者低头饮水或者半躺在湖水旁草地上 一眼看去这狼群数量怕是得有两三百头之多 这些狼们体型可比黑林柴大多了 每一头都媲美飞双魔兽马骏 毛发雪白顺滑颇为漂亮 宗灵咽了咽喉咙 这脸色都有些发白 还有狼王 东伯雪莹看着最远处 也半躺在岸边的体型最为庞大的银月狼王 在他周围有着十余头明显体型较大的银月狼围绕在旁边 东伯雪莹咧着嘴露出了一丝苦笑 没想到还真让我碰到了银月狼王 走吧 没法打 一点希望都没有 东伯雪莹盯着他 是啊 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从体型就能够看得出来 银月狼作为三阶魔兽 体型比黑林柴可大太多了 银月狼的冲击力也是非常的强 一头银月狼体重就有八千斤 飞奔起来冲击力怕是得数万斤 何等之猛啊 东伯雪莹能够轻轻松松 一个长枪横扫四五头黑林柴 可是银月狼 东伯雪莹恐怕只能扫得动一头 而且他们有两三百头之多呀 便是三五个流星骑士都抵挡不住 而且还有最强的银月狼王呢 借助身法闪躲 尽量让自己每次面对的银月狼只有数头 不过有银月狼王统领指挥 事情不会我想的那么好 一旦出现波折 陷入狼群中 我头都逃不掉 走 东伯雪莹选择了放弃 他在毁灭山脉也有些日子了 很清楚这些魔兽的可怕之处 他现在去和整个银月狼群搏杀 成功希望不足一成 死亡可能性却有七八成之多 实在是不值得冒险 一转眼的功夫又过去了三天 东伯雪莹他们一直在辛苦寻找弯刀蒙的老巢 东伯雪莹咬着牙 这都半个月了五百里范围都大概找了两遍了 这弯刀蒙藏得真严实 他们也怕 也怕被发现老巢 雪莹 你的耐心还不够啊 我和你童书 你父亲母亲当年寻找一处宝藏的时候 找了足足三个多月呢 那找到了吗 没找到 没找到 东伯雪莹还以为宗书说这个是因为有大收获呢 怎么了 很奇怪吗 难道找宝藏就一定要找到吗 这世间的事情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不会如人心意的 东伯雪莹轻轻点了点头 她的心中则有所触动 世间之事十有八九不会尽如人意 虽然在许多方面 比如领地的一些财政 比如一些修行技巧等等 她都自问比宗书他们厉害得多 可是在一些人生道理上 还是欠缺得多的 二人继续不断地寻找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模糊的身影 灰蒙蒙的瘦小的四体异兽 正站在大树树干上 俯瞰着下方的东伯雪莹和宗灵 而东伯雪莹他们俩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刷的一下 四体野兽轻巧的一跃 巧无声息落在另外一株大树上 继续盯着东伯雪莹他们 这个动静即便是东伯雪莹六十敏锐 也没能察觉 她有着流线般的体型 大小和黑林柴相似 可是她的毛皮如同段子一般 并且还会让人形成幻觉 仿佛她的身体是虚影 这便是一头恐怖的猎杀者 五阶魔兽 阴影暴 要说这阴影暴是极为的恐怖 她行走在阴影中 悄无声息 当她露出獠牙的时候 一般就已经将目标杀死 是毁灭山脉中顶尖的猎杀者 像传说中的六阶魔兽 阴影暴王 更是能够身体完全融入在阴影当中 人们就算瞪大了眼睛 看都看不见 此时阴影暴悄无声息地逼紧 她小心地盯着那名黑衣少年 作为一名顶尖的猎杀者 她能够感觉得到 这名黑衣少年的威胁 要远超旁边的银发蛇人 只要一举杀死黑衣少年 那就很轻松了 阴影暴那灰暗的毛子中 陡然显现出杀机 同时她猛然窜出 一道灰色残影 有时候实在太快了 东伯雪英的极限速度 也无法和阴影暴的速度相比 这是让银乐级骑士们 都头疼的可怕速度 正在和宗叔并肩走着的 东伯雪英面色陡然大变 全身寒毛的竖起 心脏猛然收缩 啊 去死 东伯雪英来不及回头 猛然前窜 也来不及其他的防御动作了 只来得及手中的长枪 顺势往后一戳 长枪枪尾这一截 同样力大无穷 寻常四阶魔兽 恐怕都得被阻挡住 可是这次袭击来的 乃是擅长袭杀的 五阶魔兽阴影暴啊 阴影暴的力爪 拍击在东伯雪英 往后倒出的枪杆上 拍压下枪杆 并且借助反弹力 顺势在东伯雪英的背部 狠狠就是这么一抓 哇 一股恐怖冲击力冲击 在东伯雪英身体之内 让他情不自禁 往前飞跌出 在他的力爪拍击 在东伯雪英长枪枪杆上的同时 作为一名近乎枪法大师的高手 长枪枪杆自然顺势借力 长枪猛然转动 一百八十动 瞬间便抽打在半空中 闪躲不及的阴影暴的身体上 东伯雪英虽然身体在往前飞 可依旧强行扭身发力 这一长枪旋转 抽批的威力 也是极大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 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十五集 阴影暴啪击一下 跌落在地面上 可是柔软无骨的身体 瞬间泄力 并且倒退闪躲 而东伯雪英 整个人跌落向地面时 立即半空一个翻滚 跌落在地面上 手持长江怒视远处的阴影暴 他只感觉 背部疼痛 身体脏腹震动 一口鲜血 忍不住涌上嘴里 吐掉了嘴中的鲜血 东伯雪英的牙齿都是红的 他死死盯着那头 阴影暴 是阴影暴 踪灵震惊了 不过 一次次生死间的经验 让他迅速地后退 苏苏苏 他的蛇尾借力 含跳惊人 连续窜动三次 就已经逃到了远处大树的高处 可是阴影暴那灰暗的眸子 只是冰冷扫了一眼踪铭 便继续盯着东伯雪英 他根本没将那银法蛇人 放在眼里的 他可是以速度出名的五阶魔兽 要杀一个天阶骑士嘛 一招就足够了 而且以他的身体强横 就算站在那儿 任凭天阶骑士 劈砍刺杀 都伤不了他一丝 他完全无视了纵灵 几乎所有注意力 都在东伯雪英身上 这个人类黑衣少年 才是大威胁 在被他偷袭的情况之下 竟然还能够反攻的 纵书 楼远点 越远越好 雪英 要小心啊 阴影暴的速度非常快 远处的宗灵也知道 帮不上什么忙 远远地说了一句 便又立即迅速抱他 东伯雪英死死盯着阴影暴 咧嘴一笑 真没想到 第一次来毁灭山脉 竟然能碰到一头五戒魔兽 说着 左手将胸前的两条布条都扯开 咣当一下 背着的兵器箱顿时跌落在地 整个兵器箱 都已经被完全抓成破烂了 自己的外衣也被抓破 幸好啊 穿了护身那甲 否则那一爪就得重伤了 此时阴影暴发出低沉的声音 缓缓地绕着东伯雪英移动着 她这四体有着肉垫 步伐非常的轻 东伯雪英一直盯着她 一人一魔兽 彼此都盯着对方的眼睛 生死就在一切 阴影暴陡然动 她先是朝侧边一扑 可是刚扑出 便又在地面上一踩 瞬间变向 直接杀向了东伯雪英 给我死 东伯雪英手中的长腔腔间 宛如一条毒蛇 瞬间便已经到了阴影暴面前 阴影暴灰暗的毛子 一直盯着东伯雪英 她在冲出的同时 四体也几乎随着贴着地面 轻轻快如闪电的一点 便已经再度变向 避开了这锋利的枪间 一次次的扑击 一次次的变向 东伯雪英完全拼尽全力在防 阴影暴化作了鬼魅的幻影 围绕了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周围都是无数的枪间共影 还有飞雪神枪形成的雪 在飘头 太快了 太快了 不够 还是不够 东伯雪英感觉到自身的慢 虽然自己的枪法学的是悬兵枪法的一些技巧 以快著称 可是和阴影暴一比 还是差距很明显的 那阴影暴就仿佛闲庭散步一样围绕着自己 一次次的寻觅机会 这种快如幻影的移动变相 对阴影暴而言根本还不是极限 阴影暴的毛子一直都很平静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空气都扭曲了一下 阴影暴的速度陡然爆炸 猛然车杀向东伯雪英 就这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东伯雪英双眸泛红 身体周围隐隐有血红色气流出现 显然这一刻 东伯雪英将他的太古血脉完全爆发了 力量爆发 那长枪的枪尖旋转着 四扯开空气 划过一道扭曲的弧线 刺向阴影暴 阴影暴顿时大惊 这一枪的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 如果是在小心戒备中遇到这一枪 他能够很轻松地闪躲 可是此刻已经全力搏杀 已经到了东伯雪英近前 距离太近了 身体冲得太快 根本就没法躲呀 此时他发出了凶利的一声吼声 一双前爪同时扑打在长枪上 长枪旋转仿佛一条游动的大蛇 这一扑在长枪旋转之下 便卸去了大半的冲击力 依旧刺向阴影暴的腹部 阴影暴整个身体都仿佛没有骨头一般 扭曲百度 竭力地避开这可怕的一枪 然而长枪枪间擦着阴影暴的白色柔软腹部滑过 一道血很显现 阴影暴借着拍击长枪的力量 立即一飞冲片 直接飞到了一株大树的高处之岔上 他的腹部此时出现了一道约么两尺长的伤口 不过 这伤口已经强行合拢 有少许血迹低了 他那灰暗的眸子中 有着凶力疯狂死死盯着下方的东伯雪英 竟然没杀了你 真是命大 东伯雪英盯着上方的阴影暴 心中则有些不甘 自己关键时刻力量爆发 出乎对方意料 效果最好 现在这阴影暴有了防备 那也就麻烦了 而在上面的阴影暴此时也怒了 陡然下冲 笔直竖着 踏着大树往下飞奔 连续三窜之下 便踏着大地杀到东伯雪英面前 东伯雪英身体呢 隐约的血红色气流腾起 长枪的夺命一刺 被阴影暴 小心的躲避开来 滚 这一枪刺空 东伯雪英立即变刺 为横扫 长枪横扫 唯能天崩地裂 阴影暴也是露出了金色 这一抽打 如果真是抽中了 他不死也得中伤 他哪里知道啊 东伯雪英觉醒的太古血脉 就是力量血脉 此刻长枪横扫抽打起来 力量完全贯透 枪杆 才算完全发挥他的优点 阴影暴身体如水浪起伏 立爪轻轻在枪杆上点了一下 便借力避让开来 长枪横扫而过 抽打在旁边的一株大树上 大树猛然轰隆一声炸裂 整个从中而断 大树开始轰隆隆倒了下来 追我死 东伯雪英再次飞中而出 长枪或是刺或是劈或是枣 连绵不绝的攻击 不断的笼罩向阴影暴 阴影暴也是不断的后退闪躲 一时之间周围的山林却倒霉了 东伯雪英的长枪 就是两三个人核爆的巨石 都能砸得粉碎 完全刺透 这些树木们哪经得起他的摧残呢 一路厮杀 东伯雪英也发现 早就将棕树甩得远远的了 这也让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可他心中却很焦急 因为力量爆发之下 他看似疯狂进攻占据了一些优势 可是当他后退的时候 阴影暴却立即跟上 根本就不让他逃走 这阴影暴的速度太快了 他如果想要跟着 东伯雪英根本就甩不开他 怎么办 我的体力在不断消耗 支撑不了多久了 力量爆发之下 东伯雪英能够感觉到 自身体力的急剧消耗 当体力消耗殆尽 那就没命了 阴影暴是最有经验的猎手 时刻在寻找着机会 终于 东伯雪英体力的剧烈消耗 让他的攻击出现了破绽 阴影暴陡然闪电般冲出 一路眨眼 便到了东伯雪英的眼前 东伯雪英心中一颤 头皮发麻 不好 死亡危机来得如此突然 给我死 死 死 东伯雪英疯狂了 眼睛都红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动用全身的力量 竭力刺出手中长枪 这是最后的挣扎 就像一些野兽在死前都会疯狂挣扎一样 东伯雪英在面对突然降临的死亡危机 显然也激起了他的生命本能 全身力量都在涌动 周围时间都仿佛变慢 阴影暴的獠牙都清晰可见 周围战斗产生的风吹在脸上都那么的清晰 体内血液流动都好像河水奔腾 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肌肉筋骨的力量也都在传递 力量圆满 纯净如意 东伯雪英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生命的本能终于突破了那一层隔膜 血液的流动 筋骨的连接 肌肉力量的传递 一切都感受到了那么的美妙 在这一刹那 所有力量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无比的惊喜 没有一丝浪费 多余消耗 全身力量如水传递 从来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就没有如此美妙 长枪旋转着刺穿 速度却陡然暴涨 长枪向前瞬间 从惊恶中的阴影暴的胸口处刺入 从他的背部刺出 抓着长枪 看着那被刺穿的阴影暴还在扭动挣扎 鲜血不断流出 东伯雪英死死的盯着 那阴影暴也在盯着东伯雪英 只是此刻 那那灰暗毛子中 有的却是恐慌 惊怒 焦急 他强大的生命力 让他足足挣扎了近半分钟 血液都流了一地 这才终于没了生机 全身一松 东伯雪英 躺在了冰冷的积雪地面上 看着旁边 被穿在长枪上 依旧瞪着眼睛的阴影棒 是你死 我活 东伯雪英看着阴影暴的尸体 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而这个时候 踪灵从高处落下 看着仿佛被怪物破坏的 一片狼藉的山林 心中却满是担忧 雪英 你一定没事啊 你一定没事 踪灵循着这破坏的痕迹 迅速追踪过去 他焦急的心脏都在抽搐 该死的 为什么我到如今 都没有能成为流星骑士呢 如果我突破了 那今天我就能帮到雪英了 不会让雪英单独地 泄入那绝境当中了 他的生死好友 东伯烈 墨阳玉被抓走 主托过他 希望他照顾好两个孩子 看着雪英从哇哇 啼哭的婴孩 长到这么大 踪灵对雪英的感情 早就很深很深了 看着眼前 一片狼藉的山林 踪灵越来越慌 越来越焦急 一定不要出事 不要出事啊 踪灵高速前进 不断飞窜 一次飞窜 蛇尾拍击在旁边 一株大树树干上 一跃便是数十米 当踪灵在半空中 便已看到 在远处站着的 一道黑衣少年身影 当看到 黑衣少年身影的刹那 踪灵心中便是一松 才长舒了一口气 踪灵急忙赶来过去 雪英 总说 东伯雪英 正在将枪杆上的 阴影暴尸体 给弄了下来 踪灵看着那尸体 有些不敢相信 这可是以速度灵活 著称的可怕猎杀者呀 你 你杀了阴影暴 运气 真是运气 差一点 死的就是我了 这是他最接近 死亡的一次 虽然之前 也和魔兽厮杀过 那些魔兽的利爪 獠牙都擦着自己身体而过 也让自己感觉到 死亡的气息 可是 那都是遭到群攻 如果是一对一方面 自己一直是处于绝对优势 可是 这次阴影暴 虽然仅仅就一头 却是全方面压制了自己 刷的一下 东伯雪英伸出了左手 顿时 掌心出现了一个毛囊 毛囊内足足有十二根短毛 本来这毛囊 是放在储物吊队内的 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 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十六集 放下毛囊 拿起了阴影暴的尸体 还将它的尸体 稍微弯曲蜷缩了一下 随即 阴影暴尸体消失无踪 储物吊阵内的空间 几乎被塞满了 只有边角的一些地方 有一些空隙 东伯雪英背起了毛囊 抓起了飞雪神枪 东叔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雪星味 恐怕会吸引魔兽过来 也不必太过担心 阴影暴的气息 弥漫了周围 一般的魔兽 根本不敢靠近的 不过 经历了这一场大战 你是得好好歇息歇息了 踏上返程的道路 东伯雪英心情很好 虽然经历了一场最惊险的生死之战 可是一头阴影暴的价值 却是超过十万金币 阴影暴 那宛如段子般的毛皮 有隐藏之效 是珍贵的炼制材料 当然了 阴影暴的毛皮 更多是落到了豪蒙贵族手里 这是他们的最爱 穿上一件阴影暴毛皮 是又漂亮 又有面子 让多少人羡慕嫉妒 对雪英而言 管他干嘛 值钱就好了 毁灭山脉的营地之内 当东伯雪英他们俩 走了近两个时辰 砍回营地时 天已经黑了 吃了点晚饭 宗领也就休息了 而东伯雪英却没有 营地的火堆 一直都在燃烧着 驱散着寒冷 东伯雪英盘膝 坐在火堆旁边 飞雪枪 便平放在他的膝盖上 他闭着眼睛 静静盘坐着 火堆的光芒照耀在他脸上 夜很静 东伯雪英细心感受着 自己的身体 感受着全身每一处 筋骨肌肉 感受着体内心脏的膨胀收缩 血液如奔腾河流 有力地在流动 在之前生死一线刹那 他已经达到力量圆满如一的境界 此刻细心体会 巩固熟悉 急 忽然 东伯雪英起来了 手持飞雪枪 开始演练起来枪 人枪合一 仿佛化作了一条蛟龙 枪影闪烁 雪花飘飘 好枪 好枪 东伯雪英停了下来 看着手中的飞雪枪 满是喜色 人的眼睛有视觉暂流 如果枪法够快 人的眼睛就会同时看到好多杆枪 同时攻击过来 当然了 不同的人类的视觉暂流也不同 普通骑士 地阶骑士 天阶骑士 视觉暂流较为寻常 星辰级 视觉暂流就极为短暂了 而那超凡生命 视觉暂流就更加短暂 在这次来到毁灭山脉时 东伯雪英的枪法速度可以达到五枪劲 以星辰级强者的肉眼视觉暂流 是会看到足足五杆枪的 就算太古血脉力量爆发 它也就很勉强地接近七枪劲 而现在力量圆满如一 身体的每一丝力量都完美控制 即便不力量爆发 都能够轻松达到七枪劲 而飞雪枪 作为一件神兵 在枪法大师手里 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神奇之处 飞雪枪的枪杆内部 就仿佛人体的脉络一样 长枪和敌人的兵器碰撞 又或者长枪陡然收回 都会产生相反的力道 这些力道 一般的长枪内部会自然地消散 而飞雪神枪内部 却会完美传递这种力量 短时间都不会散掉 一般枪法高手 对于枪杆反正力道都不会在意 甚至会觉得碍事 可是作为一名枪法大师 却能够完美地利用这种力量 甚至顺着这股力量 进行更快地反击 力量圆满如一 我就达到了七枪镜 飞雪神枪 能完美利用一切力量 让枪威力更大 单纯速度更能达到八枪镜 一旦我在力量血脉爆发 那就是十枪镜 东伯雪鹰有些兴奋 阴影爆死得不远 当时东伯雪鹰最后拼命一击 枪法速度就达到了十枪镜的可怕层次 这是完全能够压制银乐骑士的可怕枪速 弱一些的银乐骑士 恐怕挡不住几枪就会被一枪毙灭 这还不是我的极限 我的枪法速度还可以更快 随即 东伯雪鹰开始修炼起了 他父亲留给他的那本超凡生命枪术 悬兵枪法 一名强大的超凡骑士的绝学 达到了枪法大师 才可以入门学会第一层 体内斗技运转辅助身体力量的发挥 长枪旋转犹如大蟒蛇 长枪刺出时 旋转弧度更加惊人 收回时要旋转旋转方向收回 这一次一收 强大的旋转逆旋转 会让枪杆内部暗藏旋转力量 如此强的力量 一般的枪法高手甚至会觉得手掌一麻 枪杆脱手而出 可是 悬兵枪法就是要利用这样的力量 不对 发力不对 旋转力道不够纯 东北雪莹一次次演练枪术 呼啦 呼啦 在营地的夜晚 那一阵阵仿佛呼啸的声音 让那些守夜的士兵们都感到头皮发麻 他们看着火堆旁演练枪法的自家少年领主 不由得越加敬畏 这领主就是了不起啊 太了不起了 是啊 来了毁灭山脉了 夜里还这么疯狂练枪 难怪这么厉害了 临走八岁的时候就很风魔呢 我是吃不了这苦头咯 旁边那些士兵们在悄然议论着 而东北雪莹一次次练习着悬兵枪法第一层的诸多技巧 虽然悬兵骑士古元汉前辈描述得非常仔细了 可是学起来还是很难的 幸亏东北雪莹作为一名枪法大师 对力量控制非常的精细 才有希望学会 这夜很快地过去了 天出现蒙蒙亮光 长枪一出 如同瞬间出动的旋转游动的大网蛇 空气中的声音都很短 不是平常的呼呼声 而是短暂的撕的一声 收回时 整个枪杆旋转都产生肉眼可见的弧度 而后极快地再度刺出 东北雪莹露出了喜色 它身体周围忽然隐约的血红色气流出现 力量完全爆发 尽情施展着可怕的枪术 那枪杆周围的雪花在飘 而一道道枪间形成的枪花 也仿佛雪花般停留在半空当中 足足十二朵枪的雪花停留在半空 而后啸散 这已经赫然达到了可怕的十二枪技 玄冰枪法第一层飘雪 这招绝技 对枪法速度显然是有很大的增幅 玄冰骑士古元寒的枪法 本就是以快铸成 后面的第二层第三层还要更快 却也更加的难 十二枪技 玄冰枪法第一层飘雪 终于练成了 要说在成为枪法大师 玄冰枪法入门之后 东伯雪英的实力也有了惊人的提升 寒霜布满了大地 地面都冻得很硬很硬 安阳行省毕竟在整个大陆的最北方 在冬天就更加寒冷了 宗灵和东伯雪英并肩闲走着 你今天不进毁灭山脉啊 是因为猎杀了阴影暴准备回去了吗 不是 阴影暴的尸体价值超过十万金币 东伯雪英这次来毁灭山脉最根本的目的 给弟弟赚学费 已经完成了 和暗影暴的一战 我的枪法有了些突破 之前我修行了一夜 未曾歇歇 我准备练练枪法 等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 明天精力十足 再进毁灭山脉 将那银月狼群给灭掉 灭掉银月狼群 你有把握吗 要说在突破之前 东伯雪英自己面对 整个银月狼群成功的希望不足一成 死亡可能性极大 可是现在呢 枪法进步太大了 即便力量血脉不爆发 都能达到十枪镜的境界 而之前呢 仅仅是五枪镜 嗯 有把握 有足够把握就好 这是质的提升 宗灵心中快慰 看着雪英在变强 他也十分开心啊 第二天 中午十分 毁灭山脉的一片 阴暗山林中 各处的狼吼声此起彼估 或是惊恐 或是愤怒 一头头银月狼的尸体 躺在各处 而体型庞大的银月狼王 站在一块巨石身上 正在发出怒吼 大批大批的银月狼 正涌向了一名黑衣少年 杀 黑衣少年在前进 雪花飘飘 腔影冰寒 每一次闪烁 都有一头银月狼倒下 进阶都是被刺穿喉咙 头颅等要害处 这枪法太快了 任凭这些银月狼群们疯狂围攻 都无法攻破东博雪莹的枪法圈 敢靠近的 一律都是死 这一会儿银月狼群乃是周围一带的霸主 其他魔兽们都不敢招惹他们 便是人类军队早当时 碰到银月狼群也会死伤极多 因为银月狼群们体型大 冲击力强 又旱不畏死 相当于足足两三百名天津骑士同时围攻 的确算是噩梦 可是现在 东博雪莹成了这些银月狼的噩梦 死吧 死吧 东博雪莹杀这些银月狼 没有丝毫留情 魔兽就是整个人类的敌人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军队 要来一次次扫荡的缘故 魔兽们一次次屠戮人类诚实 在人类偏弱的时候 可是经常发生的 此时那银月狼王 等不住 终于冲了出来 冲向了东博雪莹 来得好 东博雪莹的眼睛一亮 给我滚开 只见 他手中长相仿佛一条灵活的蛟龙 抽打在两边 两边那些银月狼们 都被抽打得或是盗飞 或是跌倒在一旁 作为一名枪法大师 对枪法力量的控制太精细了 菠草寻蛇 长枪抽打尖 银月狼们 仿佛草一样 朝两侧让 东博雪莹则是直奔向银月狼王 那一头银月狼王大惊 他本来是要和麾下们一同围攻的 面对这人类少年冲来的气势 他感到一丝惊慌 甚至想要掉头就逃 可是 已然来不及了 只见那长枪呼啸着旋转着次来 银月狼王立即竭力跃起 闪躲开这一枪 长枪从银月狼王身体的下方刺了一个空 起来吧 接着只见到东博雪莹陡然发力 那长枪从怒刺变成奋力上挑 直接抽打在上方的银月狼王身体之上 低沉的一声声音 银月狼王的腹部被狠狠抽中 他发出了凄厉的一声哀嚎 口鼻都有鲜血渗出 他身体翻滚着朝一旁跌落 快如闪电的一枪 追着瞬间刺入了银月狼王的喉咙中 从毛发中刺了进去 将体型庞大的狼王完全扎在了地面上 狼王身躯在无力挣扎 周围参与的百鱼头银月狼们 则有些惊慌的后腿 这个黑衣人类少年太可怕了 这些银月狼们发出了惊慌的叫声 迅速的掉头四散逃跑了 而此时棕灵也现身了 漂亮雪莹 没想到你面对整个银月狼群 都能这么轻松啊 我的枪法很适合应对围攻 赶紧解剖采集资料 这儿的血腥味这么大 虽然周围都是银月狼群的领地 可时间久了 就会有其他魔兽来了 解剖的事情交给我了 我逼你熟练 这棕灵瞬间抽出了六柄刀 六条手臂挥舞之下 银月狼王的尸体迅速被解剖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十七集 这是银月心脏 啊 只见东博雪英立即用一个铁盒存放好 收进了储物吊坠内 储物吊坠因为存放了阴影暴的尸体 剩下的空间很小 可放下了004岁的小东西 还是能做到的 采摘了一些珍贵材料之后 便又将整个银月狼王的毛皮 都给剥了下来 可惜了 银月狼王的魔兽肉 也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只能是这么浪费了 嗯 我们走吧 好 这银月狼王的魔兽肉 近两万斤 体型这么大 怎么扛啊 就算扛着这么重 怎么走路呢 而且血腥味肯定会吸引更多魔兽的 宗灵将银月狼王的毛皮折叠了一下 用布袋捆绑起来 比一人都要高 可这毛皮就得有近两千斤重吧 我来背吧 东伯雪鹰的力量大 不在乎这两千斤 只见他背起了折叠后的巨大银月狼王毛皮 狼王的头颅垂落在一旁 通体雪白的狼王毛皮 的确是很漂亮 色泽更为亮丽 雪白程度都比寻常的银月狼高上一截 这是许多贵族们喜欢的服饰材料 用来铺在床上 地面上都是很霸气的 挂在墙上也是很有底蕴的收藏品 不算其他材料 单单这银月狼王的毛皮 就值大概五万金币 就自然得背回去了 走 回家 我们回家 棕灵也很开心 要说这次来毁灭山脉的收获 是真的很大呀 弯刀蒙 他们的老巢是非常的隐蔽的 是在一座大山的山幅内部 距离山外边 其实仅仅就两百多里 此时两名汉匪 正在老巢旁边的一座山头的山巅 躲在野草丛内 一边警戒光看动静 一边闲聊着 哎 一直 听说罗家这次没肯交钱 罗家说了 只肯交一半 否则就与死往复 我看哪 那罗家是不是被压榨狠了 快没钱了 日他仙人 首领说了 一个铜币都不能少 干不交 下次就去这罗家的领地上狠狠杀一场 灭掉几个村子 这罗家就知道怕了 这些该死的贵族 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快看 有人 竟然真有人敢进入毁灭山脉 负责警戒的这两名汉匪都吃了一惊 在老巢周围负责警戒的有十几名汉匪 可其实主要是担心魔兽过来 至于人类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类杀到他们老巢这了 至于人类军队早当吗 他们在军队内就有一些朋友 一旦军队要有大动静 他们早就出山 在山外边先待着了 快看 那不是六臂魔蛇吗 哦 那毒尔汉匪立即认出来了 这六臂蛇魔可是和自家首领交过手没死的高手啊 血英灵的六臂魔蛇棕灵 旁边的少年 背着的毛皮好漂亮啊 比我们见过的一般的银月狼毛皮要漂亮得多 而且那毛皮那么大 应该是银月狼王的吧 两名汉匪相视一眼 银月狼王那毛皮啊 那可是价值差不多五万金币啊 像血英灵整个领地卖掉 也就大概这个价 这么漂亮的雪白狼皮 这么的白 这么的大 这么的有光泽 一定是银月狼王 一定是 一者 快 你快去禀告首领 我在这盯着 两名汉匪都激动了 都要流口水了 这绝对是大生意啊 不过到底抢不抢着银月狼王的毛皮呢 还要首领他们来做决定 山腹老巢内 地面铺得很平整 盗匪按照地位高低 也都有不同的住处 哎哟 老爷 来 尝一个嘛 老爷 这是我的吗 我这个好吃呢 此时 有五名妖娆的女子 正围着一名 坦胸漏乳的粗毛大汉 拿着各种水果服侍着 这名大汉 便是整个弯刀萌的首领 也是整个以水城 最强大的一名盗匪 弯刀 盖滨 这些被掳掠来的可怜女子们 都很怕着盗匪首领 因为稍微惹得这首领不高兴 首领就会将他们折磨至死 恐惧让他们挖空了心思奉承着 日他老母的 当年每天大吃大喝 各种美女拨这些数 现在只能归缩在这大山里 每天在旁边的都是这些胭脂酥粉 盖滨的三角眼满是煞气 自从被通缉 成了盗匪之后 他的心底就一直憋着怒气 这日子也太不爽了 正常人谁愿意躲藏到危险的毁灭山脉的 连吃喝都要从外边运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碰到魔兽呢 鲁掠来的女子只能将就着 哪里比得上过去作为流行骑士 在城内被各种奉承 无数美女任凭挑选呢 不行 必须得花钱 想办法让帝国撤销了那份通缉 那斯家 费口也太大了 最低得二十万金币才肯撤销通缉 该死 这盖滨口中的斯家 是整个清和郡 都几乎一手遮天的家族 撤销一份通缉 斯家完全能打点的方方面面 能够做得到 再拼上十年 应该能凑齐 到时候老子又自由了 要说盖滨太渴望了 只有真正被通缉之后 才明白自由的可贵 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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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个屁啊 盖滨大怒猛的起身 旁边的妖娆女子们个个吓得朝旁边闪开 盖滨大怒往外边走 外边叫声响着 显然外边的人也明白 打扰了首领的结果 首领 喜事 是喜事啊 哦 喜事 推门而出的盖滨 阴冷的眸子 看着面前的手下汉匪 平常凶悍的匪徒 在流星级的盖滨面前 那就跟孙子一样 什么喜事 是银月狼王的毛皮 二首领他们都在等着你呢 银月狼王毛皮 盖滨也是一惊 连忙迅速往议事厅赶去 议事大厅 这盖滨坐在主位 旁边坐着其他一个个首领 其他的首领呢 都是天阶高手 整个弯刀盟作为 以水城境内最大的盗匪势力 自然吸引了一些强大的 亡命之徒加盟 坐在盖滨旁边的一名 灰宝老者说道 一只耳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奉命在外探查戒备 谁想看到了两名人类 其中一个就是血英岭的六臂魔蛇宗灵 还有一个则是一名持着长枪的黑衣少年 那少年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吧 黑衣少年正背着巨大的银月狼王的毛皮 盖滨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 哼 整个以水城 用枪的厉害少年 还和宗灵有关系的 哼 恐怕就是那炼枪快入魔的血英岭 少年灵主吧 枪魔东伯雪英 我也听过他的名字 之前没将他当回事 脸强入魔不代表真的多厉害 可现在竟然敢进入毁灭山脉 还弄到了银月狼王的毛皮 恐怕实力真的不可小气 大哥 想不想 能弄到银月狼王毛皮 难道宗灵已经突破到流星级了 很可能 宗灵很早就是天界 如今卡入流星级 非常有可能 他又是蛇人族王族 柳臂蛇魔 六兵都疯狂进攻下 狼群恐怕也被其蹂躏 再配合一些专门准备的陷阱之类的 一局捕捉 再杀银月狼王 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要说东坡血鹰擅长应对群攻 可是有尾巴 有六条手臂的宗灵 如果成为流星级 也将非常擅长应对群攻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傻乎乎的光头匪兔吼的 那血鹰岭的少林主 会不会也是流星级啊 啊 这怎么可能 他才多大 就算七八岁能到骑士 现在顶天了也就能到天界骑士吧 立即有其他匪徒反驳了 光头匪徒摸了摸脑泪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是我想差了 宗灵很可能成为了流星骑士 至于那个少年领主 应该是天界 即便成了流星骑士 两个流星骑士而已 我们这么多人 这又是我们的地盘 也有希望灭掉他们 交给我吧 好 那我们就杀了他们 抢了那银月狼王的薄皮 哼 那位少年领主既然是领主 说不定身上还带着些之前的宝贝 抢 对 抢啊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随后 一时大厅内各种兴奋嚎叫 李之尔 他们现在在哪 他们还在老远呢 正在朝山外走 肯定要经过前面的峡谷 很好 就在前面的峡谷 设下埋伏 老二 怎么安排 就交给你了 盖宾看向旁边的灰袍老者 灰袍老者轻轻点了点头 这灰袍老者乃是一名天阶法师 整个道北当中的地位仅次于他 这名天阶法师也是因为暗中抓了大量的人类进行实验 被发现了 而后被通缉 此时在深山当中 东伯雪英背着银月狼王的毛皮和宗书一道并肩走着 他们俩还是时刻注意着周围动静 不过 以东伯雪英如今的实力 五街魔兽都威胁不了的 这个时候 走在一座宽广的大峡谷中 东伯雪英的眉头忽然一皱 东叔 停下 气息 不太对 此时 东伯雪英看着前方 自从成为枪法大师之后 她的枪法境界逐渐神而明知 开始对天地自然有所感应 之前一路走来 周围的气息都是自然的气息 可是前方的大峡谷中 却让东伯雪英感觉到了一些煞气 掩藏在其中 和自然气息很不协调 可能有埋伏 我们转头 看他们羡不羡身 好 正当东伯雪英宗灵二人 立即转身返回时 此时 只听到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峡谷中回荡 六臂蛇魔宗灵 既然来了我这儿 就别走了 兄弟们 都羡身吧 已经被发现了 随后 东伯雪英和宗灵立即看到了 就在峡谷两侧周围山壁的诸多地方 隐藏着一波又一波的盗匪 一眼看去 密密麻麻 怕是有近千名 所有盗匪都盯着东伯雪英二人 仿佛看着小绵羊一般 而峡谷前方更有一群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名腰间有双刀的兄弟男子 旁边还有其他一众手下 宗灵眼中寒光一闪 可别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舰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雪英灵主第十八集 宗灵啊宗灵 真是地狱无门 你自己闯进来 就算你突破成为流星骑士 可来到我的地盘 你必死无疑 你如果躲在雪英灵 还真没办法 竟然主动过来 嘿不是自己找死吗 我会让你如愿的 哦还有那细皮嫩肉的小领主 嘿嘿放心吧 我会让你死得很快的 一点都不痛苦 这个时候盖编率领一群手下走来 而峡谷两侧山壁上大量的盗匪们 也都在虎视眈眈 我们快走 嗯 松伯雪英和宗灵毫不犹豫是转头就逃 逃 嘿给我追 该死的 他们怎么就发现我们了 如果他们再往前走一段 就刚好进入我们布置的陷阱了 其他盗匪们也是又气又怒 他们没有想到六臂蛇魔宗灵和那少年领主 竟然老远就发现他们了 他们对于自身隐匿的本领 还是很自信的 否则在这毁灭山脉也活不到今天了 这个时候断斌咬牙怒吼 给我追 是 东伯雪英和宗灵故意逃跑 惹得盗匪们都在追 特别是两侧山壁上的一些盗匪们都拿出一些奇异的大弩 超过十张猎王弩朝东伯雪英他们射了 射出来的球体在半空中就 化作了一张巨大的猎王 猎王笼罩向东伯雪英他们俩 躲开 而东伯雪英和宗灵都迅速奔跑闪躲 就算是实力再厉害 一旦被猎王纠缠住 那可就麻烦大了 这也是他们俩故意逃窜的缘故 幸亏没有进入埋伏圈 彼此距离远 那一张张猎王 以东伯雪英和宗灵的实力 都能够轻易地躲避开了 太灵活了 没能拦住他们呀 这足足十二张猎王都落了空 但后边追的盖冰等人气得是牙根直痒痒 又跑了一会儿 宗灵在旁边点了点头 东伯雪英停下转身 放下了身上背着的银月狼王毛皮 后面追着的盖冰等一大群汉匪正在逼近 东伯雪英将手中的飞雪神枪 插在一旁的泥地上 朝这些追杀来的盗匪们咧嘴一笑 盖冰 六年前你杀入我雪英里 屠戮超过五百平民 而整个衣水境内 因为你万刀蒙而死的人们 更不知道有多少 今天就是你们该还债的时候了 东伯雪英说话的时候 盖冰他们还在迅速靠近 在盖冰身后的那灰袍老者 却有些戒备的拿着一根法杖 开始轻声念起了咒语 东伯雪英一直在注意着这群盗匪 注意力更是大半在那灰袍老者身上 他早就知道 弯刀蒙中有一名天阶法师 任凭一名法师释放法术 是很愚蠢的行为 东伯雪英瞬间 双手从背后的毛囊中 拔出两根短毛 对 还债 无数人的血脉 去 去 那身体有着淡淡的血红色气流出血 东伯雪英几乎闪电般的 右手接连甩出两根短毛 右手是她练习短毛的常用手 为了确保成功 更是在一瞬间 力量血脉都完全爆发了 两根短毛一前一后 撕裂开了空气 带着可怕的锐笑声 几乎瞬间就划过双方过百米的距离 到了那灰炮牢者面前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那短毛快的 让所有匪徒们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小心 盖斌大惊地瞬间出刀 一道弯刀亮起 挡在那灰炮牢者面前 砰的一声 盖斌只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力量传递过来 他的手臂都是一阵巨痛 那稍微受到影响的短毛略微变响 射到了旁边另一处的盗匪身上 只见到 接连贯穿了三名盗匪的躯体 在身上刺出了一个个巨大的血窟窿 而那灰炮牢者 眼中满是惊恐不甘之色 虽然第一根短毛被大首领帮忙挡开了 可是第二根短毛又到了面前 他的身体表面立即浮现了一层黑色雾气 可是东坡雪鹰力量爆发之下 已经媲美一名银乐骑士的力量了 这可怕的短毛抛射下 那一层黑暗守护雾气根本就阻拦不了 短毛瞬间就贯穿了他的胸膛 雾气消散 灰炮牢者瞪大的眼睛 胸口却有着足足顽口大的血裤 天结法师 自此毕命 神渣们都给我去死吧 东坡雪鹰对于这些满手血腥的盗匪们是毫无怜悯 迅速取出毛囊内的短毛 力量血脉爆发之下 可怕的力量通过手臂灌输到短毛上 作为一名力量圆满如衣的大师 身体的力量完美的控制 让短毛的威能发挥到最大 每一根短毛都带着恐怖的速度 贯穿虚空 贯穿像那些匪盗们 峡谷两侧都是山壁 这些盗匪们想要躲都没地方躲 噗的一声 一名光头大汉持着盾牌竭力抵挡 可是一声巨响 盾牌整个碎裂 短毛撕裂了他的身体 还将身后的一名盗匪身体给穿透 空气被压迫撕裂 一杆杆短毛仿佛死神的邀请 这一大群盗匪们瞬间就恐惧崩溃 因为峡谷就这么困 近千名盗匪都在追杀 层层叠叠站在那 现在短毛射过来 简直是一射就是一大串啊 跟烤肉串似的 可是被穿透了 那就命都没了 谁不怕呢 怎么会这么强 怎么会 怎么会 那首领盖宾手持弯刀竭力抵挡 连续两杆射向他的短毛 他都拼了命 才搁挡 隔开的短毛 依旧将旁边的其他盗匪杀了不少 盖宾盯盯着那个 接连射出短毛的黑衣少年 原来最可怕的 不是六笔蛇魔宗领 而是这个少年领主 盖宾仅仅遭到两根短毛攻击 没能杀得了的 东坡雪英就暂时放弃了 而其他的天街骑士 以及其他诸多盗匪们 则是遭到了图路 有的短毛标射之下 层层叠叠贯穿了六七名盗匪的身体 主要是他们太密集了 死亡的威胁 让时间显得很漫长 而是实际上 一共也就十二根短毛 以东坡雪英抛射出短毛的速度 很快就已经射完了 短毛抛射停下了 这些盗匪们还有些惊魂未定 他们有些茫然的看着四周 二首领死了 三首领死了 四首领死了 除了首领盖宾之外 其他的厉害高手都死光了 一个天阶都没了 地阶骑士盗匪都死掉了大半 主要是这些精英们都是跟随着盖宾的 在遭到短毛攻击时 这些天阶骑士地阶骑士是最先遭到攻击的 也是死得最多最惨的 此时其他盗匪们都看向了盖宾 盖宾咬着牙 牙齿都有血迹渗透中 他盯着远处的黑衣少年 他没有想到仅仅一轮短毛抛射 他的弯刀萌的骨干就死了个干净 东伯雪鹰 我来毁灭山脉 就是要铲除掉你们弯刀萌 远处的黑衣少年 原本腾绕的淡淡血红色气流消散 力量血脉爆发还是很耗费体力的 随即他拿起了旁边插在地上的长枪 东伯雪鹰化作残影飞奔而来 那些盗匪们个个感到了吃惊 好快 和我一起杀了他 杀 这个时候盖宾发出了疯狂咆哮 体表更是出现了一层起伏不定的黑色护体斗鸡 他双手各持着一柄弯刀 也飞奔化作残影杀了过去 那些匪徒们也开始跟随着自家首领 有的拿出弓箭 有的准备暗器都迅速靠近过去 他们本就是刀口舔血 他们之前只是被非射的短毛给吓住 如果只是近身战 他们近千个人还会怕他一个吗 而且还有首领盖宾在最前面的 给我死 要说这盖宾早就达到流星级的巅峰 经验是何等老道 他不乏鬼魅 当逼近东伯雪鹰的瞬间 便划过一道弧线 想要从侧面切近 欲要近身 长枪是长兵器 一旦被完全近身 盖宾获胜的把握就大了好几倍 而东伯雪鹰一声冷哼 手中长枪陡然如箭尸射出 当当当 快如闪电的枪影笼罩而来 雪花飘飘 这枪法正是悬兵枪法第一层 飘雪 快呀 而且旋转幅度极大的枪法 让盖宾有些措手不及 他本就是擅长快 此刻东伯雪鹰的枪法更加快 盖宾几乎是本能的接连挥动手中双刀 接连挡住了五枪 身体情不自禁后退 实在是每一枪 都让他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似乎随时可能防不住 面对这样可怕的枪术 都来不及思考 完全是在凭借着本能在防 连续施展五枪之后 东伯雪鹰腰腹发力 长枪瞬间横走 盖宾立即双刀拦截在身前 挡在长枪枪杆上 枪杆和双刀碰触的一刹那 一股可怕的冲击力 透过双刀传递到盖宾身体 盖宾不由的色变 身体不受控制就倒飞了起来 仿佛沙包一样撞击在旁边的山壁上 一口鲜血就直接从口中喷出 他依旧双手拿着弯道 可是身体和山壁撞击时 眼貌金星时 只感觉一道寒光扑面而来 只见到一杆长枪 直接从喉咙刺入直刺到背后的山壁之内 这一杆长枪如同闪电 直接从盖宾的喉咙刺入 一直刺入到背后的山壁之内 将盖宾整个人都钉在山壁上 角度里地面有近半米高 盖宾瞪大着眼睛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看着眼前这名冷酷的黑衣少年 他没想到啊 他盖宾纵横多年 竟然会死在一个少年手上 只见到大口大口的鲜血 从他口中溢出 渐渐的 他的眼神完全暗淡 自此以水城第一盗匪 弯刀盖宾 就此毕命 杀人者 东伯雪英 那些追过来 想要和首领一起围杀 东伯雪英的盗匪们 个个惊呆了 他们的首领 就这么死了吗 这才交手几招啊 死得也太快了吧 而东伯雪英瞬间拔出了长枪 目光转向这些满手血腥的汉匪们 快逃啊 逃 此时所有盗匪都恐惧了 他们中连一个天洁骑士都没有 就算是首领盖宾 一个人都能屠戮他们 更别说 这个少年领主 比盖宾更强大 啥子 还想逃 只见东伯雪英 瞬间冲向了这些盗匪们 雪花飘飘 鲜血飞剑 就向盗匪们 肆意屠戮那些普通平民 现在 这些盗匪们在东伯雪英面前 同样是脆弱不堪 仅剩下的三个地阶骑士 几乎两个呼吸的事件 便被分别杀死 而大批大批的盗匪 尸体抛飞 随后倒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十九集 怪党 怪党 此时所有的盗匪是完全崩溃了 这差距太大了 那一杆长强的力量雄浑 擦一下便要丢掉小命了 没有一个盗匪能在东伯雪英面前撑得住一招 死 而对弯刀蒙的这些汉匪 东伯雪英没有丝毫留情 杀的这些盗匪们惊恐的四散着逃跑 东伯雪英知道 他终究只是一个人 盗匪们四散逃跑 他不可能杀光每一个 为了除掉这以水城的毒瘤 东伯雪英首先盯着这些实力强 将那些骑士级的也都进阶除掉 仅仅片刻 盗匪们完全四散逃了 地面上留下了两百多具尸体 整个弯刀蒙的首领 天阶骑士 地阶高手 真正的骨干 一个不留 弯刀蒙就此悲秘 那些喽喽们 恐怕一些山村自己的护卫队 就能够抵挡住了 还有五名盗匪被宗灵逼迫在山壁角落 都不敢动 因为动的都死了 饶命 饶命啊 雪英 痛快呀痛快 弯刀蒙这么大个毒瘤 就这么被除掉了 葛斌以及一些高手尸体我都搜过了 搜到了不少宝贝 特别是葛斌的身上 竟然还有一件储物宝贝 好 东伯雪英有些惊讶 竟然有储物宝物 这个大盗 果然身家不菲 那 宗灵递过了一个包裹 包裹上都是一些帝国银号发行的一些金票 显然作为盗匪们 活一天算一天 宝贝一般都是随身藏着的 其中还有一枚戒指 东伯雪英拿到那枚戒指之后 立即有所感应 斗气沿着手指直接渗透进入 将整个戒指内部都冲刷了一个遍 顿时 戒指就和东伯雪英的精神生出感应了 骑士法师们都可以用斗气 法力来进行炼化储物宝物 如果是普通人 则需要法师们帮忙 以鲜血帮忙炼化 好家伙 这么多金票 一炼化 东伯雪英就吃了一惊 里边零零碎碎放着些不少宝贝 主要是金票 金币 以及兵器等一些杂物 不过 整个储物空间仅仅有两尺范围 比母亲留给自己的储物掉准 要小得多 东伯雪英的精神 能够清晰感应到储物空间内的一些物品 金票 总价值八万五千金币 还有一些零碎宝物 凑凑也有九万金币 其他的天洁法师 骑士 盗匪的财物 全部加起来 也有两万多金币 当盗匪 还真够负担 你们五个 东伯雪英看向那五名恐惧的盗匪 在前面带路 去你们的老巢 带路对了 饶你等性命 带路错了 都得死 是是是 林叔叔 当时放心 我们一定带路 我们一定带路 五个汉匪立即应命 汉匪们在前面忐忑带路 东伯雪英和宗灵跟在后面 东伯雪英将储物戒指递给了宗叔 宗叔 给 宗灵一见连忙拒绝 这怎么行呢 弯刀蒙是你除掉的 这些都应该归你 母亲早就将储物吊坠给我了 我 无需这个 可你也能留给青石啊 青石将来要成为法师的 一名法师 还是需要储物保护的 东伯雪英摇了摇头 还早得很 青石跟他老师学习 最起码几年时间 才会成为真正的法师 那时候 我会送给青石一个更好的 宗叔 你可别忘了 这次我们的收获可是很大的 是啊 这次有阴影报 还有银月狼王 价值就十几万金币了 再加上灭掉弯刀蒙 也得到了过十万金币 的确是狠狠的大赚一笔了 宗灵也就不再多说 接过了储物戒指 轻易炼化 好吧 这储物戒指内的金票和金币 竟然有这么多 光这金票就值五万金币了 雪英灵还有各种开销 这五万金币 总数你这边先拿着用着 等不够用了 再说 这次回去 我还会找机会 慢慢卖掉银月狼王皮 和暗影爆尸体 阴影爆的尸体 是放在储物空间内的 储物空间 没有空气 绝对真空 对保存物品 是极为有利的 宗灵思索着微微点了点头 这雪英的实力还会继续提升 雪英领的开支自然也会逐渐提升 就这样 他们走了没多久 林主大人 前面就要到了 嗯 那五名汉匪都无比恭敬乖巧 其中一名瘦小的汉匪接连说的 林主大人 我们的老巢就在山府内 平常人就是走到山面前都看不出来 进山府的通道非常的隐蔽 前面带路 是 东伯雪英手持长枪随时警惕着 五名汉匪非常熟练的前进 可是东伯雪英却隐隐隐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威胁 仿佛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正潜伏在前方的打山内部 自从达到枪法大师境界 神而明知 对天地自然的感应也越加神奇 比如一般能够提前发现魔兽 连盗匪的埋伏也能够提前发现 宗书 风伯雪英感到心静 陡然停下伸手拦住了宗书 他看着眼前这座大山 山壁上也长着胎痫 怎么回事 没感觉到什么气息 就是压抑不住恐惧 雪英 怎么了 不太对劲 我感觉很不好 快走 赶紧走 宗灵没有丝毫怀疑 嗖嗖 两个人立即转身迅速离去 这五名汉匪转头的时候都发现 原本跟在后面的东伯雪英二人 已经消失不见了 灵 灵州大人 这近山腹的通道很隐蔽 藏在这乱石后面的 灵 咦 人呢 走了 那雪英领的少年灵主已经走了 这几个门都蒙烦了 赶紧找他宝贝逃进去吧 要说这些汉匪也是滑头的狠的 个个迅速进入老巢 这座屹立在这无尽岁月的大山的山壁之上 此时浮现了一张巨大的脸 岩石形成的眉毛眼睛和嘴巴 带着高高在上的气息 他的双眸摇摇看着远处已经到了极里外的东伯雪英和棕灵 巨大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疑惑的表情 竟然能发现我的存在 一个少年就这么厉害 背后或许就有人类中的强者 得换一个地方居然是人类了 山壁上的巨大面孔很快消失了 而山壁也恢复平常 轰的一下 在地底深处 一个庞然大物悄然离开了这里 转移向了其他地方 毁灭山脉外面 驻扎的营地 东伯雪英和棕灵 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毁灭山脉 来到了营地 东伯雪英转头看了看后面 依旧有些心境 啊 终于出来了 这棕灵虽然相信雪英 可依旧觉得一头雾水 雪英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一种感觉 如果在那继续待下去 随时可能丢了性命 弯刀蒙老巢 在那山腹那么多年 不也是好好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管这些了 总说 我们现在已经大功告成 该回家了 嗯 该回家了 二者并肩 走向营地 营地内 驻扎着雪英岭的 一支百人士兵队伍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 纵林大人 领地内一些 寻守的士兵 个个恭敬喊道 很快 这支百人队伍的队长 阳城队长 来迎接了 阳城队长迎接的时候 惊讶地说道 哎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平时都要到天黑呢 现在离天黑可早得很呢 东伯雪英一笑 并没有说话 今天一大早 进入毁灭山脉 杀银月狼群 杀了狼王之后就返城了 只是途中 因为弯刀蒙稍微耽搁了一下 离天黑的确还有一两个时辰的 阳城队长 我和宗书准备现在就出发 赶回雪英里 而你们就继续住这 等到明天白天再赶回去 回雪英领啊 那杨城队长露出喜色 天天在野营 这天寒地冻的 哪里赶得上在城堡内舒服啊 宗灵在旁边接话了 对 我和领主先回去 你可要把士兵们带好啊 放心吧 宗灵大人 很快的 东伯雪英和宗灵就分别骑着一匹飞双马鞠 开始朝雪英领赶去 飞双魔兽马鞠奔跑耐力负重都非常好 虽然银月狼王毛皮有近两千斤重 一路上飞双马还是保持较快的速度前进 如果坐下的马鞠有些累了 东伯雪英就和宗灵换一下马匹 让马鞠能够歇息一下 天已经黑了 在压得很平 动得很硬的马路上 两匹飞双马鞠 化作了两阵风 高速在飞奔前进 东伯雪英摇摇看到远处的一座巍峨高山 正是以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命名的雪石山 此时宗灵露出了笑容 前面就到了 哎呀 终于回来了 现在这时候 青石应该要吃晚饭了 东伯雪英心情愉悦 这一次去毁灭山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而且收获比预料的还要大 至少弟弟败师的事情肯定是没问题了 两匹飞双马飞奔在山道上 沿着山道不断往上冲 令主大人 那山道的关卡上也有士兵守卫 一眼就认出来 两匹飞双马上的 正是自家的领主大人和管事宗灵大人 都恭敬得很 一路无阻 一直飞奔到城堡门下 东伯雪英骑着马匹 高声喊道 开门 是领主 寻守的士兵们很快就认出来了 快 快放掉桥 开城堡大门 青石少爷 青石少爷 领主回来了 领主回来了 城堡内也有仆人们高声喊着 迅速去通报去了 城堡吊脚缓缓被放下 城门也被士兵们用力推开 打开的城门 东伯雪英在马匹上一眼看去 便看到远处荒快飞奔而来的一名 穿着厚厚的跟个小熊似的男孩 青石 青石兴奋的眼睛都亮了 东伯雪英下了马 将马匹交给了旁边的士兵 当即笑看着青石飞奔过来 一把就抱起了地 虽然背着近两千斤的狼王猫皮 可是东伯雪英那是手臂上能战马的强大骑士 抱着弟弟是何等之轻松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十集 哥哥 你说十天半月就回来 这都整整十八天啊 耽搁了 耽搁了 吃过晚饭了吗 这么准备吃呢 就听到哥哥回来了 轻石兴奋 随即他眼睛一亮 哥哥 你背着什么毛皮啊 好漂亮啊 哇 好白好软啊 说完他还伸出手 摸了摸 这毛皮还没完全打理干净 等打理好了 给你玩玩 走 吃晚饭去 嗯 说完 他抱着弟弟 便朝城堡内走 城堡门口 此刻又多了一个人 正是雄壮的诗人壮汉 童三 童三此刻是咧嘴 笑呵呵的 他是真开心的 看着东陵和雪英回来 甚至还背着那巨大的 银月狼王毛皮 他就明白 这一次出去 肯定是大获成功 以他多年冒险的眼力劲 一眼就认出 那毛皮肯定是银月狼王的 寻常的狼 根本就没这么大的毛皮 也没这么漂亮 童叔 童叔 走 一起吃饭去 走 一起 一起 哥哥回来喽 回来喽 被东坡雪英抱着 弟弟轻蚀 却开心欢呼着 而在另外一边 弯刀蒙的骨干进阶被灭 死伤惨重 剩下的小喽喽们 自然卷着一些老巢内的宝贝 开始四散逃了 他们逃出去之后 弯刀蒙已经被雪英岭的少年领主 铲除的消息 仿佛一阵风一样迅速传播了开去 深夜 以水城 以水城 此时在龙山楼 死安大人 那白发老者尤途低声站在一个屋子门外 黑发中年男子打了个哈欠 半迷糊着眼 哎 有途啊 这大半夜的你把我叫醒 合适啊 死安大人 咱们以水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事 什么大事 弯刀蒙被灭了 弯刀蒙 要说整个以水城境内最庞大最强大的一支盗匪 弯刀蒙 而是由强大的流行骑士弯刀盖宾统领 麾下有一群天阶法师天阶骑士的弯刀蒙 就这么被灭了吗 死安大人有些不敢相信 消息没错 葛宾统领的弯刀蒙 整个弯刀蒙狡猾得很 剑机不妙就溜 会被灭 对 就是盖兵统领的弯刀蒙 连盖兵本人都被杀掉了 整个弯刀蒙的所有天阶地阶的法师 乃至绝大多数普通骑士法师 一阶被灭 而且是被一个人灭掉的 谁 就是被传说炼枪入魔的那位少年领主 东伯雪鹰 一人之力灭掉整个弯刀蒙 这得是什么势力 至少是流星级吧 甚至很可能是吟乐骑士 斯安大人继续问他 详细卷宗呢 在这儿 消息刚刚传来 我们龙山楼的人 已经抓住弯刀蒙的几个残余的普通匪徒 明天就能带来见老主 哦 说完 白霸老者立即奉上卷宗 斯安大人翻看着卷宗 再也没有丝毫疲倦 整个人都无比的清醒 龙山楼的情报网是最庞大的 初步承送的情报 已经几乎将当时的情况都记录了下来 如果情报是真的 那以水城如今的第一高手 恐怕就是这位少年领主了 真是不敢想象啊 他才多大 当初的东伯烈莫阳玉夫妇 可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第二天清晨 以水城内 白元之大法师的住处 窗户打开着 北方冬天的寒风刺骨 吹入了这件空旷的静室内 一席宽松白袍 赤脚的白元之大法师 正盘膝坐在静室内 任凭寒风吹 脸甚至都冻得发红了 白元之不断地在自己敌鬼 到底哪里不契合 实验体怎么会身体崩溃呢 白元之不断思索着之前 一夜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忽然 老师 老师 雪莹里的领主来访 此时外面传来了一些胆怯的声音 谁都知道 早晨大法师静思史是最不喜欢被打扰的 当然 只是不喜欢 并非是不可以 想试验的时候 是绝对禁止打扰的 除非发生天大的事 白元之微微一愣 有些疑惑 自上次东博雪莹拜访到现在 还没过多久呢 难道已经弄到银月狼王心脏 或者五万金币了吗 白元之立即起身 出了静室 去客厅迎接了 那位少年领主 快快有请 是 白元之大法师站在客厅门口专门迎接 一起黑衣背着兵器箱的少年走了过来 就让白元之大法师暗暗忌惮 这位少年领主身上的气息倒是越来越收敛了 可是大法师精神力强大 感应何等敏锐呀 能够完全感受到那看似收敛 却更加让人心悸的气息 大法师 领主 请 白元之倒是颇为客气 随后二人分而坐下 白元之大法师看着东博雪莹 领主 这次来我这 大法师 请看 东博雪莹一翻手 掌心就出现了一个铁盒 铁盒内顿时散发出淡淡的兴气 东博雪莹将铁盒递了过去 白元之立即猜到了是什么 激动的身体都是一颤 连忙伸手结果 轻轻一打开 里面正是银月狼王的心脏 而且还非常的新鲜 从昨天杀死银月狼王到现在也就才一天的时间 并且一直是存放在没有丝毫空气的 储物吊坠内 这心脏新鲜度是极高的 银月之心 采摘时间感觉都不到一个时辰 这下白元之激动了 银月之心和五万金币 其实他更想得到这银月之心 因为就算得到五万金币最多购买一些材料罢了 而这银月之心却可以让他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能够迅速完成 只是想要买到新鲜的银月之心 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 没那么巧刚好有人去毁灭山脉 而且又那么快杀死银月狼王 这个实验其他各项早就准备好了 银月之心他却等了足足八年了 都一直没弄到手 如果专门请高手去毁灭山脉 寻找银月狼王斩杀 那代价就太高太高了 这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而随后东伯雪英继续开口 大法师 白元之还没等东伯雪英说完 便立即说 领主尽管放心 既然领主你将银月之心送来 我白元之一定会轻力教导你的弟弟 收他为亲传弟子 并且只是他的精神力达到门槛 我就保证他能够成为一名法师 白元之这才压抑住狂喜 连忙抬头说了 守了如此的宝贝 他当然要把事情做好啊 那就麻烦大法师了 不知我弟弟什么时候能过来 随时可以 白元之说完 随即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木牌 木牌上有着白这一字 这是信物 你的弟弟带着这信物过来即可 东伯雪英点了点头 他也不怕这白元之敢耍赖 这白元之也同样不可能拿了宝贝就翻脸 毕竟能这么短时间送来新鲜的银月之心 恐怕想要暗中杀了他也不是难事 毕竟杀一头银月狼王的难度 不亚于杀一名流星级的大法师 东伯雪英收了信物 随即便起身了 我弟弟等过年后我会将他送来 到时候就叨扰大法师了 我也告辞了 白元之也起身相送 看着东伯雪英离去 白元之捧着铁盒暗暗思索 这位少年领主当初就说 一个月内就送来银月之心 获着五万金币 现在这么快就送来 银月之心还如此的新鲜 显然刚刚斩杀了一头银月狼王 谁傻的 雪月灵似乎没那么强的高手啊 宗灵 童三 早就有名气了 可都不是能够杀死银月狼王的呀 难道 是这个少年领主 他之前见过宗灵 六臂蛇魔宗灵虽然是高手 可还没有让他产生威胁感 也就这名少年领主 让他有些看不透了 随后 东伯雪英又去送还了当初购买飞雪神枪 所欠的一万金币 便带着一些手下迅速回了雪英岭 沿着城堡正门而入 一路上士兵们仆仆们都恭敬无比 而青石在城堡主楼的三楼 扶着栏杆看着下方 哥哥 哥哥 你早上去雨水城 天都没带我去 我出发的时候 你还在睡觉呢 东伯雪英一跃 搜了一下 便落到了三楼弟弟的身旁 拿出了手中的信物 递给了弟弟 青石 看看 这是什么 青石疑惑地拿着这块木牌 木牌子 干嘛的 上面还有一个牌子 这是白云之大法师的信物 等过年之后 你就可以去大法师那 成为他的亲传弟子了 大法师愿意 说我为亲传弟子了 太少了 不过哥哥 那我不是看不到你了 以水城离我们这才多远 你随时可以回来看我 我也可以去看你 青石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也早看了母亲留下的许多法师类书籍 也对法师生涯很是期待 当天下午时分 天空洋洋洒洒 飘着大雪 作为整个帝国最北部的行省 下雪天气太常见了 而东伯雪英正盘膝坐在屋内 看着屋外大雪飘飘 枪法达到大师境界之后 虽然每天依旧花费一个时辰修炼一番 但实际上 修炼的作用更多的 是刺激身体筋骨的更快成长 想要枪法提升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感悟天地自然 以天地自然为师 从中参悟 此时 外面的仆人跑得有些气喘吁吁 主人 主人 外面有一位自称龙山楼楼主的 想来拜见主人 龙山楼 东伯雪英的眼中金光一闪 他知道龙山楼的一些讯息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遍布整个帝国 以水城龙山楼楼主的地位 不亚于以水城城主 他当即起身 立即赶往城堡的正门口 亲自去迎接 东伯雪英来到了城堡正门处 开门 让贵客进来 早听说摩枪东伯雪英的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贝兰在外面的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名气度不凡的黑发中年男子 身旁是一名白发老者 身后则是一群天街骑士护卫 只见这名黑发中年男子说的 在下遗水城龙山楼楼主 死安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1集 东伯雪英还是颇为客气 啊 见过思安大人 思安大人 里面请 嗯 这思安大人点了点头 于是东伯雪英和思安大人二人并肩而走 其他人都跟在后边 东伯雪英是边走边笑着问的 思安大人 思安大人冒雪前来 不知何事 灵主你一己之力铲除了弯刀蒙 难道这等大事还要隐瞒不差 灵主带着你昨日更是背着银月狼王毛匹 一路飞奔九百余力 看过的人 看过的人可不少啊 斩杀银月狼王的事也要隐瞒 哦 东伯雪英暗暗吃惊 这昨天自己干的事 今天这位思安大人似乎就全部知道了 看来龙山楼果真厉害呀 当然我今天来这儿 一是送上你杀死通缉要犯 葛冰的赏金 二则是更重要的 送上我龙山楼的黑铁令 东伯雪英的心中微微一颤 黑铁令 自己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城堡内一个走廊的亭子中 东伯雪英思安大人相对而坐 也有仆人送上了一些点心和热茶 而包括宗陵 童三 游徒等等其他人 都在亭子外的走廊上候着 思安大人捧着热茶 轻轻喝了一口 看着亭子外是大雪飘飘 思安大人笑着说道 丁主 你这又安静又自在 真是好地方啊 城内终究是太喧嚣了 人来人往的 连睡觉都能听到外面嘈杂声音 等我推了位置 也要找个清静的好地方享受享受 多少人想要位居高位 而不可得啊 高位 也就一个小小县城的龙山楼负责人罢了 太高位 说着 思安大人一翻手 取出了一小碟金票 这是八百金币 是盖宾的赏金 虽然少了点 可还是要给的 东博雪莹接了过来 帝国通缉的犯人一般至少得星辰级 或者是真的罪恶滔天才会有赏金 一般的盗费贼人是没资格被悬赏的 思安大人 又一翻手 拿出了一块黑色的令牌 尚有龙山二字 这是黑铁令 嗯 整个帝国子民 一般达到流星级实力 都会得到这样一块黑铁令 东博雪莹若有所思 流星级实力 黑铁令 令牌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黑铁令 一种是青铜令 流星级实力即可得到黑铁令 而达到称号级实力 才可以得到青铜令 在之上 就是超凡了 超凡 那才是我们整个下族 整个帝国的阵族力量 当然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就无需多说 拿着 这是独属于你的黑铁令 可是大有用处的 说着 思安将黑铁令放到东博雪莹面前 东博雪莹仔细地看着 这黑色的令牌 除了龙山二字之外 就是一些复杂的纹路了 那纹路很自然 很协调 看了都觉得漂亮 思安随意地一翻手 一杆刊卷 递了过来 这是我们龙山楼边的帝国报刊 一般记录少许整个帝国的一些大事 主要还是介绍整个清河郡内的一些详细事情 比如 你杀了一头银月狼王 一己之力除掉整个弯刀萌 在下一期的帝国报刊中就会记载 整个清河郡的所有强者都会看到报刊 哦 东伯雪英接连过来翻看 这整个报刊有十几张纸 记载着清河郡以外的仅仅就一张纸 其他进阶都是清河郡的 龙山历 9623年11月19号 驻清河郡第五师团在进入毁灭山脉的第三天 遇到了一头沉睡中苏醒的六界魔兽黑暗暴雄 两个天然大队进阶覆灭 龙山历9623年11月10号 清河郡天平城境内有超凡强者惊现 是一位穿着破烂 赤脚苦行的头发花白的老者模样 11月5日 思家和张家联姻 这报纸上记载的清河郡各地较为重要的讯息 极重要 正式的 甚至连年历都要写出 至于一些各地趣闻 记载的就随意许多 东坡雪英看得是大开眼界 原来清河郡近万里的地面上 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此时东坡雪英好奇地问了 天平城境内竟然出现了超凡存在 也就现身下去消失了 超凡存在们高高在上 他们所追求的和我们这些凡人追求的可不一样 这种苦行行走天下的还是经常有的 记载在报刊上 是让各地的家族豪雄们注意这点 别不开眼得罪了臭粉 一旦得罪 那就天塌了 整个家族说不定都会被覆灭 东坡雪英点了点头 要说是啊 路边的一个乞丐随意欺负一下 可是陡人发现这乞丐竟然是超凡存在 这不得被吓死吗 斯安大人继续说的 超凡存在非常非常稀少 整个帝国十九座行圣 超凡也就那么些 像我们清禾郡也算挺大的了 可本土的一名超凡生命都没有 这帝国报刊是月刊 每月一份 没事经常看看 也算对帝国大事小事了解些 也能知道哪些势力不能得罪 报纸是乐子 接下来给你的就越来越重要了 这是第二重要的 是两份宝 这下斯安大人的表情也认真起来了 他一翻手 两本书册出现在他手中 一本书册的封面 是黑色 上有龙山二字 另外一本书册的封面呢 是写红色 上面仅仅画了一柄 滴着写的刀刃 两份榜 这一本是龙山榜 是我们龙山楼所编写 另一本则是血刃榜 是血刃酒馆编写 东普雪英接过这两本厚厚的书籍 先翻开了黑色的龙山榜 上面是排名 从第一开始往后排 有着密密麻麻的人名 旁边呢 还有些简单的注释介绍 血刃榜 是杀手榜 斯安大人这一句话 就让东普雪英是吃了一惊 杀手榜 东普雪英看着旁边那本写红色书籍 对 血刃酒馆背景极为神秘 我龙山楼也不愿去招惹 在整个帝国的任何一座城池 都有血刃酒馆 根据杀手梅实际的战绩 血刃酒馆编写出了这本榜单 这些榜单上的名字几乎都是代号 毕竟杀手梅一般都隐性埋名的 另一本龙山榜 则是更有权威性 更受整个帝国所有强者重视 龙山榜 是我们龙山楼编系 收录了整个帝国十九座行程 排行在前三千名的青铜级强者 从第一到第三千 都是我龙山楼经过慎重考虑 根据战绩以及诸多方面评判 做出的详细排名 东博雪莹这下子眼睛都亮了 整个帝国的三千强者 青铜级 称号级战力才有资格得到青铜令 这上面竟然记载了三千支书 帝国的超凡存在也就那么些 所以无需编写榜单 而超凡以下的称号级们 他们离超凡只有一步之遥 他们中有一些精彩绝艳的 甚至有着媲美超凡的实力 放眼整个帝国 称号级的数量相对就很多了 整个青铜郡一共有十二名青铜级强者 能名列龙山榜的则一共有五位 哦 东博雪莹微微点了点头 这龙山榜有三千数的限制 不是每一个青铜级都能入榜的 这五位中排第五的叫常青泽 龙山榜总排名第两千八百九十五位 排第四的叫张庸 龙山榜总排名第两千八百二十二位 排第三的叫丹臣 龙山榜总排名一千两百五十九位 排第二的叫丝梁红 龙山榜总排名五百六十九位 排第一的叫向庞云 龙山榜总排名五百二十五位 斯安大人轻易地爆出了 这五位的详细排名 斯梁红乃是一名称号级法师 如今已经活了超过五百年 按理说正常的凡人寿命 是不超过两百年的 可斯梁红大法师 将自己成功转化为了血妖 所以她的寿命也长得很 这个活了过五百年的老妖婆 实力深不可测 她修行所在的血妖塔内 遍布无数危机 就是超凡生命也不愿闯入 斯家 也是整个清和郡第一家族 清和郡的郡主 郡城城卫军的将军 以及郡内的以水城 丰城等诸多县城的城主 几乎大九城都是斯家人担任 各地的诸多要职 也是斯家人担任 也是说 在清和郡 斯家就是一手折天 这下东伯雪英很是吃惊 啊 郡首 将军 诸多城主 那么多要职 都斯家人担任 整个帝国本来就是这样 这不是凡人的世界 是超凡的世界 思良红老妖婆 虽不是超凡 却近似超凡 和一些拥有超凡生命的大家族 关系也极好 于是 获得了清和郡的管理大权 权力 尽皆在斯家之手 所以说 斯家说你有罪 你没罪也有罪 斯家说你没罪 你有罪也没罪 这 这 难道你忘了 你父母虽然是贵族 不也是因为一道御令 就被抓走了 超凡生命可以发出御令 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超越法律 墨阳家族 有超凡生命 旧父母 是他一直追求的事 有一位超凡生命 不过是伪超凡 这种伪超凡 实力在超凡生命中 是最低的 恐怕斯良红老妖婆 像旁于那个疯子 实力都和那位 墨阳家族的超凡相当了 伪超凡 墨阳家族传承极酒 开创家族的 是一位极厉害的强大超凡 不过那位超凡死后 墨阳家族就颓败了 幸好底蕴够深 在数十年前 他们家族的一位称号骑士 借助一些取巧的手段 硬是进入了超凡境界 不过那是最低的超凡层次 一些最顶尖的称号级 甚至可能击败他们 哦 听到这话 东伯雪莹立即想起来了 自己在书中曾经看过的那位 觉醒太古血脉的砍柴骑士 那位砍柴骑士 在称号级的时候 就一斧头 砍死过超凡生命 称号级击败超凡 完全是有可能做的 等到砍柴骑士成为超凡之后 更是超凡中无敌手 被尊称为 那一个时代的最强超凡 超凡的事离得太远了 我想告诉你的 称号级强者 千万别得罪 每一个称号级 都拥有着极可怕的实力 而思良红向旁云 更是清和郡最可怕的两位 他们两位 就是清和郡的两片天 思家根深蒂固 向旁云 则是个极为可怕恐怖的疯子 疯子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楚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 刘氏QQ天有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舰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小说句 欢迎收听雪英灵楚 第二十二集 只听到斯安大人继续说的 在雪刃榜这个杀手榜单上 很少有公布真实名字的 而向旁云 便是其中公布自己名字的一个 他极为喜欢杀戮 因为每一次 都是接了雪刃酒馆的任务 所以他杀人也没罪 啊 雪刃酒馆的任务 杀人无罪 你也可以去雪刃酒馆发任务 不过任务的赏金 是雪刃酒馆定的 雪刃酒馆会拿走八成 两成给杀手 雪刃酒馆定的赏金 会根据被寻赏的目标的 爵位 实力 背景等诸多方面来确定 价格都会很高 这么跟你说吧 雪刃酒馆在这个未面世界的历史上 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它和大地神殿 是最古老的两国势力 哦 听完东伯雪莹点了点头 要说这个世界是有神灵的 而大地神殿 就是几乎从这个世界 未面诞生没多久 就出现了神殿 它的历史和这个未面的历史 几乎相当 也是现如今帝国唯一一个 得到承认的神殿 其他的一律都是 邪神魔神 血刃酒馆 只是为杀手们服务 同样古老悠久 相庞云是个可怕的疯子 不过一般很少能遇到他 除非有人在血刃酒馆 悬赏你的小命 而思家则不同 思家几乎渗透到整个 清和郡的方方面面 所以很容易就碰到思家的人 遇到思家的人 就得忍着点 毕竟他们随便找一个由头 就能抓了你 除非你拥有称号级实力 得到清同令 那你拥有的权力就大多了 思家也无权随便对付你 如果你成了超凡 思家都得在你面前站着兢兢 前提是正常的超凡 而不是伪超凡 心同令的权力 对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事 黑铁令不但代表着你的身份 还代表了一些特殊的权力 说着 斯安大人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一本厚厚的书籍 以及一份卷宗 斯安大人将卷宗递给了东伯雪英 我下族能够屹立在这一世界 就是因为有无数强者前赴后继 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下族的一位了不起的炼金大法师 就定下了规矩 将许多要流血流汗的事 分成了不同等级的任务 让强者们去执行 成功的 则可以得到功劳点 功劳点 可以换取几乎一切想要的 随即 斯安大人将另外一本厚厚书籍 递给了东伯雪英 这就是兑换宝典 下至一些金币俗物 上至许多神奇之物 乃至你想要杀一名超凡 甚至当整个帝国的皇帝 只要你给整个下族立下的功劳够大 功劳点够多 也能去当皇帝 啊 这下东伯雪英可愣住了 这人类下族那位炼金大法师定下的规矩 也太霸气了吧 功劳点够多 啥都能实现呢 就我父母呢 功劳点足够 灭了墨阳家族 都是一句话的事 更别说救你父母了 当然 一切都要功劳点 就看你给人类 给族群到底立下了多少功劳 这些都是黑铁级任务 奖励的功劳点都很少 凭这些功劳点 你想要灭墨阳家族 辛苦一万年也没希望 东伯雪英看着卷宗 上面有着一条条任务 比如杀死某某大盗 奖励十个功劳点 比如进入毁灭山脉 寻找一件遗留的特殊项链 奖励五十个功劳点 这黑铁任务清单 和兑换宝点 才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仔细看看 只要你获得的功劳点 超过一千点 将会自动豁免大部分法律 只有一些帝国的铁律 无法违背 毕竟 即便是超凡生命 能够预约大部分法律 可不分铁律 他们也无法违背它 一千点 东伯雪英很无语 要说杀盖宾这种层次的事 一般也就十个功劳点 去毁灭山脉 寻找遗失宝物 又危险 耗费时间又长 结果还不一定能成 才五十个功劳点 这要凑一千个 何其之难 黑铁级任务的奖励 一般都是十个 到一百个功劳点之间 青铜级任务 最低都是一千个功劳点 我想问问 我怎么才能救回我父母 兑换宝典内 有许多办法 不过得找一个 耗费功劳点最少的办法 这样 我会立即透过 我们龙山楼的情报网 查清楚你父母如今的状况 根据你父母所处情况 找出救回他们的办法 好 麻烦四眼大人了 还请赶紧查 查清楚我父亲母亲 如今到底怎么样 交给我 因为墨阳家族 是在东玉行省 所以需要多耗费点时间 估计一个月左右 会查清楚 你父母如今情况 到时候我会帮你找出 相对而言 最容易的救出方法 东伯雪音一听 这心跳都有些快了 麻烦了 父亲 母亲 你们现在 还好吗 这个时候 斯安大人起身了 好 那我告辞了 每一个月 我龙山楼的人 都会送上一份帝国报刊 以及一份任务清单 你可以随时揭取任务 为我们整个人类下族 立下功劳 东伯雪音 宗灵 同三都站在城堡门口 目送着龙山楼的人离去 随即 随即他们转身 开始往城堡内走 东伯雪音踩得脚下的鸡血 嘎吱嘎吱响 只听她轻声说的 宗叔 同叔 这黑铁令 我也得到了 父亲和母亲当年的事 也该告诉我了吧 啊 哦 宗灵和同三 彼此相视一眼 宗灵说的 还是让你同叔告诉你吧 他一直跟随你母亲 知道的也更详细 我也都只是听你母亲说的而已 雪音 同三看着满天的飘雪 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偏僻的 诗人小部落内 只是有一天 我们的部落被盯上了 一支强大伤队 想要将我们都抓住 反抗的几乎都被杀了 被抓住后 我们被安上了叛匪的罪名 都成为了奴隶 叛匪 东伯雪音大惊 什么 叛匪吗 要说帝国的奴隶已经很少了 只有犯下大罪的 比如平民杀了贵族 又或者直接叛乱的 背叛整个帝国的 总之犯下滔天大罪 才会成为奴隶 别惊讶 帝国建立至今九千多年 早就腐朽不堪 而且 诸多顶尖强者的家族势力把持 一些灰暗的事多的事 只要不摆在明面上 谁都不会当回事的 更可怕 像我们这种弱小的 诗人部落 没证据 谁给我们出头啊 我成了奴隶 被贩卖 被卖到了墨阳家族 墨阳家族 是东御行省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家族 东御行省的夺宇郡 就被墨阳家族完全掌控 而且这种掌控已经超过了千年 我们那些奴隶被随意取了名字 铜大 铜二 铜三 铜四 铜五 我 就是其中的铜三 墨阳家族的大少爷 大小姐们来挑选 我就碰到了你的母亲 诗人铜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母亲当初还小 也就十三岁吧 比你现在还小 啊 东伯雪英默默在旁边听着 主人无忧无虑 每天开心的玩 对谁都没心机 对我这个奴隶 也没有意思的瞧不起 甚至我被墨阳家族其他少爷手下的人打伤了 主人都急哭了 还愤怒地给我出头 诗人铜三抬头看着天空的雪花 这些都是些琐碎小事 我本以为一生可能就生活在墨阳家族了 可谁想到 主人二十四岁那年 墨阳家族给主人强行安排了一门婚事 婚事的另一方是一名已经一百五十二岁的老家伙了 一百五十二岁 母亲当年才二十出头 另一方一百五十二岁 开什么玩笑 据说那个家族比墨阳家族更强大 是东宇行省排在前三的大家族 墨阳家族厚着脸皮 送上嫡系年轻女子去联姻 主人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大畏惧 突然面对这件事哪里承受得了 他趁着一次出去踏青的机会 迅速就逃掉了 逃离了多宇峻 甚至逃离了东宇行省 经过漫长之路来到了安阳行省 我追随主人 于是就开始了冒险生涯 很快结识了宗陵 结识了你父亲 东伯烈 当初那段冒险岁月 是真的很精彩啊 在生死间闯荡 我们彼此都将生死交付队友 这生死友情就是这么结下来的 甚至你母亲后来担心你父亲他们被连累 便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我们后来呢 是听你母亲说了 才知道墨阳家族的事 我们彼此连生死都不在乎 还会怕墨阳家族吗 我们当然是依旧在一起闯荡了 后来啊 你父亲和主人在一起了 甚至怀孕有了你 这才决定停止冒险 找一个地方定居 便来到了你父亲的家乡 清河郡 接下来的事 你也知道了 我们在这清河郡安静待了八年 那墨阳家族还是找来了 带走了你的父母 东伯雪莹轻轻点了点头 原来一切是这样 大家族强行安排婚姻 那也就罢了 可竟然安排给一个一百五十二岁的老家伙 须知就算称号级强者 能到两百岁那就很了不起了 一般都是一百七八十岁 就渐渐老迈死掉了 墨阳家族乃是过千年的古老家族 家族族归森严 你母亲敢逃跑便是违背了族规 墨阳家族自然会严惩 我就不懂了 这些个大家族让族人这么牺牲 就不觉得丢脸羞愧吗 又或者说这等大家族 真正的族内掌权的老家伙们 根本就不在乎年轻子弟 宗领 墨阳家族传承过千年 族人数量何等得多 那是数以万计的 牺牲一两个小辈算什么 如果足够强大 根本无需让家族年轻后辈 去嫁给一个都一百多岁的老家伙 如果家族真的破败了 那就破败吧 这种恶心的 舔着脸的联姻来巩固家族地位 恶心 其实并非是站在母亲这边 而是东伯雪英的确就是这样的想法 强大 只有别人来哄你 弱了 那就顺其自然破败吧 本来就没有永远长胜不衰的家族吧 你和龙香楼接触过 有办法吗 童三也看向东伯雪英 墨阳家族 甚至都发出御令抓了你母亲 现在能怎么救 现在还没准备消息 再等一个月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十三集 如果按照家族实力判断 整个帝国一共十九座行省 包括陆地行省和海洋行省 就像安阳行省的第一强者 长风骑士 持秋白所在的家族 那是安阳行省的第一家族 势力几乎能影响整个行省 这才是整个帝国都算得上是一流的家族 像清禾郡的斯家 像东玉行省的 卓宇郡 墨阳家族 都是掌控一郡的家族 斯家最强的斯良宏 是一位身体转化为血腰的称号级大法师 墨阳家族最强的是一名伟超凡 这种掌控一郡的在整个帝国 只能算是二流家族罢了 我现在的斗气 才是地界骑士级 凭借太古血脉的力量 以及我的僵属 就有媲美银月骑士的实力 将来 我完全能够超越斯良宏 超越那伟超凡 像觉醒太古血脉的砍柴骑士 那可是一斧头 砍死过超凡生命的 这才是自己要做到的 自己如果是有了这等实力 恐怕无需自己开口 墨阳家族就会乖乖低头 把父母送回来了吧 也不知道父亲母亲 现在到底怎么样 此时东伯雪莹也很焦急 她不知道父亲母亲到底 现在怎么样 她很担心父母的情况 担心父母出一些变故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东伯雪莹想都不敢多想 只知道 她一定会让墨阳家族后悔的 东伯雪莹只能压住焦急的心情 再等一个月 龙山楼那边就有消息了 这时间是一天天过去了 在半个月之后 弟弟的老师白元之大法师 竟然来到了雪石城堡 东伯雪莹亲自在城堡门口迎接 大法师 你怎么来了 有事尽管让人传话即可 原来银月狼王果真是灵竹你所杀 我之前就怀疑 现在整个以水城几乎都传遍了 弯刀蒙因为眼缠你的银月狼王毛皮 最终被你一杆长枪锁灭 现在都说 你是我们以水城 第一高手啊 那一袭白袍的老者 白元之笑着说道 他身后的一群弟子们 则是好奇紧张地 看向了东伯雪莹 大法师过誉了 请进 我们坐下再聊 好 白元之丝毫不敢将东伯雪莹 当成一个少年看待 因为这么年轻 就已经能斩杀 有狼群保护的银月狼王 被公认为以水城第一高手 等再过些年 完全有可能踏入称号级 成为整个清河郡的风云人物 跺一跺脚 整个清河郡都要震颤下 而且都说 这东伯雪莹炼枪入魔 在许多超凡的传记故事中 就有一些疯疯癫癫 痴迷于画画或者打造兵器 或者天天看着天空发呆 忽然一招醒悟 就跨入了超凡了 从小就这么风 且现在就这么强 将来完全有可能 踏入称号级呀 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跨入超凡了呢 哦 当然了 这也只是他随意的这么一想 那些感悟天地的各种风魔之辈 最终真正能成超凡的 实在是太少太少 这二人并肩而行 入了客厅之后分而坐下 宗灵和童三也在一旁坐陪 只见这白元之笑眯眯地说道 听到外面传的消息 我现在还震撼呢 三两招就杀了那凶名在外的葛宾 杀得整个弯刀萌都崩溃了 我白元之活了这么大 像领主如此年少 却如此厉害的 也就听说过一些大家族的天之骄子 亲眼看 却是第一次看到 大法师今天来 不会是专门夸我的吧 那些大家族用大量资源栽培出的天之骄子 他也没在意 他也没有多么骄傲自得 因为他的目标一直都是超凡 和传记故事中记载的了不起的超凡而言 自己还很普通呢 我今天来这儿 的确是有事求领主啊 大法师请说 能帮忙的 我自然尽全力 啊 是这样 我在以水城内的府邸 经常有一些贵族去打扰 我不堪其扰啊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法师 对我的一些研究有兴趣 所以也经常有一些小贼 想要偷我的一些成果 因为得到领主 你给的银月心脏 我的研究终于有了大收获 我也怕有许多小麻烦 所以打算搬家 搬离以水城 啊 搬离以水城 那大法师 选好要住的地方了吗 这自己的弟弟 可是要去拜师学义的呀 这不来求领主了吗 我想要在领主 你这雪石山上 选一处地方 建造一座小楼 居住下来 领主 你这儿又僻静 而且又是山巾 山道上是一夫当官 万夫抹开 也有重重的关卡 一些小贼想要进来也难 至于贵族们 不辞辛苦 敢数百里路来我这儿的 那就少多了 只是 呃 叨扰领主 有些惭愧啊 哈哈哈哈 东伯雪银河旁边的宗陵 看了一眼 二人都明白彼此的想法 我还求之不得呢 我雪银岭也有一位大法师坐镇 是我雪银岭的福气 雪石山有诸多山峰 空的地方多的是 法师你随便选一处地方即可 白元之立刻露出了喜色 他知道这事的把握极大 可是东伯雪银同意了 他还是挺高兴的 哦 那我就厚颜在旁边的其他山峰 随便选一座 啊 小事 大法师随时可以开始建造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哈哈 建造一座小楼容易得很 我的弟子中 就有一些擅长大地法术的 要说建造城堡 建造雄伟城池 如果靠凡人打造巨石搬来 那是何等之难呢 然而擅长大地类法术的 一个厉害法术 大地自然厉害 无数巨石凝聚而生 那建造速度可就快多了 像东伯雪银家的雪石山城堡 当初就是请了其他法师来建的 母亲虽然是天洁法师 可是并不擅长大地类的法术 此时 东伯雪银和宗陵都站在栏盖前 看着远处 目光越过城堡城墙 看到大概树里地外的一座山峰上 一座石楼正在迅速建造形成 在法术之下 周围的泥土岩石迅速形成一块块平整的大石 巨石飞了起来 开始建造 并且墙壁上还有着水光火焰流光出现 墙壁变得光滑一体 大法师白元之还在周围地面墙壁上 开始雕刻一些法阵 不过 宗陵此时有些担心 雪银 这白元之来我们这 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吧 放心吧 这白元之 在以水城也待了这么多年 也没出现什么大麻烦 来我们这 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就算有麻烦 也不会太强 如果是称号级实力强者来找麻烦 他来我们这也没用啊 而只要不是称号级强者 便不足为虑 听完之后 宗陵点了点头 要说此刻呢 东伯雪银的心情是极好的 因为大法师住在这 那么青石拜师学法术 也无需离开自己了 这雪石山有多座山峰 主峰上便是雪石城堡 距离树里外的一座山峰 便是法师楼 而在另一处距离法师楼 有足足五里地 距离城堡 也有三里多地的雪石山 其中一座僻静山峰上 也新建了一座竹楼 这竹楼呢 是东伯雪银亲自打造而成 作为一名对力量掌控圆满的 大师高手 竹楼建的颇为漂亮 从今天起 大多数时间 我会居住在后山竹楼 东伯雪银此时对旁边的 宗灵和童三还有青石说的 领地的事就麻烦宗叔了 如果真的有什么比较重要的 实在需要我出面的 再来找我 好 哥哥 你以后就住在竹楼 不觉得太无聊了吗 不无聊的 这是他达到枪法大师境界后 就有的想法 他枪法境界高了之后 神而明知 对天地自然感应 越加气息 小枣的生长 大地山石的厚重 风的灵动 树叶的飘动 一切都让他感到惊艳 他过去那么多年都没有发现 原来天地自然 是这么的美 对他而言 居住在僻静的竹楼 反而是一种享受 修炼枪法 有不同的道路 像一些军人 基础其实很一般 他们在生死中磨练 发现自己枪法的许多缺陷 而后不断改善 逐渐的完美 达到人枪合一 乃至枪法大师最终 依旧要走上 以天地自然为师的道路 而东伯雪英不同 他并不太喜欢 在生死间逼自己 而是在寻常修炼中 一次次琢磨 发现自己的缺点 而后完善 这种无比扎实的基础 是靠着无比夸张的 风魔修行 才能够完成的 这让他的枪法基础 无比之扎实 自然而然 就跨入人枪合一 在和阴影暴一战 仅仅稍微生死一逼迫 就达到了枪法大师境界 其实啊 就算是没有生死逼迫 再过上一两年 他也会自然而然地突破 而东伯雪英 更倾向于这种后击薄发 而不是一次次 生死间的冒险 哥哥 那我经常来找你 没事吧 随时可以 没事 我还去找你呢 以天地自然为师 说来容易 可境界没到 根本就连边都摸不到 宗灵看着一袭黑衣 站在那儿的东伯雪英 则是暗暗感慨 自此 东伯雪英开始 长居雪石山的 后山僻静竹楼 开始了自己淡水劈柴烧火煮饭的日子 喝着些山泉 在山泉边盘膝静思 在竹林中练着枪法 白源之大法师居住在雪石山的消息 很快就在以水境内窗开了 雪石山 山道上 站住 这山道上设有关卡 雪石城堡可不是谁都能去的 一群士兵看着一些年轻男女们来到关卡之前 这些年轻男女呢 穿着朴素 气质也一般 一看就是普通平民 干什么呢 几位大哥 容貌漂亮些的年轻女子连连说道 我们听闻大法师居住在雪石山上 所以想要求见大法师 希望能拜在大法师门下 对呀 几位大哥 同容同容 让我们去见一见大法师吧 这些年轻人们连连说道 他们都很年轻 对未来都充满着渴望 这法师地位多高啊 他们也很想成为法师呢 哼 这个关卡的负责队长 一名受销的中年痴笑不已 哼哼 这个小家伙 我问问你们啊 你们有法师天赋吗 呃 不知道 大法师见了我们 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天赋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十四集 大法师的时间何等珍贵啊 哪会亲一见你们 而且你们连自己有没有法师天赋都不知道就过来了 你们以为大法师会一个个给你们看呢 说不定了 我们终究人天赋很高 很说大法师喜爱呢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这些天 我已经见过不知道多少你们这种爱做梦的年轻人了 年轻人 看清楚欠死 你们大叔 当年为了学斗气 专门加入军队 历经几番生死 你以为你们是谁 大法师会收你们为徒 实话告诉你们 大法师早就下令了 一律不见客 连贵族都不见 更别说你们了 这些个年轻人彼此相识 都很无奈 这些负责看守的士兵们 忠于职责 根本不放他们进去 他们怎么求 都没用 过了没多久 一辆马车飞奔而来 马车后边还跟着一大群骑兵 马车华美 隐隐相嵌有法阵 即便马车飞奔得再快 车厢都是无比的平稳 雪英领的士兵们依旧贺问 驾着马车的车夫此时开口了 我们是云翠玲孔家 我们家主人 想要拜访你们家领主 云翠玲孔家 这些士兵们彼此相识 这移水城内的大家族并不多 云翠玲孔家 勉强也能排在前十 在雪英领当初实力较弱的时候 孔家就要弱上一头 现如今东博雪英被认为是整个移水城第一高手 孔家和东博家族的差距那就更大了 上山的士兵不能超过十位 这是领主下达的命令 还请理解 这 好 老盘 你们五个给我上山 其他人留在这 是 车厢内此时传出了声音 后面明显气势不凡的五名强大骑士 跟随着马车 过了关卡上山去了 旁边一直不甘心待着的年轻男女们 立即有女子高声问了 我们也去拜访领主大人 让我们上山吧 拜访我们领主 大法师不见你们 我们领主就见你们了 好了好了 仔细吧 就在过年前这段时间呢 雪山城堡是前所未有的热闹 一些想要碰运气的平民 那也就罢了 移水境内也有不少贵族来拜访 因为大法师不见客 他们就拜见东伯雪鹰 想要请东伯雪鹰帮忙 让大法师收个记名弟子 他们觉得大法师既然安居在此 肯定要给领主东伯雪鹰几分面子的 可是东伯雪鹰也一律不见客 都是宗灵帮忙挡着 此时 上午时分 一名男仆飞奔到后山的竹楼 可是竹楼内空荡荡的 却根本见不到东伯雪鹰 声音传播 在后山的半山腰上 一道山泉从高处冲下 砸在下方水潭中 一条溪水蜿蜒流向远方 在水潭旁的一块大石头上 东伯雪鹰聆听着旁边的山泉水声 正练着一套拳法 这正是斗气法门 火焰三段法 练拳时 全身力量涌动 东伯雪鹰的一朝一世 有着协调的优美感 身体的每一处力量都被完美调动 自然吸引起了天地间火的力量 天地中火的力量 不断被吸入体内 转化为火焰斗气 吸 这一朝一世呼吸之间 东伯雪鹰感觉 仿佛无数火焰钻入体内 身体在汲取外界力量 不断地强大着 他刚刚觉醒 太古血脉没有多久 不管是斗气还是身体 都在高速的成长中 东伯雪鹰练拳 就是要完美掌控 这极具增长的每一丝力量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 这个时候一道声音摇摇传来 东伯雪鹰陡然停下 抬头朝上方看了看 那些贵族 我都是一律不见的 怎么还来找我 东伯雪鹰有些疑惑 随手拿起了旁边的飞雪枪 化作了一道幻影 如果正常人去看 只感觉一道影子闪过 东伯雪鹰就消失 在了他们的视野之内 这就是一名强者 可怕的速度 只随着一声 唰的声音 逐楼前幻影一闪 东伯雪鹰出现了 什么事 男仆被突然出现的领主 吓了一大跳 听到领主询问 当即说的 哦哦哦 那个是宗灵大人吩咐的 说老领主的好友 孔海大人来了 请领主你过去 哦 孔叔叔 除了宗叔同叔之外 父亲的好友很少很少 自己爷爷当初啊 因为灾荒乞讨 逃到了以水城 爷爷因为是外来者 在山村之内 本来就受到孤立欺负 因为进山打猎 丢了性命之后呢 当初的父亲 便毫无牵挂的去参军了 最后修炼成斗气 戴德退役 也是继续在生死间冒险 他的朋友 也就军队中有几个 而且因为父亲在外冒险太久 大多早就不怎么联系了 只有这孔海 还经常拜访 自己小时候啊 也见过多次 后来父母被抓走之后 孔海还过来看望一次 而且这些年 每年都会派人送上一些 过年的年礼 东伯雪英呢 也会派人回送 算是保持着这么一点情分 只是父母不在 孔海已经很久没亲自来了 客厅之内 看到走进来的东伯雪英 一名胖胖的中年男子 起身笑了 雪英啊 几天不见 雪英已经是我们 以水城第一高手 了不起啊 孔海叔叔 这孔海啊 是暗暗的后悔 他军队中退役之后 却是成了一名商人 是八面玲珑 交友极多 东伯烈 只是他诸多朋友中的 一个而已 东伯烈夫妇 被抓走之后 他来过一次雪石城堡 安慰过年少的 东伯雪英兄弟 之后呢 就没再来 只是作为商人的习惯 一直派人送年礼 维持着情分 其实呢 每年他都会大批的年礼 送往各方好友 一些重要的朋友 他都会亲自登门拜见 他之前啊 都不太在意 老朋友留下的这一对儿子了 可是谁承想 这个东伯雪英 竟然以一己之力 就灭掉了可怕的弯刀蒙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 而这个时候 那胖乎乎的孔海 拉着旁边的一名 绿衣少女的手 绿衣少女有些害羞 来 优越 见过你雪英哥哥 雪英哥哥 优越 都这么大了 小时候我还见过你 不过你恐怕不记得了 那时候 你在四五岁 没错 他小时候见过孔优越 孔优越是孔海的大女儿 比东伯雪英 小三岁 今天我来这儿 就是想要麻烦雪英 尤越 他有法师的天赋 我呢 想让他拜大法师为师 只要成一个 记名弟子即可 拜大法师所需的五千金币 我也带来了 可是 大法师闻下那么多记名弟子 一个普通的记名弟子 大法师 恐怕不会太在意 我想要雪英出面 这样 大法师 肯定会更重视忧郁 哦 这点小事 孔海叔叔 尽管放心 要说大法师 收弟子 就是死要钱 亲传弟子 五万金币 记名弟子 五千金币 哎 当然 是有名额限制的 可是 五万金币啊 这对于 以水城的许多贵族们而言 那可都是一个天价 至今 也就东伯雪英 送上了银月狼王的心脏 满足了大法师 系名弟子 五千金币 这也很高了 许多贵族 想要通过东伯雪英求情 就是想要 节省一点金币 而 孔海呢 竟然已经准备好了 五千金币 那东伯雪英 仅仅出面 说一声就行了 这的确 是小事一桩 以后 优越跟随大法师学法术 长期居住在雪石山 你还请雪英你 多多照顾了 小事 城堡内的房子 多的是 我会给优越留意出的 东伯雪英 经常在后山竹楼修行 这种事情 吩咐一声就可以了 哈哈 说起来啊 当年 我和你父亲还说过呢 如果你们俩孩子 相处得好 让你们结一门亲似的 父亲 还是要看你们 自己的意愿 当初你父母 也是这么说的 不强求 如果 我有一个 以水城第一高手的女婿 嘴巴都要笑歪掉了 父亲 够了 哈哈 孔优越 有些忍不住了 她的年龄还小 脸皮薄 有些受不住了 孔海笑看着自己的女儿 当年她和东伯烈夫妇聊天的时候 的确聊过儿女 结亲的事 可是东伯烈夫妇都说 看孩子意愿 不过此刻她又重提 就是因为 她很看好东伯雪英 希望自己这女儿和东伯雪英 结成夫妻 一旦真的成了 那么她孔家的地位 也将水涨船高 甚至她都不在乎什么 白元之大法师 拜师学徒吗 嗨 她一个商人 女儿随便选一个天阶法师当老师 那就足够了 那何必花为五千金币 拜什么大法师呢 说白了 这五千金币 为的不是什么大法师 为的是东伯雪英 因为大法师居住在雪石山 她得让她女儿居住在雪石山 和她东伯雪英朝夕相处 这时间久了 自然女儿很有可能和东伯雪英走到一起 要说一个商人目光要长远 懂得什么时候该下本钱 这孔海从一个军队士兵退役 能混到如今这么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商人 还是很有些能耐的 就这样 当天 东伯雪英亲自出面引荐 见白元之大法师 收了五千金币 白元之更是老脸笑成一团花 承诺会好好栽培孔优越的 当晚 孔海离去 嘱托东伯雪英帮忙照顾孔优越 其实啊 东伯雪英年龄也不小了 从小的聪慧 完全能看出孔海的心思 这也有孔海故意暴露的缘故 对这个小时候曾经见过的小妹妹孔优越嘛 嗨 要说东伯雪英啊 还真就没什么心思 因为现在的孔优越还小 过年之后也才十三岁 身体还没完全展开呢 就一个青色的小丫头而已 长枪飞舞 东伯雪英独自隐居在后山竹楼练着枪法 枪影呼啸 飞雪神枪自然引动雪花飘飘 雪花中的黑衣少年身影都飘渺不定 人影和枪影仿佛化为一体 而这个时候 诗人童三亲自赶来 大步飞奔 践踏在一些冰冻的积雪上 都让冰冻裂开 雪英 雪英 童说 龙山龙龙堵 四安大人来了 东伯雪英眼睛亮了 终于来了 父母终于有消息了吗 东伯雪英顾不得收拾换衣服 立即和童三朝城堡赶去 我们走 从城堡的后门进入 东伯雪英深如幻影 回到城堡主楼自己的屋子之内 放下飞雪神枪 便迅速朝楼下客厅走去 客厅之内 宗灵正在接待四安大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雪英灵主 第25集 这才过去一个月 雪石山上就多了一座法师楼 此时四安大人端着热茶 我们以水城最厉害的骑士 最厉害的法师 可都聚集在雪石山上了 只是以水城而已 和外界一些厉害高手比 不值一提 呼的一下 一阵风 一名黑衣少年 此时走了进来 四安大人转头一看 眼睛也一亮 当即起身为胶 灵主 四安大人 不必客气 请坐 带着坐下 东伯雪英立即问了 四安大人 关于我父母的情况 你要相信 我们龙山楼的情报能力 那是天下第一的 不过 我得提醒你 得冷静点 冷静 东伯雪英听完 心中也是咯噔一下 旁边的棕灵 脸色也是一变 东伯雪英 表面平静地说道 请说 四安大人明白 这位少年领主内心 肯定平静不了 他暗暗叹息 不过 他还是直接说道 你母亲的情况还好 他是墨阳家族嫡系子弟 而且他哥哥墨阳称 是家族内最年轻的 一位音乐极大法师 所以你母亲 只是被关在 墨阳家族的一座禁地 雷朝崖内 虽然孤独了些 可吃喝无忧 还能潜心钻研法术 听说你母亲 还突破到了流星级大法师 阿鱼的天资一直很好 他果然是我们当中 最先突破到流星级 那 我父亲呢 母亲没事 那有事的 是父亲 你父亲 你母亲当年 是因为不愿接受 家族安排的婚事 逃离了家族 墨阳家族后来 又选了另外一位 比较优秀的嫡系女孩 嫁出去了 这女孩的父亲 叫墨阳陈白 墨阳陈白当年 没能保住女儿 一直很不甘心 自从他女儿嫁出后 他苦练二十年 如今 也达到了 银月七世级 并且借助家族内的 炼金甲铨 能发挥出称号级实力 我们龙山楼 也送上了一枚青铜令 墨阳陈白 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 也很怨恨你的母亲 认为就是你的母亲逃掉 才导致她女儿 只能嫁给一个老头 这怎么能怪我母亲 我母亲逃离了后 将她女儿嫁过去的 不是墨阳家族上面的主事人吗 她不敢挑衅家族组长权威 只能迁怒你母亲 你母亲有你舅舅屁股 又被关在禁地雷朝牙 她没有办法 可是你父亲 是在做苦意 墨阳陈白 于是就将怨恨 发现你父亲身上 听着听着 东伯雪莹的脸色已经铁青 握着扶手的手指 用力地 都开始陷入木头内了 你父亲被判苦意百年 是在墨阳家族 东湘湖的炼金作坊内 做些苦活泪活 墨阳陈白 经常安排人折磨你父亲 并且还专门让作坊内的法师 一次次治好你父亲 让你父亲死不掉 如果不是有法师 一次次治疗 你父亲恐怕在炼金作坊内 都挨不了三年就死了 死啊 该死啊 砰的一声 东伯雪莹的手指 抓着的扶手 终于整个被抓爆了 他记忆中仿佛如山匿般 巍峨的父亲 或是严厉训练自己 或是宠爱自己的父亲 墨阳陈白 墨阳家族 东伯雪莹全身气血流动 一股凶利气息 从他身体中散发出来 宗灵也很愤怒 脸色也很难看 虽然斯安大人说得很简略 可他们都听得出来 这做苦意本就是折磨 还专门派人去折磨 以东伯烈天阶骑士的身体 竟然都挨不住 需要一次次法师去治疗 东伯雪莹的胸中怒火熊熊 愤怒在激荡 墨阳陈白 我会杀你 势不为人 东伯雪莹心中杀鸡熊熊 可是旁边有外人在 东伯雪莹是不会将这些直接喊出去的 喊是没用的 是要做出来的 墨阳家族呢 墨阳陈呢 就这么看着他折磨我父亲 墨阳家族哪里会在乎你父亲的死活啊 至于墨阳陈 虽然嘱托过让人照顾你父亲 可没用的 一来 墨阳陈自己也要潜心钻研法术 二来 墨阳陈白能得到青铜令 在家族内地位丝毫不亚于墨阳陈 而且他专门派人去折磨 墨阳陈总不能一直在保护你父亲吧 更何况 墨阳陈对他妹妹有感情 对你父亲可没什么感情 东伯雪莹听得直咬牙 他懂啊 这一切他都懂啊 可他就是恨呢 真的不甘心呢 怎么才能救我父母 根据我们查探的情报 墨阳家族对家族法规执行极为的严格 没谁能违背 而且你母亲是被关在禁地 你父亲也是在家族内的东乡胡炼金作坊 外人根本进不去 也没办法救你父亲 投机取巧的办法都没希望 不投机取巧的呢 相对最简单的就是给你父亲弄一个荣誉侯爵的爵位 侯爵爵位地位极高 就是超凡的特权都不能抓 直接囚禁或者杀一名侯爵 墨阳家族的那位伟超凡还承受不了后果 这侯爵是较为特殊的爵位 因为侯爵以下的伯爵男爵都能花费金币轻易买到 可是侯爵买不到 甚至侯爵都是非常罕见的 正常情况下呀 只有一个家族诞生了一名超凡生命 超凡生命可以指定家族内其中一个人获得侯爵爵位 这个爵位可以世袭千年 千年之后就自然降等为伯爵了 所以一般侯爵代表了是一个超凡家族的名义上的首领 至于超凡强者本人嘛 已经无需爵位了 所以侯爵是禁止被囚禁打杀等等的 伪超凡根本就没资格 即便真正的超凡这么干了 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荣誉侯爵 这无法世袭 一般是为帝国立下极大功劳的 有可能得到荣誉侯爵 权力和世袭侯爵差不多 只是无法世袭的区别 你父亲是荣誉侯爵 你母亲就是侯爵夫人 那么他们墨阳家族就必须立即停止任何刑法 什么禁弊苦役都必须停止 还不能有丝毫的得罪 那怎么才能得到荣誉侯爵 要获得荣誉侯爵 只有立下大功劳 你如果仔细翻看兑换宝典 其中就有这一条 一个荣誉侯爵的爵位 需要两万功劳点换起 只有这个办法吗 要说东博雪英 当然早就翻看过了 这两万功劳点太过遥远 他现在能接的任务都是黑铁级的 功劳点在十个到一百个左右 一百个功劳点都有生命危险了 而且很消耗时间 一百个功劳点一次的任务 需要足足两百次 才能累计到两万功劳点 一次就算耗费两个月 一直不休息 一年才只能完成六次 需要三十多年才有希望累计 而且龙山楼送来的黑铁级任务清单 就那么一点 哪有那么多刚好一百功劳点的 黑铁级任务呢 没别的办法吗 没有 荣誉侯爵是无法投机取巧的 只能靠大功劳 对称号级强者而言 都是要经历多次生死冒险 才能累计如此多功劳 所以 荣誉侯爵才更受人尊敬 因为他背后 有一位称号级 为他多次不顾生命危险 父亲 父亲 我到底该怎么办 东伯雪莹痛苦不已 他此时闭上了眼睛 他真的很想直接杀到沫阳家族救回父亲呢 可是沫阳家族作为一个传承过千年的古老家族 强者如云 单单那个沫阳陈白借助炼金甲铠 就能发挥称号级战力 就更别说其他一些强大力量了 以及那一位伟超凡 虽然是伟超凡 但是恐怕一招就能灭杀自己了 要获得两万功劳点 现在去做任务 是最愚蠢的 我刚觉醒太古血满没多久 身体在斗气滋润下 在不断地强大 斗气进步也极快 我的实力 每天都在明显地幅度提升 我现在的正常情况下 力量就能媲美流星级 要不了多久 就能媲美音乐级 乃至称号级 这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自身实力先提升上去 完成任务效率才高得多 他明白 这是最快积攒两万功劳点的办法 可是 父亲怎么办呢 父亲能够撑到自己 积攒两万功劳点那一天吗 这个时候 客厅内的气氛很压抑 扶手碎墨 撒了衣地 东伯雪英坐在椅子上沉默着 旁边的司安大人 只能默默地喝着茶水 救不出我父亲 可我要保住他的性命 有办法吗 墨阳陈白虽然派人折磨 可也一直让炼金作坊的法师 靠法术一次次治疗 他应该不会让你父亲死待 应该不会 我父亲的性命 不能在他欧阳陈白的掌控下 而且我父亲做苦役 也好几年了 欧阳陈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兴趣继续折磨了 那时候 我父亲很可能丢掉性命 我要保住我父亲的性命 东伯雪英看着司安大人 有足够的金币 超凡强者也能请得到 司安大人 要多少金币 才能保住我父亲的命 要说这钱 有着让无数人为之心动的魔力 只要能一口气砸出一千万金币 恐怕超凡强者都会带着笑脸帮忙去出手救人庇护的 可是显然 请动超凡生命的金币数量 不是东伯雪英所能承受的 如果领主你有足够的金币 我有个想法 或许能成 请说 我之前帮你查探你父母的情报时 你父亲所在的东湘湖炼金作坊 是墨阳家族极为重要的一座核心作坊 负责人是一位极为厉害的炼金大师 他的法师实力就是银月级 在炼金上更是擅长 在墨阳家族地位 还在墨阳琛 墨阳琛白之上 这下东伯雪英眼睛一亮 一个强大的炼金大师 每一个古老家族都会捧着的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十六集 他掌控整个炼金作坊 在炼金作坊 这位炼金大师说一不二 如果他愿意救你父亲 轻而易举 就能保住你父亲的命 甚至让你父亲 都不再受折磨 能不能请他帮忙 这位炼金大师 眼光可高得很 金币少了 他恐怕还瞧不上 我觉得 拿出十万金币 应该有一定把握 你如果能拿出十一万金币 我就帮你做这一件事 十一万金币 其中一万金币 是为了做这件事情的 龙山楼人员的好处费 十万金币 则是买通这位炼金大师 如果失败了 十万金币退回 好处费不会退回 十一万金币 这龙山楼的情报网 遍布天下 而且龙山楼的设立 除了监控天下 本来也是为天下强者服务的 这种有些灰暗的小事 也算不上玫瑰 只见到东伯雪英 一翻手 手中就出现了厚厚的 一碟金票 好 帝国银号的金票 足足十一万 好家伙 十一万金币 这十一万金币 竟然就这么拿出来了 要知道 之前白渊之收青传弟子 喊出五万金币败师费 那是要一辈子为青传弟子负责的 可是最终 东伯雪英也仅仅是送上银月心脏 而不是五万金币 因为要获得这么多金币 是真的非常非常难的 看似这次杀银月狼王 阴影暴 赚得很快 但是 即便是称号骑士 也不愿意去赚这种快钱的 因为说不定就碰到 超出自己实力的魔兽 那就是丢掉性命了 其实 遇到阴影暴那次 东伯雪英真的就差点丢掉性命 获得这么多金币 一般是冒险者去一些危险地界 冒险碰运气 又或者去毁灭山脉拼命 不拼命 要获得这么多金币 那太难了 东伯雪英拿出的这十一万金币 其中有卖掉银月狼王毛皮 以及狼王身体 其他一些重要材料的费用 超过七万金币 以及灭掉弯刀蒙使身边留下的金币 东伯雪英身边的金币 一共也就十二万多 这次 一次性拿出了足足十一万 放心 一个月内给你消息 尽管放心吧 这事情 十拿九稳 这些法师们 炼金大师们 个个都很看重钱 他们的实验消耗的材料都很多 十万金币 保住一名作坊内的工人 还是有把握的 东伯雪英点了点头 如果不成功 那就再加钱 自己杀银月狼王的事传得很广 所以就有商人 主动来收购了银月狼王毛皮 等一些材料 可是 阴影暴尸体 虽然已经完全解剖处理 可是还没卖呢 那麻烦斯安大人了 这事情能成 我东伯雪英 不会忘记斯安大人 这一人情 放心 斯安大人听东伯雪英 这么一说 立即笑了 自己这件事做好 这东伯雪英 肯定会记住这一人情的 现在东伯雪英的人情 还不算什么 可是若是将来成了称号级 那可就不同了 要说龙山楼内部关系往密布 斯安大人很快就和东狱行省 夺宇郡的龙山楼负责人 去得上了联系 这事情啊 就交给了那位负责人 虽然说墨阳家族在夺宇郡 一手遮天 可是龙山楼却是独立在外的 龙山楼不是一般的家族 能够影响到的 像以水城龙山楼的斯安大人 直接说斯家老祖 斯良红是老妖婆 那也是因为不担心斯家能威胁到他 也加上他自身和斯家的一些恩怨 当然了 像最顶尖的 比如说安阳行省第一家族 长丰家族 外地的龙山楼或许还能够硬气一些 那么安阳行省内的龙山楼就得低头了 可是斯家墨阳家 可都没这实力 东玉行省 夺宇郡 东湘湖 炼金作坊 其实这东湘湖啊 是非常美丽的一座湖泊 湖泊就仿佛是一面镜子 在湖泊旁 便有一个封闭的巨大的 仿佛堡垒一样的炼金作坊 炼金作坊最中央就是高高的法师塔 是炼金大师许光卿大师的法师塔 这位许光卿大师虽然只是银乐级法师 可是在炼金上却是整个夺宇郡排第一号的 这种炼金大师 也有其他更强大家族邀请 可是墨阳家族却成功将许光卿挖到手 许光卿更是以外姓长老的资格 能名列家族长老会 之所以许光卿愿意加入墨阳家族 也是因为他家乡在夺宇郡的缘故 否则还真不一定会加入墨阳家族呢 此时在炽热的齿轮旁 赤膊满身汗水的中年男子 正在一旁轻力推动着 这男子正是东伯烈 在旁边还有更多工人都在干活 旁边的金工时而目光就落在东伯烈身上 时不时就是一鞭子抽了滚 这东伯烈比过去更销瘦了 他沉默着干着活 没日没夜的苦活累活 还有偶尔就有各种刑罚折磨 这种日子看不到尽头 简直就是地狱噩梦啊 可是东伯烈咬着牙忍着 因为他还没有死心 他还有着渴望 他的妻子 他的两个儿子 他还有太多太多的牵挂 他要活着 即便像一条狗一样 他也要活着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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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周围的一些监工个个 一个个直哆嗦 恭恭敬敬地喊着 一些工人们都吓了一大跳 只见到一名穿着红色长袍的黑发老者是慢慢悠悠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恭恭敬敬不敢喘息 眼前这位可是家族长老 更是整个炼金作坊说一不二的主人 许光清大师 我最近要一些实验 需要一些人帮忙试验 只要接受我的一些实验 你们可以不干这些活 得到的工钱还更多 所有人都屏息了 炼金大师的实验 这些监工们脸上都有些发白 谁傻呀 敢自愿过去 这个时候许光清皱皱眉说了 这里的囚犯有哪些 许光清大人见没人自愿 眉头一皱 一些工人们是家族工人 还是有一定自由的 可是囚犯就能任意炮制 旁边那监工头立即说了 炼大师 这里有囚犯两千多 所有囚犯的名单给我 他们实力也要写清楚 我挑一些来实验 是 当天就有十二个倒霉的囚犯 被选中去接受大师的实验 其中有两名天阶骑士囚犯 五名地阶骑士囚犯 五名普通骑士囚犯 那些囚犯们在周围 其他人同情的目光中 个个或是惶恐 或是绝望 或是麻木的 去见那位炼金大师了 而这个时候 许光青大师吩咐 你 东伯烈 先留下 哦 东伯烈点了点头 其他囚犯都走了 东伯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有些紧张地站在那 许光青大师低着头 翻看着书卷 只见着许光青大师随意地说道 东伯烈 有人花十万金币保你的命 从今天起 你就在我这儿当我的一名助手 细致活你不用干 一些重活 我的学徒们力气不行 你来 助手 你就安心在我这儿 没人敢闯我的法师堂 好了 你以后就一直乖乖地待在法师堂 别出去就行了 干什么活 我的弟子会详细安排的 下去吧 呃 是 大师 东伯烈此时感到有些懵懵的 噩梦地狱般的日子 就这么结束了 实验助手 这可比工坊的库国要轻松多了 金属配比有问题 许光青大师皱着眉头 看着卷宗仔细搜索着 对他而言 这只是小事一桩 能得到十万金币 他还是很乐意的 当然了 他也不可能收钱不办事 因为这钱呢 是龙山楼给的 收了龙山楼的钱 就必须把这事给办好了 至于那墨阳陈白 一个仗着炼金贾凯的家族骑士 许光青大师根本就不在乎 他这种能够源源不断炼制出 许多宝物的大师 才是家族的底蕴和倚仗 看来还要再实验 材料有些不够了 家族那些个长老总是要的材料供应 过了年之后 斯安大人再次来到了雪石城堡 大功告成 东湘湖炼金作坊的那位炼金大师 已经收了十万金币 根据我们的查探 你父亲东伯烈 已经被招到法师塔内做一些活 虽然依旧有些繁重 可你父亲身为天阶骑士 还是轻易就能承受的 毕竟 墨阳家族御令是苦一百年 那位炼金大师 只是保他性命 却不愿违背御令 让你父亲过得多轻松 没问题 能保住性命就最好了 我父亲在法师塔内安全吗 会不会出意外 这你尽管放心 一名炼金大师的法师塔 那是绝对的禁地 墨阳家族就算那名伪超凡 想要进法师塔 都要得到炼金大师同意 给这位炼金大师足够的尊重 而且法师塔内机关重重 危险无数 那里藏有炼金大师一生的研究 没谁敢进去乱来的 墨阳纯白什么身份 别说他派的人了 就是他自己都不敢进去 你父亲绝对安全 谢谢斯安大人 这下东伯雪莹的心中 一块大石头落下了 对他而言 金碧是身外之物 父亲能保全性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宗灵也感叹了一声 幸亏斯安大人 否则这次东伯就麻烦了 举手之劳 东伯烈终究是我们遗水成人 能救 我自然会尽心 东伯雪莹的心中轻松了一些 可对现如今父母的情况 依旧是无法满意的 母亲孤独的永远在一处地方 关禁闭 这等于是漫长的牢狱之灾呀 而且坐牢一般都有同伴 节节闷 这禁闭却是孤独一人的 父亲也是一直做一些繁重的累活 东伯雪莹轻轻叹了一口气 暗暗地讲道 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连称号机都不是 想要给父亲弄到荣誉侯爵爵位 都没希望 得尽快了 我的太古血脉觉醒后 身体进步很大 更多的修炼 也能让我的身体体上得更快 这就像是传说中的巨龙 那都是超凡生命 这些巨龙只要成年 就是超凡 而巨龙中一些懂得修行钻研的 实力则比其他巨龙高很多很多 这是一个道理 同样觉醒力量血脉 刻苦修行的 和每天睡大觉的 实力自然相差很大 东伯雪莹 就是要让自己的实力 提升的尽量的高 而在后山竹楼旁的一片空地上 固定着两尊炼金甲人 这是价值五天金币一尊的炼金甲人 称号级以下根本无法伤害丝毫 就算是称号级 一般勉强伤了些许 炼金甲人的自我恢复能力 也能够自我恢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莹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莹灵主 第二十七集 所以呢 一般是大法师们进行一些实验的常用工具 这是专门去移水城内买来的 请法师专门固定的 想要搬走都很难 想想吧 以东伯雪莹的枪法为力 都撼动不了他们 就知道 他们到底有多么的稳定了 这长枪犹如奔雷 扫打劈崩 东伯雪莹行走之间 一朝一世 威力极大 虽然已经达到枪法大师境界 练枪法对境界提升 几乎可以忽略 可是对身体的压榨 却是有大好处的 一方面 力量血脉觉醒之后 身体恢复力惊人 每一次恢复 都是肌肉筋骨的一次很小的进化 这种进化经过无数的累计 就是实力的巨大提升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身体恢复消耗太多能量 那么修行火焰三段法时 就能吸收外界更多的火焰力量进入体内了 并且参悟自然天地的一些感悟 也可以在练枪的时候进行实验 此时汗水湿透了衣服 东伯雪鹰力量圆满如衣 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每一处筋骨肌肉的疲劳程度 一些锻炼程度还不够的地方就会自然地加强 在这种压榨之下 力量血脉的潜力在不断地被挖掘 雪石山上的小草一枯戎便是一年 一次次枯戎 这转眼间便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当初还很青涩的少女孔幽月 还很顽皮的东伯青石 以及出漏锋芒的少年东伯雪鹰 如今都已经长大了 山泉落在水潭内 声音回答更显得周围的清静 一名黑衣少年正闭着眼睛静静盘膝坐在大石上 他的面容犹如刀客腐骚 遗传偏附近的长相 容貌颇为普通算不得帅气 可是那一股内敛如山的气质 却显然很是不凡 此刻他呼吸慢到无法觉察 心跳也慢得离谱 一分钟怕只是跳动了一次 血脉流速也极为缓慢 忽然他挣拆了眼睛 呼吸让他的身体脊椎都犹如大龙起伏起来 吸食腹部都微微鼓起 仿佛无数空气被吸入体内 呼出的时候 一股狂猛气劲从口中冲出 直接冲击在前方的水潭面上 一直平静的水潭都轰然炸起 水面猛然欧陷 大量水花冲天而起 四溅开来 随着一次次的呼吸 全身气血便从之前的极端瓶颈缓慢 开始加速运动 心跳也很快恢复到正常直流速 随即他起身战气 体表斗气有动 火红色的斗气 在体表凝结成一层保护层 整个人都仿佛火焰战神 他练起了这些年 不知道练习多少遍的火焰三段法 仅仅一套中气漏气法门 在他的施展之下 却刚柔并济 带着奇异的魅力 有时招式缓慢 可有时速度陡然爆发 手掌陡然挥劈而出 手掌掌风碾压空气 形成高压气流 这一道白色弧形气流 呼的一下划过长空 劈在远处的山石上 这大石头上 立即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大量的碎石飞剑 滚落到远处山剑下 东伯雪英演练拳法 一朝一世 仅仅爆发时的拳掌 产生的高压气流 就能够轻易撕裂大石了 收 当收拾时 一切气息缓缓平静 体表肚气也完全收敛了 我的实力增长 已经开始放缓了 等我的斗气突破到银月级 身体才能再次快速提升吧 不过 已经够了 刻苦地修行 不断地挖掘自身力量血脉的潜力 让东伯雪英 如今已经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她因为力量圆满如一 所以斗气从天阶跨入流星级时 没有丝毫平静 累计足够 自然而然就突破了 化为液态的斗气对身体的进化 帮助更大 这半年来 东伯雪英的身体一直在不断提升 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开始放缓了 我的斗气 虽然仅仅只是流星级 可我觉醒力量血脉 更强的 终究是我的身体 六年前 刚觉醒 我的力量就是流星级巅峰了 现如今我的身体力量 按照炼金假人的测试 正常情况下 应该能达到称号级巅峰 虽然我至今 没能天人合一 这是我和称号级式的区别 可我身体足够强大 并且一旦力量血脉爆发 力量还能再度翻倍 没错 凭借着绝对的力量 在称号级中 绝对能排在前列了 只可惜 一直都没能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界 此时 东伯雪鹰 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该是接任务的时候了 雪鹰哥哥 雪鹰哥哥 这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温暖 好听的声音响起了 一个女孩的声音 远远传来 这正是孔幽月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东伯雪鹰情不自禁 露出了一丝笑容 当即拿起了旁边放着的飞雪神枪 呼的一下 身体一闪 只是残影幻灭 便已经到了数百米外的山顶之上 后山竹楼旁 一名穿着淡紫色衣袍的少女 是亭亭欲立 拎着一篮子 看着四周 她就是已经长大的孔幽月 如今已经十九岁了 当初那个青色女孩 已经变成一位真正的气质美女了 因为长时间钻研法术 她的皮肤略微有些苍白 却显得更加柔弱 气质也带着法师特有的一丝丝神秘气息 这的确是一个很让人心动的少女啊 至少在白元之大法师那群弟子中 就有不少男弟子很喜欢孔幽月 甚至追求孔幽月 而东伯雪英出现在竹楼旁 随手将长枪放到了一旁 微笑着说道 啊 幽月 雪英哥哥 你练枪法也不能太累了 老师说过 修行路还是要一松一池的 这孔幽月微笑着站在一旁的石桌旁 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些点心食物 我刚做了一些雪英哥哥你喜欢的糕点 来尝一尝吧 东伯雪英走过去 靠着盘子闻了一下 真香 说着她拿起了一个有些松软的小饼 吃了一口 幽月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自己小的时候啊 就很喜欢母亲做的那些点心 只是母亲离开之后 自己再也吃不到了 家里仆人做的 总是和母亲做的不太一样 这幽月的手艺是很不错的 虽然不如记忆中母亲的味道 可是也比仆人们做的好多了 我可是专门学的呢 等会儿我要回城堡 今天中午一起吃午饭吧 东伯雪英说着 便坐在那吃着点心 吃得很快 一口一个 孔幽月站在一旁 看着东伯雪英吃着 好啊 雪英哥哥好久没回城堡了呢 吃完了 我们走 孔幽月点了点头 就这样 一男一女并肩而行 从十二岁那年的冬天开始 孔幽月就一直居住在雪石山 大多数的时候啊 都在城堡 那个时候呢 她也经常和更小的青石 一起到后山看东伯雪英 这时间久了吧 东伯雪英也就和这孔幽月 亲近熟悉了 六年相处啊 准确的说 幽月是东伯雪英 接触最多的女孩了 而且呢 和幽月相处 也很舒服 她一门心思在修行上 想要尽早的救出父亲母亲 而孔幽月就在旁边 默默地看着 从来就不打扰 有的时候啊 东伯雪英也有过念头 或许 娶幽月为妻子嘛 这也很不错 虽然没有父亲和母亲 那种生死间的爱情 可是东伯雪英 也没接触过其他女孩 而且她觉得 嗨 能过得开心就好了 并且孔幽月 从不理会法师楼 其他男弟子的追求 一门心思 都在东伯雪英身上 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至于孔幽月的父亲孔海 更是一直在努力 想促成这一门亲事 不急 幽月年龄也还小 能救了父母再说吧 要说东伯雪英 在救出父母之前 根本就没有娶妻的打算 因为骑士和法师 专注修行 娶妻生子时间 都相对比较晚 父亲东伯烈 是三十多 兼四十了 才娶了母亲 他孔幽月的父亲孔海呢 同样 只差不多四十 才娶妻 有了大女儿孔幽月 对于一个女法师而言 十九岁的年龄 是真的很年轻 三十岁结婚 很正常 二十多 那都算早的了 而且 要救父亲母亲 要足足两万功劳点 只能接一些很危险的青铜级任 我虽然自信 可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安全 或许 我就会死在任务中 在一切大功告成之前 什么都别想 此时在雪石城堡主楼 餐厅之内 东伯雪英 宗陵 铜三 青石 还有孔幽月 五个人 都分而坐下 啊 青石 东伯雪英 笑看着自己的弟弟 哎呀 要说呀 这弟弟青石 长得真叫一个帅气 按说城堡内的士兵够多了 啊 东伯雪英也去过仪水城 可是 他敢拍着胸脯的说 他看过的所有年轻男子当中 自己的弟弟 是最帅气的一个 弟弟的眼睛很亮 一双眼睛很迷人 从小就帅气 如今十六岁了 更是了不得 就靠长相 恐怕就不愁饭吃了 修炼法术 也和母亲一样 最擅长的是寒冰类 那弟弟整个人呢 都有那种淡淡的冰冷气息 啊 酷酷的帅小伙 听说法师楼那些女弟子 很多都在追求自己的弟弟 对此呢 东伯雪英很自得 啊 同时他也很感慨啊 当初那个才两岁的 还趴在自己胸口 睡觉流口水的小屁孩 呵 怎么一眨眼啊 已经这么大了 听约月说 你有了个女友 都快半年了 约月姐 你这么多事 这个都和我哥说 你藏得可真深 有女友快半年了我才发现 我当然告诉你哥了 他可是你哥 哦 雪英 如果你那位女友不介意 什么时候 带回来给我瞧瞧 哦 好吧 看他同意不同意吧 哦 对了 我近期准备出去一趟 恐怕会有十天半月 啊 什么事啊 不会又去毁灭山脉吧 宗灵和童三也有些吃惊地看向东伯雪英 雪英 这怎么又要去毁灭山脉吗 我保证 肯定不去毁灭山脉 我是要出去走一趟 多看看 练练枪法 东伯雪英没有细说 这接任务的事啊 他不想多说 到了晚上 书房内 火金灯在书桌上 光芒洒满了书房 宗灵和童三都在这 东伯雪英坐在书桌前说了 宗书童说 我准备先出去接一次黑铁级任务 先练练手 下次就准备去申请金同令 开始青铜级任务了 雪英 你的实力我不怀疑 你就是和高手交手太少了 你呢 先用黑铁级任务练练手 这点我也很赞成 多积攒点交手经验 再去接青铜级的任务 啊 我知道 雪英点了点头 要说整个雪石城堡 也就他们俩清楚 东伯雪英的实力 知道 已经拥有了称号级的战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8集 这称号级战力 接黑铁级任务 自然会很轻松的 我看过任务清单 最近就有一个很不错的任务 什么任务 你们看 随即 东伯雪英拿起书桌上 放着的任务清单 上面已经被圈出了一条任务 宗灵和童三都走过来仔细看去 上面写得很清楚 清河郡境内 有一处领地城堡 查明犯死罪 城堡实力极强 须真五名高手 任务危险 建议任务接取者 实力达到银月骑士级 任务奖励 一百功劳点 须在6月1号之前 在清河郡郡城 龙山楼集合 我会和斯安大人说一声 而后便立即出发 前往郡城集合 这次任务 须五名银月级 肯定比较难 对我而言 应该能练练手 第二天 天还蒙蒙亮 宗灵 童三 青石 孔幽月等人 送东博雪英 东叔 城堡这边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雪英 六年时间过去 这宗灵也不是虚度光阴 他也终于跨入了流星级 哥 你可千万要小心 青石的记忆里 已经没什么父母的印象了 多年来 一直是哥哥照顾 对哥哥的感情 它是非常深的 旁边的孔幽月也喊了 雪英哥哥 我们等你回来 驾 东博雪英骑在踏雪马鞠上 哈哈一笑 这踏雪马鞠 立即撒开蹄子 开始飞奔起来 速度很快就飙起来了 迅速就消失在远处的山道尽头 先去了以水城 告知了斯安大人 斯安大人也立即传递消息 给清河郡的龙山楼 东博雪英本人则是马不停蹄 开始一路朝清河郡郡城赶去 清河郡有上万里范围 从雪山城堡到清河郡郡城 直线距离 估摸着就有六千里 而关道的有些地方呢 还要避让一些大山 弯弯曲曲的 实际路线怕是得上万里 驾 驾 东博雪英是一身黑衣 背着兵器箱骑着踏雪马鞠 踏雪飞奔快如幻影 踏雪魔兽马鞠 乃是一头三阶魔兽级马鞠 算是马鞠中最好的了 那再往上呢 就是其他的魔兽了 不过马鞠天生擅长奔跑 三阶的魔兽马鞠 单单论速度 不亚于一些四阶魔兽 其实啊 以东博雪英如今称号级的实力 骑着一头踏雪马鞠 太过于低调了 它的实力 如果暴露出来 恐怕都有大势力 主动送上一些五阶的魔兽座齐 乃至是飞禽魔兽座齐了 这大雪马鞠飞奔之下 大地隐隐震动 一到幻影就飞奔而过 它飞奔下一个时辰 就能达到九百里 如果披上甲铠冲刺之下 天街骑士也不敢打 不过 它的售价高达两千金币 二十头踏雪马鞠 就能买下媲美雪英领的领地了 所以一般的家族是舍不得买的 东博雪英呢 也是这些年 卖掉阴影爆毛皮之后 才舍得买了五匹踏雪马鞠 停下停下 前面是冷穷山 在一座大峡谷前 有一些商人们会聚 看到远处一名骑士飞奔而来 立即高声喊着 朋友停下 我们接办过冷穷山 冷穷山危险 这一群商人以及他们的护卫们 不少人都开口喊 不过 这踏雪马鞠丝毫没有减速 画作一道幻影一闪而过 那些商人们护卫们 一个个都有些惊恶 疯了 这个骑士疯了吧 他以为骑着一头踏雪马鞠 就能冲过去 冷穷山这种地方 也是能硬闯的 冷穷山 马背上的东坡雪鹰对周围的感应是何等敏锐啊 当然听到了那些商人们的喊声 冷穷山乃是前往清河郡郡城的必经之道 冷穷山和毁灭山脉的鱼脉相连 听说冷穷山有不少的盗匪盘踞 经常劫掠过往商客 这里的盗匪名气 比我以水城的弯刀王还响 这商队呢 一般会联合起来 凑到足够的人数 在一起通过冷穷山 可是对东坡雪鹰而言 整个清河郡有威胁的 也就是那些个称号级的战力而已 而且仅仅是有威胁 谁胜谁负打过了以后才知道 至于一群盗匪嘛 嗨 土鸡娃狗罢了 这踏雪马鞠如风般飞奔 大地微微颤动 动静还挺大 老远就能感受得到 这黑衣男子什么来历啊 竟然单济就敢闯 这冷穷山的峡谷 找死呢 老子 我们动不动手啊 动手个屁 这种硬骨头 我们就别冒险了 还是交给冷穷八婴去看吧 一些盗匪们 遥遥看到一个单骑飞奔 许多都选择了放弃 盗匪们 也是要考虑风险和收获的 一路飞奔数十里 已经到了 隆青山大峡谷的中段 高山上正有着一大群 穿着青色夹铠的匪徒 一共也就百余名盗匪 可是他们装备精良 几乎每一个普通盗匪 都背着一个巨大的弓弩 正是破星弩 为首的八名盗匪首领 则是气度不凡 乃是冷穷山名气最大的 冷穷八婴 他们中有三位流星级 两位天洁法师 还有三位天洁骑士 也都是属于颇有些手段 才能名列八婴 今天收获不错 这支商队还挺有料的 此时这些盗匪们 心情都极好 旁边还有被活捉的十余人 一支商队 其他人都死了 只剩下这十几个还活着 他们中有老者 有中年人 还有一对一对的少年少女 那对少年少女 正彼此靠在一起 眼中都有着惶恐绝望之色 他们担心他们未来的命运 冷穷八婴这一批汉匪 都是极为凶悍的 个个都有通缉在身 做事是不择手段 诸位首领 快看 有一黑衣骑士过来了 没错 骑着踏雪马 仅仅就一人 一些手下匪徒们立即禀告 八位首领都摇摇俯瞰 峡谷远处 的确是有一单骑 飞奔前进 此时大首领开口了 仅仅一人就敢闯吗 我是瞧不起我们冷穷山吗 大哥 动手吧 其他七婴看向了他们的大哥 冷穷八婴的大首领俯瞰下方 他皱着没看 清河郡的称号级高手就那么几个 个个名气极大 我都知道他们大概的长相 而且也不会穷酸的 只是骑一匹踏雪马 这个黑衣青年 看起来很年轻 背着的兵器应该是一杆长枪 谁呀 没听说过呀 难道是银月骑士 兄弟们 放剑 试试他 如果骨头太难啃 我们就走人 如果他实力弱些 我们就把他吃掉 顿时 所有的盗匪 包括大首领在内 个个都拿出了大弩 或者弓箭 普通盗匪们 用破星弩能够发挥很强的威力 破星弩 足以刺破流星级骑士的护身斗器 而大首领等三位流星级骑士 他们更适合用弓箭 流星级骑士的弓箭 足以威胁到银月骑士的性命 凭借这些箭尸 足以判断下面那名黑衣青年的实力 可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弓箭 到底惹出了什么样的存在 只见大首领一声令下 给我放剑 蜜蜜麻麻的箭尸 从大山高处朝下方射来 笼罩向了正在赶路的东伯雪莹 东伯雪莹抬头一看 好家伙 蜜蜜麻麻箭尸正朝自己射来 每一根箭尸箭头 都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撕裂着空气 未能击大 东伯雪莹快如闪电 抽出了背上兵器箱上的两截枪杆 真是不自了定 呼的一下 两截枪杆都有一米多长 在东伯雪莹手中随意的挥动力下 因为踏雪马区飞奔速度太快 真正落到身前的也就十几根箭尸 只见枪杆挥动之下 扑扑扑一根根箭尸进阶被崩飞了 别说东伯雪莹 连马匹上都没有一根箭尸碰 跟着东伯雪莹瞬间跃下踏雪马 直接朝山上冲去 同时两截枪杆合二为一 是硬骨头 退 上面的大首领此时被东伯雪莹轻松挡住那些箭尸的从容给惊重 他知道这不好惹 首领 不好 闯了大祸了 大首领以及其他几位 乃至那些盗匪们个个都惊恐了 他们惊恐的看着下方 那名月下马匹的黑衣少年化作一道黑影冲天而起 虽然是飞窜在高山山壁上 可是速度快的让他们心颤腿软 让他们恐惧 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在高山上和下面好歹也有近两百米的序里 而且陡峭山路难爬 按理说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退走 可是实际上下方的黑衣青年冲上来的速度简直可怕 那些山石树木根本就不是阻碍 倾斜陡峭山里也不是阻碍 在山林间飞奔的速度 比之前踏雪马区在关道上飞奔的速度还要快 坏得他们这些盗匪们都看不清这黑衣青年的准确身影 只能看到一道模糊的黑色残影 大首领瞬间感觉到头都快炸 汗水瞬间湿了衣服 这双腿都有些发软了 怎么会 怎么会碰到一名称号级强者 速度在山上都能这么快 肯定是称号级 银月骑士根本没这么快 银月骑士我好歹能看清楚身影 能够搏上一搏的 清禾峻一共就那么几个称号级 哪冒出来的 这到底是哪冒出来的 怎么会 不 不 大首领不愿意接受眼前这一切 绝望 恐惧 各种复杂情绪都涌现在心头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对抗的念头 因为这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要说流星骑士和银月骑士 或许还能斗上一斗 可是银月骑士遇到称号级 一般都是被一招灭杀的 就算是银月级大法师 在称号级面前连法术都施展不出来 由此可见 称号级是何等强大 这就代表了凡人的极限 真正的一人之军团 流星骑士在称号级面前是毫无还手之力 饶命啊 饶命 大人饶命啊 此时只见 这位魁梧凶悍的大首领 却是猛然跪了下来 求饶了 一道枪影陡然横扫而过 大首领露出惊恐之色 却根本来不及任何阻挡 这枪影直接扫在他的胸口上 整个人胸口凹陷 脏腹器官完全震碎 同时仿佛破砂袋一样 倒被开去撞击在远处的大树之上 那大树都直接被轰然断裂 大首领衰落之下 口中鲜血喷出 眼睛瞪了滚圆 已然毙命 快逃啊 逃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9集 此时 其他首领们包括盗匪们 都完全疯 立即四散着逃窜 这仿佛是不同层次生命相遇的场景 另一方虽然数量多 可是个个都是发自灵魂的恐惧 只有一个念头 逃 耍 耍耍耍耍 太快了 这东伯雪英速度快的 特别是在那些被绑复着抓住的人们眼中 出现了七八个幻影 仿佛七八个东伯雪英同时出枪 一名名盗匪速度慢的根本来不及有任何阻挡 其实啊 就算是阻挡 也没用 包括另外两名流星级骑士首领在内 包括一名勉强瞬间发出法术的天阶法师在内 个个被长枪冻穿了身体 至于法术 这可笑的化作锋利的刀刃般的法术 在东伯雪英的长枪挥动下 形成了高压气流压迫之下 就直接溃散 连长枪的枪杆都无法触碰 就这样 一连杀了三十多名盗匪 其他的盗匪们都是四散着拼命飞窜 有些是朝山下冲 有些是朝山上冲 总之 各个方向 东伯雪英也没再追了 毕竟一支强大的盗匪团伙 只要骨干没了 剩下的小喽喽 是成不了事的 而这个时候 东伯雪英目光扫射了一下 那最厉害的几名盗匪首领的尸体 如今 他对外界的感应更为敏锐 在尸体旁走了一下 就发现了大首领的一个闭环 乃是储物宝 他的枪尖这么一点 闭环被轻尖之力震得 立即从手臂上脱落下来 而后枪尖一挑 便飞到了东伯雪英寿中 大人救命 大人 救救我们 那些被绑覆着的衣着 也颇为华丽的一些老人 中年人 以及少男少女 都渴望地看着 他们怕这位强大存在 离开之后 那些盗匪又把他们抓走了 此时东伯雪英走了过去 长枪随意挥动 枪尖边上锋利的薄刃 划过绳子 瞬间 这十几人都脱困了 谢大人救我们性命啊 谢谢大人 一名白胡子老者恭敬行礼 同时 连忙给旁边其他人低行加力 把东西都收拾起来 献给大人 是 这些个商人们 个个都是人精啊 立即去把盗匪们 抢劫了一些货物中的贵重物品 以及盗匪尸体上的一些金票 等贵重物品 帮忙搜集起来 很快的 包括一大堆破星弩 以及许多金币金票等物 放成了一大堆 只见着白胡子老者 恭恭敬敬说的 大人啊 这些都是盗匪们遗留的 这些货物物品 我们也都献给大人 谢大人救我们性命啊 好 东伯雪英的目光一扫 那厚厚一叠金票 的确价值颇高 主要是冷穷八英的 其他两名流星机器士 都没有储物法宝 都是随身携带的一些钱物 东伯雪英很干脆 收了那一大叠金票 这价值也有八九万金币呢 至于其他东西 你们自己就收着吧 破心怒也带着 说不定你们还能自己保命 你们被挤捋的伤队呢 你们的马匹呢 其他人都死了 马匹被扔在前面 冷穷八英 根本不在乎那些马匹 速度都快点 我带你们出冷穷山峡谷 至于出了峡谷 我就不管你们了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快感谢大人 快 谢谢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这白胡子老者都跪下了磕头 其他人也都跪下赶尽 冷穷山盘踞了大量到尾 他们老的老 少的少 没有东伯雪英 他们很难活着出峡谷 快点 慢了 我可不等你们 说着 东伯雪英却已经飞跃而下 离地面近两百米的高度 他却丝毫不在乎 直接一跃飞落到下方地面 碰的一下 地面都是一阵 他连膝盖都没弯一下 还不错 东伯雪英练化了一下这个储物宝物 空间也比母亲的那个要小上一圈 这些盗匪首领们的金票 加起来也过十五万金币了 伯雪石城堡正确钱 如今就来了这么一笔收获 这些年卖掉阴影 爆毛皮等材料 虽然得了近十万金币 可是弟弟突破成为正式法师那一年 自己就送了一件比较好的储物宝物 和一柄法师账 法师账不贵 也就五千多金币 毕竟弟弟实力还弱 太厉害的法师账 他也发挥不出来威力 可是储物宝物空间却颇大 足足花费了过五万金币 比母亲的这个空间还要大上一圈 自己在达到称号级实力时 身上的内甲换了一个二阶炼金护甲 至少和称号级交手厮杀的时候 能够保住身体要害 靴子衣物都换了一些炼金物品 不过这些还都比较便宜 唯有内甲比较贵 达到三万金币 所以如今东伯雪英手头上 是有些紧了 堂堂称号级实力 却为十几万金币而欢喜 这要被其他称号级强者知晓 恐怕也会被笑话的 毕竟称号级那是什么地位 就这样 带着那些侥幸逃出生天的十几个人 出了冷穷山的峡谷之后 东伯雪英便不再管了 踏雪马居速度飙起来 一路飞奔 晚上在黄龙城城内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继续赶路 一直到傍晚时分 才终于抵达了清河郡城 足足两天时间 总算到了 这 就是清河郡城 东伯雪英摇摇看着 远处一座威鹅的城池 庞大的肉眼难以看到尽头 城墙是由灰白色岩石构成 上面无数沟壑见证了漫长的历史 城墙高 足有百米 百米高的城墙 那简直就仿佛一座山高了 这座威鹅的城墙上 每隔一里地都竖着一个黑色球体 球体上也有着金色花纹 整个庞大威鹅的城池 散发着一种无形的力量 当然 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 东伯雪英对气息感知非常敏锐 才能够察觉 清河郡城 有常住人口过千万 拥有的历史 比龙山帝国的历史还要长 其实 省城郡城的历史 一般都很长 朝代更替 可是这些古老城池 却是不断地加固 法术阵法也变得越加强了 像省城就更为夸张 内部常住人口是过亿的 那城池雄伟庞大 简直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度 据说连神灵的力量 都无法撼动省城的各种防御 东伯雪英此时感态万千 我 真是开了眼界 我有种感觉 如果整个清河郡郡城的法术大阵都爆发 那一个个的球体爆发的威能 恐怕瞬间能灭杀我 这完全是超凡的力量了 东伯雪英他却不知 这等大阵开启一次的消耗 是何等的惊人呢 郡城 骑着踏雪马居 东伯雪英也进入了这座雄伟的清河郡城 清河郡城常住人口过千万 何等之庞大 可想而知 虽然城内主道非常的宽 可是踏雪马也只能以它散步的速度在前线 从城门到龙山楼八十多里地 却耗费了将近一个时辰 此时天都完全黑了 东伯雪英看着眼前的龙山楼 终于到了 在龙山楼前 巨大的一盏盏火晶灯照亮 这里可比以水县城的龙山楼要雄伟多了 单单巨大的院墙 怕是有一两里地的范围 周围还有大群守卫 在那寻守 下马 此时正门口两名站着的黑甲守卫 更是气势非凡 怕是至少也是流行级 东伯雪英也下了马 一翻手出示一下黑铁令 郡城应该是得知我来的消息了 此时其中一名黑甲守卫走过来 微笑了说道 是以水城的东伯雪英吧 是我 我们早就得到你来的消息了 你这匹马就交给我吧 你尽管进去 会有人带你到住的地方的 麻烦了 黑甲守卫帮忙牵马 东伯雪英将马匹交给对方 便直接沿着龙山楼巨大的院墙正门进入 巨大的龙山楼内 绿树成荫 花花草草也是漂亮得很 一盏盏火晶灯 在花草间 虽然天已经黑了 可是整个龙山楼内 却是几乎处处有火晶灯照耀 东伯大人 请随我来 好 此时有一名侍女迎接 这外来的客人呢 都住在东边的嘉会员 嘉会员内已经专门给大人准备离出小院 大人最好别出嘉会员 其他地方或许就是龙山楼的重地 等到明天一早 自然有人接大人去见楼主 啊 东伯雪英点了点头 这龙山楼内石板铺就 周围各种奇异花卉 讨木繁茂 甚至一些院墙上 隐隐能看到一些法阵的纹路 走了片刻便来到一座院门前 侍女在前面带路 这里就是嘉会员 大人的小院在里面 这里院子挺多啊 东伯雪英笑看了一眼四周 怕是有数十个小院 分成两排 彼此门对着门 进城的一些任务繁多 经常有各地的高手过来 今天算是少的了 嘉会员也就住下了大半 平常的时候呢 整个嘉会员都不够住的 哦 说着 她便推开了院门 忽然 对面的小院 也吱压一声开了门 东伯雪英转头看去 对面的小院院门也打开了 里面有侍女 捧着餐盘出来 更有一名 青豪年轻女子 正准备关门 她也看到了 对面的东伯雪英 立即明白 哦 这个黑衣青年 就是要入住 对面小院的 女法师 东伯雪英立即就能感觉得到 这位 青袍年轻女子身上 有着法师特有的那种神秘的气息 其实那是法力的气息 而且 也散发着淡淡的冰冷感 这股感觉 东伯雪英太熟悉了 自己的母亲 弟弟 擅长的都是寒冰一类的法术 眼前这名女子 显然也是最擅长这一类的 不过她的气息 感觉比白元芝还强 惊讶这名青豪女法师的容貌 惊讶于她的年轻 要说自己的弟弟 是自己所见过所有男的当中 堪称最帅气的 而这位青豪女法师呢 则是自己见过所有女子当中 最漂亮的一个 她的美 就仿佛雪山上的冰帘 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气质 其实说 像以水城呢 也有好些个美女的 像优越 也算自己见过容貌 排在前十的美女了 可是这位青豪女法师 让东伯雪英瞬间就认定 是最漂亮的一个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气质 很独特的气质 东伯雪英此时有些惊讶 法师都是充满智慧 越是强大的法师 越是知识渊博 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年轻 却似乎比白元芝还强 东伯雪英却不知 在她惊讶对方的时候 这位青袍女法师 也同样隐隐感觉 眼前青年的不凡 多年参悟天地自然 让东伯雪英那股锋芒 更加内敛 气息更加自然朴素 正是这种内敛朴素的感觉 让青袍女法师 暗暗之境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三十集 他明明不是法师 竟然心灵也对联得如此厉害 其实法师是极为重视心灵 灵魂等方面 两人都暗暗吃惊片刻 这青袍女法师点头微笑 雪英也点头微笑 二人只是彼此看了一眼 彼此都礼貌性地点头笑了一下 吱咬一声 这青袍女法师关上院门 东伯雪英也步入自己的小院 而旁边的侍女说 东伯大人 等会我就送来吃的给你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 随即 侍女便退离开去了 到了第二天清晨时分 刚吃完早饭没多久 龙山楼的侍女就专门来请东伯雪英了 今天就要宣布任务的详细了 一个幽静厅内 东伯雪英步入厅内 一眼就看见一名白发魁梧老者 老者看到东伯雪英也微微点了点头 东伯雪英点了点头 坐下之后 她端起了茶水 刚喝了一口放下 此时厅外又有人走了进来 正是昨晚见过的那名青袍女法师 青袍女法师的目光一扫 也看到了白发魁梧老者和东伯雪英 她也有些惊讶 好巧啊 昨天就居住在对门 今天又碰上了 她微微朝二人点头 也坐下了 那白发魁梧老者 却是眼睛一亮 是静秋法师 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静秋法师 真的好巧 老朽 唐雄 好 这青袍女法师 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东伯雪英 倒是有些惊讶了 要说 清禾郡内的一些厉害人物 龙山楼早有名单介绍 自己呢 也看过了 这唐雄啊 也就罢了 他是一名 已经过了160岁的银乐骑士 都这么老了 自然没什么指望 再突破到称号级 至于静秋法师呢 那可了不得 啊 这是整个清禾郡的天之娇女般的人物 于静秋 这个于静秋啊 他本来是一个普通家族出身 进入了长丰学院学习法术 20岁那年突破到了刘兴级法师 并且被留在长丰学院任教 并且在23岁那年突破到了银乐级 按照资料推算 现在于静秋应该才25岁 25岁啊 却已经颇为资深的银乐大法师了 这天赋的确很吓人 长丰学院内的一名超凡大法师 都是收他为亲传 如此年轻 几乎有超过九成的把握 能踏入称号级 原来是他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 忽然外边又走进了两个人 一名有些阴冷的青年 一名黑发老者 阴冷青年穿着不凡 身上的衣袍都能引起周围气息的变化 显然是比较强大的炼金衣甲 静秋 没想到你也在这儿啊 我这次出来力点 随便选了个任务 没想到就碰到静秋你了 这真是太巧了 我们俩不是一般的有缘呢 是很巧 阴冷青年目光一扫周围 看到了白发老者 也看到了比他更年轻的一名黑发青年 这让他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渝之色 他瞥了一眼 那白发魁梧老者随意地说道 哎 让让 是博荣大人 博荣 白发老者 唐雄乖乖让到了一边 不打扰他和女法师 这一下子啊 东伯雪英也明白对方是谁了 他正是司博荣 是清禾郡司家 年轻一代最顶尖的人物之一了 这司博荣今年五十多岁 身为银月骑士 寿命一般都接近两百岁的 五十多岁还能够维持很年轻的容貌 因为相对比较年轻 他也是有比较大的希望 在将来踏入称号级的 所以在司家呀 就地位也算很高了 司家在清禾郡司一手遮天 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所以即便同样是银月骑士的唐雄 也有些谄媚 毕竟他得罪不起呀 随便找个理由抓一个银月骑士 那对司家来讲都是小事一桩 只有突破到了称号级 才有碾压繁俗的力量 称号级建立的家族 才有资格和司家比较平等的对话 此时那阴冷青年 这才坐到女法师旁边 靠得还比较近 景秋啊 你怎么总是躲着我呀 你这样也太让我伤心了 于景秋的旁边倒是冷哼了一声 只见他站了起来 直接离开了位置 可这厅内也就这么大 他看了一眼便走到了东坡雪莺这边 隔了一个位置便坐了下来 哎 景秋 这下那阴冷青年司伯荣又走了过来 忽然他瞥了一眼旁边的东坡雪莺 显然觉得他在旁边很碍事 皱着眉头冷声说了一句 喂 你让让 不过东坡雪莺呢 他在喝着水 哎 压根眼皮子都没抬 东坡雪莺端着茶水杯 又喝了一口 根本就没搭理他 丝伯荣这下这脸色顿时难看了 很好 这个时候 外边一道笑声传来 一名红袍光头老者走了进来 丝伯荣压低了声音 问旁边的黑发老者 安良 这小子是谁啊 嗯 根据模样 地级他背的那一杆长枪 应该是遗水城的东坡雪莺 今年 应该才二十二岁 十五岁那年 他就以一己之力 灭掉了弯刀蒙 既然敢接这任务 看样子 应该是银月骑士级的 二十二岁 嗯 是的 要说这丝伯荣 他都过五十了 现在却遇到一个 二十二岁的银月骑士 他自然不爽啊 丝伯荣向东坡雪莺冷哼两下 便在旁边坐下 黑发老者也在一旁坐下 红袍光头老者目光一扫 看着眼前这五位 丝伯荣 黑发老者 白发魁梧老者唐雄 东坡雪莺 以及青袍女法师于静秋 五位高手既然都到了 我叫袁武 是青河郡龙山楼楼主 想必你们大多都听过我的名字 不过 静秋发师和东坡雪莺 我今天是第一次见 梁老主 直接说任务吧 不急 红袍光头老者却陡然声音冰冷了起来 在接任务前 我需要说一遍最基本的规矩 一 有关任务的一切 包括你们的同伴的讯息 都不得外泄 外泄消息 很可能导致这次任务的同伴 遭到报复 这是我们龙山楼绝不允许的 谁故意泄密 查出来 没人能救得了你们 二 这是黑铁机任务中最难的 任务 谁都无法保证安全 你们会有生命危险 死了 可怨不得人 这两点 提前告诉你们 如果接受不了 可以现在离开 红袍光头老者目光扫过眼前这五位 东坡雪莺他们 没有一个起身离开 此时 那唐雄笑着说了 原楼主 我们都知道规矩 这出去拼命 哪有绝对安全的事啊 如果怕 还是早早回去的好 这司博荣撇了东坡雪莺一眼 他本能的就很敌对这个小子 在他追求的静秋法师面前 他本能想要压制一切其他男子 而在场的 他的护卫 以及那唐雄都是老头 没什么威胁 就这个东坡雪莺 是太过年轻 这让他挺不爽的 很好 既然都明白有死的威胁 知道保密规矩 那我就先说下 任务的详细情况 东坡雪莺 目标是我们清河郡的曲泰城境内的第一大家族 卢家的家族城堡 摧毁击溃整个家族城堡 杀死卢家的族长 卢怀如 卢怀如 一个流星级法师 据说他们卢家 还有三四个流星级骑士 可是这点实力哪里需要我们五个人联手啊 还说有什么危险 卢怀如还擅长炼金手段 整个城堡内定有许多危险 并且最重要的是 这里其实是某一个邪神魔神 在我们清河郡的分坛 什么 这下东坡雪莺 于静秋 思伯荣 唐修 黑发老者 梁雍 个个是面色大变 什么 邪神魔神 整个帝国中 只有大地神殿是正统 其他的一律都是邪神魔神 连龙山帝国的开国皇帝 都没有建立神殿传播信仰 可是同样的 胆敢将手渗透到这一个世界的邪神魔神 个个都很可怕 没有谁敢掉以轻信 任何牵扯到邪神魔神的都得慎住 这里只是某位邪神魔神 这里只是某位邪神魔神在我们清河郡的分坛 并且已知的强者也就那么几个流星级 威蝎度较低 所以派遣你们五个过去 任务你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现在不愿去 就只能暂时居住在龙山楼内不得出去 直至这任务结束 可有意义 圆武楼主看着眼前这五位 龙家的家族城堡内有银月级吗 有称号级吗 至今没有发现 有可能有隐藏力量 但不太可能有称号级 称号级的力量很罕见 不会浪费在一个分坛的 静秋法师 那些邪神魔神终究只是隐藏在黑暗中 不可能涉事到一个郡就安排一个称号级的 如果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我们龙山楼会派出一艘非洲送你们过去 静秋 这次比较危险 你是一个法师 还是跟紧我们 我们会保护好你的 于静秋眉头微皱 要说他的心底很厌烦 这个一直追求他的斯伯荣 可是他的家族就在清河郡 所以也不愿意和斯家闹得太僵 东伯雪英背着兵器箱 已经朝外边走了 于静秋也跟着一同朝外边走去 斯伯荣在后边看着他们的背影 吃笑了一声 连一个好一点的储物宝物都没有 还配这个兵器箱 斯伯荣很是不屑 曲泰城境内 在一片平原空地上 有着一座雄伟的城堡 占地足足三里多 比东伯雪英家的雪石城堡 还要大一些 这就是卢家的家族城堡 城堡分外堡 内城堡 内城堡呈八边形 仿佛古怪的怪物趴在那 这座内城堡就是卢怀如亲自研究布置而成 内部机关重重 越是接近城堡底部 就越加危险 此时这卢怀如舔着脸 谄媚地说他 神士大人 准备的这几个侍女可还满意 那半躺在那儿的 是一名怪物般的壮硕男子 这男子身体无比壮硕 腰粗仿佛水缸 他的身高也足有两米四五的样子 手臂比常人的大腿还粗 胡须坚硬如钢针 一双眼眸中 微微搭了着 可是偶尔睁开的时候 却带着可怕的微压 他的呼吸 甚至让周围的空气都在震颤轰鸣 旁边的侍女们 都有些战战兢兢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流氏QQ天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雪英灵主 第31集 旁边待着的一群侍女们 战忍兢兢 吃点哆嗦 一般般吧 只见那怪物壮汉说了 怎么 我感觉你很怕我 神使十里滔天 我这是敬畏 放心 我只是在你这儿 休养一段日子 刚刚九死一生 从新火世界逃出来 都快忘记人世间的享受了 好了 你再弄些小美女过来 最好弄些厉害的女法师 一般人还真没有味道 他扒打了一下嘴巴 拿起了旁边的肉 大口大口地吃 是是是是 神使大人放心 我会尽快弄来女法师 献给神使大人 去吧去吧 别在这儿碍我的眼 去吧去吧 此时 在清河郡龙山楼的一处空地草坪上 正停放着一艘 约满二三十米长的银白色非洲 非洲上遍布一些法术文路 援武楼主带着东伯雪莹他们五个 来到了这儿 几位都上非洲吧 好漂亮的非洲 东伯雪莹眼前一亮 这还是她第一次见非洲呢 过去都只是听说而已 这非洲好漂亮啊 据说这炼金非洲最低的都要二十万金币一搜 一般称号级强者或者一些大势力才配备得起 斯伯荣似笑非笑地撇了眼东伯雪莹 杨老主 这艘炼金非洲通体是砍炎金 船舱也都是琉璃 怕是得要五十万金币吧 你们私家需要向一些炼金大师们购买 可我们龙山楼是总楼那边直接派过来的 我们不用花金币 而且这炼金非洲也是我们龙山楼省城总楼内部的炼金大师炼制而成 成本也低 估计三十万金币就成了 斯伯荣猜测失败也面不改色 他惊叹了一声 嗯 了不起 我准备买一艘炼金非洲 能从楼山楼买吗 可以 不过价格和外面的差不多 不可能成本价给你的 炼金大师们也要赚钱 啊 于静秋法师却是率先的上了非洲 他一直很厌恶斯伯荣 就是因为斯伯荣经常显败以及用家族压人 此刻说这么多不就是显败他买得起非洲吗 于静秋毕竟是败在超凡大法师门下的 他追求的是希望像他老师一样成为超凡 那才是真正的力量 显败 用家族压人 这太浅迫 东伯雪英此时也上了非洲 斯伯荣没了显白的对象 也和麾下护卫梁雍 以及一直以他为马首是瞻的唐雄 上了非洲 各位 一路顺风 谢过楼主 元武楼主在草地上摇摇看着 呼的一下 非洲很快腾空而起 不断的升高 升到上千米的高度之后 这才迅速朝远处飞去 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很快就消失在天边 此时在非洲的船舱之内 整个船舱都是由透明琉璃布置而成 能够异常清晰地看见外面的场景 琉璃中隐隐还能看到一丝彩色 的确是美轮美奂 几位 负负责操纵非洲的两名龙山楼的高手 看向东坡雪莹他们 其中一名一席银白贾凯的男子说 几位要去取太城卢家家租城堡 是准备晚上袭击呢 还是白天 如果白天的话 非洲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前进 只要两个时辰就能抵达 如果不着急 非洲就以比较慢的速度前进 估计傍晚十分抵达 白天攻击和晚上攻击 其实没什么区别 那位卢怀如是一名流星级法师 更是炼金高手 既然那里是极为隐秘的重地 他肯定设置了诸多警戒法阵之类的 一旦我们潜入 就会立即被发现 景秋是音乐级法师 他既然说有警戒法阵肯定被发现 那就一定会被发现 既然都会被发现 那就白天攻击吧 越快越好 我们不急 就半晚十分吧 半晚十分 加速城堡的士兵们换班 或者准备吃晚饭等等 都会放松很多 白天相对森严 晚上则是夜色影响 遇到机关法阵更麻烦 你景秋真聪明 好 那就半晚 负责操纵非洲的龙山楼 两位人员都立即做了决定 其实呢 以比较平缓的速度前进 对非洲而言是最节省消耗的 东伯雪英很快就走出了仓室 来到了非洲的甲板上 感觉真不一样 甲板上的风比较大 不过因为非洲的形状设计 风几乎都是从非洲上方呼啸而过 甲板上的风和外界的相比 已经小了很多了 站在甲板 扶着非洲栏杆 看着周围漂浮的云朵 看着云朵下方若隐若现 能看到的苍茫大地 景色是真的漂亮 东伯雪英也觉得 有些心旷神疑 又有人走出仓室 来到了甲板之上 东伯雪英转头看了一眼 来人正是那位有些阴冷气息的丝伯荣 丝伯荣穿着颇为华贵 一副贵族作戴 他也走到栏杆旁 看着外面的景色 虽然看了很多次 可是在非洲上看风景的确很不错 东伯雪英 你这是第一次在非洲上吧 东伯雪英却是轻哼一声 没理他 我知道你 东伯雪英来自以水城 你父母据说被墨阳家族给抓去了 你还有一个弟弟叫东伯青石 东伯雪英皱着眉头 看向着他 还是没有说话 在清禾郡 没有我私家不知道的事 想要灭掉你们东伯家族这种小家族 对我们私家而言轻而易举 比如你们东伯家 比如你们东伯家内有两个兽人 一个狮人 一个六臂蛇魔 兽人中可就有不少造反的叛贼 所以找个理由 说你们东伯家族窝藏造反叛贼 你们东伯家就完了 到时候你被废掉丹田弃海 都成不了歧视 你的弟弟也会被废掉法力 让你们去做奴隶 你觉得如何呀 这司伯荣说得很随意 可是其中的威胁却很毒辣 平常东伯雪英还真的懒得理会 这种大家族子弟 可是此刻 司伯荣的话 还是让他心中起了怒火 特别是他弟弟 他从小看着弟弟长大 一路呵护 说让弟弟做奴隶 司伯荣 司伯荣微笑着看着东伯雪英 他早就习惯了那些家族 在他们私家面前低头了 知道错了 只要你今天 给我们低头认个错 回头再送上五万金币 我们之间的事 就当没发生过 司伯荣 有没有人说 你是个蠢货 你 你就是一个蠢货 三岁孩子都比你聪明 这次我们去取太成 是要对付一个邪神魔神 在我们清禾郡的分坛 我们五个一起联手 依旧是有生命危险 在这个时候 你竟然愚蠢地威胁我 恐吓我 就算我暂时低头 我恐怕 也会心存怨恨吧 到时候 攻打那卢家城堡时 在关键时刻我阴你一把 你说不定 就会丢掉小命 哼 就算你真的要恐吓我 威胁我 好歹等任务结束吧 你现在威胁我 除了让我怨恨你 似乎没别的用处吧 你说 你是不是个蠢货 你 你真的不怕我 随你的变 可你也要承担后果 或许后果 不像你想得那么好 说完 东博雪莹转头 就朝仓室内走去 他懒得和这个蠢货 再说一句废话 这次任务 自己本来就是来 积载些经验 等到这次过后 自己就会主动去申请 青铜令 接取青铜级任务 要知道 称号级战里拥有的权利 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成卫军等一些执法机构 根本就无权对付的 其实就算想要对付 凡人们也很难 威胁到一名称号级战利 所以称号级战利 就算是犯罪 那也是龙山楼进行审判 所以思家 是威胁不到称号级战利的 称号级彼此间 有平等对话资格的 思良红当然是整个龙山榜 都排在500左右的强大存在 没有必要 东博雪莹 是不想和思良红为敌的 你竟然敢无视我 竟然敢无视我 很好很好 我记住你了 等这次任务过后 我一定 这个盖司的小子 不会真的在任务中赢我吧 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又让老梁随时跟着我 这司不容还真的有些担心了 这个叫东博雪莹小子 在任务中如果因自己个怎么办 再介绍过这小子 不跟他计较 等到任务结束 看我怎么炮制他 22岁的银月骑士吗 银月骑士和称号级只是差一步 可是这一步 却宛如天谦 从普通骑士修行到银月骑士 靠着天赋资质 靠着一些资源厉害的斗气法门 都是有希望脱补 像司不容 就是因为天赋够好 在家族栽培之下 一气呵成修行到了银月骑士 然后呢 然后也就卡在银月级了 银月骑士到称号级 对心灵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必须达到天人合一境界 而后利用天地的力量 才能突破达到称号级 天人合一吗 司不容成为银月骑士多年 唐雄梁雍 都是成为银月骑士多年 可他们对天人合一 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 而法师则不一样了 骑士们是仗着身体 法师则更重视智慧 法师们需要研究天地剖析自然 研究许多规律 才能掌握一些法术 所以实力越强的法师 那智慧都是极为了的 一般都能够成为银月级大法师 智慧都是很非凡的 所以说余景秋才会让人觉得很是惊艳 如此年轻就如此了得 继续研究剖析天地 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寿命中 是很有可能达到天人合一境界 法师掌握天人合一 是靠着研究 而骑士将要掌握天人合一 那可就难了 许多骑士那都是大老粗一个 哎呀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达到天人合一 所以东伯雪英虽然被认为是22岁的银月骑士 可明显没有余景秋受到重视 一般人都认为东伯雪英是仗着身体天赋好 一路修行没有阻碍 一口气修炼到了银月级 东伯雪英虽然枪法境界早就达到大师境 神而明知 这六年多一直在后山竹楼居住修行 参悟天地自然 枪法越加朴素自然 可是至今都未曾达到天人合一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天佑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雪英灵主第32集 可是他强大的身体赋予了他称号级巅峰的力量 一旦力量血脉爆发 力量还要翻倍 在称号级中都足以排在前列了 你运气好的小子也敢和我叫板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丝不容是暗暗咬了咬牙 随即他便回了仓室 斯伯蓉走到了于静秋的身旁 静秋 于静秋闭着眼睛静修 睁开了眼睛 有事 去攻打卢家城堡的时候要小心点 特别是那个东坡雪英 这个小子太年轻 不沉稳 我担心到时候他暗中搞破坏 你到时候就跟着我和老梁 我们肯定会保护好你的 于静秋有些疑惑 他搞破坏 他为什么会搞破坏 你小心点就是 这斯伯蓉没有细说便走开了 于静秋秀眉微醋 看了看在远处的斯伯蓉 又看了看另外一边也盘膝坐着的黑衣青年东坡雪英 他们俩之前都去了外面甲板 难道起了冲突 看那个东坡雪英也不是个猛撞的人了 希望这次任务别出什么意外了 这个时候 于静秋也隐隐有了一些担心 此时东坡雪英盘膝坐在那 心跳在逐渐的越来越慢 呼吸也越来越缓 可对周围世界的感应 却越来越清晰 周围一道道气息 于静秋的气息 唐雄 斯伯蓉 梁雍 以及那两名驾驭非洲的 每一个气息都非常的清晰 甚至能够感知到外面的狂风 心如止水 行静如静面 映照外界 天地自然 天色 渐渐昏暗了 银白非洲一直在云雾间飞行 到了 此时东坡雪英渐渐恢复正常呼吸 血液流速也恢复了 她看向外面 她也感应到整个非洲的速度 显然是在不断减速 驾驭非洲的龙山楼人员 开口了 各位 可以准备下去了 马上就到卢家家族城堡了 斯伯蓉有些忐忑 要到了 唐雄很平静 马上就要战斗了 个个都起了身 即将面临一场大战 心情却都各不相同 斯伯蓉 这么危险的任务 他还是第一次接 所以专门带了家族里边的一名 银乐骑士护卫 他有些忐忑 有些不安 更想在于静秋面前 展露一下实力 唐雄却很平静 一个活了160多岁的老头 什么大风大浪 都经历过 梁雍有些谨慎 因为他得保护好斯伯蓉 于静秋是第一次来接任务 虽然有些个紧张 可是法师的心性 让他一直平静面对一切 东伯雪鹰 作为一名称号级的战力 他没有畏惧 只是对卢家城堡 充满了好奇 诸位 此时于静秋他们五个人 走到甲板之上 俯瞰下方都能看到 那一座雄伟城堡 此刻非洲距离下方 仅仅只有三百多米 可是因为非洲表面法阵 引动一些雾气遮蔽 下面人根本就看不见非洲 于静秋开口了 等候我施展法术 笼罩诸位 我们直接月下 悄悄潜入卢家城堡 如果能悄然渗透 直接杀了那卢华如 那就最好不过了 斯不容第一个开口了 好 听静秋的 杭雄也笑呵呵 有一名音乐级大法师同行 是我等运气 东伯雪英 则是拔出了背后兵器箱内的两节枪杆 开始连接好飞雪神枪 斯伯荣剑状却是撇了撇嘴 一翻手 手中就是一柄 双手大剑 所有人都准备好 随时可以战斗 此时一袭轻袍的于静秋 手持一根法杖 忽然一道旋风席卷起了再长几个人 我们下去 走 五个人同时从非洲上一跃而下 其实以他们的实力 任何一个人 从三百多米高空跃下 都是没事的 这旋风呢 主要是为了调整落点 以及隐蔽之下 东伯雪英看着下方 随着降落 旋风操纵之下 他们朝卢家城堡的内城堡屋顶飞了过去 整个内城堡就好像一个八边形的奇异怪物趴在那 同时下面也起了风 风在呼啸 席卷树叶杂草 让城堡的一些士兵们都难以睁开眼睛 而这五人在旋风辅助之下 悄然落在屋顶上 斯伯荣持着双手大剑 充满了战意 走 我们进去 整个巨大的内城堡屋顶也是大得很 此刻亮起了刺眼的火红色光芒 光芒照耀之下 东伯雪英他们五个人各个无处对行 此刻 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内城堡内部传出 响彻整个城堡每一处 就在屋顶 杀了他们 外城堡城墙上大量巡逻的士兵们 一些内城堡各处的巡守士兵也都立即发现了 立即就有超过两百个破星弩对准了这里 卢家明面上就有一位流星级大法师 而且擅长练金 还有四名流星级骑士 这样的实力自然城堡士兵配备的也很好 彭雄开口了 我们被发现了 发现了又怎么样 大不了全部杀光 斯伯荣是冷笑不已 而旁边的于静秋说呢 我们这次针对是卢家 你们要阻挡我们 只不过是送死 手持着法杖的于静秋开口说 他的声音清冷好听 响彻在城堡的每一处 同时伴随着他的声音 周围树里范围都出现了无数的冰霜寒气 周围空气的温度急剧骤降 地面上凝结了厚厚的冰霜 一些泥土地面完全被冰封 整个巨大的卢家城堡 都变成一座巨大的冰霜城堡了 所有士兵身上都凝结了冰霜 一个个瑟瑟发抖 一些士兵直接冻得哆嗦 倒在了地上 冷 好冷 退出冰霜领域 你们能活命 否则这么冻下去 只会被冻死 于静秋对这些弱小士兵 还是抱着仁慈之心的 东伯雪英看着周围的一片冰霜 感受着这极寒的温度 有些泽泽惊叹 于静秋法师最擅长的 不愧是寒冰类 举手投足之间释放出的冰霜领域 控制的范围 刚好覆盖整个城堡 极寒的温度 也没到瞬间冻死人的地步 这种控制力是真厉害 当然了 冻得时间长了 还是会死人的 快走 快走 快走啊 一些身体强一些的 立即拉着一些弱些的士兵 往外边逃 城堡内一些仆人们 也在往外逃 两三千名士兵 在冰霜领域下 毫无反抗之力 个个只能往外逃 这么冰冷的情况之下 他们冻得瑟瑟发抖 手指麻木 失去知觉 根本就无法操作破心弩 走吧 东伯雪英 唐雄 梁庸 斯伯荣 一起点了点头 于静秋持着法杖 东伯雪英他们四人 则是在周围 进阶跃下了屋顶 既然无法悄然潜入 那就正面攻打了 哼 一群蠢货 一点用都没 摇摇看到外面士兵们 都在往外边逃 卢怀如冷哼一声 却是迅速飞奔在走廊上 不断地朝内城堡的 隐秘之地赶去 看来 还是得靠我自己 和几名护法了 你们不进来便吧 敢进入我建造的内城堡 那就是死 这卢怀如有着足够的信心 他的机关陷阱法阵 银月骑士来个三五个 也得死 更别说 他这里还居住着一位 伟大的神使大人 这都让他底气十足 这座庞大的八边形内城堡 占地 一两里范围 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机关陷阱 斯伯荣有些犹豫 看着眼前的走廊 走廊 幽深通往内城堡深处 这斯伯荣 有些犹豫了 卢怀如就躲在里面 我们得杀进去 不过里面机关陷阱法阵 恐怕不少 得擅长保命的骑士 在前面探怒 东伯雪英露出一丝笑意 哎呀 这个斯伯荣啊 一看 就是要脸面 又怕危险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修炼到银月级的 唐雄 梁雍 都很平静淡定 他们的目光都落在了于静秋身上 盲目闯进去 那是送死 于静秋的声音清冷 都让人情不自禁地平静了下来 卢怀如虽然只是一名流星级法师 可擅长炼金 肯定布置了许多机关陷阱法阵 就算一月骑士盲目往里闯 也很难保命 你们稍微等一等 我施展法术 在前面探路 说着 于静秋手持法杖 嘴唇 微微动着 无声地念动咒语 其实啊 法师们念动咒语 是一种自我催眠 毕竟 一些强大法术实在是太难了 不自我催眠 近乎极限去施展 是无法施展出来的 至于一些次一等的法术 根本无需念动咒语 即可强行施展 就像之前的冰霜领域之类的 对于静秋 就没一点压力了 此时眼前忽然开始 无数寒冰凭空凝结 很快 形成了一条 足有水桶粗 约莫有二十多米长着的 盘着的巨大寒冰大蛇 寒冰大蛇全身晶莹 高昂的蛇头 带着冰冷的沙印 那无形的威势 让斯伯荣 唐雄他们个个 都有些忌惮 东伯雪莹 暗暗点了点头 五界法术 寒冰之蛇 这等法术大蛇 没有任何要害 且力量 比寻常音乐骑士 都要高得多 单论力量 怕是媲美称浩吉 只是技巧上热一点 如果有十个头 恐怕 都能威胁称浩吉了 不过称浩吉天人合一 天地力两压之下 根本 施展不了法术 于静秋手持法杖 继续无声念着咒语 又过了一会儿 又是一条 同样庞大的寒冰大蛇 出现在了旁边 法力有限 还需要面对 下面未知情况 需要省着点 有这两天寒冰之蛇 足以开路了 有一名银月大法师跟着 我说了 是我们的运气 这寒冰之蛇 没有要害 如果我们去探路 那可是拿命拼了 哎呦 还是静秋厉害 好 我们出发 静秋啊 你在我们四个保护中间 我和老梁在前面 龙波雪英和唐雄就在后面 这刚才不敢在前面通 现在有两条寒冰大蛇 在最前面 他倒是自信十足了 宽敞的走廊通道 两条巨大的寒冰大蛇 一前一后在游动着前进 而且每一段路都停下来 尾巴抽打着旁边的狼壁 轰隆隆 走廊震颤 一些法术纹路被强行毁掉 有一些脆弱些的墙壁 直接轰然倒塌 一些陷阱被毁掉 有些陷阱被激发 攻击在寒冰大蛇身上 即便是刺出个冰窟窿 寒冰大蛇表面寒气涌动 就弥补了冰窟窿 只是整个身体略微缩小了一丝丝 每一次攻击 每一次受伤 寒冰大蛇都会不断地损失寒冰力量 当最终支撑不住的时候 就会完全崩溃 可在崩溃之前 它们根本没有要害 可以无惧死亡的疯狂攻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天佑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三十三集 东伯雪英在后边看着 暗暗惊叹 真可怕 如果给法师充足的时间 威胁的确比奇事大多了 法师们布置出的一些法术大战 据说威力更大 这法师更像是学者 研究剖析天地 他们施展的法术也是精妙无比 足够有时间 慢吞吞的施展法术 可以轻易将骑士给虐死 如果给他们一年半载 布置出强大的法阵 那么威力就更大了 然而骑士则更为勇猛 骑士们则是瞬间爆发 杀戮在前的 越是强大的骑士速度越快 就像东伯雪英吧 现在都是一眨眼就冲过百米的距离 常人甚至都看不清他的身影 这种可怕的速度 真要刺杀一名法师 法师们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所以呢 法师和骑士都是有着各自的优势 寒冰大蛇纯粹的力量 近乎称号级 他们如果近身厮杀 可能还纯奔一点 可是用来拆走狼风道 却是极为善长 伴随着一些轰鸣 许多墙壁都倒塌 许多陷阱都没有发挥的机会 许多法阵从纹路上就被破坏 不过整个内城堡的确是很稳固 即便拆掉一些墙壁 城堡本身依旧有其他的支撑墙所在 依旧没有崩塌 有静秋在我们可轻松多了 什么机关陷阱法阵根本威胁不到我们 于静秋手持法杖 却仔细观察着前方的一切动静 一名厉害的炼金大师 有些机关陷阱是出乎意料的 我的两条寒冰之蛇 虽然前后连续两次碾压破坏 也只能说超过九成的机关陷阱法阵 会被破坏掉 没有绝对安全的把握 还得小心 都超过九成了 没问题 而且那卢怀如 恐怕也没静秋你想的那么厉害 静秋你在长风学院 接触的那都是极厉害的高手 哪里是卢怀如能比的呢 司博荣说着 嘴上这么说 可行动上 他一直是以经验丰富的护卫梁庸 为马首是针 显然还是颇为小心 内城堡的隐蔽深处的一处 大殿内 卢怀如坐在大殿高处宝座之上 皱着眉头 旁边则是站着三名手下 个个都是流星级骑士 该死 没想到那个法师 竟然是银乐级法师 卢怀如皱着眉头 他之前只是看到外边 弥漫着冰霜 连一些凡人都没能瞬间冻死 以为这没有多厉害 他一直就没敢冒头 连东博雪英他们五人的样貌 都没看到 自然不知道 于静秋来了 此时三名护法都看着他 看住怎么办 能怎么办 足足两条寒冰之蛇 肆意破坏 摧毁诸多地方 我的法阵都被毁掉了 一些纯粹的机关陷阱 也没几个能发挥作用 就算被激发了 最多消耗一点寒冰之蛇的力量罢了 看来只有一次机会了 他整个内城堡机关陷阱 自然有一些杀招地方 可是有两条寒冰大蛇 导致只有最蠢笨 最难以被破坏的一处机关陷阱 能够发挥大的作用了 有一处绝杀陷阱 是第七走廊 是我布置威力最大的一处陷阱 不过 有那两条寒冰大蛇挡在前面 恐怕这个陷阱只能杀掉两三个银月骑士 所以 需要三位护法出手了 在他们被陷阱中伤的情况下 你们去补上一刀 最要命的时刻 你们三个媲美银月骑士的杀过去 他们必死 是 这三名护法都恭敬英明 跟着都有些心疼的 从怀里拿出了胸口的吊坠 吊坠可以打开 里边便是一粒血色小晶体 他们三个进阶仰头 吃下这血红色小晶体 跟着皮肤开始泛红 全身气血涌动 体内的斗气也开始发生些变化 这是他们的保命之物 魔神水石 对称号级是没什么作用 可是对流行骑士 银月骑士 都有实力大增的效果 实力越弱 增加效果是越为明显 一般流行骑士吃了之后 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达到媲美银月骑士的实力 当然了 带得药效过后 会精疲力尽两三天的时间 可是即便如此 这等实力大增的宝贝 也是极为珍贵的了 他们是这一分坛的护法 也只是每人只有一粒而已 别心疼了 等这次过后 我们肯定要搬走 我到时候自会申请 帮你们再弄到一粒 行了 快去吧 去第七走廊后面等着 是 三名皮肤泛红的护法 立即走了出去 这个时候 从旁边侧门走出了一名 仿佛怪物般的壮汉 他的脚步隐隐 让整个大殿都在震颤 卢怀如看了 立即乖乖地站了起来 这怪物般的壮汉 随意地说道 怎么着 遇到麻烦了 冰恩神使大人 这里恐怕暴露了 暴露 怪物壮汉走到宝座旁 直接坐了下来 皱着眉冷哼地说道 哼 没有发现我吧 如果发现神使大人 就不会只有几个银月挤过来了 恐怕会直接安排四粮红 像庞云他们吧 甚至有可能让超凡过来 卢怀如如此说着 称号级实力也是有区别的 正常的称号级 也就得到青铜令 厉害一些的 能够排在整个帝国前三千名 入榜和没入榜差别还是很大的 而四粮红那是活了几百年的 血妖老怪物 那像庞云更是凶残 他们俩在整个龙山帝国称号级 都足以排在五百名左右 是远远凌驾在一般称号级之上的 几个银月级 在我面前不过是些蝼蚁罢了 可惜啊 当在你这休养一段安稳的日子 就要离开了 第七走廊转角大厅的隐藏家道内 分坛的三名护法正持着兵器守在那 忽然一名高个儿的护法压低了声音说道 来了 轰 外边传来了一些轰鸣声 地面都发出震动 瘦小的护法则是走到前面 透过观察孔看着外面 只见两条寒冰大蛇已经行进到了这里 庞大的身体抽打在这转角大厅墙壁上 一时间地面凹陷 墙壁军力 两条寒冰大蛇可真够狠的呀 那么多机关法阵都被毁掉了 幸亏这第七走廊的机关受到的影响最低呀 这瘦小护法在旁边嘀咕着 机关陷阱也分很多种类 并不是所有都能被寒冰大蛇破坏的 准备好 等那些入侵者进入大厅再发动机关 瘦小护法透过观察孔看着 他们开始进来了 听我号令 此时东伯雪英他们五个人 跟随着两条寒冰大蛇行进在内城堡中 他们在寻找卢怀卢 因为整个内城堡是八边形 所以有足足八个转角大厅 此刻他们便步入了其中一个转角大厅 斯伯荣手持双手剑和黑发老者梁雍走在前面 于静秋持着法杖走在中央 他早就给自己加持了寒冰法术 身体表面有着一层寒冰凝结的甲凯 东伯雪英唐雄则是跟在最后面 分别在于静秋的左右侧后方 此时斯伯荣有些焦躁 这内城堡挺大的 卢怀卢到底躲在什么地方 不急 每过一处地方我们都查探清楚 整个内城堡成八边形 我们已经查看了六处 这将是第七处 将八处区域全部查探清楚后 如果依旧没有 那就应该在地下 我们再进入地下 一处处筛选 外面有龙山楼非洲监视 他逃不掉的 嗯 斯伯荣听完点了点头 忽然轰隆一声 整个转角大厅的地面 忽然移动起来 地面开始移动 露出了下方的一个个大坑 坑里面都是锋利的毛尖 毛尖上还泛着深绿色 显然是有很强烈的毒素 东伯雪英他们个个都迅速避让 幸好地面之前遭到寒冰大蛇的破坏 这些移动的地面 仅仅有部分移动感 大部分区域都卡死了 所以东伯雪英他们稍微闪避 就闪避到了安全的地方 四面金链扭曲的墙 忽然一瞬间完全崩塌 大量石头滚落一地 露出了墙壁背后的大量机械弓弩 巨大的机械弓 齿轮连接 无数的弩剑密密麻麻 遍布每一面墙壁背后 每一根弩剑都有足足大腿粗细 看到这弩剑 丝伯荣 唐雄 于静秋他们一个个都很心寒 这么粗的弩剑 又是靠机械齿轮拉动卡死 这拉力肯定非常的大 释放开来的攻击力 绝对比破星弩还要强啊 于静秋脸色大变 不好 四面坊 每人一边 经验老道的唐雄和梁雍 几乎同时都喊的 他们都知道到了生死之刻 每一个弩剑射出的震动都是那么清晰 前面 后面 左右两侧 全部都是弩剑射来 而且东伯雪莹他们又全部都在厅内 和弩剑的距离最远 也就数十米 近仅仅只有十米左右 实在是太近了 风被撕裂了 足足数百根粗大的弩剑 几乎一瞬间 交错的几乎将整个转角大厅给拢着 幸好他只是机关 这些弩剑是针对大厅几乎每一处的 真正攻击到东伯雪莹他们五个人的 也就数十根粗大的弩剑 大家挡住 此时只见黑发老者梁雍 一手盾牌一手战刀 弩牌瞬间格挡 卸开一根弩剑 在抵挡的同时 盾牌带着倾斜的略微一收 将力量就卸去了八九成 弩剑崩飞了 可是即便如此 他依旧感到弩剑的冲击力 如果正面被击中 即便有甲凯庇护 也肯定要吐血重伤 两三根弩剑击中 怕就没命 而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岁的白发老者唐雄 却是双手各持有一根短剑 当当当 完美地搁挡住了 他那一面攻击来的弩剑 这些老家伙们的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 该死 该死 那同样是银乐骑士的斯伯荣 却晃多了 他双手持着双手大剑 奋力抵挡 一根根高速正面袭击而来的弩剑 他身为银乐骑士反应是快 动作也快 可是他的剑法显然不够高 抵挡起来很是吃力 骑士的高低和战斗技巧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能够成为银乐骑士 只是代表他的斗气修炼到了银乐局罢 至于双手大剑的技巧 他虽然每天也都去练上一练 也和家族内的高手去切磋一下 可是连人剑合一都没能达到 只能算是基础较为扎实 一般的战斗足够了 可是此刻生死关头 超高速的弩剑射来 这个时候是无法思考 怎么抵挡每一根弩剑 靠的完全是条件反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加入刘氏QQ听友群 810037301 810037301 和我一起来飞剑问道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三十四集 此时 斯伯荣额头都是冷汗 忽然他惊呼起来 终于抵挡失误了 关键时刻 一面盾牌陡然伸过来 竭力碰到那一根粗大的弩剑 弩剑变相飞开 没能伤到斯伯荣 这关键时刻出手的 正是斯伯荣的护卫梁庸 黑发老者梁庸 几乎一半的注意力 都在斯伯荣身上 毕竟他这次来 就是负责保护的 可是弩剑实在太快 他也是勉强竭力出手 在谢力身法等方面 都受到了影响 一时间 整个人是亮亮强强 他正面袭击来的弩剑 应付的时候 顿时就有些乱了 他竭力单刀格挡开 两根弩剑 第三根弩剑 他就再也来不及了 支剑 梁庸一声低呼 身体竭力毙了 一根弩剑飞过 粗大的弩剑 完全撕折开了他的右臂 持着战刀的右臂 直接飞了起来 鲜血喷解 很快 弩剑进阶停止了 所有的弩剑全部攻击 仅仅维持了几秒罢 唐雄暗暗叹息不已 唉 面对这么近距离的可怕 机械无间 这梁庸全心抵挡 竟然还分心去帮助他那位百荣少爷 没丢命 算运气好了 斯伯荣倒是很紧张 老梁 老梁 我没事 逃过一劫的斯伯荣 连忙扶着黑发老者梁庸 梁庸 右臂断臂处鲜血涌出 不过梁庸连忙一番手 拿出了丝带 咬着牙 扎住断臂处 同时断臂处肌肉血管都开始收缩 鲜血流出速度 开始放缓 老梁 你怎么样啊 没事 只是断掉手臂而已 梁庸说着 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有多么的忠心 只是他是私家培养的 他的家族也依靠着私家 如果这次斯伯荣丢掉性命的话 他和他的家族也完了 所以他必须保护斯伯荣 如果斯伯荣真的死了 他也得先战死证明自己 白发堂雄 别了眼旁边的东伯雪英 刚才他全神贯注 也没注意到东伯雪英格党的情形 可是看到东伯雪英此刻的模样 显然很平静和淡定 庞雄暗暗想的 这个东伯雪英倒是厉害 我格挡开这些弩剑就已经全力以赴了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似乎比较轻松 就挡住了所有弩剑 可惜啊 东伯雪英站在后方看着摇了摇头 他对于斯伯荣有了一丝杀意 可对这个黑发老者护卫 却没什么仇怨 如果顺手 他也能够帮上一把 可惜他在队伍后面 对方在最前面 东伯雪英根本就来不及去救 如果真的极限速度冲过去救对方 那么 就是让于静秋处于绝境 于静秋是在整个队伍最中央的 而且是法师 面对这种弩剑只能是被动承受 小心 忽然于静秋一声惊呼 他一直冷静观察一切 有三道身影忽然从一面机械弓弩架子背后窜出 距离队伍仅仅十余米距离 这三道身影此刻都有银乐骑士站立 速度也是快的刻吧 十余米距离是一闪而过 小心 梁庸 少爷 呀 梁庸更是大喝一声 手持盾牌去抵挡 足足有两名护法杀强他们 显然他们之前也看出来了 这些银乐骑士中 这个丝伯荣是最弱的一个 而黑发老者现在又断臂 那么这两个是最容易对付 当然得先解决掉这两个 再对付接下来 还有一名护法则是冲向于静秋法师 一名大法师 得先干掉 住手 杭雄双手各持着短剑 中途就截向了那一名护法 而东伯雪英则是在队伍的最后面 此刻也手持长枪往前杀了过去 少爷 我们联手 斯伯荣大惊失色 他连忙拿起手中的双手大剑去抵挡 那名杀来的护法持着两柄弯道是快如闪电急速近身 在技巧上显然这位护法更为高超 杀的斯伯荣几乎瞬间就暴退 这个时候他哪里会管一个护卫的死活 甚至他都来不及管于静秋死活了 他退退到罪务最后面 让其他人去打 其实斯伯荣如果冷静的话 和梁庸联手还是能撑住一会儿的 很快东伯雪英他们就会来救援了 可是斯伯荣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性质 他的选择就是退 而那名护法立即干脆的转而挥刀劈向梁庸 梁庸独臂持着盾牌 在一名护法攻击下就很勉强 此刻一遭围攻根本就挡不住 呼的一声 背后的一柄弯刀闪过 掠过了梁庸的喉咙 老梁 梁庸瞪大着眼睛 眼中有着不甘 随即眼神中有着一丝期待和渴望 他死了至少是战死的 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够得到斯家的善待 此时他的身体朝旁边一软便倒下了 护卫梁庸 自此毕命 他是队伍中第一个死去的 银月级高手的交手太快了 就像出刀吧 一秒钟能出刀过百次 由此可以明白他们战斗是何等之快 几乎三名护法杀出来 斯伯荣一交手就暴退 梁庸则是挡住两下就毕命 而此时两道枪影划过长空 雪花飘飘 那刚刚杀死梁庸的两名护法还没缓过神来 便感到两道枪影迎面而来 这喉咙一疼 两人便立即捂住喉咙 瞪大了眼睛 鲜血不断从喉咙中流出 他们俩都不敢相信呢 这实在是太快了 这枪法太快了 一个照面 两人紧接死去 旁边其他人是各个色变 实际上东伯雪英学的是 古元寒前辈的玄冰枪法 就是以快出名的 他在流星级实力时的枪法速度 就能杀死五阶魔兽阴影暴 此刻即便只是随意施展 只是以少许力量 大概银月级的力量施展 可是以他的枪法境界 以及超凡骑士的绝技 依旧快的可怕 轻易虐杀两人 毕竟东伯雪英除了自己 还没见过其他人达到大师境界 力量圆满如一 这是非常难的 能够像东伯雪英那么刻苦修炼 很少很少 父亲宗灵他们都做不到 那般刻苦修炼 说起来只是一句话 可又有几个能做到呢 并且除了刻苦 还需要有头脑 东伯雪英有超凡大师枪法指引 他又非常聪慧 懂得一次次总结经验 一次次完善枪法 在这种扎实的基础完善中 就达到了人枪合一 乃至踏入枪法大师境界 有每天的药育 每天蜂魔的修炼 有超凡枪法指引 有整个城堡大量骑士陪练 有聪明的头脑 这一切才造就出了如今的东伯雪英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那仅剩下的和唐雄纠缠在一起的护法大惊 在杀了护卫梁庸之后 他们三名护法对三名银月骑士 其中还有一个比较弱的斯伯荣 这三名护法还是很有信心 可是当这名黑衣青年出枪之后 局势立一变 那经验丰富的唐雄一声大喝 那护法原本经验技巧上 就不如160多岁的唐雄被压制着 此刻一慌立即露出破绽 短剑一闪 那名护法眉心就出现了一个红点 他瞪大着眼睛轰然倒下 雪鹰送的好厉害的枪法 如此干脆利落的枪法 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雪鹰没有说话 他叹了一口气 于景秋也有些惊异的 看着身前的黑衣青年 东伯雪鹰摇了摇头 可惜梁庸败得太快 没来得及 思伯荣站在队伍后面 脸色阴沉 冷哼一声 护卫战死 他刚才和死亡擦肩而过 而这个他瞧得很不顺眼的 来自以水城 那个偏僻之地的东伯雪鹰 却是如此厉害 随即 思伯荣想起什么 走上前去 直接将梁庸的断臂环取了下来 东伯雪鹰 于景秋和唐雄三人都看向了他 老梁是我的护卫 他的东西 我当然要带回去给他的家族 至于他的尸体 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探 尸体再起放在这 自会有龙山楼的人来收拾 唐雄暗暗叹息 谁知道这松柏荣会不会将 储物宝里边一些物品送还回去 要说他见过的实在是太多了 思家呢是一个大家族 几百年的大家族 嫡系子弟多的是 其中良有不齐 思伯荣虽然修行斗气天赋较高 可是显然人贫恨一般 可他唐雄呢也不愿意去得罪计较 因为小人有时候是最难缠 最可怕的 此时于景秋走上前去 对时脚下弥漫出寒气 无数寒气瞬间蔓延 凝结了整个梁庸的尸体 一层冰层笼罩梁庸 这三个竟然一件储宝都没有 唐雄在那嘀咕着 只见他非常熟练地搜了一下 三名护法的尸体 真是奇了怪了 按理说 银乐骑士大多都有储物法宝的 嗯 他们随身带的金票也不多 白荣大人 你可要这些金票 思伯荣瞥了眼那些金票 而且刚才又没立功 他还是要点脸面的 我可没杀敌 于静就在旁边说了 你和东伯雪英孙吧 哈哈哈哈 雪英 我一 你二 啊 好 唐雄 厉害的机关陷阱 查探变了八座区域之后 东伯雪英这支队伍就开始朝地下走 那城堡 显然还有地下一层 沿着楼梯走廊 很快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店门 于静秋 手持法上 慎重地说道 祝我小心 我感觉到一丝邪魔的气息 雪英也很谨慎 哦 大家都小心 这里终究是一位邪魔魔神在清禾郡的分坛 店门打开着 两条已经缩小了一大圈的寒冰大蛇 先后游进了大殿之内 东伯雪英他们四个人也步入了大殿 好大 他们进来之后 都有些惊讶 这座大殿建造得非常的大 大殿的墙壁上 还雕刻着一位邪恶魔神的图案 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即便仅仅是雕刻的图案 都让东伯雪英他们感到不太舒服 而大殿之上 有一宝座 宝座上正随意坐着一名怪物般的壮汉 这宝座旁边呢 此时恭恭敬敬站着一名 面带浅笑的男子 这男子 东伯雪英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 正是他们的目标 卢怀卢 此时卢怀卢笑着说 没想到三明护法这么没用 在机关陷阱的帮助下 才仅仅杀掉你们中的一个而已 如果是平常 我恐怕见解不妙 就要通过暗道逃窜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三十五集 在龙山楼的监视追杀下 我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很低很低 可惜啊 现在我根本不需要逃 于静秋迟着法杖 丝伯荣和唐雄都盯着宝座上怪物般的男子 他们个个都感觉到这名怪物般男子散发的气息 隐隐有着强烈的威胁之感 可是 东伯雪英也觉得这怪物般的男子的威胁很强 不是说 这处分坛的首领 是卢怀儒吗 现在卢怀儒 却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这名比我童书体型还强壮的男子 却坐在宝座上 他是谁 一名音乐法师 而在此时 那怪物壮汉忽然开口了 声音在胸腔内都有着回音 摸着自己坚硬如针的下巴胡须 双眸放着光 看着于静秋 而且 是如此年轻貌美的女法师 真是极品啊 我最喜欢漂亮的女法师了 这么年轻的 我更喜欢 都说女法师都是极为智慧的 蹂躏你们这些美丽的智慧的女法师 真是让我兴奋啊 你是 一直皱着眉在看着的白发老者唐雄 忽然一瞪眼睛 他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已经消失了八十多年的兄弟存在 逃 快逃啊 逃 唐雄毫无犹豫 转头就化作流光 往外逃窜 同时还急切地喝着 快逃 快逃啊 什么 司伯荣和于静秋吓了一跳 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还没揪手就逃了呢 这让他们都有些心慌 想要逃 那道浑厚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大殿之内 顿时整个空间都是猛然一暗 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了周围的每一处区域 仿佛无形的大手掌猛然就压迫下来 原本在高速飞算逃跑的唐雄立即被压制的身体一颤 速度也是锐点 周围的空气都扭曲了 周围场景都变得有些变形了 司伯荣吓得脸色惨白都快吓尿了 天然合一 什么 于静秋也露出了惊恐之字 宝座上的怪物壮汉 随手在扶手上掰下一块金属 直接一扔 金属块化作一道流光 快如闪电 那正朝外飞逃的唐雄根本就没看到后面的金属块 金属块飞的速度已经超过音速 他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 金属块直接穿透了唐雄的头颅 唐雄瞪大了眼睛 因为惯性奔跑了十余步 才轰然倒下 而站在宝座旁的卢怀卢 却是轻轻拉动了宝座旁边的机关 外边大殿外的巨大的闸门 接连落下了三重完全封死了逃出去的路 是称号级存在 怎么会有称号级存在 丝不容是脸色惨白 他完全混乱了 这个解魔神灵在清河间的分坛 怎么会冒出一面称号级存在 一直很冷静的于静秋 也难眼惊慌 称号级的存在 对天地力量的掌控 可以让他无法调动一丝外界的力量 根本无法施展出厉害的法术 至于仅仅凭借体内法力施展法术 那威能要小千倍不止 给称号级挠痒痒罢了 法术引动天地力量才足够强的 美丽的女法师 别挣扎了 没想到这处分坛暴露 我离开之前还能遇到一位 银月级的女法师 这么年轻啊 哎呀 我真是走运啊 嘿嘿 你就乖乖地跟着我吧 我一定会好好宠你的 相信智慧如你 懂得该如何选择 至于这两个男人嘛 一点用都没有 还是杀了吧 大人饶命 还请饶过我的姓名 怪物般的壮汉说着 又抓起了一块金属块 满头冷汗的丝伯荣 扑通一声跪下了 这位于静秋法师 今年才二十五岁 是我们秦和镇的天之娇女 他一定会乖乖地跟大人的 我是斯柏荣 是四家的人 还请饶过我的姓名 说着 他转头看向了于静秋 静秋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选 跟随一名称号机存在 也不算如墨了你 而且如果反抗 你会死 我们都会死 只有活下去一切才有希望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于静秋冰冷地看了一眼丝伯荣 随即 抬头看向远处宝座上的 怪物般的壮汉 来接龙山楼的任务 谁都知道有生死危险 我早就做好死亡准备 既然运气不好 让我碰到意料之外的 称号机存在 我也不怨谁 只能说太不走运 不过 想要我伺候你 你就做梦吧 当有了死亡的准备 自然也就坦然了 只是于静秋真的很不甘心 他一步步走到如今 他剖析研究天地 他很有信心将来踏入称号集 可是现在一切就这么完了 你真是让我失望了 不过一具泥法师的尸体 也是很好的收藏品 斯伯荣跪在那 于静秋手持法杖盯着对方 只是心中有着绝望 真没想到 本来只是一次 积攒一些经验的黑铁机任务 竟然让我碰到了一名称号机存在 而这个时候 东伯雪鹰的声音 忽然响起了 于静秋正处于绝望之中 忽然听到旁边东伯雪鹰说的话 这让他有些惊愕 他转头看去 之前的东伯雪鹰一直收敛气息 多年参悟天地早就自然朴素内敛 的确是一点都不起眼 可是此刻随着他的战意生腾 谁都能感觉得到 眼前这个黑衣青年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目光犹如刀锋 整个人无形的气息 都让人感觉到锋利可怕 这就是一个强者的锋芒 平常藏于翘中 一旦爆发 则会让人心急不已 这个东伯雪鹰 既然敢说这样的话 难道 他能敌得过一位称号机存在 听说 他才22岁 比我还小三岁 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敌得过一位称号机 而且 我也没感觉到 还有操纵天地的力量 疯了 疯了 周围的空气都扭曲变形 无形的压迫依旧在笼罩着 这是宝座上那位怪物般壮汉 对天地的掌控 在于静秋看来 如果东伯雪鹰也是一位称号机 应该同样能够操纵天地 双方的天地之力 应该开始碰撞才对 东伯雪鹰疯了 他疯了 完全处于死亡恐惧中的斯伯荣 转头看向了东伯雪鹰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竟然敢吵醒一位称号机存在 哪会是称号机 他是在死前故意傲气一番吧 可这样只会死得更惨 宝座上的怪物般壮汉 却是摸着扶手 审视着下方的黑衣青年 咧开了血盆大口 他大笑着 有趣 小家伙 既然你这么想要找死 废话少说 来吧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强 如果你比我弱 那就只有死了 比我还嚣张啊 那怪物般壮汉 眼中目光一冷 轰的一下 无形的天地之力 瞬间镇压在东伯雪鹰身上 就像之前压迫唐熊一样 哼 就这点天地压迫 天地力量的压迫也是有限的 会让流星级骑士很难受 银跃骑士则是实力大减 而对于身体力量达到称号级巅峰的东伯雪鹰而言 天地力量的威胁那就弱多了 也就时时刻刻大概千斤力量的压制罢了 一个站在大殿下 一个坐在宝座上 彼此的目光都在碰撞 让我瞧瞧 你到底有什么能耐 只见那怪物般的壮汉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一个黑色弧形标 这才是他战斗士常用的暗器 至于之前拿一块金属块射穿一名银月骑士的头颅 是因为彼此差距太大了 而那怪物般壮汉立即甩动手臂 猛然挥出手中的弧形标 此时他手中接连出现弧形标 接连挥出 弧形标的速度极快 瞬间便达到超音速 并且在空中的轨迹是弧线 飞行扭曲的空气中更加模糊 难以看清 飞镖 你也接我几张 喝 东伯雪鹰的眼中满是战役 这可是他第一次和称号级交手 他的右手一翻便出现了一根短毛 瞬间发力甩出 轰了一下 短毛更为沉重 撕裂空气带着恐怖的锐笑 那怪物般壮汉 听到这股声音就是脸色一变 短毛太快了 他根本就来不及拿出兵器再来阻挡 当即身体一个飞窜 闭让了开来 短毛轰击在之前的宝座之上 通体金属胶筑的宝座 整个都被炸裂开来 短毛毛间直接刺入宝座背后的墙壁深处 东伯雪鹰同样在闪避那些诡异的黑色弧形标 他单手持着飞雪神枪偶尔割打 作为一名枪法大师 紧紧割挡些飞镖 这太容易了 此时 东伯雪鹰的右手中还接连出现着短毛 自其储物空间内可是有一堆短毛 短毛一次次全力甩出 撕裂着空气 天地之力的压迫 对一名称号级巅峰力量强者甩出的短毛影响 微乎其微 一根短毛从怪物般壮汉身旁一擦而过 轰了一下 射进入墙壁 而那接连而来的黑色弧形标诡异 且极快地袭击向东伯雪鹰 也被东伯雪鹰巧妙地闪避开 飞镖深深镶嵌进入墙壁深处 啊 这 这 这 就是称号级吗 于静秋也感到了压迫 此刻两名强大的存在 仅仅是彼此放出暗器 就让他们感到了压迫恐惧 而那怪物般壮汉移动起来身形都模糊了 他们都难以看清 而东伯雪鹰移动的幅度虽然很小 可在几米范围之内身体也变得模糊不定 仅仅身法闪避 就让他们完全看不清 至于暗器 不管是可怕的短毛 还是诡异迅猛的弧形标 他们恐怕一个都闪避不开 魔神在上 他 他竟然这么强 如怀如下的面色发白 他早就偷偷躲到大殿内的一座雕像的背后 他怕被误伤了 这两名称号级存在交手 随意的一道风压都足以碾压死他这个流星级法师了 那怪物般壮汉接连闪躲了之后 双手中一闪 也出现了两柄双刃战斧 双刃战斧是极为凶残的兵器 抚面之半就仿佛一面小盾牌了 这怪物男子双手各握着一顶战斧 仅仅简单一格挡 当的一声巨响挡住了一根短毛 响声在整个大殿内炸下 没想到我刚九死一生逃回凡人世界 就碰到一个如此年轻的小辈 欢迎收听雪英民主 第三十六集 很好 这么年轻就有称号级的实力 真是有潜力啊 我最喜欢杀死你们这些 有潜力的年轻人了 小辈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实力吧 砍枪 这东坡雪英却不废话 他知道短毛威胁不了对方 当即身体陡然冲出 嗖的一下 身体犹如离弦之剑 瞬间一窜就飞出近百米 手中长枪直接双手高高举起 猛然朝下方怒劈过去 轰的一下 力量灌输整个长枪传递到枪头 这一份力抽打 有着足够时间的叙事发力 威力凶猛无掏 看您有几分力气 怪物帮壮汉士争吟一笑 双手中斧头交叉 再上方 砰的一下 长枪劈在两斧头之上 怪物壮汉 立即脸色一变 一个叙事发力 一个原地自信硬扛 他立即就吃了亏 瞬间 他也顾不得脸面 立即顺势整个人往后连连后退 卸 每退一步 这大殿的地面都出现一个深深的脚印 周围地面都军裂 连连后退了十余步 才完全的卸掉力气 死 刚刚怒劈之后 东伯雪莹立即前冲 长枪则是从怒劈之势 转为直刺 长枪如奔雷 直接刺向怪物般壮汉的面孔 而怪物般壮汉却是心意移动 原本时时刻刻压制 东伯雪莹的那天地力量 陡然散开 身体从之前承受了压迫负担 到突然消失 这种转变 一般人是很难适应 东伯雪莹却仅仅从体内 肌肉筋骨力量 条件反射的相应变化 根本就不受影响 枪法大师 力量圆满如一 不是这么轻易 就被祸动 该死的 力量圆满如一 这么年轻枪法就这么可怕 那怪物般壮汉 发现对方的枪势 根本就没影响 就明白 对方绝对是一名枪法大师 须知 就算是称号级强者中 能在战斗技巧上达到大师的 也只是小部分 因为有些人打铁打铁 就天人合一 有些人画着画 也就天人合一 这天人合一啊 只是代表心灵的境界 不代表战斗技巧 一名大师 是需要长时间刻苦的修炼 以及悟性 他瞬间身体模糊 避让开来 长枪从他旁边刺过 刺了一个空 可是枪间产生的窗透力 透过虚空都轰击在远处 大殿墙壁之上 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深坑 避让开来的怪物壮汉 立即从侧边挥动双腹 同时接连怒劈向东伯雪莹 这一招 血腹轮回 一旦施展开来 梁府是接连攻击 连绵不绝的 敌人的狂猛攻击下 只要稍微防守失败 那也就完了 给我开 他一枪刺空 却是转而身体腰腹 旋转发力 长枪猛然横扫 一枪之力 足以横扫千军 管他什么斧头招式 直接扫过去便是 砰的一声巨响 那长枪枪杆 直接扫在了府刃之上 伴随着一声恐怖巨响 无形的气压 朝四面八方冲击开去 吓得斯伯荣体面 连忙涌现了护体斗气 而于静秋 也是一直维持着体表的 寒冰甲凯 气压冲击之下 斯伯荣都亮相着 后退了一步 于静秋体表 寒冰甲凯 缓缓流转 完全卸掉冲击里 周围的大殿 却仿佛被狂风呼啸而过 石头表层碎裂粉末 都震落一片狼藉 怪物般撞汗 被震得往后连连倒退 而后身体撞击在 背后的墙壁之上 东国雪鹰 也是身体震得晃动了一下 朝旁边退了一步 二人目光碰撞 杀意弥漫 此时怪物般撞汗 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低沉浑厚 犹如海啸阵阵 远处的于静秋 斯伯荣卢怀卢 都情不自禁 捂住了耳朵 东伯雪鹰面色微变 要说自己占据着优势 可这怪物般撞汗 却依旧如此自信 这很不正常啊 年轻的枪法大师 你的力量竟然比我强上些许 想要杀你可真不容易啊 躲在旁边大殿角落的 于静秋 卢怀卢 斯伯荣三个人 也都暗暗震撼地 看着眼前这两位强大存在 他们都很惊叹 刚才的交战 他们也看出来了 东伯雪鹰竟然还占据着 一些优势 其实很正常 东伯雪鹰的力量 比对方要强上一些 对方则有天地力量压制 这方面算是差不多抵消了 可是东伯雪鹰有超凡枪术 玄冰枪法 以及神兵飞雪神枪 再配合枪法大师的力量 圆满如一 则是能完全压制 对方一头了 对方也有许多地方 极为强大 可是终究没能力量 圆满如一 这一步缺陷 让他处在了下风 有什么招数 施展出来吧 我九死一生才逃回凡人世界 休养些时日 伤势也才恢复大半 不过为了你 值得我再施展一次 伟大魔神所受的禁书 怪物般壮汉 刚刚说完 只见他的身体迅速开始缩小 从之前 两米四五的身高迅速 缩小到大概一米八左右 之前仿佛水缸粗的腰 那比常人大腿粗的手臂 都在不断地缩小 所有的血肉筋骨一瞬间 都化为了可怕的能量 形成了诡异的黑色气流 黑色气流环绕在他的体表 缩小之后 这名神使体型 则仅仅只有一米八身高的 精壮男子 这 这怎么可能 伟大的魔神技术 厉害 不愧是邪神魔神 在对肉体的研究上 已经超乎了绝大多数法师了 要说法师们 一般都会研究肉体和灵魂 甚至制造出一些怪物出来 像斯家老祖斯良红 就是将自己的肉体 转化为了血腰之举 获得了漫长的寿命 此时这神使 微微晃动了一下脖子 发出了恐怖的声响 黑色气流缠绕着他 仿佛恶魔 这才是强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为了强大的力量 我恐怕也不会追随魔神 年轻的枪法大师 你就感受一下我此刻的实力吧 有点意思 东伯雪英却盯着对方身上的黑色气流仔细观看着 学习这门技术就是需要吃 吃得极多 化为血肉筋骨藏鱼身 正常人类有几个能那么壮的 东伯雪英点了点头 她也觉得很不正常 就算偶尔有一些罕见的 长得极高的 两米四五的 可是一般都是瘦高个 至于又高又无比壮的 东伯雪英在清河郡城中 骑着踏雪马走了一大群 也没看到过如此的怪物 完了吗 简直疯了 两个可怕的疯子 神使大人一定能赢 此刻 黑色气流环绕体表 宛如恶魔的神使 那气息都让他们恐惧战 很好 非常好 我还嫌你刚才实力有点弱 完全被我压制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呢 现在这样 才有意思 我东伯雪英第一次和称号级交手 就应该精彩点了 否则那么容易就杀了你 实在太不痛快了 等会儿你就狂不起来了 给我死 瞬间他便冲了出去 速度比刚才更加快了 同时天地力量也时刻压制着东伯雪英 既然天地力量的变化无法影响一名枪法大师 那就一直压制 这样好歹也能削弱一些对方的实力 东伯雪英瞬间一个前冲 再度双手怒劈 是吗 而那神使大人却是身体猛然一停 诡异的往后退了一步 砰的一声聚响 东伯雪英的长枪直接披在了地面上 令大殿地面都猛然裂开 无数碎石崩飞 崩飞的碎石触碰到神使大人体表的黑色气流 就被挡住了 此时那神使大人冷笑不已 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完全飙升 力量速度全方位的提升 所以都没有用处斧头 就轻易避开了这一招 猛然劈在地面上的长枪 确实借助反弹力量 瞬间反弹向上 以更快更猛的速度怒刺 好快啊 这使得神使大人吓了一大跳 这个枪法大师的招数接连的太快了 甚至连每一招之间的一些反弹力量 都完美借用 使得发挥出更可怕的实力 神使大人连忙双斧 拦截在身前 枪尖和斧面碰撞 东伯雪英身体一震 手中长枪立即一转 化为了无数的枪影 笼罩向了神使大人 这正是悬兵枪法 指飘雪 无数雪花飘飘 而在雪花中更有一些冰冷的枪尖 神使大人这一双斧头接连抵挡 哼 好快的枪法 咋呀 你不是只有这个实力吧 他的枪影铺天盖地笼罩向对方 这无数枪影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一瞬间就分别刺向对方的头颅 喉咙 右腿 左腿 右脚和手腕 不同的部位交错疯狂攻击 让神使大人一时间他只能防守 太快了 这个东伯雪影也太快了 他的枪影都快都看不清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将这一双军的杀了我 思伯荣是惊呆了 而于静秋也致些 他身为银乐大法师 一直以法师为骄傲 可是今天终于看到了称号级巅峰的力量对决 在这种力量之下 银乐法师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算称号级大法师 也得准备些法术 如果突然遭到袭击 那也会毙命吧 好快 在场谁都觉得东伯雪影的枪法快 枪法竟然也能这么快 要说东伯雪影所需的枪法呀 就是以快著称的 当称号级巅峰力量 神兵飞雪神枪 枪法大师 玄冰枪法全部结合在一起 会有多快呢 就是此刻的场景了 一直被攻击的神使大人 此刻终于是愤怒了 他施展着身法 同时疯狂挥舞起了斧头 所有力量完全爆发 那枪尖和斧头在碰撞 东伯雪影的飞雪神枪都被震得弯曲了 不过枪杆本身就有弯曲蓄力之效 东伯雪影立即侧身 借助枪杆弯曲蕴含的力量 直接进行狠狠的抽打 给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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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死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华音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三十七集 这神使大人却是疯狂的攻击 一双巨大的斧头狂猛无比 此刻他的身形比刚才是小多了 两个斧头简直就是两面巨大的盾牌 东伯雪英想要攻击到对方 也不容易 这每一次交手 东伯雪英都被迫变招 或是被震得后退 或是侧身转而借力发招 虽然说一直被压制 可是东伯雪英依旧是一次次反击 无数枪法袭击 那神使大人嘶吼着 他身上的黑色气流 很多都缠绕在了雪斧上 雪斧 灭尸 不好 此时东伯雪英的脸色一变 他长枪刺出 还没碰到斧头呢 碰到那环绕的黑色气流的时候 就感觉滑溜坚韧无比 雪斧一下子影响的范围都变大 而且威能也猛了许多 只见着雪斧一个横扫 黑色气流横扫范围更大 砰的一声 东伯雪英 被震得往后 踉强着后退 给我撕 而那神使大人瞬间冲出 他的身形速度 可比东伯雪英更快 手中斧头直接当头劈下 这怒劈之势 威力更大 东伯雪英不敢硬挡 连忙瞬间朝旁边竭力闪力 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嘘响 地面被护护 直接裂开两三十米距离的裂缝 斩 斩 斩 神使大人显然欲要 一气呵成灭掉对方 毕竟这禁术下的力量 是有限的 此刻他更加奢侈地 环绕在兵器之上 的确是实力大增 可是消耗也更快 所以他必须尽快 灭杀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移动的速度不及对方 只能勉强 长枪竭力格挡 卸取力量 可是对方终究力量太强了 一次暴退 直接撞击在身后的墙壁之上 墙壁上都撞击出猎混 东伯雪英狼狈地朝旁边地面上一窜 此时 于静秋 这心揪起来了 司伯荣 看得也很焦急 他不会死吧 怎么办啊 神使大人赢定了 而卢怀如躲在远处看着 因为刚才关闭了大殿三重闸门 完全封死 导致他也逃不掉 所以他也希望神使大人能够获胜 这神使大人是一招接着一招 东伯雪英越来越老了 只见他在地上来了一个难看的滚动 这才闪避开了 差距太大了 已经完全被虐 可来 还是得爆发力量血脉呀 只见到东伯雪英 搜得一下 非窜开 在半空中的时候 他的身体周围 已经隐约出现的血红色气流 太古时代的强大生命的血脉力量 在这一刻爆发 他的眼眸中的杀意 也越加凛冽 给我死吧 那完全占据绝对优势的神使大人 完全不给东伯雪英一点喘息的机会 同样飞窜冲来 手中一双斧头直接横斩了过去 在半空当中的东伯雪英猛然扭转身体 长枪犹如毒蛇出动 瞬间刺出 单手甩刺 长枪快 而且将长度发挥到极致 几乎瞬间就直刺神使大人的面孔之前 好狠啊 好快啊 而那追杀而来的神使大人 遇到扑灭而来的夺命一枪 他的心中也是一阵 他的枪法怎么更快了 之前没有那么快啊 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得其他 本能的手中一双血斧 立即合拢 仿佛两扇大门关上 完全封死长枪进攻路线 枪尖和血斧抚面碰撞了 虽然这种瞬间单手甩刺 重在快和突兀 在力量上是远不如抽扫批等招式的 可是依旧让神使大人感觉到血斧一震 死的该是你 此时 东伯雪莹一落地 就立即再度冲向神使大人 雪花飘飘 长枪化作幻影开始进攻 当当当当 瞬间 上百道枪影笼罩 却比刚才更加快了 神使大人有些懵了 他完全本能的在仓皇的抵挡防 他甚至都不敢以攻对攻了 因为此刻东伯雪莹的枪法之快 让神使大人感觉一旦对攻 他很可能防御不住啊 怎么可能枪法速度飙升这么多 难道他之前隐藏实力 该死的一个如此年轻的小辈 怎么会这么强 这下神使大人感觉到不对了 入刺数百枪之后 顺势长枪旋转着 当头怒抽向神使大人 神使大人连忙一双血斧 一同迎上抵挡 瞬间砰的一声 神使大人感觉到一股汹涌的力量 透过血斧传递过来 不由的踉枪着后退 而东伯雪莹或是怒抽 或是刺或是扫 这一杆长枪就仿佛一条 和他连接在一起的游龙 疯狂而且极快的一次次攻击 神使大人在不断的暴退 连动作都有些变形了 此时他的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空气被撕裂的风声在耳边响起 一道枪尖 瞬间从两柄血斧交错的缝隙间 刺了进来 神使大人的眼睛瞪得滚圆 手中的血斧 咣当一声跌落到地面之上 声音响彻在整个大便之内 而东伯雪莹猛然拔出长枪 神使大人的喉咙有个大大的血裤 鲜血不断涌出 他正捂着喉咙瞪大着眼睛 他有些不甘心地看着眼前 散发着可怕气息的黑衣青年 他从一名大家族的护卫出身 一步步爬起来 以凶残著称 更被尊为血斧骑士的称号 为了力量 他不惜一切 为了一门上品斗气法门 他屠露了一支大家族的少爷带领的队伍 折磨审问 才得到详细的斗气法门 为了神兵血斧 他屠露了一个无辜的家族 在被送到新火世界服刑之后 他被魔神的人找上了 对方答应帮他逃出来 更是送上一门禁术 他终于咬牙选择背弃了整个下族 投靠了魔神 成为一名魔神使者 九死一生 逃回了凡人世界 伤势才恢复大半 可竟然会死在一个 都没什么名气的年轻枪法大师手上 这实在是想不到啊 你 你 神使大人此时盯着东伯雪鹰 忽然他发现那隐约的血红色气流 正环绕在黑衣青棉周围 太 太孤 他瞪大着眼睛 可是眼前已经一阵阵泛黑 说话都是鲜血涌出 神使大人眼睛瞪得很大 盯着东伯雪鹰 我 我服 记住 我叫 雪 此时他的嘴里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 随后身体一抽搐 便是无力一软 膝盖跪在地 而后整个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鲜血缓缓流在周围的地面之上 自此 一代枭雄 对凡人们而言魔头般的人物 血腐骑士囚凡 就此毕命了 在场的其他人 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包括那位分坛护法卢怀卢 都不知道这位神使的真正来历 主要是这位血腐骑士 从新火世界逃出来之后 下族在追杀的 所以他一直不敢泄露自身讯息 唯一认出囚凡的 就是活了160多岁的唐雄 可惜唐雄已经死了 至于东伯雪鹰 于静秋 斯伯荣 都没认出他的身份来 他毕竟是很久以前的厉害人物了 你叫血 东伯雪鹰没听清 他到底叫什么呀 微微摇了摇头 他看着眼前神使大人的尸体 不管你是谁 你也是我第一个交手的陈浩吉 我会记住你的 说着 东伯雪鹰迅速就将神使大人的两枚戒指取下 这两个戒指都是储物宝物 轻易的就逗其练花 哇 好大的空间 东伯雪鹰有些惊讶 这两个戒指的空间都非常的大 一个有三米长宽高的样子 另一个呢 也相差无几 这在储物法宝中算是很大的了 东伯雪鹰之前的飞雪神枪一直拆卸下 背着 就是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储物法宝 毕竟拆卸连接那是需要时间的 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些影响 东伯雪鹰露出一次笑意 这是让他开心的事 随即他才查探起来两个戒指内的物品 金票 飞镖 盾牌 斧头 瓶瓶罐罐 食物和酒 物品倒是挺多 毕竟三米长宽高 那简直就是个移动小仓库啊 此时此刻 整个大殿内是一片安静 已经躲在嘎拉的柱子后边的于静秋 斯伯荣都屏息看着远处的一幕 在无数飘雪的场景之下 那位可怕的弥漫着黑色气流的神使大人 被长枪刺穿了喉咙 东伯雪鹰则是站在一旁拔出长枪 东伯雪鹰竟然赢了 斯伯荣屏息啊 其实当神使大人施展尽数 东伯雪鹰力量血脉爆发之后 二人的战斗他已经看不懂了 因为太快了 不到称号级 在称号级面前那就是蝼蚁 称号级才是真正开始走出自己道路的存在 甚至一些顶尖者不亚于超凡生命 好强 这个东伯雪鹰太强了 他才二十二岁 旁边的于静秋也震撼了 他在长风学院也见过许多年少英才 他自己呢也被捧为天之娇女 可是他发现这个东伯雪鹰才是他见过最了不起的天才 一个二十二岁的称号级强者呀 而且就在刚才他还正面杀死了另外一名强大的称号级存在 于静秋呢也生出了钦佩之心 其实他内心也很感激 因为东伯雪鹰也算是救了他 神使大人 伟大的神使大人败了 死了 那躲在远处的卢怀如此刻可是懵了 他看着远处倒在地上流着鲜血的神使大人尸体 不由的心中冰凉 大殿的三重闸门已然落下 之前为了不让这些入侵者逃 大殿完全疯死了 要再开启闸门太慢了 这些龙山楼派来的强者 特别是那位东伯雪鹰恐怕瞬间就能杀了他 完了 这卢怀如也没想过要求饶 因为作为一名魔神在清禾郡分坛的坛主 他的身份注定了没谁敢放过的 该死 该死 该死的龙山楼 卢怀如愿读地扫尸了外面的三个人 手中则是出现了一面奇异的圆盘 他发出了疯狂的圣人的尖锐笑声 笑声在大殿内响起 同时他猛然旋转了手中的圆盘 要说能够担任分坛的坛主 绝对是狂信徒 而且邪神魔神们能够渗透整个下族漫长岁月 至今都没能被完全根除 也是有着许多极为厉害手段的 像一些魔神誓言乃至时空契约等等 种种手段完全控制信徒中的骨干精英 生的时候完全服从 就算死了 灵魂也会前往魔神的所在 永远追随魔神 啊 不好 此时 东伯雪英脸色一变 看向远处的卢怀如 卢怀如满脸歇斯底里的疯狂 瞰的一声 巨大的大殿地面猛然涌动 跟着完全轰然爆炸 大殿内的一根根柱子 也是一个个倒下 乃至被冲击的炸裂开来 所在大殿角落的于静秋和丝伯荣 脸色都是大便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华音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38集 您 您 您 于静秋此刻是来不及施展太厉害的伐术 只能顺发一些弱一些的 他身上的寒冰夹凯 就已经是他能施展出防御最强的 就是银乐骑士攻击都能够撑住一小会 此刻随着他的法术顺发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片片寒冰 寒冰冰面倾斜 于静秋则是躲在寒冰倾斜面的后面 显然 想要透过寒冰倾斜面 尽量地卸掉那可怕的冲击力 可是此刻整个大殿爆炸的毁灭气势 让于静秋有些惨寒 这能扛得住吗 不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思伯荣眼中满是恐惧 他瞬间也蹲下 躲在了寒冰倾斜面 并且 他看到完全笼罩在寒冰夹凯中的于静秋 眼中寒光一闪 瞬间抓住了于静秋的一条手臂 直接拽着于静秋将其挡在自己身前 一名银乐级法师的防御 也能卸去很多力量 于静秋眼中满是惊怒之色 思伯荣 静秋 你就为了我牺牲下吧 会照顾好你们于家的 思伯荣完全躲在于静秋身后 将于静秋当作盾牌 寒冰夹凯有自动泄力的效果 否则的话 骑士一击 透过寒冰夹凯就会震死一名法师 而正因为寒冰夹凯自动泄力 不会传递冲击力 思伯荣才将于静秋当成最好的盾牌 用于静秋在前边挡 他活命的把握就大增了 至于于静秋的死活 他才懒得管呢 虽然他一直追求于静秋 可只是因为于静秋的实力和容貌罢了 可是在生死面前 他当然更为看重自己嗝的小命 他可还没活够呢 该死 思伯荣 此时于静秋是又惊又怒 原本他还蹲在寒冰冰斜面的最下面 手臂挡在面前 可是现在被抓着 手臂也难以保护自己 死亡的可能性大增 他愤怒 可是他一个法师哪里挣脱的调呢 银月骑士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没死在那个可怕神使的手上 最后因为思伯荣而死 那可就太冤了 不好 而在另外一边的东坡雪鹰 瞬间感应到大地涌动开始爆炸了 他立即心念一动 左手出现了一面黑色方形盾牌 这还是神使的两件储物戒指 其中一个里边的盾牌 右手长枪 左手盾牌 嗖的一下 东坡雪鹰快如闪电 直接冲向远处 此刻他已经瞬间完全引动了力量血脉 隐约的血红色气流环绕在他身体周围 他的速度飙升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 他飞窜之间 大地地面已经爆炸 大量的石头崩飞 石头或大或小 各个速度极快 冲击力惊人 左手盾牌连续挡住一些石头 飞雪神枪则是接连出枪 抽打在一些大石轰然砸来的墙壁 巨大石柱上 让自身尽量避让开来 在爆炸当中 东坡雪鹰几乎一瞬间就冲到了百多米外 躲在寒冰清洗面背后的于静秋丝波容这里 虽然一手盾牌一手飞雪神枪 可是身上依旧被一些石头挤住 毕竟爆炸威力无所不在 是密密麻麻 他为了尽快赶过来 只能用身体硬扛一些 不过称号级巅峰 又力量血脉爆发 又有痘气护体 即便身体硬扛 整个爆炸冲击也最多是重伤罢了 仅仅仅少许石头爆炸下冲击在自己身上 仅仅轰破了护体斗气 连颇为坚韧的衣服都射出了一些小枯 可是终究东坡雪鹰更强的是自己的身躯 她的身体轻易的就扛住了冲击 这丝波容 可是东坡雪鹰一冲过来 看到了丝波容竟然将于静秋当作盾牌 不由的韩王一闪 真是无耻 滚 东坡雪鹰一手抓住了于静秋 同时一脚直接踹在丝波容的身体之上 丝波容的眼中还是惊恶之子 砰的一下 东坡雪鹰一脚之力何等之猛 丝波容瞬间就被踢得身体蜷缩着 往后倒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 她虽然之前抓着于静秋的手臂 可是寒冰甲凯自动卸去了拽的力量 丝毫没有伤到于静秋 于静秋瞪大着眼睛看着东坡雪鹰 东坡雪鹰却是毫不犹豫 瞬间收起了飞雪神枪 同时单手将于静秋抱在自己身前 随后他把自己选的那最大的方形盾牌 则是挡在后方抵挡那爆炸冲击 要说于静秋啊 原本是被司伯荣抓着当盾牌的 这爆炸已经袭来 他已经绝望了 忽然远处一道黑衣青年的身影 以恐怖的速度穿梭过爆炸区域 他的速度使得产生一连串的虚隐 在于静秋的眼中 都出现了大量的东坡雪鹰的残影 东坡雪鹰一手盾牌 一手飞雪神枪 眼神依旧冷静充满锋芒 丝毫没有惊慌 旁边爆炸的巨石石柱 无数冲击的飞石 进阶阻挡不住的 在这一刻于静秋感觉东坡雪鹰身上 仿佛有了光 就好像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了 这一刻他心情无比的激荡 一脚踹飞斯柏龙 瞬间就单手抓住他 压着他 用整个胸膛保护住了他 此刻贴着东坡雪鹰的胸膛 虽然还隔着一层寒鸣甲铠 于静秋却忽然觉得很安心 仿佛小时候在父亲的怀抱 东坡雪鹰此刻却顾不得其他了 顿牌则是挡在后方 那无数汹涌的石头朝四面八方冲击 这股爆炸的冲击力 因为整个大殿完全封闭 这冲击力还在大殿内不断的激荡 上方的山石也崩塌 周围大殿墙壁也崩塌 无数祸大祸小的石头 疯狂的碾压冲击 不 一声凄厉的惨叫 在这股冲击之下 丝博荣手持着一面盾牌竭力抵挡 却是瞬间被冲击的翻滚着 而后就被大量石头撞击 他的护体斗鸡碎裂 至于身躯则更加脆弱了 瞬间出现了大量伤口 头都被瞬间接连撞击了十余次 眼前一黑 已然毙命 在这种封闭的爆炸下 要保住命实在是太难了 恐怕称号级才有把握吧 东伯雪鹰半蹲着 身体压着于静秋 尽量将于静秋 完全在自己身体庇护之下 左手完全插入地面 盾牌则是倾斜卸力 轰隆隆的响声持续响起 无数冲击碾压而来 那寒冰倾斜面瞬间就崩塌了 大量石头冲击在盾牌之上 甚至有一些 还砸在了东伯雪鹰的脚上 左手抓着地面深处 竭力稳住 右手盾牌则是竭力挡住 力量爆发之下 他完全扛得住这股冲击力 而于静秋 则是在庇护之下没影响 他低着头 只能看到旁边东伯雪鹰 那有力的手掌 正插入地面当中 抓得很紧 看着这双有力的手掌 于静秋很是安心 忽然一绕有些急切的声音响起 轰隆隆 大电整个崩塌 上面的巨石落下 东伯雪鹰立即身体完全笼罩 保护住了于静秋 同时盾牌也尽量放在正上方 只见到无数石头落下 大电完全崩塌 几乎是这么一瞬间 东伯雪鹰和于静秋 就为几米厚的无数人 完全压着 渐渐的 外面安静 盾牌在上方 东伯雪鹰和于静秋 都在下方 爆炸的动静 渐渐消散 周围是一片漆黑 东伯雪鹰的眉头微微一皱 右腿被压住 不过他的身体强大 这仅仅只是疲惹伤疤 于静秋一听到 东伯雪鹰的声音 不由得有些担心 你还好吗 没事了 东伯雪鹰的声音 依旧很平静 右臂持着盾牌 是硬生生 挡着上面压着的石头 这些石头压着的 怕就得有三四万斤重 等一会儿 我破开这些乱石 就可以出去了 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之下 于静秋此刻感觉是非常特殊的 先是在神使大人的威压下 他都放弃了 都准备迎接死亡了 可是之前 一只普通不起眼的东伯雪鹰 走了出来 展露出了让他震撼的力量 直接正面击杀了神使大人 就在这个时候 卢怀如疯狂的选择 同归于尽 他更被斯伯荣当作了盾牌 挡在了前面 他再次陷入几乎必死之境 然而又被救了 在黑暗之下 在无数乱石掩埋之下 于静秋的心中 有着百般的滋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砰的一声巨响 东伯雪鹰单臂发力 直接将盾牌上方压制的无数乱石整个顶起 无数乱石飞了起来 我们走 东伯雪鹰立即单手一抱于静秋的腰瞬间跃起 同时盾牌迅速闪电的一次次拍击 几乎一瞬间便拍击出数十次 将一切落下的石头都拍飞了 单手抱着一名美丽女法师的腰部 看似很美 实际上 因为于静秋体表 一直有着寒冰夹凯的保护 抱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很一般 很硬 很冰 他一点都不舒服 而落在旁边的乱石堆上 东伯雪鹰放下了于静秋 你小心点 整个大殿 随时可能有一些巨石落下 甚至发生二次崩塌 你的寒冰夹凯 可千万别撤掉 你 东伯雪鹰说着 目光却扫视着周围 周围的许多地方完全崩塌 甚至内城堡的一层二层区域的一些柱子 墙壁落下 支撑上方的一些石板 支撑的柱石墙壁 或是倾斜 或是已经倒下 偶尔还有石头落下 这些落石对于厉害些的骑士 都没什么威胁 可是对身体弱小的法师而言 却是致命危害 所以呢 护体法术是要一直维持着 在自己身体庇护之下 左手完全插入地面 东伯雪鹰却已经飞窜而去 到了远处 长枪迅速挑开 石头乱飞 显然是去寻找那些尸体了 可是这种爆炸 就连神使大人的尸体 都完全支离破碎 毕竟这爆炸威力 足以杀死银月骑士 在没有护体斗技之下 不管是唐雄 还是神使大人卢怀卢 身体都完全支离破碎 都难以辨认了 那斯伯荣 同样已经没有完整的尸体了 随后 东伯雪鹰走到了于静秋身边 他们的遗物都找到了 我们走吧 好 于静秋点了点头 随即于静秋和东伯雪鹰 并肩朝外走去 此刻 大殿墙壁都炸裂了 甚至上面一层都落下了 自然轻易就走出去了 不过就算是没有路 以东伯雪鹰 这位称号级实力的强者 也能开出一条路了 东伯雪鹰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如果不是你 我必死 之前那种情况之下 东伯雪鹰就算不救他 也是非常正常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鹰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鹰灵主 第39集 没什么 对我而言小事罢了 对你 这关系生死 东伯雪鹰的眼中 却有着一丝冷光 只是没想到 那斯伯荣竟然那么无耻 一个骑士 抓着法师当盾牌 东伯雪鹰 算是见识到了 我也没想到 他将会这样做 于静秋对斯伯荣的 恨意和怨气 也消散了 毕竟 对方已然死了 东伯雪鹰 你放心 关于斯伯荣的事 我不会多说的 里面的事情 我都不会多说 东伯雪鹰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于静秋觉得 对方一直隐藏实力 直至关键时刻才暴露 那么他也没必要帮忙公开 这个时候 于静秋忽然发现 东伯雪鹰的脚跟处 有着血迹 正是之前爆炸时的伤 你的脚在流血 啊 早就不流血了 血都干了 一点小伤罢了 随着东伯雪鹰的身体 越来越强大 身体的恢复力 也越来越惊人 那点皮肉伤 的确完全好了 就连皮肤上 也找不到一点伤疤了 二人并肩而走 男人黑衣 女人青袍 全身包裹在寒冰夹凯之内 是梁雍 他们走了一会儿 才看到梁雍的尸体 整个内城堡 终究是占地一两里的 那爆炸仅仅是让地下宫殿毁掉 第一层第二层部分区域崩塌 整个内城堡 整体上还是有大概模样的 至少梁雍所在的这片走廊 还是大概完好的 他也算是个 留下个全尸的了 随后二人很快走出了内城堡 完全被冰封的卢家城堡 那些仆人士兵早就躲远了 东伯雪英二人仰头看着上方 天虽然完全黑了 东伯雪英的恐怖势力 却清晰看到数百米高处的非洲 下来吧 声音浩荡 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 呼的一下 高空中一直负责监视的银色非洲 很快就降落下来 降落在了东伯雪英他们正前方的空地之上 就你们两个 龙山楼的两名人员走了出来 其他人呢 四伯荣呢 都死了 东伯雪英说着 便拿出了三件储物宝 这个闭环是梁雍的 这个护币是四伯荣的 这个戒指是唐雄的 还请你们送给他们的家族 都死了 发生什么事了 都死了 龙山楼的两名人员有些惊诧 其中一名骑士接过这三件储物宝物 因为接龙山楼任务死亡的还是挺多的 一般遗物都会送到各自家族去 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规矩了 当然遗留的宝物会不会被同伴拿走一些 这就很难说了 那名骑士也看了东伯雪英一眼 没有多说 那就算是拿走了一些金票等宝物 这也没证据 实际上 这三位的储物宝物的东西 东伯雪英是一件都没拿 像梁雍的闭环 还是东伯雪英在斯伯荣的储物法宝内找到的呢 如果不是东伯雪英 恐怕梁雍的宝物很可能被斯伯荣给贪没了 还以为这斯伯荣有多少宝贝 且穷得很 东伯雪英暗暗想到 他因为都炼化查探过 所以很了解 这斯伯荣的财富啊 还不及唐雄呢 显然那大家族思家 对于金钱的管控 还是很严格的 这种不愿意冒险的 纲裤子弟金钱 就那么些 平时穿得看似是奢侈华美 可是口袋里啊 别的狠 远不及靠一己之力 崛起一次次经历生死的唐雄这等人物 当然了 他们三个加起来的宝贝 都不及神使大人呢 一星半点啊 这个神使真富有啊 东伯雪英回想起来都有些惊叹 他哪里知道 这位神使崛起的过程 甚至还因死了一个实力相当的称号级强者 所以他才有了两枚空间都很大的储物戒指 东伯雪英此时暗暗想到 我东伯雪英之前金碧紧巴巴的 这一下子恐怕在整个清河眷都排在前十的巨富了吧 怕只有其他一些称号级能和我媲美吧 这次回去得给弟弟买几件保命的法师器具 我这还有些厉害的法术卷轴也给弟弟 法术卷轴是可以瞬间引动天地力量 释放出强大法术的 不过需要法师引导 所以骑士是没法使用法术卷轴的 当然在称号级面前 称号级天人合一掌握天地力量 法术卷轴都无法引导一丝天地力量 自然就没用了 能够威胁称号级的 要么同样是称号级战力 要么就是超凡了 再将我雪石城堡好好加强一下 给优越这丫头 给弄一根好的法杖 东伯雪英这么多年 还没有如此财大气挫过 一鸣活了多年的 神使大人的宝物积累 全部到手 这比一些普通的称号级的家族 都要富了 此时 于静秋开口说了 是卢怀如 让整个地底大殿爆炸 要和我们同归于尽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许泰城龙山楼的人 很快会接手这里 我们现在送两位回眷城 好 东伯雪英和于静秋都点了点头 走上了非洲 在非洲之上 于静秋才解除了寒冰夹凯 他的眼中泛着神采 看着旁边盘膝坐着的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 到了郡城 你就准备回去了 嗯 对 你住在清河郡哪里 以水城的雪英岭 我随时欢迎静秋法师 到我那小岭地上 以水城啊 非洲外夜空一片黑暗 今夜完全没有一丝月光 非洲在高速飞行 风声隐隐传来 于静秋新潮有些起伏 他渐渐闭上了眼睛 开始安静下来 这一天发生的事 他将终生难忘 带得第二天清晨时分 非洲才降临在郡城的龙山楼内 我今天就会回长风学院本院 这次在爆炸时 我施展寒冰类法术 有些触动 准备回本院好好研究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回清河郡了 于静秋刚刚坐上一头火红色飞琴 坐骑的背部 便忽然说了这些话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 长风学院本院我还没去过 有时间一定要去一去 于静秋随即没再多说什么 火红飞琴魔兽 立即便起飞 一袭轻袍的于静秋 发丝飘飘 迅速变远去 在高空中 他回头看了一眼 已经变小的龙山楼 随即便看向了南方 而东伯雪英呢 骑着踏雪马出了龙山楼 就来到郡城的一处贩卖法师宝物的地方 店铺内颇为安静 只有少数一些客人 毕竟法师的数量本来就很少 来买宝物的就相对更少了 东伯雪英下马将马匹交给侍者 立即由女侍者迎接 这位大人 将你们店铺的寒冰一类 天界法师器具都介绍一遍给我 啊 这个侍女的眼光有些怪异 全部介绍一遍吗 这个客人可真够霸道的 是真有实力啊 还是故意折磨人呢 不过这名女侍女 还是带着东伯雪英 一件件的简单描述了一下 寒冬手环天界极品 内有经过改良的小型冰霜领域模型 威力之大有流行法师 施展出的冰霜领域的三成威力 有了它呢 浦冬法师都能顺发小型冰霜领域 继续 这个手环呢 是天界中品器具 内有法阵 一旦透过法力催发 威力能够媲美天界法师 施展的箭矢狂涛 这个也要了 东伯雪英是听着 在筛选着 法师器具内的法术模型 都是固定的 模型也很稳固 法师只需要灌输法力 即可催发 是最方便的 当然 法师器具施展出的威力 也没法提升 一名强大的法师 还是要靠自己钻研研究 去领悟建立更强大的法术模型 甚至一名银月级法师 即便是有厉害的法师器具 在称号级掌控天地力量之下 也施展不出法术来 所以自身实力强 那才是根本 当然了 碰到称号级的概率是极小的 弟弟如今才是普通法师 最多能够催发天界法师器具 至于流星级法师器具 是根本催发不了的 嗯 不错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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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另一个 还有这个 都给我 啊 旁边的侍女瞪大了眼睛 睁大了嘴巴 东博雪英选的都是 天阶极品器具 何为天阶极品呢 一般的威力 都有流星级法术的三四成了 又或者是一些创造出来 比较特殊的器具 算一算需要多少金币 对了 那根法杖也给我 还有那件法师袍 东博雪英也给优越选了一个法杖和法师袍 法杖的价格相对就便宜多了 仅仅在两千金币 毕竟 法杖其实主要辅助一名法师施展法术 实力太弱的法师给一个最顶尖的法杖 也没多大用途啊 而法师袍呢 其实是一件天阶法师器具 这个则是昂贵的多 需要一万八千金币 东博雪英觉得呀 以自己和优越的关系 送这点差不多了 还没到像送弟弟的一样 送最好的呢 这位大人 顿时 这家店的店主都被吸引过来了 这五街天阶极品器具比较贵 临头抹掉 一共需要二十万金币 至于另外的法师袍法杖 则是两万金币 整个算起来就二十万金币吧 还希望以后多多来我们这儿 我给你的价格 在整个清河郡城 不敢说一定是最便宜的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了 要说整个郡城 敢一致二十万金币的 没有多少 像弯刀蒙盖斌 这种疯狂掳掠那么多年的 那才多么少点金币呀 怕是得有百万金币身家 才敢直接一甩这么多吧 这种大客人一定要好好的维护啊 不知道大人是 东伯 就东伯即可 东伯雪莹听完 随即点了点头 东伯大人 我们这飞月老 在整个安阳行上都有诸多分店 这是信物 以后即使买再便宜的物品 都能够九折 那店主立即奉上了一份紫金色的牌子 显然也是法师们制造出来的 其实啊 这次东伯雪莹买的所有东西 零头都算上 打个九折 也刚好二十万金币 多上那么一点点 店主也决定 回头啊 一定好好查查 整个清和郡是哪儿冒出来 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 能一致二十万金币 这可了不得呀 随后呢 东伯雪莹又去买了一些炼金器具 自己的衣袍内甲等等 的确是太差了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莹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雪莹灵主 第四十集 要说自己这一身装备啊 比许多的银乐骑士都还差一些呢 而且呢 宗书童书 也得弄一身好的宝贝 挑来挑去 就这样购买完毕之后 当天 东伯雪莹就骑着踏雪马 不停地赶路 赶往以水城 连续两天的赶路 在第二天傍晚 赶到了雪莹岭 终于回家了 摇摇看到巍峨的雪石山 看着山顶那座城堡 东伯雪莹满心欢喜 这才是自己的家呀 马蹄飞奔 很快抵达城堡 林主大人回来了 整个城堡 很快就喧哗热闹起来 吊桥开始放下 城门也开始缓缓开启 宗灵 诗人同三 也都是满脸喜色 来到了城门口迎接 东伯雪莹下了吗 宗书 宗书 你这一路赶回来辛苦了吧 青石还在他老师那边 仆人们已经去传话了 相信青石和优越 很快都会回来的 啊 我正准备了礼物 给他们呢 对了 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这思家的一位天才法师 思臣来到我们这儿了 思家 东伯雪莹的眉头一皱 难道是因为 思伯荣的死吗 可是按理说 思家不应该知道 接任务的五个人名单才对呀 龙山楼不敢泄露 于静秋也不可能说 而且于静秋 早就去长风学院了 就在两天前 这位思臣法师过来的 他是专门拜访白元之大师的 这他们两个呢 都是流星级法师 据说 在某项研究上需要交流 雪莹 你也知道 思家在我们青和郡的地位 我自然是不敢怠慢的 不过也还好 这思臣一直居住在法师楼 不过 你既然回来了 还是要见一见他 哦 怎么这么巧 神物中刚碰到一个思家思伯荣 现在又有一个法师司臣来我这 不过 既然是两天前就到的 应该和思伯荣的事无关 看来 我和思家颇有缘啊 宗叔 派人邀请下 明天请这位思家少爷赴宴 当晚 雪石城堡之内 长桌很大 摆满了数十盘菜 颇为丰盛 东伯雪莹坐在主位 左右两边呢 就是宗灵和童三 在对面 则是坐着弟弟青石 和他的那位小女友 至于孔幽月呢 则是和那个小女友坐在一起 青石的脸 略微有些红 不过还是很干脆地说的 哥 这是姬荣 也是老师的弟子 家就住在以水城内 哦 姬荣 你也和青石一样 叫我大哥便是了 见过雪莹大哥 那姬荣脆声声地说的 声音也很悦耳 这个叫姬荣的小姑娘 看起来还有点稚嫩 岁数嘛 应该和弟弟相当 个子不算高 颇为小巧玲珑 眼睛很漂亮 也算是个小美女了 和弟弟在一起啊 倒也很般配 不知不觉 这弟弟就已经从那个肉肉的小屁孩 到如今有女朋友的地步了 说起来 自己到现在 还没真正交过女友呢 虽然自己和优越比较亲近 可因为救父母的事压在心头 所以从来就没挑明过关系 说着 东伯雪莹就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白色金玉盒 第一次见面 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 可别嫌弃啊 大哥给的 你还不赶紧拿着 青石连忙催自己的女友 基隆也连忙起身 走过去 从东伯雪莹手中接过 谢谢雪莹大哥 哈哈哈哈 东伯雪莹笑着 也有些低汉 自己给弟弟 优越 宗书 同书 都买了一些重要的宝物 可根本没想到弟弟的女友啊 毕竟之前从来没见过 这一时间就漏掉了 在得知弟弟带着这女友 也来吃晚饭之后 东伯雪莹赶紧翻找物品 幸好这次出去的收获很多 在那位神使大人的 储物戒指空间的嘎啦中 倒有一箱子珠宝 估计是神使大人 某个时候偶然得到的 那一箱子珠宝 全部算起来啊 也超过十万金币了 东伯雪莹 立即挑选了一件 比较漂亮的 再用一件上好的精玉盒装上 估摸着这价格呀 也得在一千金币左右 毕竟嘛 这只是弟弟的女友 可并非是真正取进门的妻子 一千金币足够贵重啊 有一些领地经营一年 也就大概一千金币呢 哥 你这次出去挺快的 我还以为又要当个大半个月呢 这次我去郡城 给你 给优越 都带了些礼物 优越 这是你的 说着 东伯雪莹一分手 就拿出了一个法杖 和一套紫色衣袍 雪莹哥哥 这些 给我的 孔优越有些犹豫 这法杖一看就很贵 衣袍看手工 也是不凡 这 这法杖 是 风银木的木头制造而成的 很贵重 让你拿着就拿着 东伯雪莹摇头一笑 法杖才两千金币 这衣袍 可是足足一万八千金币 衣袍 可是天阶的法师护身器具 如果让这小妮子知道 天袍乃是天阶法师器具 恐怕都不肯收吧 基隆看着那法杖 又看了看衣袍 忽然 面色微微一变 孔优越这才收下 基隆就坐在孔优越旁边 他看着那法杖 又看了看衣袍 心里边 挺不是滋味 而在旁边的青石 有些忍不住了 哥 我呢 我的呢 你不是说 也给我带礼物了吗 招什么急 东浦雪鹰看了他一眼 看你小子猴急的样子 等吃完饭我再给你 嗯 你故意的 哎 我就是故意的 好好摸摸你的性子 身为法师 这点耐心都没有 哦 青石只能乖乖地搭了这脑袋 吃完晚饭之后 优越就居住在了城堡之内 雪石城堡内本来就一直给优越准备了一座小院 而青石则是送他的女友回法师楼 基荣 给我瞧瞧 我哥送了你什么见面礼啊 青石和基荣并肩走着 基荣这才打开了那青石盒 盒子内摆放着一个通体碧绿的宝石项链 那一块碧绿宝石在黑夜当中都有着淡淡的绿光 基荣连忙说道 啊 一块鸡皮绿宝石项链 怕得值一千金币呢 要说能当法师 自然了解许多材料珠宝等等 这么贵 我哥好爽吧 好爽 不是一般的好爽 基荣收起了玉盒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递声说的 东伯青石 你知道你哥送给那孔幽月的礼物值多少吗 那法杖 封一幕的 估计两千金币吧 幽月姐很早就在我们许石城堡了 和我哥哥关系也很好 可哥哥一直没送给他法杖给他 给他送一柄好的法杖也很正常嘛 我说的不是法杖 而是那件衣袍 那件法师器具衣袍 法师器具 你没看错 孔幽月就在我旁边 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衣袍 就是法师器具 上面还有一个标识 是炼金大师 阎文大师的标识 阎文大师炼之初的器具 最起码也是地阶吧 甚至大多都是天阶 你没认错 我好歹也是一名法师 这还会认错 基隆的眼中闪烁着莫名的神采 阎文大师出手 即便是地阶 他也是地阶极品 那件衣袍啊 最低也要五千金币 甚至可能上万金币 再加上那个法杖 这次你哥送给孔幽月的礼物 可就差不多一万金币左右了 东伯青石 你哥真不是一般的豪爽啊 我哥和幽月是很亲近啊 你别傻乎乎的了 你和你哥是亲兄弟 你也是这雪莹岭的继承人 你就眼看着你哥 把这些宝贝给送出去啊 你今天十六岁了 你总不能一直跟着你哥过吧 你总要独立吧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你说这话干嘛 我是为了你好 我早就见识了 当年我父亲拼死拼活去经商打拼 就是因为太相信我大伯 赚取的钱都一直算是整个家族的 整整二十年的打拼 整个家族几乎都是我父亲赚的 最后呢 我大伯翻脸直接赶我父亲出门 我父亲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还是到我母亲家留宿的 我说这些是告诉你 你没有害人之心 可你得有防人之心 我早就听说过 你哥哥修炼多刻苦 而且每天都泡药玉才没身体崩溃 你可知道 每天泡那药玉一年下来要多少金币吗 一年要五千金币 你哥哥从六岁到十六岁 整整十年 这方面就花费了五万金币 你父母当初买贵族爵位 买领地 又买了大量的破心奴 又给你哥哥准备了多年药玉 还有甲铠 城堡 各种开销等等等等 这些加起来 也就近二十万金币了 这说明 你父母当初冒险时 是得了一笔巨付 你花钱一直大手大脚 你哥哥在杀银月狼王钱 也从来不赚钱 一直花的都是你父母留下的钱 你知道你父母到底留下多少吗 你知道吗 听到这话 青石沉默了 你不知道 这么一笔巨付 你父母当年生死冒险的时候 可能得到了一位称号级的遗物 说不定得到了一个超凡生命的遗物 什么都可能有 可现在 这些都在你哥哥的掌管之下 你对你父母留下的一切都不知道 一切都在你哥那 现在 他随手就送了孔幽月上万金币的宝物 上万金币呀 我父亲当初拼了二十年 也就赚这么多吧 他随手就给了 青石 这些严格来说不是你哥的 是你父母留下的 应该算是你们兄弟共有的 你作为东伯家嫡系继承人 没分道也就罢了 好歹应该知道你父母到底留下多少巨富吧 可你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或许是我小人了 可有防范之心总是没错的 好了 别说了 我和我哥的感情你根本不懂 等你哥扫你出门 你就傻眼了 你这个女人给我闭嘴 青石的眼睛都红 眼中都有着泪水 他是我哥 我最重要的亲人 你知道吗 我 七龙有些被吓住了 他看着眼前的眼睛通红的少年 不由地低着头伸手去抓住青石的手 对不起啊 是我错了 我和我哥的感情你根本不懂 以后别再说这些了 我很不舒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华音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一集 这基隆立即点了点头 嗯 你知道的 我父亲当年被扫地出门 我们家当时很惨 都没有地方住 都是暂居在我母亲他们家族的 我 我父亲 我母亲 在母亲家族里 一直都被瞧不起 一直被打压 那段日子 是我今生最不想回忆的日子 幸好我父亲重新振作 才开辟了一番事业 否则 我恐怕都没机会来学法术 我明白你 可我们家和你们家不一样 好了 你回去吧 我也回去了 青石说着 转头就朝城堡走去 基隆 默默地看着青石远去的背影 他的眉头 微微促及 没想到 他哥哥在他心中地位这么高 我和这东伯青石一起学法术 成为他的女友更是近半年了 还是这次找到了机会 才自然而然说了一通 而且 我说的也是一些理所当然的道理 没想到会这么刺激到他 这东伯家族 到底得了什么巨幅 如果我能查到 基隆轻轻一笑 眼眸中有着一丝协议 虽然他和他哥哥感情伤 可今天 也算打开一道缝隙了 会开花结果的 这个东伯青石太稚嫩了 太单纯了 他哥对他的保护 也太过头了 如果连这么一个小子也搞不定 那才是大笑话 而在另外一边的东伯青石 走在回城堡的途中 哥从来没骗过我 东伯青石狠狠踢飞了一块石子 石子抛飞而起 摔落在远处又滚了好远 直接滚下了山顶 当初我败在老师门下 老师听说开的条件是五岸金币 或是银月狼王心脏 东伯青石忽然眼睛一亮 我哥当初和我说一个月内有消息 随后他就和宗叔去毁灭山脉了 一举铲除了弯刀萌 成功杀死了银月狼王 这才被认为是以水城第一高手 对了 我还记得当初陪哥哥去买飞雪神枪的时候 当时哥哥还写了欠条 欠了一万金币 说着说着 东伯青石的眼睛越来越亮 对 没错 如果父亲母亲当年真的留下巨父 哥哥当初怎么可能不给五万金币 而是去毁灭山脉冒生死危险呢 怎么可能还写下一万金币的欠条呢 长大了之后 他才知道毁灭山脉是何等的危险 他也是后来知道 老师收亲传弟子的当年苛刻桥见 五万金币 或者银月狼王的心脏 虽然东伯雪英并没有说 这其实不是什么秘密 青石又是一直当亲传弟子 自然很快就知道了 再结合自己哥哥当初去毁灭山脉 杀了银月狼王 自然就能推断出来 所以他在心底啊 是非常感激的 他就感觉 哥哥就好像是一座大山 一直在庇护着他 都说 父爱如山 可是在他的记忆当中 父亲母亲真的是很模糊 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哥哥这么多年 对他尽心地照顾 什么防任之心不可恶 哥才不会呢 人心哥肚皮吗 就算我哥 真的做了什么 就算我哥将我敢出血英灵 我也甘愿 东伯青石咬着牙 不可否认 基隆的一些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 还是对他产生了一丝影响 让他意识到随着他长大 他终究是要靠自己了 毕竟一直永远依靠哥哥 那过得也太无趣了 东伯青石心里边很不舒服 多年来他一直无忧无虑 可基隆的话让他的心思很乱 真的好不爽 雪石城堡书房之内 东伯雪英笑坐在一旁 看着旁边的宗书和铜书 二人在试验着那些炼金内甲和战靴等物 宗灵忍不住说道 雪英 你可真奢侈啊 你买这么多花了多少金币啊 东伯雪英咧嘴一笑 不算什么呢 这次接任务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波折 竟然发现了一名称号级敌人 称号级 天哪 称号级在他们的感觉中 那就是无尽的天空 根本就是高不可攀的 所以东伯雪英的战力达到称号级 他们也是一直很自豪激动的 可他们也认为啊 东伯雪英毕竟太过年轻 甚至都没能悟出天人合一 和一些老一辈的传说中的称号级强者们相比 恐怕还是要弱一些的 没想到竟然任务中出现意外 遇到了称号级 虽然他实力很强 还有些极厉害的手段 可我终究将他干掉了 他死 我活 我得到他的储物戒指 宝物颇短 买这些还是很轻松的 哼 不愧是我们雪英 宗灵和童三都为东伯雪英感到激动和自豪 不过宗灵还是有些担心 雪英啊 没想到一个黑铁级任务都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你说你要积攒两万功劳点去救东伯阿鱼他们 可是两万功劳点 这就算是青铜级任务 听你说比较简单的也就一千功劳点 一万功劳点 恐怕是比较危险的青铜级任务了 黑铁级任务都有波折惊险了 那本身就很危险的青铜级任务当中都排在上等的 你要完成两次 这 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要不你再等等 等你实力更强点 放心吧 宗叔 我自己会把握好的 把握 这怎么把握呀 一个黑铁级任务都冒出一个称号级出来 如果一些极难的青铜级任务 突然冒出一个超凡生命呢 虽说龙山楼不会安排必死任务 可是意外是很难说的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东伯青石的声音 哥 东伯雪莹笑着 书房房门被推开 东伯青石笑着兴奋地走了进来 哥 你不是说给我礼物什么的吗 什么礼物啊 哦 宗叔 宗叔 童叔 你们怎么都变样了 身上穿的那甲似乎很不凡啊 哎 这靴子怎么也突然换了 也没见过啊 我这次出去有了些大收获 所以都买了些礼物啊 啊 我也给你买了些 说着东伯雪莹就是一挥手 呼啦呼啦 旁边出现了一件件宝物 都是那些天阶极品法师器具 东伯雪莹还略显得意地一一介绍 那 这件衣袍内 有一完整的冰水护甲法术模型 乃是寒冰甲铠 水质连衣制两种法术 结合行车的简化护体法术 有刚有柔和瞬间几法 威力能有流星级法师们 施展防护法术的五成 那 这个手环 内有小型冰霜领域法术模型 同样拥有流星级法术的三成威力 这个戒指 东伯雪莹一一介绍 青石是又震撼又嫉妒 他终于明白 自己哥哥这次为什么会送给孔优越法杖 以及法师器具衣袍了 须知过去几年都没送过 这是因为自己哥哥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 连宗书童书身上的炼金宝物的价格算起来 也是绝对超越孔优越的 而他自己的这些就更贵重了 这些每一介 都是天阶极品法师器具 过去他想都不敢想 这是最后一件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法师器具 说着 东伯雪莹拿起了一枚吊顺 吊顺盖子打开 里面便是透明的球体 它能够储存法力 最多能储存相当于一名天阶法师的全部法力 你的法力终究太少了 使用这些法师器具会很吃力 平时多储存天法力起来 关键时刻也能调用 能够多施展些法术 嗯 哥哥为我想得太周到了 这些终究是外力 自身的强大才最重要 这些器具看似繁多 可是真正厉害的骑士 就是流星骑士依旧能威胁到轻蚀的性命 这些法师器具最多在流星级以下称雄 当然也有顺发的优势 勉强和流星级骑士斗上一斗 哥 我明白的 这些器具已经很厉害了 老师都没这么多法师器具呢 这个储物戒指 是我刚得到的 空间很大 价值难以估算 切切不可暴露 你好歹也是一正式法师了 记得将这戒指模样 稍稍伪装一番 防止被认出来 东伯雪莹拿出了一枚黑色戒指 这戒指乍一看啊 就好像是一根铁丝弄成了一个圈 虽然从外表看 戒指没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东伯雪莹还是很谨慎 须知 三尺范围的小空间储物戒指 就价值数万金币 这种三米长宽高空间的储物戒指 这空间算是极为惊人的 一般都是近百万金币的 这个数字很恐怖 这种层次的空间储物戒指 一般都是在称号级存在手里 正常一些贵族商人等等 根本就没能耐保护住这等贵重之物 甚至在称号级当中 很多储物戒指空间都没这么大 很大 青石顿时瞪大眼睛 他在得到之后 法力轻易的就炼化了 顿时他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 好 好大 炼制出一枚储物宝物是非常难的 一些很小的空间 还能透过一些特殊的炼金方法得到 而一些大的空间戒指 则必须是 要在空间方面 很擅长的超凡大师 亲自出手去切割出稳定的空间了 对于有些超盘生命而言 切割空间或许能够做到 可是还要稳定 并且固定在储物宝物内 这是很难的 所以说呢 大型空间戒指每一个都极为昂贵 青石是法师 当然明白这样一个储物戒指的珍贵了 哥 你怎么得到的 这也太 太 我说了 我这次在外面有了很大的收获 你也多看看 除物戒指内放着的一些法术卷轴 这些卷轴 我和宗书同书都没法用了 都给你了 这些卷轴加起来的价值 也颇为惊人 你要一一研究 这些可都是你的保命之物 法术卷轴 这更为逆天 扔出一个卷轴 法力一引导 轰的一下 一个强大的法术就爆发了 当然呢 这卷轴也消耗掉了 所以扔法术卷轴 就是在扔金币 然而 法术卷轴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法师们在关键时刻 来不及念动咒语 慢慢的去施展强大的法术 那么一瞬间使用法术卷轴 就能保命了 这些都是那位神使大人 活了这么久的一些战利品 东伯雪英是一锅端 全部留给了自己的弟弟 大哥 这些法术卷轴 太珍贵了 青石仅仅是略以感应 就发现 这些法术卷轴个个不凡 有些应该是五阶法术卷轴 甚至有没有六阶法术 得需要研究一下 哎呀 这么多的宝贝 让他有些心惊胆战 我有些怕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二集 这个时候 东伯雪英摇了摇头 怕什么怕 你将法术卷轴 分类一下 按照威力的高低 不到关键时刻 别使用这些法术卷轴 真的到了生死时刻 保命才最重要 东伯青石点了点头 借着伪装下 法术卷轴 随身带着 你只要不说 我和宗书不会害你 那么就没人知道 记住 一定别对外泄露 即便你的那个小女友 也千万别说 此时在雪石城堡内 东伯雪英真正绝对信任的 也就眼前这三个人 宗书和童书 无需多说 和父亲母亲 那都是真正的生死之情 和自己呢 也宛如亲人 弟弟和自己的感情 那就更别说了 只是啊 弟弟太过年轻 就怕不知道轻重 在外边吹嘘乱说 所以 东伯雪英 才郑重地嘱托 哥 你放心吧 我知道的 谁都不说 别紧张 也就一点外物罢了 自身实力 才是根本啊 东伯雪英笑了笑 要说这些外物 他从来都不太在意 不过 青石的心中 却很复杂 之前他那女友 还说了那么一大堆 现在哥哥送给自己的礼物 却贵重地难以想象 老师白元之辛苦 这么多年 都不及自己这财富的一成吧 哥 这个时候青石走近过来 直接抱住了东伯雪英 我想抱一会儿 你这小子 东伯雪英被弟弟抱住 不由得一愣 随即也轻轻摸了摸 弟弟的脑袋 小时候 弟弟经常抱自己 睡觉都喜欢抱自己 只是 渐渐长大了 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抱过了 随即 东伯青石抬头咧嘴一笑 好了 哥 我回去了 好好研究那些剑筹了 东伯雪英点了点头 青石说完就转头 飞奔离去 东伯雪英看着开着的书房房门 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我们也走了 雪英 早点睡觉吧 不过东伯雪英皱了皱眉 先关上门 我有事要说 好 棕灵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二人都看向了东伯雪英 我感觉 青石今天不大一样 他虽然装作一副很自然的样子 可我看他长大 这小子眼睛眨一下 我就猜出他的想法了 他瞒不过我 最后还抱我一下 我就感觉 有点不对劲了 啊 棕灵和童三有些疑惑地看着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再一思索 他这个年纪 又一直在山上 没什么琐事烦恼 恐怕 也就一些感情问题了 而且吃饭的时候 一切都还好 他送他小女友回去 等来我这情绪就不对了 恐怕 和他那位女友有关 宗叔 我马上写一封信 你派人送到以水城龙山楼给三楼主 请他帮忙 我需要查清楚 我弟弟这位女友姬荣的一切情报 他从小到大 他的一切亲戚关系等等 他从出生到现在 做过什么 一切所有情报 我必须要弄清楚 就算是没有今天弟弟情绪不对劲这个事 他也会查清楚这基隆底细的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东伯雪英怎么放心弟弟和他交往呢 乃至将来生活在一起呢 宗灵点了点头 随机一笑 好 我今天就派人过去 雪英 你达到称号级实力 怎么不告诉青石啊 对呀 雪英 你都快要去接青铜级的任务了 还隐瞒呢 东伯雪英轻轻摇了摇头 唉 青石这小子经历太少 太单纯 如果知道我是称号级 不知道尾巴翘到哪里呢 甚至变成一个张扬的顽固子弟也有可能 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青石在修行法术上还是不够认真刻苦 连优越都突破到了地界 他依旧只是普通法师 旁边的宗灵却是笑了笑 要求别太高嘛 他才十六岁 嗯 我十五岁就近毁灭山脉 杀印引爆了 回头 还是得找白元之法师谈谈 给青石点压力 别每天无所事事 他在法术上的天赋 是比母亲要高得多的 从小精神力就极高 可实力 在白元之法师的一群弟子中 却普普通通 连同期修行 天赋远不如他的优越 修为都比他高 现在东伯雪英 已经是称号级了 站在凡人的最顶尖届层 他努力的方向 更是超凡生命 可是 最让他牵挂 放心不下的 还是弟弟 就这样 到了第二天 清晨 以水城 龙山楼 楼主 这是东伯雪英 派人送来的亲笔信 思安楼主耳朵一动 只见一个白发老者 游图将一封信放在长桌上 思安大人正坐在那 是东伯雪英的亲笔信 这么早就送来了 是昨天连夜送来的 什么是这么急 连夜送来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思安大人立即拿起来观看 我看了下 也不是什么重要大事 这是东伯雪英 请楼主你帮忙 查他弟弟的小女友 姬荣的底细 当时也晚了 我就没打扰楼主 不过思安大人很是郑重 以后东伯雪英的事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我知道了 这游图有些怪异 这种仅仅查探一个 小女友底细的琐事 都要第一时间知道吗 堂堂龙山楼的楼主 就这么廉价吗 对了 他还派人付上了 一千金币的金票 东伯雪英做事 还真是够意思 思安大人也笑了 这些强者们 请龙山楼帮忙 做些事也是可以的 不过因为并非是公务 一般都是需要一些劳务费 查询一个人的底细 就拿出一千金币 算是很大的手笔了 姬荣 你立即安排人 以最高级别 查清楚姬荣的一切情报消息 他的父母 他的一切亲朋好友 从他出生到现在 一切情报 全部给我查清楚 尽快 最高级别 这尤途很是吃惊 龙山楼本来就是 监察天下 情报网上是天下第一的 可是这种小事 都到最高级别吗 这太开玩笑了吧 对 去吧 是 尤途只能应命 立即去安排 斯安大人坐在那 却是拿起了旁边的一份卷宗 打开卷轴看着 这是郡城那边发来的命令 还附有一些 详细的情报 斯安 丁锦东博雪英 关注他一切消息 此人疑似 称号级强者 有五成可能 称号级别 真的假的 斯安大人忍不住嘀咕了 他得到这个消息 也有一天了 依旧是处于震撼当中 可是郡城那边 是有足够证据的 比如说 东博雪英 在郡城内购买东西 就花费了超过五十万金币 这点只是辅助 关键是 卢家城堡那一战 因为牵扯到魔神 所以龙山楼检查的 特别的仔细 他们发现了 插入巨石深处的短毛 当初派遣的五大高手中 使用短毛的 仅仅就东博雪英一个 十五岁那年 东博雪英 可就用过短毛 杀死过弯刀蒙的 大量盗匪 同时呢 也发现了 深深镶嵌在巨石中的 弧形飞镖 每一枚弧形飞镖 都是极为厉害的 炼金大师炼制 价值一千金币 这一般的银乐骑士 也没这么奢侈吧 并且 根据这些飞镖短毛 刺入巨石的深度来判断 这应该是称号级实力 才能刺入这么深 爆炸 可不会让短毛飞镖 刺入巨石这么深 除此之外 那场爆炸的威力 根据判断 银乐骑士 几乎必死无疑 可是东博雪英 毫发无伤 连于静秋都活下来了 还有其他 种种猪丝马迹 比如一些崩塌巨石上 残留的一些战斗痕迹 都隐隐能够判断 这里发生过一场称号级的对战 并且另一方可能死了 活下来的则是这个年轻的东博雪英 因此东博雪英得了巨富 才能够在郡城内随意就花费过五十万金币 斯安大人暗暗嘀咕 整个安阳行省龙山楼走楼 都已经重点关注东博雪英了 而在此时 东博雪英设宴 招待了那位思家年轻的法师 思辰 见过之后 让东博雪英暗暗点了点头 这么年轻 就能成为流星级法师 果真不凡 和思伯荣完全不一样 也对 思家在清禾郡 兴盛繁衍数百年 族人数量多得很 养有不惜 会出思伯荣那种顽阔 也有思辰这种真正的精英 其实在跨入称号级之前 终究更重视身体天赋 身体天赋好的 再有资源和好的斗血法门 修炼起来就能一帆风顺 直接到音乐骑士级 所以一些音乐骑士中 一些中看不中用的都有一对 法师则不同了 需要剖析天地自然 对智慧 只是要求极高 任何一个厉害的法师 都不能小瞧啊 东博雪英有些感叹 她见过的法师 没有一个蠢货 各个聪慧精明 骑士则不一样了 勇敢者有之 莽撞者有之 愚蠢的也有 不过 想跨入称号级 不管是骑士还是法师 都一样的艰难 东博雪英微微点了点头 跨入称号级就太难了 一个年轻的音乐骑士 不会被重视 因为这取决于身体天赋 可是称号级 对心灵的要求 就太高太高了 成为枪法大师多年 东博雪英至今 都没有能够天人合一 她只是仗着太古血脉 才有称号级实力而已 由此可见 这天人合一 是何等的难 任何一个称号级 不管是骑士 法师 各个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都是心灵修为极高极高 或是英雄 或是枭雄 或是魔头 各个不凡 只有这样的存在 才有希望成为超凡生命 那个时候将不再是凡俗 连神灵都会忌惮他们了 这时间是一天天的过去了 东博雪英没有急着去接任务 因为她隐隐感到 心灵的变化 似乎到了最关键时刻 痛快 痛快 在练武场练了一块枪法 活动了一下筋骨 东博雪英感到全身术的 当即一跃 瞬间就窜到了旁边 城堡主楼的屋顶了 城堡主楼占地也是极广 屋顶很宽广 巨大的岩石铸就 东博雪英随意坐在一块阶梯处 依靠在背后的巨石 摇摇看着远处的场景 这里是城堡最高的地方 一眼看去 远处的城堡城墙都很低了 完全不是阻碍 周围的其他山峰都在事件之内 那一座法师楼也清晰可见 山下的更有一些农田 平民们生存的村落 遥远处山下正有着一条巨大的白链 那正是整个清河郡名字的由来 清河 这清河连绵过万里 是整个清河郡的母心河 河寻常处都框过数千米 虽然高处俯瞰 可是东博雪英依旧仿佛听到 河水滔滔 真美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三集 此时 东博雪英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城堡 山峰 山下星星点缀般的无数村落 还有那蜿蜒仿佛丝带的清河 一切场景如梦如幻 东博雪英从小就喜欢这么俯 看着自家整个领地的场景 真是好美啊 这是她的家 她也喜欢她的家 随手一番 拿出了一铁壶酒 轻轻饮了一口 哎 酒很辣 烫在心头 平常 东博雪英最多是喝一些茶水果酒 真正的烈酒 是滴酒不沾的 只有心情极好 或者心情极不好的时候 才可能去喝一点 显然 她现在的心情就极好 杀死神使大人 也让东博雪英对自身有更为清晰的定位 就父母有望了 弟弟如今也长大了 一切都让东博雪英的心情极好 至于一些琐事 她是懒得管的 在她绝对的力量面前 谁胆敢来雪英领 蹦的 直接捏死 渐渐的 东博雪英的呼吸放缓 心跳 还是放缓了 血液流速减慢 逐渐陷入 近乎停滞 东博雪英的心 越来越静 对周围的感应 越来越清晰 周围整个城堡内 一些仆人的走动 远处一些士兵们的谈笑 都能隐隐听到 周围的风在呼啸 山顶的风一直很大 风吹在身上 好舒服 有花香 有草的香味 天地自然 真美 东博雪英很欣喜地 感受着这一切 忽然 在她的感应当中 整个天地 都猛然地一个颤动 或者说 不是天地在动 而是 她的心在动 就仿佛 小鸡破了蛋壳而出 就仿佛 小草破开泥土 生长出来 东博雪英 一瞬间 就感觉到自己 受到肉体禁锢的心灵 终于冲破了禁锢 心灵 破壳而出 瞬间 就和周围天地 融为了一体 原本她就觉得 天地自然地 诸多美丽 可那都是隔着一层薄纱 在观看着 感受天地 可现在呢 心灵突破这一层薄纱 完全和天地 融合在一起了 那感觉 就截然不同了 风在吹 自己也仿佛成了风 无数的各种威风 在相互追逐 或是混合为一 或是纷乱散开 还有更细微的 无数的力量 火的力量 水的力量 大地的力量 风的力量 雷电的力量 光的力量 黑暗的力量 各种各样 源自于整个世界 最基本的力量 她无比清晰地感受到 这才是真正的天地力量 法师们需要通过法力 构造法术模型 引导外界天地力量 施展出法术 可是天人合一之后呢 却能够直接掌控天地力量 这是本质的区别 所以在称号级面前 一切称号级以下 都无法引导一丝天地力量 那么厉害的法术 自然就施展不出了 好舒服 心灵破壳而出 和天地合一之后 瞬间受到天地力量的滋润 就仿佛小树苗 受到哗哗哗流水的浇灌 开始生长 自出生之后 心灵第一次受到 天地力量的直接滋润 瞬间开始脱胎晃骨的变化 这种变化极快 东伯雪鹰还沉浸在 这种天人合一的滋味 还没回过味过来 心灵的蜕变 就逐渐停滞了 可是此刻 他心灵的力量 已经比过去 强大十倍百倍了 天地力量滋润 心灵强大 这才真正有了 踏入超凡的希望 天人合一 东伯雪鹰的心念一动 轰了一下 顿时 其中的火焰力量 瞬间涌入体内 直接冲刷肉体 无需斗气法门引导 这比平常引导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东伯雪鹰原本修炼的速度 已经很缓慢的身体 在汲取如此疯狂的火焰力量之下 立即开始变强了 这种变强的幅度 清晰的能够感受得到 难怪 没觉醒太古血脉的骑士 必须天人合一号 借助天地力量 才能完成累积 让痘气发生质变 跨入称号机 此刻身体在汲取着外界的力量 连体内的痘气 也在贪婪汲取着 化为液态的痘气 在不断汲取之下 也越来越浓郁 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体内的丹田气海 就隐隐有些疼了 显然无法再汲取了 半个时辰之后 即便是太古血脉觉醒的身体 一时间也有些承受不了 无法再吸收了 人无法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显然天地力量供应无限 一次性就让丹田气海 身体都撑住了 东伯雪鹰的身体 也需要一个自然蜕变的过程 按照这种幅度 估计陡期半个月内 就能跨入银月七十节 我的身体力量 也每天在成长 它是只要两个月时间 就能再次翻倍 这天人合一之后 东伯雪鹰的身体将会不断地进步 直至达到超凡之下 它身体太古血脉的真正极限 那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力量 天人合一 我东伯雪鹰二十二岁 终于天人合一 东伯雪鹰此时站了起来 站在屋顶 看着广阔的天地 看着苍茫大地 看着远处奔堂的清河 不由的豪气冲天 我完全有希望将来跨入超凡 超凡生命 飞天遁地 和神灵们坐下喝酒 直接撕碎恶魔 看过龙山榜上三千称号强者 东伯雪鹰就明白 能在二十二岁就能够天人合一 这是何等的逆天 心灵成长如此之快 自己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找出属于自己的路 跨入超凡 此时东伯雪鹰释放开心灵和天地合一 周围的一切不比清晰 甚至在外城堡的一些士兵和家眷 在屋内吭吱吱吱的 都能感应得清清楚楚 东伯雪鹰不由的 小脸一红 立即感应其他地方 他也感应到了优越的住处 优越此刻正在自己小院的屋内 和另外一名少年 在一起交谈 优越弟弟也来了 优越也是 他弟弟来了都不说一声 本来今天又要加点菜了 东伯雪鹰忽然眉头一动 天人和一笼罩范围之下 一切动静 就算是一个苍蝇 扇动翅膀的声音 都听得清清楚楚 孔优越和弟弟孔浩的交谈 自然也听得无比的清晰 此时在优越屋内 孔优越轻声说道 父亲让你来就这事 对 父亲还托主了 说 斯嘉在整个清禾郡的地位 无比之高 不管是军队的军官 郡城郡守 各地的城主 等等的重要官职 乃至说一些凶悍的盗匪 富裕的大商会 以及黑暗中的一些帮派 一切明里暗里的力量 全部都要臣服于斯嘉 那斯嘉就是清禾郡的天 他说谁有罪谁就有罪 没罪也有罪 而斯辰呢 乃是斯嘉真正的天之骄子 今年才二十岁 就已经成为流星级法师两年了 他很受斯嘉老祖疼爱的 将来一旦成为了银月级法师啊 这地位将更高更惊人 父亲说了 也不苛求你一定要嫁给东伯雪英了 如果能嫁给斯辰就更好了 说是我们孔家和斯嘉 如果能拉上关系 就真的能够一步登天了 不过姐 我是觉得父亲太现实了 我反正是支持姐你的 其实也不用管父亲的 他也就是这么一说 毕竟想要嫁给那位斯辰少爷 也不是一定就能嫁成功的呀 父亲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孔悠月轻轻吃笑一声 他仅此一句 没再多说 父亲严令 这些年 我也一直想要靠近东伯雪英 虽然我已经很努力了 他也和我比较亲近了 可依旧没有真正公开说 我是他的女友 他不喜欢你 也不是 他一直专注枪法 除了我 城堡内的一些女仆不算 他甚至都没和其他一些 年轻女孩说过什么话 东伯雪英外冷内热 只要慢慢靠时间 相信这么下去的话 以他的性子 将来他应该会娶我的 可和他在一起 真的很没趣 他自己恐怕还没感觉到 一点都不懂得哄人 没一点情趣 甚至还不如法师楼那些男弟子们会哄人 姐 你不喜欢东伯雪英 小时候刚来这儿 还挺崇拜他的 可后来 跟随老师学习法术 了解了天地之广阔后 就觉得他一般般了 也就是一个恋枪入魔的五疯子罢了 此时在城楼屋顶 天人合一之下 甚至连孔幽月的眼神 脸上的表情都感应得无比清晰 说他是五疯子时候 那嘴角翘起的一丝不屑 他都能清晰地感觉得到 东伯雪英的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要说他的确也没多么喜欢孔幽月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炽热情感 甚至他也没打算挑明 毕竟将来青铜级任务是很可能丢掉性命的 可是毕竟六年时间相处 这人不是冷血动物啊 终究会生出一些许情感 但是当听到孔幽月的话之后 东伯雪英不敢相信 他竟然会是这种人 心头仿佛被巨石压着 很难受 欺骗 自己竟然一直在被欺骗 可笑啊 自己还认为幽月一直倾心于自己 自己如果想要娶 很简单很轻松 可是事实上 这孔幽月压根就没真正喜欢上自己 也对 自己没情趣 总是专注枪法 根本不懂得哄人 可为什么一直骗我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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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伯雪英的心头一团火焰在燃烧 这六年来看似淳朴的感情 算不上爱情 那也算是友情了 可是竟然都是欺骗 原来一直都是伪装呢 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原本东伯雪英还觉得这孔幽月挺乖巧 挺懂人心的 现在却觉得他 恶心 是的 他的朋友本身就不多 这孔幽月算是一个好友了 可竟然一直都在伪装欺骗 甚至骨子里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武疯子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从来没有多么炙热的喜欢上他 多么的动心 可是再怎么劝慰自己 这六年的这份情分 都是欺骗 还是让他很不舒服的 而在屋内 那孔幽月还在微笑着说 相比起来 这位私家的私臣少爷 则要聪明智慧得多 虽然也有点傻 可至少有哄人的心思 孔浩瞪着眼睛问 私臣追你 孔幽月轻轻点了点头 要说这孔幽月的确有吸引人的资格 长相颇为美貌 很可人乖巧 家长从小见惯了人心 对人心的把握是极为精准的 在多日的不着痕迹的引导之下 私臣少爷的确是渐渐注意到了孔幽月 开始追逐孔幽月了 只是孔幽月一直保持着距离 吊着私臣 孔浩很是吃惊啊 你喜欢私臣 有点吧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喜欢上一个男人呢 不过 他的确觉得这私臣 是比东伯雪英更好的猎物 更年轻 更帅气 更重要的是 他有背景前途 东伯雪英相比而言 他就是个木头疙瘩 没一点情绪 而且对他都没太多的心思 太索然无畏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四集 姐 那你准备怎么办啊 我还没完全决定 慢慢顺其自然吧 其实他已经做了决定 只是在弟弟面前 有些话也得隐瞒 否则让弟弟觉得这个姐姐太无情 太狠了 那就不太好了 东伯雪英此时行走在城堡内的石板路上 全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那些仆人们都不敢靠近 他们都感觉到自家领主大人似乎心情不太好 很快的 东伯雪英走到了孔幽月的小院门外 碰一下 手按在院门上 院门的门栓瞬间震转 直接推门而入 谁啊 孔幽月的声音依旧那般温和好奇 只见孔幽月和孔浩二人从屋内走出 他们俩都看到了院中站着的东伯雪英 雪英哥哥 可是东伯雪英站在那 周围气息仿佛凝固 一股压抑的感觉 弥漫开来 让孔幽月和孔浩都是一颤 真没想到 你孔幽月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不懂情趣 是一个只知道练枪的五疯子 他怎么知道 可是不懂情趣 五疯子 这都说明东伯雪英知道了他们之前的谈话 再掩盖都没有用了 雪英哥哥 对不起 都是父亲逼我的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我也不想到 东伯雪英只是看着他 冰冷地看着他 之前天人合一 他清晰地记得孔幽月之前说话的表情 说他是五疯子时的不屑 这种表情在真正和他相处的时候 从来就没暴露过 可在天人合一之下 这一次他看到了 此刻他再伪装 他哪里会信呢 被东伯雪英这么盯着 孔幽月感到无形的压迫 让他心慌 让他过去绝对冷静的内心 都开始震荡起来 他很聪明 懂人心 所以任何时候都懂得该怎么应对 可是此刻 他被东伯雪英盯得心慌 紧张了 他不知道 这其实是心灵力量的一种压迫 天人合一之后 东伯雪英的心灵力量是何等强大 被他的目光盯着 压迫不亚于上万人 同时盯着一个人呢 我走 现在就走 孔幽月不再解释 转头就去屋内收拾 东伯雪英站在院子之内 默默地站着 片刻就看到了孔幽月和孔浩 各自拎着一个箱子 迅速走出了院子 幽月小姐 城门处的士兵们还很客气地打着招呼 孔幽月只是勉强笑了笑 带着弟弟就出了城堡 朝法师楼走去 他怎么发现呢 竟然发现了我和弟弟说话 孔幽月回头看着这座雪石城堡 他明白恐怕以后很难进这座城堡了 我还没能真正让司城死心塌地 现在就和东伯雪英闹翻太不值了 再等一段时间 等司城这边土荡了 就更好了 算了算了 既然已经发生了 后悔也无用 一个五疯子有什么好骄傲的 也就在以水城这个小地方有点名气罢了 在司家面前 他又算什么呀 唉 不过也不错了 也算从他这里得到了法杖 和一件法师戚具衣袍 竟然是这种人 我东伯雪英看人 的确很一般呢 此时东伯雪英一跃 就到了城堡主楼屋顶 坐在屋顶俯瞰着广阔的雪英岭 接触的人还是太少 竟然就这么被欺骗了 算了 也是一种历练吧 东伯雪英本来就是枪法大师 而且他之所以能够天人合一 也是枪法境界足够高之后 神而明之 逐渐参悟天地的 他的心性也犹如长枪般锋利 快刀斩乱麻 既然这女人怀有欺骗之心 那就将她赶出雪市城堡 再也没什么纠缠纠葛 她是她 我是我 或许像父亲母亲那样 在生死间产生的爱情 能够真正护头生死的 才适合我 东伯雪英忽然笑了一下 仰着头喝着酒 心灵磨练到了她这种境界 本就没有真正深入骨髓的一份普通情感 说斩断 那也就斩断了 啊 我已经天人合一 哪一种方式跨入超凡 更适合我呢 东伯雪英此时开始思索 将来跨入超凡的路了 超凡生命 才是她的追求 雪石城堡练无常 飞雪神枪施展的时候 自然带着雪花飘飘 在周围飘荡的雪花中 隐隐有着丝线闪烁 一袭黑衣的东伯雪英 正在尽情施展着枪法 此刻的枪法 和玄冰枪法之飘雪 已经截然不同 飘雪枪法 更是仿佛一朵朵枪花绽放 而此刻东伯雪英的长枪 每一枪刺出之后 收回的幅度相对要小 旋转力道却更加大 并且还有大量天地之力 汇聚于枪间 强大的旋转力道 大量天地之力被引动借力 长枪仅仅稍微收回 就接连刺出第二枪 两化作幻影的枪间之间 肉眼都能隐约看到 移动轨迹形成的一道丝线 无数枪影 无数丝线 宛如细雨飘洒 连成丝线 这正是玄冰枪法第二层 血雨 这一招 几乎将天地之力的利用 达到极致 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接近一切的利用天地力量 让自己的枪法更快 东伯雪英惊叹了 创造着枪法的古元寒前辈 在枪法速度上的追求 的确是到了让人惊叹的境界 自己虽然也已经天人合一了 可是单单学这一招 也足足花费了六天时间 如果是让自己创造 这对身体力量 枪法内部尽力的运转 天地力量的运转借用 都要求太高 怕是不太可能创造得出 当然了 这位古元寒前辈呢 也是实力站在超凡中 极高层次时 决定记载下自己枪法 传给后人 才专门整理了这一套枪法 学会玄冰枪法之血语 我的枪法速度更快了 如果现在 再遇到那位神使 杀他就轻松多了 东伯雪英露出了笑容 足够快的枪法 就会让敌人防守时非常吃力 甚至难以避免地露出破绽 自己就能趁机将其击杀 雪英 啊 宗叔 这个时候练武场 走进了一个人 正是宗灵 你的枪法早就达到圆满地步 还每天都练枪法 真是让我都惭愧 我也得加把力气多练练了 越是练枪 越是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东伯雪英抬头看天 天地自然 玄妙无限 我们不过才是一凡人而已 我甚至练枪法越久 都会偶尔产生一丝迷茫 我的枪法奥妙 和天地自然奥妙相比 差得太远太远 简直不值一提啊 好了 什么天地自然 你说的我们都感觉不到 是不是更可怜了呀 他也是天人合一之后 才更加清晰感受到天地自然的奥妙 他的心灵 能够和风在一起飞翔 能够和火焰在一起升腾 能够和大地在一起感受厚重 能够和水流在一起流动 正因为越是清晰的感受 就越加知道天地自然的神秘浩瀚 心中生出敬畏 就比如说自己的枪法 防御时隐隐有着水流的奥妙 可是心灵和水完全融合在一起 感受着水自然流淌 却发现自己的枪法何等简陋 简直就是小孩涂鸦 和现实自然景象的差距 当然了 不到天人合一 感受是没这么强烈的 哎 宗叔 我今天怎么没看到清晰啊 连中午都没回来 听士兵说 清晰和他的小女友 一早就带着些士兵下山了 去伊水城游玩去了 此时棕林六条手臂 持着六柄弯刀 开始简单施展刀法热身了 哎 年轻人啊 真好 东博雪莹点了点头 这清晰和小女友的关系 的确很好 去伊水城游玩 也是几天就有一次 这他也不奇怪 西阳西下 有一对士兵们正在道路旁守候着 旁边则是一对年轻人在悠闲散步 欣赏着旁边美丽的花草景色 这一对年轻情侣正是青石和鸡龙 哇 这小花真漂亮 在我们这儿 也就夏天时能多看到一点花草 平常时候大多冷得很 甚至大雪覆盖 鸡龙采摘下一朵小黄花 插在自己头发上 转头看向青石 笑得很灿烂 漂亮吗 漂亮 整个伊水城都没这么漂亮的大美女呢 妙兽虽然前些日子呀 他们俩有些过一丝不愉快 不过自那之后啊 这姬龙再也没提过那些事 自然而然 他们俩的关系也渐渐恢复如初 这次一起去伊水城游玩 二人的心情都是极好的 你嘴巴真甜 当初我咋还没看出来 你嘴巴这么甜呢 不过说美女 优越姐姐可就比我漂亮呢 对了 我发现 优越姐姐这些天都没去过城堡 怎么了 她和你哥哥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呀 嗯 我也发现 优越姐一直没去城堡 我问过哥哥 哥哥让我别问 还说 优越姐以后都不会回城堡了 还说让我回到保持点距离 嗯 看来疯了 不许吧 其实啊 我哥和优越姐 从来没开始过 她有些得意 有些畅快 在白源之门下的这群女弟子中 她虽然自信容貌气质 可总是隐隐被孔优越压上一头 其实啊 单单论着容貌 她也很漂亮了 眼睛更是吸引人 只是个子稍微小了点 可是身材比例依旧很好 小巧玲珑的 孔优越相对而言 则是窈窕高挑了些 加上孔优越对每个人似乎都很好 许多弟子都很喜欢她 再加上她和东伯雪英的一些莫名的关系 自然就成了女弟子中的领头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道路上出现了沉重的马蹄声 一只暗红色札凯骑兵正在前进 骑兵的领头 正有一名穿着华美的白衣三角眼青年 看向左右意气风发的模样 赵哥 这以水城真是个偏僻的小地方 和我们郡城一比差了不知道多少 倒是以水城那位城主送来的两个小美女 颇为不错嘛 这白衣三角眼青年名为崔虎 只见他黑黑一笑 而在他身旁则是一名冷酷的灰袍骑士 此时灰袍骑士开口了 少爷 你玩也玩够了 等去了军队就得乖乖守规矩了 在其他地方 大人他都能找得住 可是军队里是容不得你胡来的 放心放心 进了军队 我肯定不胡来 忽然他的眼睛一亮 看着远处和东伯青石在一起的基隆 不由的 有些心动流口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十五集 赵哥 看看 挺漂亮的小姑娘啊 真有味道 这基隆年仅十六岁 略带一丝青涩 却已经颇显身材了 身为女法师 这气质也不是一般女的能比的 头上戴着一朵小野花 更是让这白衣三角眼青年心里边痒痒的 要说女法师的数量本就很少 漂亮的女法师更是稀少 受一些豪门贵贵族子弟的追逐 哎 姑娘 那白衣三角眼青年喊了一声 胯下的踏雪马就立即出了关道 朝那边靠了过去 赵哥带你玩玩好不好 你旁边傻小子太年轻 不懂得美女滋味 我可会让你明白的 七戎和青石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旁边雪英领的士兵们更是个个大怒 甚至许多都已经将背上的破精弩拿在了手里 你是谁 青石更是冷声喝的 至少在以水城还没有谁敢挑衅他 少爷 那位灰袍骑士一眼就认出了这些士兵甲铠上的印记 连忙骑马靠近过来 这是以水城雪英领的人 雪英领的领主东伯雪英 15岁那年就去毁灭山脉杀了银月狼王 现在应该是一位银月骑士 我们离军堂也不远了 还是别人麻烦了 雪英领 东伯雪英 白衣三角眼青年眉头一皱 如果是在清河郡城 哪里在乎一个东伯雪英 他的家族在郡城里边都是有着极大能量的 虽然处处得听斯家的话 可是好歹也是颇为强大的 根本就瞧不上这些偏僻小城的家族 可是此次终究只是带来了一支护卫队出来 护卫队首领呢 是流行骑士 面对雪英领还是有些扛不住 这心中已经打退堂鼓 不过白衣三角眼青年是丝毫不愿弱了气势的 我是谁 你们这等偏僻小地方的家族 还没资格知道 喂 你听清了 不过基隆却有些恼怒了 他是雪英领的东伯青石 他哥哥就是雪英领领主东伯雪英 你竟然敢调戏我 青石 你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任他调戏我 青石在女友面前哪能丢脸呢 当即就怒吓 向此认错 否则你休想走出以水城境内 呦呦 够厉害的啊 原本还打算打退堂鼓的白衣三角眼青年 早就习惯了嚣张 此刻顿时火气上来了 他眼中寒光闪烁 一个偏僻之地的小家族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真是不自量力 上 男的全部杀掉 那个小美女 给我带走 他心一横 杀完之后直接去军队 等那东伯雪英知道 那也晚了 是 他身后的一群早就习惯杀戮的暗红色甲凯士兵们 立即各个英明 你敢 青石大惊 仅仅认个错就要杀人吗 上 灰袍骑士眉头微皱 但是依旧瞬间跃下马皮 体表出现了一层青色护体斗气 速度极快的杀了滚 见到了这一幕 学英领一方的士兵们各个吓了一大跳 什么 流星骑士吗 学英领一方拿着破星弩的士兵们各个有些惊慌 这破星弩的确能够威胁到流星骑士 可是一般是需要过百个破星弩同时围攻 否则的话 流星骑士的速度让他们都很难瞄准 快散开 分散开 攻击那位白衣男子 士兵们的经验很丰富 个个迅速开始分开 杀 只见到暗红色夹凯士兵们却是进阶冲了出来 远处的白衣三角眼青年却是一翻手 出现了一个盾牌 挡在了身前 有盾牌 又躲得远远呢 他根本就不怕破星弩 冷笑的看着这一切 小子 跟我小长 真是找死 要说流星骑士对付普通士兵 简直就是虐杀 一瞬间 就有一名妄图分散开的血英灵士兵 被一刀斩上 更多的暗红色夹凯士兵 更是直接杀向了东伯青石 青石呢 是从来没遇到过这一切 他心慌紧张 他的法师器具的法术 根本无法同时击溃这么多人 特别是其中还有一名流星骑士 只见他手一翻 出现了一个法术卷轴 正是东伯雪莹给他的大堆法术卷轴中的其中一个 乃是一个五阶法术的卷轴 不好 灰袍流星骑士看到那个少年扔出卷轴 莫名的恐惧 少年却是盯着的 显然这一道强大的法术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这位流星骑士 只见到天地间凭空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青色雷霆 这雷霆犹如大树直接披露大地 这密密麻麻的一道道雷霆 其中有足足八道雷霆 同时扭曲地披在了流星骑士身上 那名灰袍骑士根本无法闪躲 轰隆隆的声响当中 他整个身体都瞬间化作交谈 强大的五阶雷电法术 让一名银乐大法师施展 也需要念动咒语耗费不少时间 威能之大 不可思议啊 那在远处躲在最后面 持着盾牌的白衣三角眼青年 是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那名流星骑士 整个身体瞬间被轰得粉碎 他的实力太弱 根本就扛不住 这些巨大的青色雷霆披霞 仿佛一株株大树 一共也就九十九道 乃五阶法术雷电森林 以轻蚀的引导力 只能勉强集中向那位流星骑士 其他的一株株雷霆大树呢 他就没法精确引导了 只能竭力的 让那些雷霆披向其他方向 尽量别伤到雪英领的士兵们 所以竟然刚好有一道雷霆大树 披在三角眼青年身上 也算那位白衣三角眼青年倒霉了 这士兵们惨叫毕丽 那些个暗红色加海士兵们 也有好些个被波及 被五阶法术波及到 自然瞬间毙命 而雪英领士兵们 原本就分散开 他们数量又七少 轻蚀操纵的雷电森林 又尽量避让开他们 所以竟然一个都没被批准 快逃 快逃 侥幸从雷电森林中逃过一劫的 二十多名士兵们 个个惊恐了 都骑着马匹 迅速地朝远处飞奔 雪英领的士兵们 则是立即用破行弩追上 青石连忙拉着女友的手 容容 没事吧 我 我差点就完了 幸好青石你有厉害的法术卷种 这是我哥给我的保命之物 青石没再细说 因为东坡雪英严令不得外泄 今天也是被逼到绝境 没办法了 很快 追击的雪英领士兵们就退回了 立即领头的一名队长连忙说 现实少爷 他们逃的士兵比较多 破心弩 装弩又麻烦 他们逃走了十六个 将这里都收拾一下 我们回雪石城堡 傍晚时分 城堡门口 得到仆人传讯的东坡雪英 宗灵和童三等人都聚集在这 药桥缓缓放下 城门也在开启 城门外呢 就是青石他们一行人 他们也带着一些尸体回来了 我先回法术楼了 青石点了点头 门开了 青石走到东坡雪英面前 他低着头 哥 先回去歇息 晚上慢慢说 东坡雪英没有责怪 他看得出弟弟此刻有些慌乱 弟弟轻轻点了点头 就立即先进城堡了 东坡雪英呢 则是看了士兵队长一眼 你跟我来 那位队长立即攻进跟随 一行人走在城堡之内 东坡雪英问着 旁边的宗灵和童三 也在听着 怎么回事 禀领主大人 今天我们和往常一样 保护少爷和金蓉姑娘 先去移水城 这名吴队长开始详细讲述 将整个过程细细地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还叹息了一声 幸好有金石少爷施展出法术 否则 我们就不止死掉两个兄弟了 那位挥袍骑士的速度太快 在雷电森林法术袭击之前 他已经杀了两位雪英领士兵 死去的士兵 抚袭翻倍 家具城堡会继续养着 其他士兵每人十个隐蔽 谢领主大人 认出来那位白衣少爷是谁吗 不认识 而且听口气 也不像我们移水城的人 这就有点麻烦了 弟弟杀了一位贵族子弟 这个事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就算从帝国法律角度来说 也是对方攻击在先 弟弟属于反击 对方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贵族 那也就罢了 就怕是来自于某个大家族 那么这事就不会这么轻易了结了 很可能有麻烦 雪英 既然不是以水城的人 这要查就麻烦了 整个清禾郡太大了 贵族那么多 谁知道这是哪一个呀 有他们的尸体吗 有 带回来了 可是那位白衣少爷 直接被雷电给轰毁掉了 那位流心骑士倒是尸体还在 可是因为被好些雷电同时轰击 都成焦炭了 也看不出容貌等特征了 有活口吗 当时兄弟们个个都愤怒得很 出手没留钱 而且几乎都是被破心弩射中 那些人几乎是瞬间避免 两个重伤的也被愤怒的兄弟们给杀了 没一个活口 听完这话 东伯雪英的梅雨间有着一丝煞气 想要查出对方的身份都有些麻烦 管他呢 放眼整个清禾郡 来明的弟弟这次算是反击 来暗的 就算是整个清禾郡最强大的思良红 乃至那位极为可怕的相旁云 东伯雪英都是一概不惧 而且东伯雪英觉得 那个被杀的贵族少年的来历 恐怕也不会太过夸张的 查 从对方尸体的遗物查 看能不能找出些蛛丝马迹 查出他们的身份 我这就去安排 宗灵的心思缜密 做事更为妥当 三个时辰 足够了 如果查不出 就只能请龙山楼查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六集 驻扎在清河郡境内的第三十团 就在毁灭山脉边缘地带 一般像清河郡各地的成卫军 这些地方性的军队呢 都是私家在控制 可是在毁灭山脉周围驻扎的军队 则是只属于帝国 乃是帝国军队 更加强大神秘 私家也只能凭借一些关系网 稍微影响在自己地盘上的帝国军队 却也无法真正掌管 而且帝国军队的背景太大了 一般一些大规模进入毁灭山脉时 背后更是有超凡生命作战的 此时在第三十团 一间颇为宽敞的屋子内 老爷 少爷死啊 什么 一群士兵们狼狈地站着 坐在那儿的是一名独眼军官 独眼军官的脸色阴沉得都滴水了 少爷竟然死了 你们这群废物 废物 我大哥一定会发疯的 一定会 告诉我 到底是谁干的 而且到底怎么回事 是是是 这些士兵们各个连忙许说一切 独眼军官听得这脸上肌肉都在抽搐 他能够在第三十团后勤部门 当一个主管 也是他大哥花费了大量金钱和人脉 才搞成功的 他大哥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在整个清禾郡 人人都说他是私家的一条中拳 可为什么用拳来形容呢 就是因为他大哥很癫狂 经常会做出很疯狂的事情 然而那位死去的少爷崔虎 便是他大哥的独子 这些士兵们原本只知道那是雪英灵 还是当时基隆大声喊出来的 说这是东伯青石 是东伯雪英的弟弟 威胁了对方一通 这些普通士兵们自然知道了对方详细的身份 必须得将消息 最快速度告诉大哥 独眼军官顾不得迟疑 当即便立即即身 去透过帝国军队系统的传讯系统 将消息传到清河郡城去 他一个后勤主负责人和家里联系这种小事 还是很轻松的 在距离第三师团 大概十余里外的一座高山上 一条通体雪白 可是四体却是漆黑一片 而且隐隐有黑暗气息环绕的 颇为可爱的小狼 正在摇摇看着远处的第三师团筑地 这一条小狼啊 看起来呢 也就几个月大 还很稚嫩 可是他的眼中却有着悲凉伤心 以及无尽的恨意 在他刚刚出生不久 他的母亲被人类猎杀了 而就在刚才 他的父亲也被猎杀了 被那些军人们带到那筑地去了 他凭借着天父一路悄然跟踪 可是现在不敢再跟了 因为前面就是人类的军队筑地了 孩子 此时有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了 旁边黑暗的能量在汇聚 很快聚集成了一名黑袍白发老者 他的眼中有着慈爱 你是不是很恨人类啊 小狼看着这老者 却感到了亲切 他发出了低吼 恨了 他当然恨了 你的父母只是普通的魔兽 可是你却拥有非凡的力量 不过这样的力量需要完全掌控住 你才能有机会将来向人类复仇 这个时候 这黑袍白发老者手一伸 便出现了奇异的白骨权杖 我给你这个机会 嗡的一下 一股泛着血色的流光 从白骨权杖中飞出 笼罩在小狼身上 小狼的身体在血色能量光芒笼罩之下 开始变换 渐渐地开始直立起来 毛发隐去 四体化作四肢 头颅也变成人类的绒毛 仅仅片刻 一个看似五六岁的赤裸着的人类孩童 便站在了这 这是你的人类之躯 是真正的人类之躯 人类是发现不了死后破窄的 只有真正融入人类世界 将来才能更好向他们复仇 走吧 在进入人类世界之前 你还要跟随我十年 你可以称我为 父亲 是 父亲 这人类孩童说话还有些结巴 可依旧说得很清楚 真是不烦 刚变成人心就能说话 走吧 随即 一道黑暗笼罩了这名老者和孩童 跟着 他们便凭空 消失不见了 入夜 清河郡城内 一座占地足有一里多的豪奢府邸 大量看起来蛮横的护卫 在府邸周围巡逻着 电视府邸内 也依旧有着一对对护卫 戒备 极为森严 因为这座府邸的主人崔金鹏 便是整个清河郡城地下世界的老大 各种黑暗肮脏的事都是他一手在操口 他呢 也是私家的一条中拳 许多人想要取代他的位置 想要成为地下世界的老大 所以杀戮 争斗 是经常发生的 府邸内的仆人们呼吸声音都很低 都压着 实在忍不住了 才缓缓呼吸一口气 许多人的后背啊 都是汗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在今夜 他们的主人 已经杀了足足十二个仆人手下了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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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豪奢的大殿内 一身金袍的崔金鹏正一遍遍来回走着 眼中有着无尽的怒火 整个大殿内其他人都退下了 都在殿外边候着 她是凶残 她是癫狂 她是出生在穷困贫民窟中 她的母亲是个妓女 她没有父亲 母亲呢 压根就不在乎她的死活 她从小啊 就仿佛一条野狗一样 一步步爬起来 她踏着不知道多少人的尸体 鲜血爬了起来 在这黑暗世界中 她走到了极高的位置 更是得到了那位整个清河郡的 无冕之黄思良红的赏识 在黑暗中行走无尽岁月 她堪称是无恶不作 可她最宠爱的依旧是她的独子 她为了她的儿子准备好了一切 想要美女呢 她这个当父亲的亲自安排 直接抓来送给儿子 因为太过宠溺 又或许是不擅长教导儿子 这儿子是越来越嚣张跋扈 她都有些庇护不住了 这才将她送到军队里边 好好地磨练磨练 没想到竟然死了 此时崔金鹏是泪流满面的 狐儿 我的狐儿啊 狐儿 我的狐儿啊 你死了 我该怎么活 此时这个癫狂的地下暴君 却是无比之痛心 我要他们死 我要他们给你陪葬 那血英领东伯家族 那个该死的东伯青石 还有他哥哥东伯血英 还有整个城堡的所有人 我都要他们给你陪葬 此时崔金鹏的眼中 有着无尽的疯狂 我要让他们陪葬 大哥 这个时候外边通见了一个人 正是一名脸上满是毛发 全身也都是毛发 有着一双泛着绿光毛子的瘦人男子 看长相显然是狼人族 这人呢 便是他们这一帮派的二号人物 也是一位极为强大的银乐骑士 他的大哥被一些敌人称之为疯狗 他呢 则被称之为野狼 大哥你说一下 我们就杀过去 此时崔金鹏面色争瘾 我们杀过去有把握吗 没有 没听到消息吗 虎儿和赵老虎 是在一法术卷轴下全部毕命的 连流星骑士都扛不住的法术 瞬间毕命 那定是五阶法术 那个东坡血鹰 更应该是银乐骑士 他在他的城堡内 我们整个帮派就三名银乐机 能有把握灭掉他们 那可是他们老巢 那该怎么办 悬赏 血刃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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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无比古老悠久的事例 它的存在几乎和整个未面世界的历史差不多了 在他那发任务悬赏 这赏金是由血刃酒馆领的 而且血刃酒馆自身就拿走八成 剩下两成呢 才是真正给杀手的赏金 所以一般的要价都很夸张 那价格会很高很高的 我就要他们死 要整个东坡家族都得死 只要他们死 我不惜一切代价 这消息是二弟透过帝国军队传过来的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一旦让东坡血鹰查出来 是我的儿子 他说不定会先下手为强 他们混在地下世界 是很清楚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传令 我儿子的死 不得泄露 知道消息的那些下人 全部关起来 等到整个东坡家族全部死绝了 再放他们 我现在就出发 前往血刃酒馆 既然说动手 那就不能给对方一点还手之力 夜里在血刃酒馆 要说这是颇为热闹的一座酒馆 许多冒险者 以及其他一些刀口舔血的人 都在这混迹 就算是豪门贵族 也不敢在这放肆 因为这里的人 都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 哪管你的什么身份 杀了 这些人恐怕立刻就逃了 甚至很多杀手 都是各地流浪 杀了 都很难查出身份来 上楼 这酒馆呢 有一侧门 是直接发任务 接任务才能上去的 而此时 这崔金鹏裹着黑袍中 出示的一块血刃令 须知 发任务 接任务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的 要么需要血刃令 要么就是龙山楼 发出的黑铁令 青铜令这一类 这都是能证明实力身份 此时在酒馆二楼 安静得很 虽然有少数几个人 可是个个都隐藏身份 或者戴着面具之类的 显然当杀手的 愿意暴露身份的 还是极少极少的 像整个青铜郡 第一强者 向庞云那么张扬的 还是极少的 向庞云这个人呢 毕竟实力太强大 他如果愿意建立家族 恐怕整个青铜郡 私下的地位 都会被撼动 此时 崔金鹏进入一个 屋子坐下 他对面呢 坐着一名紫袍女子 我要悬赏 请说 我要杀死 以水城雪英岭的 东伯家族 我要整个东伯家族的 雪石城堡 全部死绝 特别是东伯青石 东伯雪英两兄弟 必须得死 可以 请稍等 我们这边需要计算一下赏金 杀人嘛 就算是杀超凡生命 邪人酒馆也是一样得借 只要你出得起足够的奖 崔金鹏此时强忍着等待着 他眼中闪烁着杀鸡 他实在是忍受不了 想要尽快铲除 整个东伯家族 给他儿子报仇了 而在这个时候呢 紫袍女子看了一下手中的金球 金球上面浮现了一些文字 紫袍女子轻轻点了点头 自己就说了 要灭掉以水城的东伯家族 需要三百万金币 听完这话 崔金鹏猛然就站了起来 三百万 怎么这么高 这 这 这疯了 东伯雪英就是个音乐骑士 就这样一个家族灭掉 要三百万金币 你们雪人酒馆就算取了八成 剩下两成也足足六十万金币 灭掉他们家族需要这么多 什么杀手需要这样的价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七集 要说这雪人酒馆的定价是非常严格的 虽然龙山楼关于东伯雪英的情报是机密 可是雪人酒馆搜集到关于东伯雪英的情报 却是十五岁就斩杀银月狼王和阴影报 杀阴影报虽然是秘密 也是暗中逐渐卖掉 可是 雪人酒馆龙山楼这种势力还是能够查到的 雪人酒馆认为 东伯雪英十五岁很可能就是银月骑士了 并且前些日子又花费了超过五十万金币 敢这么奢侈的花销 每一个几百万金币怎么敢呢 雪人酒馆认为 这东伯雪英有三成可能 已经是称号级 所以定出了这样的价格 如果百分之百确认 那么价格还要翻倍 这 可是 这崔金鹏 不敢相信 这价格也太高了 一般称号级强者家族的财产 恐怕也就两三百万金币左右 也就是说 一般的称号级强者倾家荡产 都是付不起的 他崔金鹏虽然是地下世界的首领 可他上面还有私家 他攒了这么多年也就勉强一百万金币罢了 只听那紫袍女子淡然说的 我们雪人酒馆的价格没得商量 付不起请出去 这下崔金鹏的脸色更难看了 在雪人酒馆面前 没有任何人能够白谱 就是当初那位了不起 统一天下 建立龙山帝国的开国皇帝 作为一位神灵 依旧维护雪人酒馆 大地神殿的超然地位 可是三百万金币 他是真拿不出啊 难道 不报仇吗 他是死也不甘心 我更改任务内容 其他人就算了 我只要这凶手 东伯钦时死 凶手 紫袍女子的眉毛一动 看了崔金鹏一眼 不过雪人酒馆的规矩 他也不会追问 不会泄露消息 崔金鹏也相信 雪人酒馆的信誉 对 凶手 我要这个该死的凶手死 他叫东伯青石 告诉我 杀死这么一个法师 需要多少金币 对了 必须尽快动手 我担心那东伯雪鹰 查出真相来 到时候 恐怕会生出很多波折来 请相信我们 雪人酒馆的速度 请稍等 你要杀的这个凶手 东伯青石 很快价格就会出来了 紫袍女子 看了一下 放在面前桌子上的金球 一天内 杀死这凶手 东伯青石 需一百万金币 一百万金币 他才一个普通法师 连地界法师都没到 只有配件一个 厉害点的刺客 暗中潜入刺杀 很简单的 如今这雪石城堡 一定戒备森严 那东伯青石 恐怕也会在城堡之内 短时间不出去了 如果你给一年的时间 恐怕这任务 只需要十万金币 可你要一天之内完成 我们还需要传达任务 给杀手 杀手还要准备赶过去 这时间太短暂了 恐怕还需要面对 雪石城堡 其他人的阻碍 紫庞女子微笑着 崔金鹏咬着牙 这雪刃酒馆 价格是没法还的 要么就下悬场 要么就滚蛋 好 赶紧动手 尽快截肢 交钱 崔金鹏虽然极为心疼 可是丧子之痛 早就让他疯狂了 他不惜一切 一翻手便拿出了 一大碟金票 这一大碟金票 刚好一百万整数 他过去啊 没事就喜欢拿出来 翻一翻数一数 无比之爽快 这可是他在地下世界 挣扎了这么多年的 几乎所有的积蓄 交易愉快 我们会立即安排 适合的杀手 崔金鹏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恨意的火焰 他仿佛看到了 那个东伯青石的死亡 他非常信任 写任酒馆的实力 写任酒馆 接取任务 一般都会完成 除非遇到极为特殊的情况 比如 明明任务下达 要杀的是一名称号级 可真的动手 发现是一名超凡生命 那么写任酒馆 就会暂时撤销任务 并且要求一一加价 而且不会退款 写任酒馆呢 就这规矩 接受不了就别来 实际上 写任酒馆 已经是很有口碑的了 连夜 写任酒馆 以自己的隐秘消息渠道 迅速通知了 在清河郡境内的 三位可怕杀手 任务很急 必须一个时辰 来做出回应 如果都不接取 那么写任酒馆 会立即通知 其他郡的一些强大杀手 这一任务 因为有东伯雪英 作为阻碍 而东伯雪英 有可能是称号级 所以得到任务的 都是达到称号级战力的 因为无需杀死东伯雪英 所以价格是一百万金币 如果要杀死东伯雪英 整个清河郡 也只有一个杀手 有资格接取任务 那么就是向旁云 整个清河郡 最强大的存在 它拥有着绝对碾压般的力量 可以一个照面之间 就灭杀普通的称号级 它的强大 让人站立 就连转化血妖之躯 活了数百年的 斯良红这个老妖婆 在龙山榜上被排名时 都被排在了向旁云之后 龙山榜定排名 那是非常精准的 很快的 这杀手已经确认 是一位极为厉害的刺客 代号 风魔 此时在郡城的一座 普通宽敞些的院落之内 此刻灯火通明 五道人影都聚集在一起 坐在一起 谈论着 大哥 我带着老三他们过去就行了 那全身穿着银灰色软甲 胸口处有着诡异的 青铜护心镜的精瘦男子 半边脸都被银灰面具挡住 坐在一旁 连忙劝着说的 他便是风魔 一个达到称号级战力的 可怕刺客 这种刺杀的小任务太简单了 虽然情报上说 那个东伯雪英可能是称号级 可他才22岁啊 22岁的称号级 怎么可能 就算他真的是 他也奈何不了我 大哥 你就不必出面了 对啊大哥 而且还有我们三个帮忙呢 一名白发法师也劝说 作为一名音乐法师 都是极为骄傲的 可是在他们大哥面前 谁都骄傲不起来 那坐在主位的是一名 穿着宽松暗红色袍子的壮汉 他的袍子宽松 微微裸露出部分胸膛 他的个子呢 也就一米九左右 虽然算是精壮 却远远无法和东伯雪英 遇到过的那位神使相比 那位神使大人 简直就是怪物般的身体 可是论威压 这位壮汉坐在那 那无形的威压 却比之前的神使大人 强太多了 那位神使啊 就仿佛一个小猫咪 这位壮汉呢 却仿佛一个绝世凶兽 他的杀气更是无比的重 他的杀气正是一次次杀戮主角 杀手们一般都隐藏身份 可他却丝毫不在乎的公开身份 因为他杀戮都是 揭取的血刃酒馆的任务 谁也没法明面上找他麻烦呢 这风魔也是颇为厉害的高手了 可是在他大哥面前 却是大气都不敢喘 都是乖巧得很 四梁红的老妖婆一直躲起来 想要找他耍耍他都不肯出来 都有些日子没动筋骨了 也痒得很 这次跟你去搅一搅 如果任务很简单 你们就解决 如果那个东伯雪鹰 真的是称号机 我就有玩物了 这名壮汉随意地笑着 他的双毛都是泛着血红色 这正是他修行斗气法门所致 他便是整个清和郡第一强者 也是最可怕的杀手 向旁云 好吧好吧 既然大哥要去 那就去呗 这任务其实很简单 估计都轮不到大哥出手 既然定下了 明天一早出发 前往以水城雪鹰岭 是 到了第二天清晨 一艘长过三十米的 黑色炼金飞舟升空 一直飞入云雾当中 而后高速朝以水城方向飞去 非洲至上 除了专门驾驭非洲的 两名仆人之外 就是向旁云等五个人 向旁云随意坐在 非洲甲板上 看着周围飘渺云雾 甚至透过云雾 看到下面的苍茫大地 东北雪鹰 二十二岁 向旁云的嘴角 有着一丝诡异的笑意 如果是称号机 那么如此年轻的称号机 简直是难得一见的玩物啊 雪鹰岭 雪石山之殿 在城堡外靠近悬崖柱 一席黑衣黑发的青年 正独自站在那俯瞰着山下 他站在那都让寻常士兵们 感觉到淡淡的威压 平常东北雪鹰 还很刻意收敛 只是此刻 他心情并不好 自然而然 散发的一丝气息 就让寻常人感到了压迫了 此时 只听到 哒哒哒 马蹄飞奔 三名骑士 正从山道上飞奔过来 来了 东伯雪鹰看向他们 这三名骑士呢 也看到了在城堡外 等着他们的领主 为首的一名骑士 连忙一跃而下 马蹄交给了同伴 就飞奔向了东伯雪鹰 领主大人 四安楼主 有消息了 四安楼主说了 整个伊水城 没听说有哪个贵族少爷 突然死的 他已经将消息 上禀清河郡郡城的龙山楼 相信三天内会有结果的 东伯雪鹰皱着眉头 这还真跟自己 预料的一模一样 那位四安大人 终究只是负责 伊水城境内的 自己之前深夜派人 去送消息 请最快速度查探 自己的手下 更是在那随时等候消息 可是结果呢 四安大人没查出来 还是得上柄 三天时间 希望别出什么波折 哼 不管是谁 休想伤到石头 这一直照顾弟弟 从婴儿 到如今长大 兄弟情深 早就深入骨髓 为了弟弟 他当初毫不犹豫 就进入毁灭山脉 他过去不太懂 为什么有些人 可以为他人 奋不顾身 可以为他人 不顾生死 可是照顾着弟弟 看着弟弟 屁垫屁垫在背后 喊着自己 哥哥哥哥 看着弟弟小时候 抱着自己大腿 喊哥哥抱 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 乖乖的低头 听训斥 他也明白了 当感情足够深的时候 便可以超越生死 他对弟弟 就是如此 领主大人 这个是四安楼主 给领主大人的 哦 骑士功功静静 从怀里取出了一份卷宗 东伯雪英 接过卷宗 就朝城堡内走去 在城门口的士兵们 各个恭敬行礼 找我命令 三天内 禁止轻蚀出城堡一步 是 领主 所有士兵恭敬英命 至于三天之后 是否放弟弟出来 还要看这次的麻烦 到底有没有解决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四十八集 行走在城堡之内 东伯雪英 翻看着手中的卷宗 嗯 弟弟那位小女友 姬荣的 之前 他请龙山楼 调查姬荣的一切讯息 这次 那位贵族少爷的身份 没查出来 不过 司安楼主 却将姬荣的情报 先送来了 嗯 这姬荣的 父亲呢 名叫姬五海 年轻的时候呢 为自己家族是奋斗打拼 打拼了二十年 为家族弄下一份大产业 他也娶妻生子 生了个女儿 这名女儿 也就是姬荣了 姬荣在很小的时候 还是过着很富足的生活的 后来呢 掌管家族的大伯 翻脸了 将这姬荣是一家 直接给提出儿去 姬荣的父母 狼狈地寄居在了 姬荣母亲家族 燕家 在燕家 他们被歧视 瞧不起 姬荣的童年 颇为可怜 凄惨 他父亲呢 更是借酒消愁 在姬荣九岁那年 他父亲姬五海 醒悟 开始出去打拼 仅仅一年 获得巨富 回到以水城 他们家 就开始风生水起 并且 燕家 还有原先 他大伯掌控的姬家 则很快都破败了 东伯雪英翻看着 这卷宗描述的非常详细 还有很多的事情描述 经详细查探 根据蛛丝马迹 姬五海 怀疑是某位邪神信徒 他的妻子和女儿 也有可能是邪神信徒 确切证据 还需查证 东伯雪英看到这一条 不由得瞳孔一缩 什么 邪神信徒 龙山楼在追查 邪神魔神方面 一直是不遗余力 这如果真的查实了 恐怕就直接动手了 其实在这之前 龙山楼根本就没发现 姬五海的问题 还是这次因为东伯雪英 请帮忙查弟弟小女友的事 龙山楼才以最高级别 详细探查姬五海家 这种无比仔细的查探 从方方面面的查探 顿时就发现了一些个问题 不过如今只是怀疑 并无足够证据 后边还记载了许多事实 这都是龙山楼推断的依据 看到这一条 东伯雪英是暗暗吃惊 这姬五海当年是吃过大哥的苦头 被扫地出门了之后 也被妻子的娘家瞧不起 可他之后的报复实在是太狠了 也极为隐蔽 甚至龙山楼之前都没有丝毫的消息 还是此次仔细调查 才发现 一些查探到了的讯息 证明不但姬五海是伪善凶残 连他的妻子女儿都有凶残的一面 只是他们伪装的很好 可是龙山楼要查 一个乞丐的死都被他们查出来了 不行 这种女人不能再和青狮在一起 东伯雪英当即作出决定 一个心机身善于伪装 而且骨子里颇为凶残的女人 弟弟相比而言就太过稚嫩单纯了 被玩死了恐怕还得感谢对方呢 下午十分 东伯雪英正坐在城堡主楼的屋顶 她的心灵和天地完全融合为一 感受着天地自然的奥妙 东伯雪英忽然睁开眼睛 摇摇看向外城堡城门方向 是鸡姑娘啊 城堡士兵们也没阻拦 鸡蓉便进入了城堡 鸡蓉笑得很甜进入了城堡 心底则有些疑惑 平常白天东伯青石早就来找他来了 怎么今天一直没找他呢 是因为上次和那贵族少爷的冲突 鸡蓉还是决定先来探望 让青石感受到自己对他的关心 而在一条走廊上 一袭黑衣的东伯雪英正站在那 鸡蓉 雪 雪英大哥 还记得六年前蚕死的小乞丐吗 他怎么知道 知道这事的人极少 鸡蓉抬头看向了东伯雪英 可是一看到东伯雪英那冰冷刀锋的眼睛 就感觉到心慌发颤 要说天人合一的强者的心灵力量是何等强了 被盯着就仿佛小蝼蚁被巨龙盯着 这是生命层次本能的恐惧 鸡蓉不由的更加惊慌 我不会管你的事 但是你最好乖乖滚出我弟弟的身边 陪你三天时间做好这一切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手段 非常完美地了结和我弟弟的这段恋情 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你若是敢违背我 那我做出的手段会比你想得更可怕 在心灵力量的压迫之下 在东伯雪英的威胁之下 甚至说出过去隐蔽的事 这都让鸡蓉感到惊慌恐惧 青石他如果是个单纯的小家伙 那他哥哥就太可怕了 显然不答应就要杀戮了 要知道眼前这个枪模疯子 当初比青石还小一岁 才十五岁的时候 就一杆长枪灭了整个弯刀萌 虽然他很恐惧 可是姬蓉还是急忙辩解 雪英大哥 你真误会了 那次是我家里的仆人 背着我打死了那个小乞丐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我面前 你无需辩解 我让你滚出我弟弟身边 这是命令 东伯雪英他只看事实 不听别人的许言 而且龙山楼的调查来看 姬武海姬蓉他们一家都是很擅长伪装的 姬蓉此刻是欲言又止 眼中都有泪坏了 我 你只有三天时间 三天后你做不到 我会帮你做到 只是我的手法会比较直接 八岁的时候 每天就开始风魔的练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东伯雪英也曾以此次崩溃哭泣 可是她坚持下来了 这种磨练之下 她的意志也变得无比可怕 这样一个人的心智是何等坚定啊 哪里是一个鸡龙这个小丫头 几句话就能忽悠的 即便是像孔悠悦 东伯雪英也只是愤怒对方 欺骗了她的信任和感情 并且很干脆的快刀斩乱麻 直接斩断这一份情感 东伯雪英做事本就是很直接干脆 对自己狠 对敌人更狠 是 姬蓉看着东伯雪英离去的背影 只能理想到 她一步步的行走着 朝青石的住处走去 她在思考 这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个东伯雪英非常爱护她的弟弟 我想办法让青石完全站在我这边 让东伯雪英因此有所忌惮 不 这个东伯雪英是个极为果断之辈 她不会被这点小伎俩给牵扯住 她恐怕 轻易就能瞒住她弟弟 将我们整个鸡家给安州灭掉 怎么办 我没查出这个东伯雪英的父母 到底留下什么巨父呢 什么功劳都没能立下 姬蓉是边走边思索 仗着青石嘛 可是论情感 青石和她哥哥恐怕才是最亲 就算是一时间站在她这边 她终究还是会站在哥哥那边的 该死 该死 姬蓉不管是怎么想 都想不出继续留在青石身边的办法 因为东伯雪英是直接以利压人 你敢不从吗 好啊 那就直接灭上 弯刀萌曾经让整个遗水城所有贵族们感到忌惮 可是东伯雪英十五岁就一个人给灭掉 她现在可比当年要可怕得多了 只能放弃了 姬蓉 你竟然来看我 我太开心了 你知道的 我们昨天出去的时候惹了大祸 我哥他说 三天内不准我出城堡 所以这三天我没法出去找你的 青石出了城堡主楼 和姬蓉并肩行走在城堡内的一条石板路上 并且还叙说着 也不怪我哥了 那个死去的贵族一看就很有背景 我当时也没存心一调杀死那个贵族青年 只是那个大范违法术 我也没办法精确地操纵 谁想到那个贵族少爷那么倒霉啊 刚好被遗到了一点批重了 这不怪你 当时我们不反击 你会死 我也会很悲惨 我真的不敢想 被卢掠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青石此时握着姬蓉的手 他很坚定 没人能伤害你的 我保证 姬蓉笑了笑 没说什么 不过 青石能够感觉到女友的情绪 他问了 怎么了 心情不太好 是因为昨天杀死那个贵族的事吗 放心吧 我哥正在处理一切 一定会将事情解决妥当的 不是这个 那到底是哪一个啊 你说呀 说出来 我或许能帮你的 青石 我们分手吧 啊 东伯青石整个人仿佛被一桶冷水浇在头上 他完全梦了 你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可一点都不好笑 是真的 我们分手吧 青石看着姬蓉的眼睛 他意识到 这不是玩笑 这是真的 为什么 昨天我们还好好的 还很开心 虽然和那个贵族有冲突 可这和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突然要分手啊 我喜欢上了别人 不行吗 到底什么原因 说 你说呀 青石盯着姬蓉 有些焦急 不过姬蓉低着头 很沉默 你快说呀 你哥 是你最重要的亲人 对吗 青石眉头皱起 他忽然有所预料了 你哥调查了我的一些事 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女孩 觉得我配不上你 已经给我下了通牒 让我离开你 啊 你哥反对 你能违逆他的心意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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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谁 我哥也不能阻挠 别撒谎了 你和你哥的感情 我还能不知道 你喜欢谁 得得到你哥的点头允许 以及祝福 这下青石慌了 如果哥哥完全反对这事 他自己该怎么办呢 一定有什么误会 他为什么阻止啊 你说他调缠了你的事 认为你不是一个好女孩 到底什么事啊 一定有误会 那是我十岁那年 我那时候还很小 带着仆人在以水城内游玩 可却被一个小乞丐给冲撞了 还把我漂亮的衣服给弄脏了 我当时 当然是不开心了 身上脏兮兮的 便有些闷闷不乐的带着人回家了 在我走了之后 我的其中一个仆人 总是动手打了那个小乞丐 据说 后来还被打死了 我知道之后也很伤心 可是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可你哥 认为是我命令仆人干的 认为我十岁时就这么心狠 不是个好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